第601章,莉莉丝回归 总要试试,万一成功了呢? 张拓海派出了全球鹰,为了保险起舰,用了最高的巡航高度,1.8万米,进行高空侦查 这个高度通常来说,足够安全了 如果,对方连这个高度的全球鹰都能发现,那说明来者的实力比张拓海高尚很多,还是早点躲避起来比较好 全球鹰向着北部区域飞去寻找着来袭敌人的踪迹 而张拓海则匆匆忙忙地跳下了指挥椅,准备趁着这个时间抓紧地查看着车内的情况,装填导弹,检查物资,准备作战或跑路 张拓海刚一走下座位,感觉下半身撞到了什么东西上 张拓海没料到在宽阔的过道上,居然还能撞到东西 此时,他想要止住去世已经来不及了,整个人趴在了地面上 谁这么缺德,把东西放在我脚下了,可死我了 张拓海感觉腰间各的生疼,呲牙咧嘴的直吸冷气 快爬开,你快要闷死我了 从张拓海的身下传来了一个闷闷的声音 张拓海低头一看,肚子下面伸出了一双手,正在不断地向前奋力地爬着 片刻之后,一个身高一米二,满头银白长发的小女孩从张拓海的身下爬了出来 小女孩拍了拍身上皱巴巴的明显不合身的白大褂,一脸嫌弃地说道 走路不会看着点吗?我这么大一个人,你居然看不见 往我回来之后,第一时间就来看你 你是谁啊?张拓海看着那个小女孩有些愕然 他不记得车里有这么一个家伙 等等,张拓海感觉对方有点眼熟 他又重新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对方 有些熟悉的精致面容,银白色的头发,黑色的瞳孔,以及有些清冷的声音 张拓海总感觉见过对方 你是莉莉丝?你转身回来了?你不是那么高吗? 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张拓海有些奇怪地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他记得,莉莉丝身高虽然不高,但至少也有一米六了 怎么转身回来之后,就变成一米二了? 他满脑子不解 还算你有眼力,不枉我这么关心你 莉莉丝哼了一声,至于身高吗? 只是一点意外,不要太在意,我会慢慢修复的 说完,莉莉丝微微侧过了头,脸上显得有些不自然 对了,你妹妹呢?张拓海向着莉莉丝身后看了看 完全不见莉莉娜的踪影 按照道理,这不像是莉莉娜的性格 以莉莉娜那个如同脱缰野狗的性格 转身出来之后,应该满车到处乱窜才对 怎么这么半天都不见人影? 这不合常理,都说了是一个意外,以后会慢慢解决的 莉莉丝有些生硬地说道,脸已经彻底侧过去了 张拓海看到,莉莉丝的脸上似乎爬上了一丝红润 好像是有些羞恼,就在张拓海满头雾水的时候 小爱同学用机械臂戳了戳张拓海的肩膀 指挥官,看这里 张拓海好奇地扭头 看到小爱同学在球形屏幕上打出了一长串文字 莉莉丝小姐因为计算失误,导致在转生的时候 和莉莉娜小姐融合成为了一个整体 而两人合体之后,所需要的营养量远超正常两人营养标准 超出了莉莉丝小姐实现准备的营养药剂 后来,由于营养不足 莉莉丝小姐最终无奈提前破窍而出 这也导致了莉莉丝小姐的体型出现了一些问题 另外,需要提醒指挥官的是 莉莉丝小姐虽然从体型上看和12岁左右的小女孩差不多 但是,莉莉丝小姐的身体是经过多方计算的最优解 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 尽管由于早产而没发育完全 但徒手掰弯钢筋 拧开天灵盖还是可以做到的 最后,莉莉丝小姐此时的精神状态并不稳定 请指挥官不要试图再询问关于莉莉丝小姐身体的问题 这是为了指挥官的身心健康着想 张拓海 听到小爱同学的解释后 张拓海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他原本以为等到莉莉丝转生完成之后 自己能收获两个妹子来着 一个制途机,一个护卫 结果就因为一个技术失误突然减产 收成一下子缩水50% 简直是血亏 另外,莉莉娜可是自己在此方世界的第一个女人 好端端的怎么就没了呢 原本她还想着等莉莉娜转生回来之后 再续前缘来着 结果对方居然和莉莉丝合体了 这以后可怎么办 幸福生活岂不是没有了 最关键的是 她以后该怎么面对莉莉丝 是应该叫她大姨姐 还是叫 张拓海的脑子有点乱 似乎是看出了张拓海的想法 莉莉丝脸色更红了 她有些休脑地说道 我说过了 我会想办法 把她从身体里切割出来的 这点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积攒了足够的仿真身体培育技术 下一次一定能成功 听到莉莉丝这话 张拓海长出了一口气 对于莉莉丝的技术实力 张拓海还是放心的 能直接将灵魂和机械体 转化众生成人类 本身就已经够黑科技的了 这种事情 莉莉丝都能成功了 想必 将原本就是两个人的身体 再重新切分割开 在各自移植一部分缺失的器官 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大不了再制造一具身体就完了 而且 如果和莉莉丝好好地商量一下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获得定制的特权 比如对身体的某些细节进行调整 比如 脂肪比例 比如 韧性 比如 体毛 张拓海开始浮想连篇 看到张拓海的样子 莉莉丝沉吟了一下 嘴巴微微上翘 露出了一副促侠的神色地说道 对了 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 什么 张拓海连忙收回了思绪 做出了正经的样子 那 怎么说呢 这具身体呢 由于你也提供了部分关键技术支持 所以 从生理角度上讲 这具身体 是你的女儿 这里有一句忠告 不可以跨过伦理的边界哦 对不对 爸爸 莉莉丝笑眯眯地说道 第602章 布拉莫斯导弹 爸爸这两个字 如同闪电一样 劈到了张拓海的头上 张拓海感觉脑子一阵的眩晕 他开始扳手指 算起自己 和莉莉丝的关系起来 首先 莉莉丝的这具身体 是从蛋里生出来的 而那个蛋 又是添上了自己的精华 才孵化成功 所以 自己是这具身体的父亲 没什么毛病 但那个精华 又是和莉莉娜合体产生的 也就是说 莉莉娜成了莉莉丝的妈妈 而和莉莉丝共用一具身体的莉莉娜 又和莉莉丝一起成为了自己的女儿 莉莉丝又原本是莉莉娜的姐姐 那么问题来了 三个人之间应该怎么称呼 张拓海扳手指算了半天 也没算明白这个伦理问题 最终 张拓海决定不纠结那么多了 各论各的 大不了 以后做切割的时候 让莉莉丝再制作一句 和自己没有关联的身体 再把莉莉娜的意识转过去 也就是了 正在张拓海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的时候 小爱同学忽然出声 打破了沉静 指挥官 全球鹰发现了史莱的舰队 您要不要看一下 发现敌人了 在哪里呢 让我看看 张拓海连忙回到了指挥椅上 莉莉丝也神色严肃了起来 来到了球形屏幕旁边 在球形屏幕上 是一支由六艘船组成的舰队 左前和右后方 是两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右前和左后方 是两艘朱姆乌尔特级武库舰 在后方 一艘佩里级导弹驱逐舰 缓缓地跟在后方 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正停在起飞甲板上 几个工作人员正走来走去 似乎是在坐着起飞前最后的检修工作 在舰队的最中心 是一座伊阿华级战列舰 不过 这座足有四万吨的战列舰 似乎经过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改装 最显眼的标志就是 那三座三连装406毫米的火炮被拆除了 却而代之的是一门电磁炮 一台激光发射器 以及一个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弦尾位置似乎还有升降机的痕迹 应该能起飞直升机 在伊阿华级战列舰的舰手 悬挂着联合制药的标志 金灿灿的 看着这一支浩浩荡荡的舰队 张拓海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配置 要是再加上一两艘潜艇 就快赶得上一支航母战斗群了 这么多大船 能打得过吗 莉莉丝看到那如同小山一样的伊阿华战列舰 也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在原本的世界就没见过海洋 自然也没见过大船 现在看到如同山越一般的战列舰 也不由自主地感到震撼 根本打不过 张拓海摇头叹息道 虽然 我对付过一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但是 那是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 现在 看看那些战舰 反潜直升机都已经准备升空了 那么 防空武器 各种预警雷达必然已经开启了 现在 我在使用导弹攻击 必然会被密集的放空火力击落 导弹 为什么会被击落 拿东西的速度那么快 莉莉丝有些不解 它虽然技术能力很强 但是 对于现代的作战体系 还不是很了解 这些都是大型的舰船 我的普通导弹 对付一般的陆地载具还可以 对付 这种大型舰船 就有力未逮了 而且 这里可是海上 海物浓重 对激光具有很强的散射能力 机会废掉了激光大半的效能 想要对付那些大型舰船 就只能使用战斧这种大型的巡航导弹 不过 那些巡航导弹 为了保持长射程 速度都比较慢 只是亚音速导弹 也没有末端机动能力 很容易就会被密集的放空火力消灭 根本就没有胜份 张拓海说道 这么说 只要给导弹添加了末端机动性能 就能打败他们了 莉莉斯拖着下巴问道 现在 他和张拓海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张拓海的实力越高 获得的物资越多 对他越有利 因此 他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尽可能地提升张拓海取胜的能力 如果增加了末端机动性能 并且提升速度 即便不能完胜 也有一战之力 张拓海想了想说道 把导弹的图纸拿来 我试着改一改 莉莉斯说道 真的 太好了 张拓海立刻让小爱同学 将图纸打印了出来 原本的图纸 虽然使用后就消失了 但是 张拓海留了个心眼 让小爱同学 提前把图纸扫描了下来 准备留给莉莉斯看看 万一能改动呢 那就是大传 就算不能改动 也没什么损失 现在一看 他这个决策 真是太对了 而且 不光是战斧导弹的图纸 张拓海将最近获得的图纸 都打印了出来 交给了莉莉斯作为参考 万一有用吗 莉莉斯白了一眼 张拓海 随后拿起一大落图纸翻看起来 随后拿出了铅笔 在图纸上飞速地修改了起来 这么直接 不需要多研究研究 张拓海恶然 我之前做过相关的研究 只不过 当时的微电子技术 和材料水平达不到要求 所以没有制作成功 现在 这些东西在你这里都不是问题 莉莉斯说着 将一缕垂下来的发丝撩到了耳后 便继续在图纸上修改起来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 莉莉斯将手中的铅笔一扔 伸了一个长长的揽腰 修改得差不多了 你看看行不行 张拓海连忙将图纸拿了起来 翻看起来 战斧式巡航导弹改进行 可重命名 速度提高为三倍音速 射程缩短为350公里 中 末端会做不规则蛇形机动 用来规避防空体系 增加低空突破模式 使用该模式后 导弹会从贴近地 海面15米左右的高度 高速突进 另外 弹体外涂装了雷达吸收涂层 可大幅度降低雷达发现概率 看到星型导弹 张拓海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星型的战斧导弹 可比就是战斧导弹强得太多了 从亚音速巡航导弹 直接提升到了三倍音速 这已经比之前的速度 提高了三倍不止 大大的提高了突防能力 另外 末端的机动性能 更是大大的降低了 末端被防空火力击落的风险 雷达波吸收的涂装 和低空突破模式 都能大幅度地降低被发现的概率 从整体上来说 这是一款为了突破防空火力网 而设计的导弹 至于为此牺牲的射程 那些张拓海反而不太在意 300公里和1000公里 对张拓海来说没什么区别 反正都位于其他玩家的 火力打击范围之外 都是属于防区外打击 差别不大 从数据上看 这款改进型的战斧导弹 有点像是布拉莫斯导弹 就是不知道实战效果如何 就用这个了 张拓海拍板做出了决定 准备用这款新型的战斧导弹 试试联合制药舰队的防空实力 第603章 一击讯爆 张拓海连忙赶制了 20枚改进型的战斧导弹 替换了垂直发射器里的老式战斧导弹 此时 根据全球鹰的报告 那支舰队距离张拓海 还有73海里 一个小时开了27海里 速度不慢啊 张拓海看了一眼此时舰队的情况 那架海鹰反潜直升机 已经开始前往前方海域搜索了 电子战系统也捕捉到了对方的雷达波 可以判定对方的各种雷达都已经开启 正处于戒备状态 警惕星倒是蛮强的 那就拿你们试试新导弹的威力吧 张拓海直接按下了发射按钮 一枚战斧改进型导弹 从单元阁里冲出 在天空中拐了个弯 向着远处的舰队击射而去 小爱同学准备好电子战压制 一旦他们发现导弹 就启动电子战压制 尽可能地干扰他们的雷达 辅助导弹突破防空火力网 张拓海盯着屏幕说道 明白 小爱同学立刻调动起了全部的算力准备 进行电子战压制 为此甚至直接将LIFE2D虚拟形象都停用了 此时 伊阿华极战猎剑的指挥舱内 一名身穿西装的老者 正坐在一张真皮沙发上 听着身穿大副制服的手下进行汇报 这人正是联合制药的董事长雷纳德 董事长先生 麦奇号驱逐舰还是没有回应 魔岛基地也没有任何信息 另外 根据半岛实验室传来的消息 半岛上忽然出现大量的武装暴徒 因此 怀疑恶魔岛也遭受了这些暴徒的袭击 麦奇号等驱逐舰估计可能是通讯设备受损 因此断了联系 那就抓紧联系 一定要搞清楚麦奇号在哪里 记住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每一艘战舰都是异常宝贵的 不能有任何的损失 雷纳德沉声说道 明白了 我已经通知下去了 大副说道 舰队的防御布置好了吗 雷纳德勾了勾手指 身后立刻有一名穿着使者服装的年轻女人 倒了一杯红酒 递到了他的手中 防空 反潜 反舰雷达都已经打开 拖曳声纳也投放完毕 反潜直升机已经出海搜寻 防空导弹都已经就位 单舰战斗准备已经准备就绪 请问是否按照战斗队形展开 大副问道 嗯 就在雷纳德准备继续吩咐的时候 忽然淒厉的放空警报响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 大副对着身边的船员问道 防空警报 雷达发现有导弹来袭 船员拿着通话机说道 判断出导弹型号和袭击目标了吗 大副急忙问道 因为舰队太密集 所以袭击目标暂时无法确定 但是导弹种类已经分析出来了 是战斧式巡航导弹 船员说道 听到船员这么一说 大副的心放了下来 他还真怕是专门的反舰导弹 此时 舰队还处于密集队形 一旦被攻击 想要激动都不太容易 不过 巡航导弹就不怕了 一款亚音速导弹而已 落点固定 要是没有防备 还真容易被偷袭得手 不过 自己各种防空雷达 火力全开 别说一枚战斧导弹了 就是十枚 二十枚 也无法突破自己的防空火力网 有问题吗 能拦截吗 雷纳德有些担心地问道 手中的红酒杯 有些不自觉地颤抖 他活了这么大的年纪 之所以去搞丧心病狂的病毒研究 就是为了获得永生 现在 好不容易见到一些光明了 永生的希望 就在不到一百海里之外的地方 他可不能倒在这里 那样 他之前所耗费的一切 不都白费了吗 放心 董事长先生 我们的船是从军队手中 完整接过来的 而且 还受了专门的培训 区区战斧导弹而已 完全可以 还没等大副的话说完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从远处传来 剧烈的震动随之传来 那怕是酒精风浪的大副 都差点没站稳 原本举杯预饮的雷纳德 更是毫无准备 酒水洒满了衣服 怎么回事 哪来的爆炸 雷纳德将惊恐强压下去 佯装镇定地问道 快去查明情况 大副对着身边的船员 立一声吼道 他可刚把牛逼吹出去 结果一秒钟都不到 就发生了爆炸 这不是打他的脸吗 此时 他内心暗暗祈祷 千万不要使导弹 突破了防空体系 不然 他可就惨了 报告大副 都查清楚了 那枚战斧导弹十分的特殊 我们发射了两枚海麻雀导弹 进行末端拦截 可是 那枚导弹突然开始 做不规则蛇形机动 绕开了我们的拦截导弹 击中了六月花号的垂直发射系统 引发了里面导弹的训报 六月花号已经解体沉没 刚才的爆炸 就是六月花号的训报 该死 大副听到船员这么一说 捏紧了自己的拳头 六月花号 可是一艘阿利伯克导弹驱逐舰 负责舰队的前导和护卫 现在被一发入魂 剩下一艘诸母沃尔特级武库舰 独目难知 整个舰队相当于门户打开 立刻让熟人号顶上去 看好舰队前导防御 另外 启动左右防御系统 防止导弹再次突破防区 另外 让半岛实验室出动飞机协助侦查 查明到底是哪里射来的导弹 大副对着船员怒吼道 船员跌跌撞撞地跑去 传达命令去了 董事长 恕我难以久留 我要回到岗位上去督战了 大副对着雷纳德行了一个礼 匆忙转身离开 他不敢再留在这里 如果继续留下来 出问题顶雷的一定是他 联合制药这边人心惶惶 张拓海却兴奋异异常 他看着屏幕上缓缓沉默的 六月花号导弹驱逐舰 兴奋的一挥拳头 这改进型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还真好用 一发就击沉了一艘导弹驱逐舰 他大手一挥 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继续发射导弹 将那几艘护航的船都给我干掉 对了 那艘旗舰给我留着 我要把它拆了 不过 武器系统先干掉 不要留下任何隐患 张拓海冷声说道 那艘佩里级护卫舰要保留吗 我们还没有拆解过 这一型号的船只 小爱同学问道 张拓海瞥了一眼随后说道 先打击吧 要是侥幸不沉就拆解了 武被照阿利伯克差远了 没劲 重点放在中间那艘一阿华上 其他的 随缘就好 张拓海的胃口已经被养掉了 拆解过阿利伯克和朱姆乌尔特之后 佩里级这种差一点的护卫舰 已经入不了张拓海的眼了 明白 小爱同学启动了导弹锤发系统 一枚枚战斧导弹 冲破了单元阁 向着联合制药的舰队铺去 第604章 跳帮战列舰 搜搜搜 一枚枚改进型战斧导弹 从低空向着远处的舰队铺去 联合舰队里 那艘仅剩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开始向前驶去 准备封堵被打开的突破口 指挥室里 大副正在愤怒地骂道 都怪六月花号那帮该死的家伙 如果不是他们被人一锅端了 也不至于咱们去堵窟窿 要我说 现在最明智的做法 就是以战斗队形展开 而不是像受惊的铮一样 缩在一起 少说两句 要记住 你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是守护雷纳德先生的安全 剩下的都是次要的 舰长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说道 将所有防御设备启动 不要让六月花号的事故 发生在我们身上 舰长转身对着身后的 雷达操作员说道 舰长 不好了 所有的雷达都发生了故障 屏幕上出现了密集的光点 雷达无法锁定这么多目标 我们该怎么办 雷达操作员惊慌地说道 什么 舰长连忙走到了雷达屏幕前 此时 雷达屏幕上到处都是闪烁的光点 密密麻麻的 已经看不清屏幕了 是电子站 对方启动了电子压制 我们的雷达被攻击了 六月花号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被击中沉没的 大副看了一眼说道 立刻排除干扰 另外启用所有防空火力 严防导弹突袭 舰长冷声说道 舰长 发现导弹了 一个船员惊恐地说道 在哪 舰长脸色铁青地问道 在 在那 船员手指颤抖地指着观察窗外 舰长猛地回头望过去 一枚枚导弹从低空划过海面 距离他们已经近在咫尺 轰隆 一枚改进型战斧导弹 直接击中了指挥舱 将指挥舱掀上了天 另一枚改进型战斧导弹击中了船弦 炸出了一个直径至少五米的大洞 波及了至少三个隔水舱 汹涌的海水涌进了船体之中 船体发生了倾斜 船只里没有被爆炸波及幸免于难的船员们 拼命地抓住身边的一切 避免滑落 就在这时 又一枚战斧式导弹击中了船尾的隔水舱 更多的海水涌入 这时 船只再也无法维持平衡 平拍在了海面上 很多刚才滑落到海水里的船员 直接被大船拍死在海面上 船只进入了大量的海水 开始缓缓沉没 不光是仅剩的这艘阿利伯克如此 剩下的那两艘诸姆沃尔特务库舰 甚至连那艘佩里级护卫舰都是同样的遭遇 被树枚战斧导弹命中 直接沉没 只有中间那艘伊阿华极战猎舰 在张拓海的反复要求之下 没有被击沉 不过 主要的武器系统包括电磁炮 激光发射器等 都被战斧导弹给击毁了 尽管 张拓海也很眼馋那个电磁炮 想要弄一门玩玩 可是 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张拓海还是忍痛将其击毁了 确认打击情况 张拓海说道 经侦查 护航舰船已经全部击毁沉没 旗舰已经摧毁武器系统 失去了反抗能力 小爱同学评估道 太棒了 准备登船 四万吨级的战列舰 我还没拆过呢 张拓海摩拳擦手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就在这时 小爱同学忽然发出了预警 指挥官 位于半岛上的联合制药基地 起飞了一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正在巡逻 似乎正在巡航搜索 电子战飞机起飞了 张拓海眉头一皱 他已经尝到了电子战的甜头 自然不想 让别人也发挥出电子战的威力 我们的电子战能力足够吗 能应对他们的飞机吗 张拓海问道 因为 在捕获F35C和咆哮者后 分析出了他们的敌我识别码 骗过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另外 我们的电子战力量 也处于优势 要不要强行压制 小爱同学问道 能不能用导弹将它打下来 张拓海问道 声线太高 我们手里的放空导弹够不到 小爱同学说道 那就暂时欺骗 派F35C上去 把他给我打下来 张拓海说着 召回了全球鹰 把一架F35C派了出去 问 F35C飞上了高空 咆哮者很快就发现了 追来的F35C 不过 因为敌我识别码对上了 那人也没多想什么 随口问道 嘿 伙计 你也是被半夜叫起来巡查的吗 令咆哮者驾驶员疑惑的是 F35C根本就没有任何答复 怎么没有回话 难道是电波被干扰了 咆哮者的驾驶员开始调整频率 就在这时 他的预警雷达忽然响了起来 他被火控雷达锁定了 怎么回事 咆哮者的驾驶员连忙打开电子干扰 并准备播撒红外薄条和诱导弹 然而 此时 一枚M导弹已经击中了他的机体 轰隆 咆哮者凌空爆炸 各种碎片如同天女散花般落下 干得漂亮 张拓海兴奋的一挥拳头 然后 张拓海召回了F35C 换上了彩虹4无人机 张拓海先控制着彩虹4用精确制导炸弹 将半岛上联合制药基地的机场跑道炸毁 随后 控制着彩虹4向着一阿华号飞去 高空间是一阿华号 而他自己 则向着半岛基地方向 派出了几架手炮式无人机作为监视 自己则启动了直升机模式 向着一阿华号飞去 半个多小时的功夫 张拓海飞到了一阿华的上空 此时 这艘巨大的战舰正在缓缓地向北逃窜 一些船员正举着巨大的水管在灭火 张拓海见状 心中大为兴奋 举着加特林机枪从两米多的高空 直接跳到了加班上 完成了导弹时代的跳帮作战 看着从天而降的张拓海这些人 惊恶地瞪大了眼 不知道是敌室友 把船员都抓起来 扔到船底仓库里去 胆胆反抗者 就地格杀 张拓海对着身后蜂拥而出的自走机械喊道 众多自走机械 举着加特林 扛着RPG7和单兵云爆弹 如狼似虎地向着那些船员冲了过去 那些船员只是普通的水手而已 平时只负责操控船只 那里 见过这种场面 看到黑洞洞的枪口指过来 立刻配合地举起了双手 除去少量安保人员选择了把枪反击之外 大部分船员都很听话 被张拓海控制了起来 至于那些安保人员 在RPG和单兵云爆弹面前 除了被碾成渣之外 没有任何结果 就这样 张拓海毫无意外地控制住了伊阿华号战列舰 第605章 父慈女校 张拓海龙襄虎步地进入了伊阿华战列舰的内部 此时走廊上还残留着弹痕和硝烟 地上还有散落的子弹壳 但是 此时 依然难以阻挡张拓海心中的兴奋 伊阿华可是人类史上最强大的战列舰之一 虽然压马头要比压滑的吨位大上一些 但是 拼火炮背劲和穿身 压马头未必打得过压滑 称之为最强大的战列舰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能亲手俘虏这么一艘战舰 这种丰功伟绩 怎能不让他兴奋 张拓海在自走机械的引领下 迈着六轻不认的步伐 进入了伊阿华的指挥室 你是谁 为什么要袭击我们联合制药的船队 雷纳德战战兢兢地问道 张拓海看了一眼这个衣着考究的老者 看到 周围那些人都不自觉地围绕在其周围 一副众星捧月的架势 就知道 这绝对是这里的主事者 你好像没有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啊 张拓海笑呵呵地说道 现在 我是这里的主人 你的一切 包括生死 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如果想要活命的话 就最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不然的话 我们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不愉快 张拓海说着 打来的响指 两辆自走机械 靠近了雷纳德 手中的电锯嗡嗡直响 向着雷纳德步步紧逼 看着靠近自己的电锯 雷纳德脸色都白了 他从小到大 一直是养尊处优 从来没有遇到过危险 何曾见过这种场面 看着逼近自己的电锯 腿都软了 更何况 他现在距离长生 只有一步之遥 只要再走一步 就能获得近乎永恒的生命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死在这里 千万别动手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雷纳德说道 哦 什么都答应我 如果我想要让 阿美利卡总统的脑袋呢 也能做到吗 张拓海笑呵呵地问道 他的座机坠毁在 阿巴拉契亚山脉里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这就通知附近基地里的人 进山搜寻 一定把他的脑袋 割下来送给你 雷纳德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道 哦 听到雷纳德如此自信的语言 张拓海眼睛一亮 他敢肯定 如果对方没吹牛的话 那自己绝对是钓到了一条大鱼 还没请教 雷纳德 联合制药现任董事会董事长 雷纳德微微欠身说道 果然是大鱼 张拓海心中乐开了花 联合制药的势力他 深有体会 他走到哪里 都能碰到联合制药的基地 这要是通过雷纳德 控制了联合制药 那岂不是这么庞大的势力 都会被他所掌控 那些玩家 也是在联合制药的资助下 才有了追杀他的能力 现在 他成了联合制药的掌控者 那些玩家还有时间追杀他 先躲过联合制药的追捕再说吧 而且 联合制药经营多年 各种物资技术数不胜数 这些好东西 岂不是都归他了 吃透了联合制药的技术 再掌控了联合制药的资源 他的车子得升级到何种程度 张拓海有些不敢想象了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很好 雷纳德先生 请坐 我是一个绑匪 只涂财 不害命 你不要害怕 只要给我足够的好处 我就不会伤害你 哪怕一根汗毛 张拓海对着雷纳德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好说 好说 你说要什么 只要是这个世界存在的 就没有我弄不来的 雷纳德自信地说道 他相信 凭借自己经营多年打下来的势力 这个世界上 还真没什么是他弄不来的 那好 那就先把联合制药多年积累的技术资料 复制一份给我吧 张拓海淡淡地说道 这个好说 没问题 听到张拓海这么一说 雷纳德脸上的神色放松了下来 只要技术简单 给就是了 在他眼中 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的命重要 反正只是技术副本而已 随便拿 不过 这些技术大部分都在总部的主机里存着 我需要给总部打个电话 让他们准备好再送来 雷纳德小心翼翼地说道 没问题 答 张拓海将卫星电话扔给了雷纳德 雷纳德连忙接过了电话 按下了号码 他害怕张拓海多想 还特意按下了免提 电话很快接通了 是阿曼达吗 雷纳德沉声问道 爸爸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 传来了一个清冷的女生 立刻把公司的所有技术 复制到一个主机里 派飞机送到末日方舟号上来 越快越好 雷纳德淡淡地说道 父亲大人 您是被绑架了是吧 阿曼达没有接雷纳德的话 反而反问道 你问这些干什么 立刻按照我说的去做 雷纳德有些不开心 别装了 我已经知道了 你确实被绑架了 多少年了 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阿曼达说到这里 提到了声音 王匪先生 我不知道你需要多少赎金 但是 如果你杀掉了雷纳德 我就付你双妹的赎金 我说到做到 完成之后 打我这个电话就行 阿曼达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喂 喂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雷纳德气的火冒三丈 狠狠地将手中的卫星电话 扔到了名贵的地毯上 嘴里痛恨地骂道 畜生 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捡回来 当做继承人培养 就应该让你冻死在街头 父慈女笑了 雷纳德先生 张拓海双手交叉 放在身前 缓缓地说道 看来 你身边的那些人 显然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听话 那么 失去了联合制药董事长的身份 你还有什么价值呢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如果想不出来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时间 海水的温度 千万别 我有很多底牌 我留了很多后手 就是为了防备被人篡位 不过 这些我只能跟你一个人说 雷纳德看了一眼身后的那些人说道 第606章 永生药剂 哦 只对我一个人说 这些人都不能听吗 难道他们 不是你最亲近的手下 张拓海瞥了一眼雷纳德身后的那些人 淡淡地问道 阿曼达肯定在我身边安插了他的人 为了防止有人通风报信 所以 最好的话 把他们都杀了 以绝后患 雷纳德看了一眼那些人 眼中闪过了一丝凶利的光芒 他最恨的 就是背叛和出卖 他胆肯定 自己的身边 一定有着阿曼达的人 不然 阿曼达不会这么肯定自己 已经被绑架了 不过 能在自己身边隐藏的这么久 一时半会儿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找出来的 对于这种情况 雷纳德通常只会用一个办法 那就是杀 既然无法精确到个人 那就把怀疑范围内的所有人都杀掉 至于空缺 直接找新人补上就可以了 他手中最不缺的就是人 听到雷纳德的话 那些人吓得两腿战战 有的甚至 直接坐到了地上 张拓海想了想 直接拒绝了雷纳德的提议 杀人很简单 但是 如果雷纳德骗他呢 他手里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利用了 所以 在掌控联合制药之前 这些人还有存在的必要 甚至是一张 可以和雷纳德交易的牌 如果 雷纳德真的想要除掉这些人 那就要 拿出更大的诚意 把他们关到仓库去 严加看管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接触 张拓海说道 自走机械立刻将这些人捆了起来 拖下去了 好了 雷纳德先生 现在没有其他人了 有什么事情 现在可以说了吧 张拓海淡淡地说道 看了那些被拖走的人一眼 雷纳德心中有些不甘 不过 还是将布满压了下去 挤出了一副笑脸说道 自从我年纪越来越大之后 董事会里的那些人 越来越不安分了 为了预防万一 我特意将一部分重要的物资和技术 储存到了几个我亲信掌握的核心实验室里 恰好 八十海里之外 那边有个半岛 上面的实验室 就是其中的一个 哦 那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如果价值不高的话 可不值得 我跑一趟 张拓海眉毛挑了一下 没想到 那个被他放在后面的实验室里 居然有好东西 早知道 就不先去什么恶魔岛 先去抢那个半岛上的实验室了 永生要计 雷纳德一脸得意地 吐出了四个字 永生 张拓海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心跳猛然加快了几排 尽管他还很年轻 但是 一想到永生 心情还是激动得难以自已 这是所有短生重刻在基因里的渴望 谁愿意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 能长久而健康地活着不好吗 不过 既然是永生要计 那么提示系统之前 为什么没提示 难道 和之前的那些基因要计一样 有巨大的缺陷 一想到这里 张拓海原本火热的心 冷却了下来 而雷纳德 此时 还处于狂热之中 没错 就是永生要剂 雷纳德兴奋地说道 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也不瞒着你了 其实 这一次我带着舰队来到这里 为的就是这个永生要剂 要剂已经完成了临床试验 效果良好 我就是来注射要剂的 只要注射了要剂 我就能恢复青春 获得诸神都垂涎的生命 我将会成为新时代的开创者 雷纳德说着 兴奋地挥起了双拳 这时 他看了一眼张拓海手中的加特林 不由自主地又将双手放了下来 善善地说道 那个 药剂准备了很多 足够用了 你想要多少就拿多少 给我留下一只就行 雷纳德一脸乞求地说道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听从阿曼达的命令 我执掌公司几十年 终于我的人和部下 还是不少的 有他们帮忙 你想要做什么都会方便很多 放心吧 我说过 只要你能拿出让我满意的赎金 我可以释放了你 现在 你可以休息一会儿 等到了半岛再说 张拓海说着 命令自走机械 放出了一部分船员 开动着一阿华号战列舰 向着半岛方向开去 三个多小时之后 一阿华集战列舰 缓缓地停靠在了码头上 因为之前和半岛实验室的负责人 通过了电话 此时 半岛实验室的负责人 已经带着大队人马 站在码头上迎接 此时 天光已经微微放亮 马上就要迎来新的一天 看着下面排队迎接的众人 雷纳德又变得意气风发起来 夜间的郁闷情绪一扫而空 变得精神绝朔 船只挺稳 搭上弦梯 还没等雷纳德走下弦梯 一大群自走机械 就从船上跳了下去 举着手中的加特林 迅速控制住了在场中的所有的人 董事长 这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啊 半岛实验室的负责人 是一个戴着黑矿眼镜的中年男子 此时 他正被一台自走机械踩在脚下 用加特林指着脑袋 他是这里的负责人史瑞克 您看是不是可以放出来 有很多事情 需要他在场才比较好办 雷纳德说道 既然是这里的负责人 那就放了吧 张拓海微微地点了点头 自走机械将史瑞克松开 不过 仍然举着加特林跟在史瑞克的身后 如果史瑞克胆敢有什么异动 就会被当场击杀 董事长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史瑞克揉着被踩得生疼的肩膀 不明所以地问道 他好奇地看着那些自走机械 猜测这是哪个实验室的最新产品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去密室 我就是为了那个东西来的 雷纳德不愿意戏说 毕竟做俘虏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跟我这边来 史瑞克是跟随在雷纳德身边 多年的老人 对雷纳德的脾气十分了解 见到雷纳德这副样子 立刻闭了嘴 引领着雷纳德 进入了实验室之中 史瑞克带着雷纳德 左拐右拐 进入了一间没有门牌的房间之内 随后在墙上摸了一把 墙壁缓缓打开 露出了一个保险箱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保险箱 从里面取出了一个金属手提箱 放在了桌面上 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摆放着十二支 散发着金光的药剂 董事长 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永生药剂 只要注射一支 就能获得永恒的生命 再也不会被病痛和死亡缠绕 甚至还能重获青春 史瑞克一脸兴奋地说道 第607章 叛徒 真的吗 尽管早已经得知了消息 但是在看到食物之后 雷纳德心中 仍然充满了抑制不住的喜悦 在一旁的张拓海 也拿起了一支药剂 端向了起来 但金色的药剂 在灯光的照耀下 散发着点点星光 麦香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永生药剂 服用后 根据身体素质 延长30%至100%的寿命极限 一定程度上 使使用者的体能 恢复到巅峰时期 有75%概率 使使用者 获得一种超自然能力 这是游戏系统的备注 看起来效果不错 延长了30%至100%的寿命极限 还能返老还童 虽然还达不到永生的水平 但是 足以让那些垂垂老矣的人 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等待 直到真正的永生药剂开发出来 而且 75%概率 获得超自然能力的几率 实在是不低了 张拓海相信 这种药剂 一旦扔到区域频道上 一定会让那些玩家抢破头 就在张拓海琢磨着 是不是要拿上一些给利利斯研究的时候 提示系统也谈出了提示 永生药剂 半成品 服用后 15%概率 延长7%至25%寿命极限 52%概率 身体基因崩溃而死 22%概率 感染阿尔法病毒 75%概率 身体发生变异 包括蛋不限于长出鳞片 毛发增长变色 骨骼变异 器官变异 因器官 基因变异 导致掌握真正超自然能力概率 不足0.1% 这 看着提示系统给出的提示 张拓海脸色 顿时变得有些奇怪 这东西 明显是实验室 赶工出来的半成品 实际效果明显 没有史瑞克吹嘘的那么好 或者说是史瑞克知道 这药剂的实际效果 但是 使用了一些美化的词汇 夸大了效用 模糊 或隐瞒了副作用 到底是迫不得已 还是故意的 张拓海手里把玩着药剂 抬头望向史瑞克 发现他的眼神飘忽不定 隐隐有着挣扎的神色 当史瑞克发现 张拓海盯着他看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一抹慌乱 眼神也变得躲闪起来 这个实验室 也是有些问题啊 看来这个联合制药 也不是铁板一块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张拓海看到史瑞克这副样子 心中有了猜测 此时 雷纳德则一脸兴奋地 看着手中的药剂 一副狂热的神色 他的身体虽然看起来还算不错 但是早已过了七十多岁了 他每天早上起来 都能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又衰老了一步 已经尝过金钱和权力的他 比普通人更惧怕死亡的到来 因此 他才会这么不遗余力地 去推动永生药剂的试验 哪怕 把全世界都拉下深渊 也在所不惜 在他眼中 只要他能获得永生 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作为代价 又有何不可 至于人死光了怎么办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太简单了 联合制药 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克隆技术 并且 早年的时候 他还打着工艺的旗号 弄到了很多工程师 和技术人员的遗传 DNA 轻轻松松就能克隆出 一大批技术源 整个世界很快就能重新恢复生机 到时候 整个星球都能成为他的个人王国 一想到那种美好的场景 雷娜德兴奋的 都有些颤抖了 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喝下药剂 获得永恒的生命 不过 他的余光撇到了张拓海 瞬间想起自己此时的状况 便将心中的喜悦压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向着张拓海问道 阁下要不要先尝尝 如果您要是喜欢 只要给我留下一只就可以了 剩下的 您竟可以拿走 看到雷娜德的样子 史瑞克不由地吃了一惊 他万万没想到 雷娜德居然对这个面貌平平的年轻人 这番态度 原本他以为只是雷娜德的保镖 或助理之类的角色 现在看来 这个年轻人的身份 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一时间 史瑞克的心思也转动了起来 听到雷娜德的话 张拓海笑了一下 他觉得 现在雷娜德对他还有些用处 倒是可以提醒一下 帮他保下一条性命 这样也更方便他利用雷娜德 控制联合制药 帮他自己办一些事情 想到这里 张拓海清了清嗓音说道 看来史瑞克教授 对自己的药剂很有信心啊 张拓海笑呵呵地说道 当然 史瑞克一脸自傲地说道 既然这药效果这么好 那就请史瑞克先生轻身试验一下药效 张拓海说着 将一支药剂推到了史瑞克的面前 看到 推到面前的药剂 史瑞克的脸色瞬间一变 作为药剂的研究者 他自然知道 药剂的真实效果 那些实验者的惨状 更是历历在目 他连忙把药剂推了回去 这种珍贵的药剂 怎么能是我能使用的 我不敢接受 史瑞克连忙推辞道 嗯 看到史瑞克这副样子 雷纳德眼神冒出了冰冷的光芒 他作为一个庞大集团的董事长 自然不是蠢人 尤其是刚刚经历了女儿的背叛 对于手下人的忠心 更是异常的敏感 史瑞克 你开发出了新药剂 我很满意 这瓶药剂 就作为你的奖励了 雷纳德说着 将药剂推了过去 董事长 我 史瑞克还想要说些什么 却被雷纳德直接打断了 立刻使用 雷纳德声音里 满是不容置疑的命令 好 史瑞克深吸了一口气 伸手去拿药剂 然而 忽然 他的手猛地向着雷纳德抓去 此时 史瑞克的手背 已经被几根修长的骨刺刺穿 向着雷纳德的脖子 刺了过去 如果被刺中 以雷纳德七十多岁的年纪 丧命的可能性 高达九成 不过 史瑞克的骨刺刚刺出 就被张拓海 一脚踹了出去 张拓海穿的是第三代的防护服 拥有配套的外骨骼 对力量的增幅极强 这一脚下去 能将牛踹到 更不用说一个人了 史瑞克直接被一脚踹到了墙上 身后的合金板材 都凹进去了一块 嗨嗨 史瑞克可出了几口鲜血 他努力了几次 想要站起来 都没能成功 他感觉胸口一阵阵的剧痛 低头望下去 皮肤撕裂 鲜血蹦践 甚至可以看到刺出的白骨 显然 已经骨折了 史瑞克 我自认带你不薄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雷纳德怒气冲冲地问道 哼哼 集团发展早就陷入了瓶颈 都是由于你当必自用 如果换做阿曼达小姐 集团早就获得了新生 够了 雷纳德愤怒地打断了史瑞克的话 又是阿曼达 他居然把你也收满了 那你就下地狱陪他去吧 雷纳德举起了凳子 愤怒地砸向了史瑞克 史瑞克举手遮挡 雷纳德连砸了几下 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你这么打是打不死人的 用这个 这个劲打 张拓海说着 将一把手枪塞到了雷纳德的手中 砰砰 雷纳德一口气将弹夹打空 史瑞克的脑袋被直接打成了碎片 打空弹夹之后 雷纳德颓然地蹲了下来 一瞬间 好像是苍老了许多 好了 不就是一个叛徒吗 干掉了也就是了 现在 我们可以谈谈合作的事情了 张拓海走到他身边 淡淡地说道 第608章 拆解战列舰 还有什么可合作的 连我最倾心的手下 都选择了背叛 雷纳德颓然地蹲了下来 这怕什么 那些人不过是一群墙头草而已 你的女儿能用利益将他们收买过来 你也可以利用更好的东西 将他们收买回来 张拓海说道 用什么 资源还是金钱 能给的 我都给了 雷纳德有些颓废 当然是用这个了 张拓海拍了拍那一箱子 永生要记 没有人能拒绝永生的魅力 只要你拿出这些当作奖励 相信他们会立刻回归到你的手下 成为你最忠诚的爪牙 张拓海笑着说道 可是这东西失败了 雷纳德说道 你不说 我不说 谁知道失败了 张拓海笑呵呵地问道 可是该怎么取信他们 那些人可不是傻子 雷纳德有些犹豫 这个好办 张拓海对着手环吩咐了两句 很快就有一个自走机械 带着一瓶药剂来到了张拓海身边 张拓海将药剂扔给了雷纳德 喝了它 雷纳德看了看手中 如同一拉罐一样的药剂 随手打开 将其喝掉了 反正到了现在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哪怕是毒药 他也不在乎了 喝完药剂之后 他感觉浑身开始燥热起来 随后身体表面的皮肤变得干燥 随后变成碎片 扑素素地往下掉 啊 雷纳德喊了出来 双手撕扯着自己的面皮 他一用力 竟然将自己的脸撕扯了下来 脸皮之下不是血肉 也不是白骨 而是一张崭新的充满活力的面容 此时 雷纳德身体上的死皮掉了大半 他愕然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表面已经焕然一新 看起来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没什么区别 完全就是年轻时的自己 只不过 雷纳德能感到 虽然身体看起来年轻了 但是 实际上还是那个七十多岁的自己 身体虚弱不堪 垂垂老矣 这 这是什么 雷纳德不敢置信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一种药剂罢了 能够让人恢复年轻时的外貌 这个证据足以证明这些药剂的真实性了吧 张拓海笑着拍着那些永生药剂说道 能恢复我年轻的面貌 那有没有能让我恢复年轻时体力的药剂 你一定有的对不对 给我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雷纳德激动地说道 只有将死之人 才会对年轻和生命如此执着和狂热 这自然是有的 不过 我可不是慈善家 不会白白地给你 张拓海笑着说道 而且 同类的药剂 我有好几种 至于能得到哪一种 就看你自己的诚意如何了 张拓海 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其实 雷纳德喝的药剂 是他提炼基因药剂时 获得的一种特殊的药剂 这种药剂能让人恢复年轻时的样子 并且一直定格 直到死亡时 容貌都不会有任何衰老的痕迹 有点类似于仙侠小说中的助言丹 增强体力的药剂 张拓海也有 不过都是虎狼之药 以雷纳德的身体 服用之后 会产生什么后果 会不会和助言药剂有所冲突 都不得而知 但是 用来吊着雷纳德 却是足够了 反正 他距离离开这个世界 只剩下了几天 糊弄过去 相信还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几天之后 雷纳德是什么样子 他才懒得管呢 要知道 雷纳德可是让这个世界遍布病毒 变成人间炼狱的幕后黑手 没一枪干掉 已经是十分的仁慈了 真的吗 那可真是太好了 你要我怎么做 我都听你的 雷纳德满心欢喜地说道 那就先把那些人 重新都招揽到你的手下 这是给你的任务 如果能做到 就说明 你还可以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如果做不到 那么 恐怕我们只能遗憾地结束合作了 张拓海说着 做出了一个无奈的摊手动作 好 我这就去做 雷纳德拎住 装着永生药剂的箱子离开了 这一次 张拓海没有再去跟踪 而是派了个自走机械跟了上去 现在的雷纳德 有小爱同学 通过自走机械 看着就足够了 而张拓海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没时间 时时刻刻地盯着雷纳德 张拓海从桌上 拿起那只剩余的永生药剂 塞到了兜里 这东西虽然是失败品 但终归是有点用处 哪怕是当作研究材料 也是好的 此时 张拓海溜溜答答地来到了码头前 小爱同学正指挥着自走机械 将实验室里各种试验材料 搬回到车里 那些自走机械 如同工艺一样 源源不断地 将大堆的物资 搬进了车里 怎么样 还有多少 张拓海问道 大概还有五分钟 小爱同学说道 嗯不错 五分钟后 开始拆解战列舰 张拓海说道 真的能拆解这个 大家火了吗 听到张拓海的话 小爱同学也难得地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这艘战列舰上 可是有不少好东西 要是都拆解出来 能让它再提升一个高度 五分钟之后 无数自走机械 如同蚂蚁一样 进入了战列舰 开始拆解这艘排水量 四万多吨的战列舰 战列舰巨大无比 拆解过程也变得十分缓慢 两个小时过去了 战列舰也才拆解了三分之一 不过 张拓海对此并不着急 时间优势在他 到了中午时分 一整艘巨大的战列舰 才被拆解完毕 不愧是一艘四万吨的战列舰 再加上雷纳德 对其进行了大量现代化的改装 让战列舰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宝库 除去豪华影院 恒温酒库 罗马士玉池等奢华享受的建筑之外 对战斗力有明显提升的张拓海 就拆出了三项装备 分别是末日方舟的超算服务器 全电推进系统和全新螺旋桨系统 末日方舟的超算服务器 是雷纳德给战列舰安装的超级服务器 还内置了最先进的火控和指挥系统 结果 现在便宜了张拓海 将这东西加载到车上之后 小爱同学的算力直接翻了三倍 数据处理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并且 由于获得了大量的数据源代码 让小爱同学具有了很强的编辑能力 可以对宙斯顿系统进行适应性的修改 让这套系统更适合张拓海的装甲车 至于那个全电推进系统 则直接将张拓海车内的能量供给系统 重新梳理了一番 大大的提升了能源利用的效能 最后的那个全新螺旋桨系统 则提升了张拓海在水面的行进速度 原本 张拓海依靠螺旋桨的水面行进速度 大概是十节上下 现在直接翻了三倍 变成了三十节 大大的提升了 第609章狗咬狗 除此之外 这些都是依阿华的超算是七级通用配件 新式螺旋桨算是五级专用配件 让张拓海向着六级又迈进了一步 张拓海掰着手指算了算 升级六级车所需要的八个五级通用配件 他已经凑齐了 而四个专用配件 他也凑齐了两个 只要再弄两个专用配件 再加上一张升级图纸 他就可以升级成六级车了 而且 最关键的是 他最近获得的高级配件不少 三个七级通用 两个八级通用 照这个速度下去 是先凑齐升级八级的七级配件 还是先凑齐升六级的配件 还真的不好说 就是不知道 云不允许月级建造 张拓海暗暗地想到 如果要是允许月级建造的话 那对他来说 可就节省了大笔的资源 而且 还能提前享受超前的车型 简直美滋滋 除了这些实物之外 最让张拓海高兴的是 001居然还拆出了两张图纸 一张是标准六防空导弹的图纸 另一张则是 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图纸 标准六防空导弹 是标准二的升级型号 换装了主动雷达导引头 射高也提升到了33公里 配合现有的雷达和电子作战系统 基本上可以应对 绝大部分的飞机和导弹了 而那个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则是一种可是垂直发射的鱼雷 射程10公里 速度一马赫 战斗部使用的是 是46克瓦查轻型声自导鱼雷 可以攻击航速40节 前身600米的潜艇 拥有了这东西之后 张拓海对于水下的目标 也拥有了攻击能力 至此 张拓海拥有了对空 对陆 对剑 对前的全方位作战的作战能力 这可是九成以上的玩家车队 及全体之力 都未必能做得到的事情 张拓海的实力 在玩家群体之中 已经是遥遥领先 再加上多次升级 甚至融合了宙斯顿系统的 电子作战系统 张拓海甚至已经可以 以一人敌一军了 得到了这两张图纸之后 张拓海立刻制作了一批 标准6防空导弹 将原本的标准2替换了下来 随后 又制作了几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装进了垂直发射器里 这东西的用途不广 但是 在海边这种地上 时刻都得背上几枚 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刚刚处理完手上的事情 雷纳德就跑了过来 阁下 我已经说服了 一部分基地和实验室的负责人 只有原本实力的一半 剩下的都被我那个逆子 同流合污了 你看 有什么事情 需要他们来处理的 雷纳德恭敬地问道 他知道 现在他只有张拓海能依靠 或许 他还可以通过张拓海 重新把联合制药掌控在手中 只控制了一半 张拓海文言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原本他以为拿出永生药剂 就能把那些人 全都召集回到雷纳德手里呢 现在看来 有些过于理想化了 不过 一半的势力 也差不多够了 我要你做的是两件事 张拓海清了清嗓音说道 一是把各实验室 有价值的样品和技术送过来 至于借口是什么 你自己想 时间越快越好 你不要想着和我玩什么猫腻 我提前和你说清楚 东西的价值决定着 你得到的药剂的效果 东西的价值越高 药剂的效果越好 如果能给我惊喜 我也会让你感到惊喜 我明白了 我会尽力的 雷纳德听到张拓海的话 心中一动 连忙点头应当 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 干掉所有最近找上门来的那些人 只要不是你们原本的本部人马 凡是在最近几天找过你们的人 全都干掉 那些送出去的武器 也要追脚回来 听明白了吗 张拓海冷冷地说道 既然莫里亚地 可以让玩家和联合制药联合在一起 一起追杀他 那他也可以联合联合制药 一起绞杀玩家 这 听到张拓海的话 雷纳德明显迟疑了起来 作为联合制药的掌舵人 他自然是知道 之前有一大批来路不明的人 和联合制药 进行各种合作 原本 他们是绝对不会和这种身份的人合作的 可是背书的人 来历太过神秘诡异 让他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了 他万万没想到 张拓海居然还和这些人有交集 不过也对 像张拓海这种 能拿出这种神奇药剂的人 能接触到这一层次的东西 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的 只不过 背书的人也十分的难缠 要是现在就撕破协议 恐怕会有麻烦 怎么不愿意 张拓海看到雷纳德 露出了迟疑的神色 脸上浮现出了冷笑 自走机械 举起了加特林机枪 只要张拓海一声令下 就能将雷纳德打成碎片 愿意 愿意 怎么可能会不愿意 雷纳德连忙说道 相较于张拓海 他对莫里亚地更加忌惮一些 不过 此时 他要是敢说个不字 恐怕就直接见上帝了 至于莫里亚地什么的 等见到了再说吧 雷纳德果断地将莫里亚地扔到了一边 然后和张拓海商议了一下行动细则 便将任务派发下去了 联合制药的行动很迅速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区域频道上 就可以不时地看到红色的副告飘过了 此时 那些和联合制药搭上关系的玩家 叫苦不迭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还是亲密合作伙伴的联合制药 突然变了挂 居然直接对他们展开了攻击 而且 还是全方位的火力打击 各种重炮 火箭弹 导弹 全都用上了 甚至还能看到 武装直升机和对地攻击机 各种现代化武器连番上阵 让这些自认为实力不差的玩家 领教了一番什么叫做现代化的立体联合作战 不过 代价就是那些玩家的生命 联合制药的计划十分匆忙 而且对那些玩家有一种轻视的因素 导致放跑了一部分玩家 随后消息便扩散了出去 导致玩家们看到联合制药的标志之后 就远远地退开 以至于联合制药接下来的行动收效甚微 一共只杀了不到两千名玩家 甚至 还被一些玩家车队抓住机会 反咬了一口 损失了不少人手 不过 张拓海对此倒是不怎么在乎 反正两边都是他的仇人 这一波狗咬狗 无论是谁死了 他都高兴 第610章 简陋 联合制药和玩家之间的战争 张拓海只是略微看了一眼 就不再关注了 这对于他来说 也就是随手而为之 反正目的就是给联合制药和玩家们找点试作 别总是来麻烦自己 而他自己则回到了车里 准备跟莉莉丝提一下 阿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事情 他刚一回到车里 莉莉丝就穿着那件明显偏大的白大褂 踩着一双拖鞋 巴搭巴搭地跑了过来 伸出小手 抓着张拓海的衣角说道 爸爸 我要 噗 张拓海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 连忙捂住莉莉丝的嘴说道 这话可不幸乱说啊 容易遭到降维打击 实际车都扛不住 你在说什么奇怪的东西 莉莉丝拍开了张拓海的爪子 一脸嫌弃地说道 噗 我知道了 原来你居然对我 你可爱的女儿 有这种想法 Hentai 这可是你先说的 然后你又来怪我 张拓海也很委屈 我要这个 莉莉丝指着屏幕上的一张截图说道 张拓海抬头望去 那是一个白色的房间 里面摆满了各种仪器和不认识的设备 不过 从长桌上的培养敏和试管可以看出 这应该是一个实验室 生化类的 这是什么 张拓海问道 自走机械拍摄到的 这对我的研究很有用处 尤其是里面的一些机器 如果能拿到手的话 会提高不少研究效率 莉莉丝说道 原来是这个啊 是我龌龊了 张拓海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感觉自己都被那些乱开车的小说带歪了 害得自己都不纯洁了 既然是自走机械拍下来的 那就说明 这间房子在实验室内 张拓海立刻拿着照片去找雷纳德了 雷纳德对这个实验室的布局也不是很熟悉 找了几个实验室的负责人 才确定了房间的位置 这是一间P4级的生化实验室 而且还是用最高级别建造的 这种级别的实验室 只有少数国家才有能力建造 整个世界这种级别的实验室数量 都是趋值可数 可见这种实验室的珍贵 没想到 这个坐落在半岛上的不起眼的实验基地里 居然就有一间 这是这个实验基地的两个核心建筑之一 可以说 整个实验基地 就是围绕着两栋建筑修建起来的 负责人一脸自豪地说道 还有一个 是什么 张珀海也来了兴趣 还有一个超级培育室 全自动控温恒师 全电脑操控 整个联合制药七成以上的培育工作 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负责人微微昂起了头 显然对这两间实验室 十分的自豪 带我去看看 张珀海大手一挥说道 众人来到了实验室中央的一座 全钢铁建造的厂房里 从外面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生产车间一样 平平无奇 可是当张珀海进入厂房之后 看到面前居然是两个 巨大的白色的集装箱一样的东西 周围接着各种管道 这两个实验室是整体制造的 完成之后 直接调装到了这里 钢铁的房间 是为了防止受到外来攻击的误伤 负责人解释道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可以离开了 张珀海将负责人和雷纳德赶走了 随后 他将小爱同学叫了过来 快 把这个夹载了 原来 在张珀海看到这两个实验室的时候 就发现 这居然是两个可以加载的汽车配件 而且还是五级专用配件 这一下子 就将他升级所需要的五级专用配件凑齐了 现在 他距离升级六级也就差了一个升级图纸而已 这个世界还真顺利 张珀海的脸上都快了开了花 他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收获 简直可以用丰收来形容 要知道 他在上个世界的最后一天才升级到了五级车 而到了这个世界 才刚刚是第五天 就已经收集完了升级的基础条件 简直堪比开了资源挂 小爱同学立刻开了过来 将机械臂搭在了两间实验室上 开始了加载 一道白光笼罩了实验室 很快两间实验室消失不见 被转移到了张珀海的车内 怎么样 你要的是这个吧 张珀海回到车里 向着莉莉丝先摆着 谢谢爸爸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莉莉丝说完 就飞奔着跑进了实验室 随手碰的一声关闭了房门 去研究那些器材去了 这家伙 看着莉莉丝的样子 张珀海摇了摇头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开着装甲车出来 将大门上了锁 随后对着雷纳德说道 我要借实验室一用 最近几天之内 任何人不准靠近 张珀海目光之中满是森然 放心 整个中心区都会被划定为禁区 除了我之外 没有任何人能够出入 雷纳德连忙硬倒 现在 他还有很多事要仰仗张珀海 这点小事自然点头应允下来 反正实验室建在这里 张珀海愿意用就用呗 损失还能大到哪去 难道还能飞了不成 很快 这片区域便被划定成了禁区 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近 有了P4级实验室的甜头后 张珀海又继续在实验基地里闲逛了起来 试图再发现两个类似的漏网之鱼 经过他这么一番寻找 还真找到了一些东西 比如大型的UPS电源 点藏机咖啡机 多口味冰激灵机什么的 都是一些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东西 像是P4实验室那种 有高价值的东西 却是再也没发现 一番溜溜答答 张珀海来到了中控室 这里摆放着上百个屏幕 监视着岛屿上的一切位置 情况怎么样 张珀海对着负责这里的工作人员问道 一切正常 长官 两个正吃披萨的工作人员 连忙站起来应道 他们早就得到了命令 一定要听从张珀海的命令做事 不得有任何违背 否则就会被丢到海里喂鲨鱼 峡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张珀海随后摆了白手问道 情况不太好 那些人还在往里冲 人数很多 我们投放在里面的变异生物 几乎都被他们杀光了 估计在有几个小时 就会有人摸到实验室的外部防线 一个工作人员连忙说道 第611章 变艺人大军 哦 那些人仍然在往前冲 这么头铁 张珀海好奇 其实是外面来了更要命的 所以 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往里冲 一个工作人员说道 外面还有更恐怖的 是什么 张珀海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连忙问道 是这个 工作人员调出了一个屏幕 上面显示的画面是海滩 显然 他们在半岛之外 还布置了摄像头 屏幕里 大群大群的人 从病毒迷雾之中走出 向着半岛之上缓步走去 像是蚂蚁一般 密密麻麻的 那些人和正常的人 有些不太一样 他们步履盘跚 眼神呆滞 口中发出了无意识的呵呵声 最引人注目的是 那些人身上 都有一些和正常人 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的人身体变得异常高大 足有6米 有的全身皮肤溃烂 流出了黄色的液体 有的身上长满了黑色尖刺 有的头上多了尖锐了脚 有的长出了6条截肢 有的双眼变成了腹眼 在地上攀爬前进 这些人身体上都出现了变异 他们是什么 张作海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是变异者 身体发生了变异 失去了神志 如同怪物一样 生存下去的目的 就是扩散病毒 一个工作人员说道 请您放心 实验基地秘密演练过几次 这些家伙很好对付 除了数量上多了一点之外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在防线上 布置了足够的速射机枪 和火焰喷射器 还有消杀装置 只要他们敢靠近 来多少杀多少 另一个工作人员也说道 似乎是为了证明 他们的话语非虚 他们将画面切换了一下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玩家 此时他正在和几个变异者对质 该死的家伙 去死吧 那个玩家操纵着车载机枪 对着那些变异者 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 一连串子弹扫过 那些变异者的上半身 都被打烂了 看吧 这些家伙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有足够坚固的防御 有多少就能消灭多少 那个工作人员说道 嗯 张托还点了点头 不过却并没有接话 他总感觉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只是留了一个自走机械 在这里盯着 而他自己 则急匆匆地回到了车里 回到车里之后 他首先将执行的飞机 切换成了全球鹰 并且持续监控半岛 和沙滩附近区域 他不太敢相信 联合制药的布置 还是自己多做点布置比较好 随后 他敲开了莉莉丝的 实验室的大门 干嘛 我正在研究那些仪器呢 莉莉丝 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阿雅的情况 你看过了吗 现在能不能做造血 干细胞手术 张托海抽空 就跟莉莉丝说过了 阿雅的事情 他准备趁现在有时间 帮阿雅把手术做了 再晚一些的话 说不定会有大乱子 到时候 可能就没时间做手术了 早就做完了 在咱们往这边开的时候 我就把手术做完了 现在正在休养嘛 估计明天这个时候 就能出医疗仓了 莉莉丝说道 这么快 张托海愕然 他没想到 莉莉丝居然行动这么迅速 他刚把事情交代下去 就做完了 一个小手术而已 不值一提 莉莉丝挥了挥手说道 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父亲大人 张托海现在对莉莉丝的这种调侃 已经有些习惯了 他对着莉莉丝说道 对了 忘了跟你说了 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我收集了不少素材 基因药剂计划 可以重新提上日程了 你看看还需要什么 我尽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张托海说着 将莉莉丝带到了储藏仓库 这么多 莉莉丝的眼睛瞪得溜圆 在他面前是好几排摆放架 每一个摆放架子上 摆满了一个个培养米 里面装着一份份样品 有废土世界的变异器官 有螺旋山脉的各种动物的基因 有三代基因改造药剂 有阿尔法病毒 和各种衍生版本 有病毒变异者的身体组织样本 有大量的恐龙基因 在展品的最后 还有一只活体的灯塔水母 怎么样 这些东西够不够 要是不够的话 外面的山谷里 还有很多病毒变异者 我再去采集一些回来 张托海说道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用 莉莉丝甩了张托海一记白眼 好吧 我知道了 我就是一个劳累的命 这些样本交给我吧 我得先综合分析一下 看看情况再说 有什么需要会通知你的 莉莉丝对着张托海摆了摆手 一副准备赶人的样子 对了 车内的各种图纸 我都给你复制了一份 你要是有时间就看看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加强一下 张托海说着 又推来了一辆小推车 上面摆满了张托海车上 所有物品的制造图纸 你给我出去 莉莉丝将张托海推了出去 随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张托海笑呵呵地离开了房间 既然莉莉丝没有将图纸扔出来 说明一切都在接受程度之内 她只需要慢慢等着 莉莉丝拿出成果就可以了 张托海溜溜达达地来到了医务室 此时 阿雅又重新躺在了医疗舱里 阿伟躺在旁边的一张单人床上 手上打着营养液 一个自走机械 正拿着药瓶等待替换 看到张托海进来后 阿伟连忙站了起来 张托海连忙将她按了下去 躺好 感觉情况怎么样 谢谢你 阿伟一脸感激的神色 没什么一点微薄之力罢了 安心在这养着 你妹妹大概明天就能从医疗舱里出来了 张托海看了一眼医疗舱上的数据面板 阿雅的各项身体情况都恢复了正常 除了有点贫血之外 没什么大问题 就在这时 小爱同学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指挥官 周围区域的病毒浓度正在提高 虽然速度并不快 但是却一直在持续没有下降的趋势 病毒浓度忽然上升 什么情况 你等等 我这就过去 张托海闻言 连忙离开了医务室 回到了指挥椅上 第612章 风雨欲来 说说具体情况 张托海坐在指挥椅上问道 忽然发现 空气中出现了大计量的病毒 并且还在直线升高 小爱同学搬出了检测数据 可以看到 空气中的病毒指数 正在飞速地提升 坡度越来越陡 最后近乎垂直了 查明原因了吗 是实验室发生了泄漏 还是外面的问题 张托海皱着眉头问道 如果要是雷纳德利用实验室搞的鬼 他不介意 现在就送雷纳德下地狱 根据浓度变化 是从半岛方向扩散过来的 而且 全球鹰无人机 也拍到了一些异常情况 小爱同学说道 给我转过来 张托海连忙说道 球形屏幕上出现了 全球鹰拍到的实时画面 一只高达6米的巨人 缓缓地从迷雾之中走了出来 正缓步地 向着半岛的方向走去 那巨人浑身满是紫色的皮肤 身上满是溃烂的皮肤 上面还有红色的斑点 和蓝色的圆环 一些绿色的粘液 不断地从他的身体内渗出 并且滴滴答答地流淌到了地上 这些绿色的粘液落到地上之后 很快就蒸发成了绿色的烟气 根据检测 这些绿色的烟气 是浓度超高的病毒 这是一个会移动的病毒制造机 小爱同学说道 绝对不能让这家伙过来 张托海知道 要是让这家伙 顺着半岛走过来 那么 整个试验基地就得报废 他留着这个试验基地 还有些用处 还不想这么快就放弃这里 他看了看手中可以动用的牌 想了想 决定还是用捕食者无人机 来解决这个东西 两枚地狱火导弹组 有对付这个家伙了 而且 最关键的是 使用捕食者消耗的弹药 可以通过飞机召唤器免费补充 相当于白嫖了两枚导弹 虽然 张托海加大业大 但是 有莉莉斯这个吞金受灾 还是要学着节省一点 莉莉斯什么都好 就是做实验的时候 各种材料消耗的太多了 让捕食者去 顺便把全球因换回来 张托海做出了决定 捕食者无人机腾空而起 越过狭长的半岛 从海上直扑紫色巨人 搜搜 两发地狱火导弹 直接命中了紫色巨人的身体 地狱火导弹 可是为了对付主战坦克 等重型目标设计的导弹 对付一个大一点的巨人 还是手到擎来 在爆炸之下 那个紫色的巨人 就变成了碎片 病毒浓度急速的上涨趋势 也被控制住了 不过 病毒浓度还是在不断地上涨 只不过幅度小了许多 可见 附近还有病毒源 没有被消灭 在哪里 张托海控制着捕食者无人机 在空中巡逸 经过一番查找 张托海发现 周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唯有海滩那边有些问题 海滩的宽度 明显变小了 一开始 张托海还以为是涨潮的关系 后来他才发现 原来是浓郁的毒物 向着这边扩散了 是毒物的关系 还是说 毒物里还隐藏着其他的东西 张托海无法判断 根据红外摄像头可以得知 毒物之中 还有很多生物在活动 这些有可能是像是 紫色巨人一样的病毒制造机 也可能只是 一个普通的病毒携带者 而且 红点实在是太多了 密密麻麻的 想要凭借常规武器杀光 实在是有难度 就算 张托海将这些都杀光也没用 远处 还有大量的病毒携带者 正在向着这边聚集 密密麻麻的 根本看不到镜头 这是打算用数量 将这个半岛淹没啊 张托海看到捕食者传回来的消息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时 雷纳德也跑了过来 此时他的身上 已经穿上一整套防护服 忽然检测到了病毒浓度指数升高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怕您不知道情况 就带来了一套最先进的防护服 请收下 雷纳德恭敬地 将一只箱子放在了旁边 里面有一整套防护服 看到雷纳德的样子 张托海笑了 雷纳德这不是来送防护服 而是打探消息来了 估计 雷纳德怀疑 这忽然增高的病毒浓度是张托海弄出来的 借着送防护服的契机打探消息来了 病毒浓度突然提升的源头我找到了 就在半岛之外 张托海将图像展现在了雷纳德面前 我有一点猜测 让病毒浓度不断地提升的东西 要么还隐藏在病毒浓物之中 要么就是病毒浓物本身 想要清除这里 最好找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有没有大意万什么 给那边来上一发 估计也就差不多了 张托海笑着说道 说笑了 这种东西可是管制品 我只不过是一个商业集团的董事长 怎么可能弄得到 雷纳德干笑着说道 听到雷纳德的话 张托海不由地白了他一眼 战术导弹 战略舰 驱逐舰 P4级实验室这些 哪样不是管制品 也没见你少弄 到大一万的时候 怎么就变成奋功守法的商人了 骗鬼呢 不过 张托海看出 雷纳德在说的时候 明显有一定的迟疑 这说明 雷纳德肯定有 至少有相似的手段 只不过 现在还是心疼 舍不得拿出来 有就好办了 反正最后吃亏的是你 顶在前面的 也是你的实验基地 看看谁能耗得过谁 张托海心中暗暗冷笑 没有啊 那就算了 不过 雷纳德先生最好安排好防御 我怕困在半岛上的那些家伙 会狗急跳墙 墙冲防线 跟着那些变异者一起攻击 那恐怕就糟糕了 听到张托海的话 雷纳德脸色顿时一变 要是那些普通的变异者 他自然不惧 在实验室里 他们早就做过 不知道多少遍的测试了 防御体系 也都是有针对性的修建的 对待变异者 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可是 当那些变异者前面 还有一些开着各种 陆地载聚的人类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更糟糕的是 那些人 还有着强大的武力 他们很有可能 为了活命强冲防线 然后在防线上 撕开一条口子 而那些变异者 也有可能顺着口子 一起冲进来 到时候 整个试验基地就会毁灭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不止 雷纳德说完 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第613章 全面进攻 浓郁的独物之中 几个人站在车上 凝望着远方 老大 果然还是 你有远见 派大傻他们去探探路 没想到这帮孙子 还真有重武器 乖乖 无人机都上来了 要是咱们傻乎乎地冲出去 被炸的就是咱们了 一个浑身长满了灰色尖刺 如同豪猪一样 年轻人说道 要不怎么说大哥就是大哥呢 考虑的就是 比我们周到 大哥 你说下一步 我们该怎么办 旁边一个满身鳞片 双手变成了漆黑锋利的爪子的人问道 要你们找的隧道 找得怎么样了 一个身穿西服 看起来和普通人一般无二的年轻人 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问道 已经找到了 测了一下位置 距离联合制药的一号防线 也就几十米的样子 满身鳞片的人应道 全力把隧道挖到防线的后面去 等到大部队正面压上的时候 你们从后面突然杀出去 争取一举击溃他们的防线 西装年轻人说道 大概需要到傍晚左右 那个满身鳞片的人想了想说道 那还不去做 西服年轻人冷声说道 是 满身鳞片的人连忙退到后面挖地道去了 正面的计划也不要停 多赶点这些牲口上去 消耗他们的弹药 西服年轻人说道 是 周围的人立刻下去安排了 越来越多的变异者 从病毒迷雾之中被驱赶出来 向着山谷之中进发 山谷里到处都是变异者 这些人如同海浪一样 淹没了一个又一个山头 填平了一座又一座峡谷 不断地挤压着玩家们的生存空间 向着联合制药的防线扑了过去 一开始 玩家们还对这些变异者 还不太在意 想要硬冲硬打 杀出去 不过 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错的离谱 这些变异者 居然比之前厉害了许多 原先一枪就能打成两截 让其丧失行动能力 现在则需要七八枪 有的甚至需要动用 RPG和火炮才能解决 最关键的是 这些家伙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 入目之处 密密麻麻 绵延不绝 根本杀不干净 马德 怎么这么多 赶紧撤 退到实验室那边去 还是那边好打一点 面对如同潮水一样的变异者 玩家们终于退去了 他们感觉 还是竖着壕沟铁丝网的联合制药防线 看起来更好突破一点 大量玩家纷纷掉头 向着联合制药的防线冲去 居然还敢冲过来 那就送你们一程 看到大批的玩家 向着防线的方向撤退 张拓海直接发布了命令 让负责防线的人员死守到底 绝不能放一个人突破 这么多 看来这个基地要守不住了 雷纳德看着屏幕上如同浪潮一样的变异者 心中也没了底 这个基地之前是进行过专门的训练 但是训练是有极限的 而且他刚刚对基地的弹药进行了盘点 照着现在这个用法 基地现存的弹药能最多坚持到夜间 到时候弹药耗尽了 还拿什么抵抗 有什么办法 别告诉我你没有退路 只能死守在这里 张拓海笑着问道 他可不信雷纳德会没有退路 恶魔岛是最近的退路 那边有海峡阻隔 雷纳德立刻说道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张拓海立刻打断了 那地方都被自己掏空了 去了也没什么便宜可占 这 还是有一个的 在西北方向二百海里 有一个地方 是个荒岛 那边有一个隐蔽的补给站 怎么过去 张拓海问道 基库里有一架弯流和一架大型运输机 可以将一些重要的东西运过去 雷纳德立刻说道 你去安排 张拓海想了想说道 虽然 他可以靠车子的螺旋桨直接飞过去 但是有运输机干嘛不用呢 雷纳德立刻安排去了 大型运输机完成了检修 停在了跑道上 铲车开始将一些重要的物资打包成箱 装到飞机上 太阳一点点地落了下去 联合制药的前线上打得发热的机枪终于停止了射击 老大 地道挖通了 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米的距离 马上就能挖开 满身鳞片的人对着西服青年说道 把人带过去 立刻动手 西服年轻人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说道 不再等等 马上就要天黑了 满身鳞片的人说道 不 现在就很好 天黑了 反而是他们夜市装备的优势时间 我们要利用的就是这个时间差 开始吧 西服青年挥了挥手 瞬间 一阵阵地动山摇的声音响起 大群大群的变异者从迷雾之中冲了出来 向着半岛上的防线冲去 除去普通的没有脑子和自主意识的变异者之外 他们之中还混杂了大量拥有自主意识的变异者 这些变异者装成普通的变异者 混在人群之中 准备给那些人来个出其不意 你们也动手吧 西装男子 回头对着一部分身后 有着羽翼和服役的变异者说道 那些变异者点了点头 张开了翅膀飞到了天上 在空中不住地盘旋着 每个人还都拿着机枪和火箭筒 堪称人力武装直升机 几个身材偏胖的变异者 直接扯掉了身上的衣服 随后 他们的身体如同气球一样 迅速变得浑圆起来 随后开始缓缓地向着空中飘去 几个早有准备的变异者 直接将自己身上的挂钩 挂到了对方身上的套环上 跟着一起飞上了天空 向着联合制药的阵线飘了过去 这些是个什么东西 看到像是热气球一样飘过来的变异者 那些守卫在阵线上的联合制药的保安傻眼了 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变异者 快 快开枪 一个人说着 举起了机枪 被着那些变成气球的变异者打下来 然而 那些变异者身上满是厚厚的鳞片 机枪子弹打在身上都直接被弹开了 根本打不穿 用重武器 一个保安箭状立刻扔下了手中的机枪 扛起了一个火箭筒 刚要瞄准 忽然 从他的脚下 忽然冲出了一只巨大的蠢 张开大嘴 直接将他吞了下去 旁边的人一愣 刚要还击 又有七八个地方接连破开大洞 大群变异者从洞中冲了出来 和战壕里的保安杀到了一起 这时 那些天上的变异者也到了 他们宁笑着 从天上开始向下肆无忌惮的攻击 反正自己的人都有灵片 根本就不怕误伤 他们可以随意攻击 地面上的变异者 此时也踏破的铁丝网 直接冲进了战壕之中 和那些保安混杂在了一起 第614章 球状闪电 基地守不住了 看到那些变异者 和阵地上的保安混杂在一起 雷纳德就知道这个基地完蛋了 他不是没有后备的支援武器 不过 面对潮水一样的变异者 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哪怕 将眼前的这一波消灭掉 他也再也没有力量 去面对下一波敌人了 幸好我早有准备 雷纳德快步地走向了张拓海 这里守不住了 我们该走了 嗯 张拓海也早已通过无人机 看到了战场的情况 基地里弹药储备舰底 支援导弹火力 只剩下一个基数 基地里剩下的一些 也都是文职人员 拿枪都费尽那种 基地被攻破 只是时间问题了 启动自毁程序 立刻撤离 张拓海说着 钻进了装甲车 向着不远处的运输机开去 剩下的文职人员 也纷纷拎着手中的公文包 向着远处的客机跑去 跑到两旁的 只是灯亮了起来 一处处早已埋设好的定时炸弹 已经开始启动 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如此大规模的行动 自然躲不过有心人的注意 大哥 他们要跑 在一个山头上观战的众多变异者 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让艾伯特去拦住他们 告诉他们 让他们长翅膀 不是让他们和那些该死的步兵 搅和在一起的 把所有想要离开的人 都给我拦下来 西服年轻人冷声说道 命令很快传达了下去 所有背后长出翅膀的变异人 听到命令后 纷纷摆脱了纠缠 呼闪着翅膀 向着机场方向飞去 准备阻拦飞机起飞 看着呼呼拉拉飞来的变异人 张拓海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且不说他们手中的各种武器 哪怕是他们 在机场上面乱飞 对飞机飞行 也会有很大的危险 一只小鸟上 且能让一架飞机坠落 更何况是这么大一群变异人 甚至 他们只要分出两个人来 钻进发动机里 就能让飞机飞不起来 小爱同学 机场上方清空 不要让天空上 还飞着一个变异人 张拓海看着机场上方的变异人说道 明白 嗖嗖嗖 一枚枚标准六防空导弹 和阿达兹导弹 向着空中的那些变异人飞了过去 那些变异人 见状想要躲开 可是 他们那里比得上导弹的速度 当他们看到 导弹向他们袭来的时候 一切就已经晚了 轰隆 轰隆 一团团爆炸 在机场上空响起 一团团血肉 从天空之中跌落下来 几十秒钟之后 机场上空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走 张拓海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车子冲进了运输机的机舱里 快 快起飞 雷纳德在旁边连忙喊道 运输机的货舱门缓缓升起 飞机在跑道上驻跑升空 那架满载着研究员的波音777客机 也顺势滑入了起飞轨道 开始驻跑准备起飞 看到自己的空中力量损失殆尽 而造成这一切后果的人 却像是没事人一样 要拍拍屁股逃离这里 西装男子脸上 已经变成了青紫色 这些空中力量 是他好不容易才凑出来的 一直被当作最精锐的突击力量 从来都舍不得使用 结果第一次出场 就被人团灭在这种地方 这让他的心里 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他的双拳捏得死死的 猛然回头说道 去 把独角仙人带过来 可是 那人说了 这个东西平时不能动用 我觉得 一个红头发的变异者 凑过来说道 然而 他的话还没说完 他的脑袋就砰的一声裂开了 像是碎裂的西瓜一样 还有人有意见吗 西装男人冷声问道 没有 周围的人静若寒蝉 没有人敢出声 还不快去 西装男人冷哼了一声 众人连忙下去了 片刻之后 一只如同独角线的巨大甲虫 从迷雾之中走了出来 这只巨大甲虫 足有二十多米长 高度足有五六米 通体有黑 如同一个巨无霸一样 在他的最前端 是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黑色口气 散发着幽幽的光芒 那如同独角线的甲虫出现之后 将口气对准了天空中 正在爬升的波音777 开始深呼吸 伴随着甲虫的呼吸 它那原本有黑的尾部 开始闪烁起荧光来 像是一只巨大的萤火虫 忽然 一团湛蓝色的幽光 从甲虫的口气里喷涂了出来 向着波音777飞了过去 那团幽蓝色的光芒 就像是一团球状闪电一样 看起来很慢 飘忽得如同气球 但是实际上 却急速无比 一眨眼的功夫 就飘到了波音777客机的机体上 随后如同幽灵一般 渗入了机体之中 几秒钟之后 波音777的机体开始瓦解 大片大片的颗粒 从777上剥落 只是短短的几秒钟 巨大的机体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 这一幕情景被一直注视着下方的张拓海 和雷纳德看得一清二楚 看到这处场景 饶式大场面见过 无数的雷纳德 也不由得双腿有些颤抖 这是什么东西 这么厉害 这湛蓝色的光团 实在是太可怕了 完全超乎了他的认知 居然毫无声息地就飘了过来 然后 那么一架巨大的客机 就彻底被分解了 无声无息的 如果说波音777 是被什么导弹打下来的 雷纳德或许会害怕 但还不至于这副样子 因为 这都是在他认知之内的东西 但是 眼前这种攻击方式 完全地超出了他的认知 这种对于未知的恐惧 和死亡的威胁 让他有些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张拓海也皱起了眉头 他也从来没有 见过这种攻击模式 哪怕是前沿的军事频道和杂志上 也从来没听说过 这种攻击模式 就连科幻电影之中也没 等等 提到科幻电影 张拓海忽然想起了 自己看过的一本小说 讲述的就是球状闪电 传说中 被球状闪电击中过的人 就会化作飞灰 难道 这也是一种类似的闪电 就在张拓海猜测的时候 那只巨大的黑色甲虫 再一次 将口气对准了张拓海所乘坐的运输机 一团湛蓝色的电光团 再次飘了过来 第615章 上头了 我们要死了 雷纳德双腿打战 眼中满是恐惧 他感觉 自己人生几十年来 从来没有一刻距离死亡是如此之近 而且 还是在一架飞机上 默默无闻地死去 他还有茫茫多的财富没有享受 还有很多底牌没有翻开 他不甘心 张拓海也皱起了眉头 此时 运输机的速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的装甲车不敢发射导弹 否则 运输机第一个爆炸 也不敢撞开机舱跳出去 那样也绝对是死 没有第二种可能 可是如果不那样 球状闪电马上就要飞过来了 到时候 他就要像是波音777上面的那些研究员一样 死得无声无息 连骨灰都留不下来的那种 该怎么破绝 张拓海的脑子转得飞快 这时 那团球状闪电已经飘到了距离运输机几百米的地方 眼看着就要飞到运输机里了 马德 死马当活马医了 张拓海猛地强行号回了飞在天空中的全球鹰 然而全球鹰因为距离过远 无法召回 只能强行解除联系 已经没有办法的张拓海 只能解除了和全球鹰的联系 随后 全球鹰开始向着远处的海面上坠去 不过 此时 张拓海也已经顾不上心疼 立刻将飞机召唤器里的波音777召唤了出来 波音777的位置 正是运输机与球状闪电的中央 瞬间 球状闪电没入了波音777的舱内 随后 那一架波音777也如同上一架飞机一样 崩解成了沙力 嗯 地面上的西服男子 看到忽然出现的波音777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架波音777是哪里来的 刚才完全没有踪迹 怎么忽然出现在了这里 完全凭空出现 难道这是那家伙的超能力 没想到 联合制药里居然还有这种人 不过 可惜了 西装男子冷哼了一声 随后对着旁边的黑色甲虫说道 继续攻击 直到把那架飞机给我打下来为止 巨大的黑色甲虫开始更加急促地呼吸 尾部也变得越发明亮 显然 接下来的攻击将会更加的猛烈 而此时 损失了一架波音777的张拓海 双眼已经变得有些发红了 他自从获得飞机召唤器以来 还没遭受到过这么大的损失 平白损失了一架波音777 外加一架主力侦察机全球鹰 这种程度的损失几乎可以说得上 是他进入这个世界以来最大的损失了 不把你们干掉 我势不为人 张拓海已经有些上头了 他目光冰冷地看着远方闪烁着光亮的黑色甲虫 还来试吧 这次不用你来 我再给你送一架飞机 看你吃不吃得下 张拓海扫了一下飞机召唤器上的列表 选中了那架九九剑爆 召唤了出来 嗡 九九剑爆出现在空中之后 没有多余的动作直接向着黑色甲虫的方向俯冲了下去 一副要与黑色甲虫同归于尽的样子 该死的疯子 阻止他 西装男子抬手指向了冲过来的九九剑爆 黑色甲虫可是他的宝贝 是他最重要的底牌 是他费了好大的代价才弄到的 就这 还不完全归他所有 他还需要利用这只甲虫帮人完成一件事情 如果在此之前死了 不光他要伤筋动骨 甚至还可能遭受到那人的惩罚 西装男子周围的变异者健壮 立刻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向着九九剑爆疯狂射击 想要阻止九九剑爆的攻击 大量的子弹射入了机翼和坐舱 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机翼 让九九剑爆的航向失去了控制 翻滚着落到了地面上 哄 一股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九九剑爆升起了一团浓烟 好险 看着距离不足百米的九九剑爆的残骸 西装男子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刚才 要不是他见机的快 恐怕就要让这架飞机突袭得手了 然而 就在这时 他的手下高喊了起来 老大 又来了 随后 就是频频的枪声 西装男子抬头一看 天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多了一架司图卡 这架司图卡 正在以近乎直角的角度 向下俯冲下来 谢特 怎么又来了 快点干掉他 西装男子大声咒骂着 也掏出了手枪对着 司图卡开着枪 希望将其击落 然而 司图卡这种俯冲角度 对于他们这种手动防空来说 简直是近乎死角 所有的子弹和火箭弹 都射到了空出 就在眼看着司图卡 要冲到甲虫面前的时候 甲虫的巨大口气猛地 对准了司图卡 一团巨大的湛蓝色 球状闪电喷了出来 直接将司图卡 包裹在了气中 几秒钟之后 球状闪电缓缓消散 司图卡也消失不见了 连灰烬都没留下 看到司图卡不见了 西装男子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终于干掉了 只不过可惜 刚才甲虫的蓄力了 要不是 这架忽然出现了司图卡捣乱 刚才这一机组 已击落那架运输机 经过这两次捣乱 那架运输机 恐怕已经飞远了 哼 便宜了你们 西装男子冷哼了一声 瞥了一眼快要消失的运输机 冷哼了一声 然而 就在这时 又是一架巨大的飞机 出现在了他们的上空 这一次是一架巨大的B-29空中堡垒 巨大的四发重型轰炸机 以一个近乎垂直的角度 向着他们冲了下来 空气中满是凄厉的嘶鸣声 巨大的机身 因为近乎失速 开始剧烈抖动 有些零件开始脱落 但是 飞机仍然以超高的速度 向着黑色甲虫冲了过去 怎么还来 给我干掉它 西装男子拿出手枪开始射击 可是没开两枪 手中的手枪 就已经发出了空膛的卡大声 其他的变异者也大多如此 刚才两轮连续空隙 已经让他们打光了手中的弹药 此时正在仓促地更换弹匣 黑色甲虫 更是刚刚射出了球状闪电 正在蓄力 根本无法攻击 B-29空中堡垒 以无法阻挡的气势 撞到了巨大的甲虫身上 哄 一团巨大的火光升起 慢慢溢仓的凝固汽油弹 和白鳞燃烧弹被引爆 整个区域被烧成了一片火海 无数变异人被熊熊烈焰所吞噬 第616章 白羊M 终于干掉了 看着地面上的熊熊火光 张拓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不过 他也有一丝肉疼 他承认刚才自己有些上头了 为了强杀黑色甲虫 一下子折损了三架飞机进去 算上之前的全球鹰和挡枪的777 这一次冲突 他一共损失了五架飞机 可以说的上市历次战斗之中 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但是好处却一点没唠叨 这事儿不算完 等我落了地再说 张拓海看着远处的火海 脸上满是冰冷 他盘点了一下自己手中的飞机 除了那架纯粹的收藏品三翼飞机之外 还剩下一架彩虹四 两架武装直升机 两架阿帕奇 一架弯流 一架钥匙飞机 一架捕食者 两架F35C和一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咆哮者可以和彩虹四轮体侦查 通常攻击由捕食者和阿帕奇执行 空战则是要是和F35的职责 整体骨架尚在不至于伤筋动骨 看到这里 张拓海长出了一口气 损失还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 不过 他还是不甘心 转头神色阴沉地对着雷纳德问道 我想要报复他们 你有没有什么底牌 全拿出来吧 别藏着掖肘了 雷纳德刚才也被吓得不轻 一度差点以为自己要死在这里了 现在终于缓过一口气来 您放心 只要一落地 我就会对这些家伙展开最猛烈的报复 我不会让任何一只敢于攻击我的爬虫 看到明天的太阳 我发誓 雷纳德诅咒发誓 好 那我就看你的表现 张拓海顿了顿 随后说道 对了 为了救你 我损失不小 你想想该怎么补偿我 张拓海说完 就转身回到自己的装甲车上去了 他决定不自己开架 让雷纳德自己拿出补偿来 只有这样 利益才能最大化 您放心 我的补偿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雷纳德连连硬道 等到装甲车的门关上了 雷纳德想了想 才拿出了卫星电话 把那些东西都运到R30基地区 我天亮之前就要看到 完不成的话 就自己引单自裁吧 十几分钟后 飞机缓缓地落到了地面上 毕竟只有200海里 对于飞机来说 并不远 这是一座看起来十分荒洋的小岛 除了一个小型的跑道之外 还有一座二层楼高的塔台 除此之外 就是岛屿中间 有一个巨大的铁皮仓库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运输机滑行到了跑道的尽头 缓缓地停了下来 张拓海开着装甲车下了飞机 看着周围荒凉的景象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这就是你选择的退路 这只是表象 用来遮掩人耳目的 雷纳德说着 引领着张拓海进入了塔台 塔台里面是一架巨大的升降机 可以运输飞机的那种 张拓海的装甲车停在里面 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一行人乘坐着升降机 缓缓地下降到了距离地面 一百多米深的地下 头上是穹顶金属结构 看起来结实无比 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 防止和打击的标准建造的 可以说是一个合庇护所 雷纳德说着 按下了开关 一扇两米后的金属大门 缓缓升起 走廊里一排排灯亮了起来 一行人走了进去 通道两侧都是各种房间 房间上都挂好了名牌 食物储藏室 清水储藏室 汽油储藏室 种子储藏室 武器储藏室 零零总总 各种物资一应俱全 显然是一个完整的地下 合庇护所 一行人来到了通道尽头 一扇金属感应门自动打开 众人来到了一个科幻感 十足的大厅之中 大厅中央 一个巨大的屏幕亮了起来 显现出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摩登女郎 雷纳德先生晚上好 欢迎回到R30基地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摩登女郎问道 立刻发动和打击 目标半岛基地 雷纳德冷声说道 请进行授权 摩登女郎说道 进行授权 雷纳德向前一步走了过去 一台玻璃苍生了起来 雷纳德走了进去 一道红光将雷纳德从上倒下扫了一遍 授权通过 核打击准备中 滴 滴 基地里响起了警报声 红灯闪烁 屏幕中出现了一枚巨大的洲际弹道导弹 如果张拓海没认错的话 型号应该还是白羊M 人间三大真理之一 如果张拓海没计错的话 这东西有十个分岛核弹头 每个55万吨当量 当初毁灭长期的胖子也才2万吨当量而已 白羊M一枚分岛弹头 就是胖子的27倍还多 可以说 这东西一旦发射出去 别说半岛基地了 整个半岛乃至周边区域都会化为灰烬 寸草不生 你居然还能弄到这种东西 张拓海笑呵呵地看着雷纳德 同时心中想的是怎么把这玩意弄到手里 要是有了这个 那他也是掌握了真理的人 嘿嘿 凭借关系运作了两枚 一直当作底牌 可惜今天就要用掉一枚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雷纳德一脸谦虚地说道 这时导弹的字简已经完成 一切运转正常 可以进行发射 摩登女郎说道 立刻发射 雷纳德立刻说道 呼 白羊M洲际弹道导弹缓缓升空 向着远方击视而去 几分钟之后 一团团蘑菇云从半岛所在方向升起 剧烈的声音 哪怕在几百公里之外 都隐隐能够听到 还真是漂亮啊 雷纳德看着远方的景象 露出了痴迷的神色 对了 那个屏幕上的形象是什么 张拓海问道 是基地的自动控制系统 负责基地的正常运转 雷纳德随口说道 我记得 你答应过给我补偿对吧 我的补偿什么时候道 张拓海淡淡地问道 快了 马上就到 雷纳德指着天空中 缓缓飞来的飞机说道 我已经命令那些实验室 把公司所有的科技成果 都汇聚到这里来 任由您挑选 只要是您喜欢的 都可以拿走 是吗 那我可真是十分期待了呢 看着那巨大的飞机 张拓海也不由得精神一振 这可是整个联合制药的科研成果 要是都能转化成战力 这得是多大的助力 一步登天 就在张拓海浮想连篇的时候 那架巨大的运输机 缓缓地停到了跑道上 舱门缓缓打开 数十名手持突击步枪的士兵 从机舱里冲了出来 将张拓海和雷纳德 团团围在中心 你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雷纳德看着周围的士兵 皱起了眉头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你们的老板雷纳德 我命令你们 把枪给我放下 然而 周围的那些人 就像是没听到一样 纹丝不动 我亲爱的父亲 您还是这么的愚蠢 这时 一个轻挑的声音响起 一个身穿皮衣的金发女郎 出现在舱门前 笑盈盈地看着雷纳德 第617章 吃两家 阿曼达 居然是你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明明我谁都没有告诉 看到皮衣女郎 雷纳德脸上满是不敢置信的身色 我亲爱的父亲 你还总是这么的愚蠢 阿曼达的脸上露出了嘲讽之色 你还以为你的那些手下 还会被你那些虚无缥缈的利益所驱使吗 他们之前之所以按照你的意思去做 只不过是为了麻痹你罢了 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轻易就上当了 听到阿曼达的嘲讽 雷纳德脸色变得变得很难看 胸口一起一幅的 很好 很好 一群未不熟的白眼狼 你们居然都选择了背叛我 很好 雷纳德怒急反笑 脸上满是不健康的嘲红 好了 不要废话了 快点把药剂给我 否则 我不介意让你多吃点苦头 阿曼达声音冰冷地说道 什么药剂 雷纳德冷声问道 还装什么 当然是让你恢复了年轻的药剂 没想到 你居然在我眼皮子下面 研发出了这种神奇的药剂 还真是让我小看了 阿曼达一步步走下了悬梯 眼中满是期待的神色 别告诉我 你这具身体 是克隆了自己的身体 进行了更换 我知道的 你一直是反对记忆复制与储存的 因为 那将不再是你不是吗 阿曼达的话 让雷纳德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因为 他确实没有什么药剂 让他恢复年轻的药剂 还是张拓海给的 他将目光投向了张拓海 而他的这一动作 也让阿曼达注意到了张拓海 因为 张拓海一直穿着联合制药第三代防护服 让他一直以为 这人是雷纳德的保镖或者助理 现在看来 似乎身份没那么简单 你是谁 难道说 那款药剂是你研发出来的 把配方交给我 你将获得你想要的一切 阿曼达抛出了橄榄枝 对于他来说 能研究出让人恢复青春的药剂 花费再大的代价 都是值得的 一切吗 什么都可以吗 张拓海笑呵呵地问道 当然 阿曼达傲然地说道 现在 联合制药在我的掌控之中 只要你想要的 这世界上的一切 我都可以帮你弄来 那么 我想要你的命也是可以的吗 张拓海笑呵呵地问道 听到张拓海的话 阿曼达的脸色 已经如同寒冰一样 找死 他向着身边挥了挥手 准备让人教训一下张拓海 让他明白 这里到底是谁做主 然而 就在这时 一旁的装甲车 忽然弹出了一门 1130斤防炮 哒哒哒 金属风暴 瞬间扫遍了全场 周围的那些手持突击步枪的士兵 虽然也穿着第三代的防护服 但是面对每分钟一万多发的进防炮 根本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瞬间被撕扯成了碎片 而且 小爱同学的精准度极高 除去那些持枪的士兵之外 没有伤任何一个人 哪怕阿曼达也是如此 这 阿曼达没想到 原本稳超胜券的计划 忽然间出现了大反转 顷刻间 局势对他不利起来 这 怎么会 第三代防护服 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 阿曼达小步向后退却 想要退回到运输机中 然而这时 张拓海却抬起了手 手中的电磁手套 闪过了一道湛蓝色的电流 击中了阿曼达 阿曼达身体一软 瘫坐在了地上 此时 阿曼达感觉浑身上下又麻又木 几乎丧射知觉 短时间失去了行动能力 看到阿曼达这副狼狈的样子 雷纳德又重新恢复了精神 哈哈 阿曼达没想到吧 你也有今天 我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 背叛我的代价 雷纳德说着 大踏步向着阿曼达走去 准备好好的教训一番 这个带笑女 然而 他还没走出两步 就感觉身子一阵的发麻 同样瘫软在了地上 他惊恶地回头望着张拓海 结结巴巴地说道 先生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们之间不是盟友吗 之前确实是 不过 我觉得 你实在是太废物了 被人耍得团团转都不知道 我打算重新考虑一下 张拓海来到了两人的中央 对着两人说道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每人有一次报价的机会 如果报价让我满意 我可以让那个人活下来 重新建立友谊 剩余剩下的那一个 很抱歉 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张拓海抬起手腕 看了一眼手环 从现在开始 你们有一分钟的考虑时间 如果超过时间 每人报价 那么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路 现在计时开始 我 我会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你 哪怕是联合制药董事长的位置 只要你想要 都是你的 就连我本人也是可以的 阿曼达很识时误 立刻开出了架码 听到阿曼达的话 张拓海冷笑了起来 我要董事长的位置干嘛 被你架空吗 我对那些大饼不感兴趣 我只相信 近在眼前 能拿到手里的利益 现在 你们还有40秒的时间 我可以把 R30基地的控制权让给你 基地里还有两枚 白杨M洲际战略导弹 另外 基地的自动控制 AI 是我利用最新的技术搭建起来了 使用了最先进的超算和服务器 作为硬件支撑 只要让我活下来 这一切都是你的 雷纳德说道 白杨M 听到雷纳德的话 张拓海的心动了 如果能拿到白杨M的话 那么 放雷纳德一条路 也不是不可以 我也有 阿曼达看到张拓海的心动了 知道如果继续下去 必死无疑 当即也不敢再藏什么小心思 当即说道 太多的资料我没带 但是 在运输机里 我带了一套3D打印机 可以批量生产克隆战士 还可以定制作战技能 从冷兵器 到各种战争载具 都可以选择 另外 我还带了公司最先进的无人机 食物就在飞机里 而且 如果你放了我 我可以带你 去寻找军方留下的军事基地 到时候 想要多少战略导弹 你就可以拿多少 第618章3D打印克隆人 3D打印的克隆人 和最新式的无人机 听到阿曼达的话 张拓海的心思也热了起来 白羊M再厉害 也只有两枚而已 但是 3D打印的克隆人 和最新式的无人机 只要有足够的材料 就可以无限生产 相比之下 就会拥有更多的长久利益 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 看到张拓海迟疑了 雷娜得害怕了 要是张拓海 被拉到了阿曼达那边 他绝对是死路一条 当即也顾不得许多 直接喊了起来 您千万别轻信阿曼达的鬼话 他连我这个做父亲的都能出卖 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 虽然他说得好听 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 说不定 你一上飞机 就有很多陷阱在等着你 但是我不一样 基地的 AI和白羊M导弹 你都是亲眼所见 都是货真价实的存在的 只要你拿着这个戒指 就可以获得基地的控制权 雷娜得说着 将一枚戒指从手上摘了下来 扔给了张拓海 张拓海将戒指剪了起来 发现从外观上来看 这是一枚平平无奇的金戒指 和雷娜得手上的其他几枚戒指 看起来差不多 不过 一行提示突出了他的不同 获得R30基地控制权限临时凭证 凭借此凭证 可以获得R30基地控制权24小时 超过后 需要重新进行授权 这个老家伙 居然到现在还跟我玩把戏 给了一个临时凭证 张拓海看着手中的戒指 微微地皱起了眉头 不过 对于他来说 一个临时凭证 也足够他将R30基地搬空了 他所生气的是 雷娜得在这个时候 居然还跟他玩小心眼 看到雷娜得扔出了戒指 阿曼达脸色一僵 他神色变了变 随后也将脖子上的项链扯了下来 扔给了张拓海 这是运输机的控制权限 你可以拿着去里面看看 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只要你带着我 返回联合制药的总部 你所需要的一切 我都会帮你弄到手 我在你手里做人质 这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张拓海缓步走了过去 将项链剪了起来 获得大力神豪运输机权限 可凭借此权限 自由控制大力神豪运输机 居然直接获得两份赎金 张拓海也没想到 事情居然进展得这么顺利 一时间 他也不知道该偏向谁 于是便叫来了两个自走机械 吩咐道 看住他们两个 我先去检查一下赎金 然后再考虑一下 该怎么办 张拓海说完 便带着小爱同学控制的装甲车 进入了大力神豪飞机 大力神豪是一架标准的运输机 里面除了一些必要的设施之外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在镜头停着一架无人飞机 这架无人机看起来圆圆的 胖胖的 既没有全球鹰那种巨大的翼展 也没有B1B那种科幻的造型 看起来十分的普通 就像是一架肥胖的教练机 然而 提示系统给出的提示 却一点也不普通 风潮无人机 内含500架小型无人机 可以控制小型无人机 进行编队飞行 监控 拦截 每一架飞机的攻击力度 相当于一枚地狱火导弹 这个厉害了 看着这架胖胖的风潮式无人机 张拓海脸上露出了惊喜 每一架小型无人机的攻击力 相当于一枚地狱火导弹 那有了这架风潮式无人机 就相当于有了500枚 在天空中巡航的地狱火导弹 这威力 绝对不容小觑 哪怕是铁穹防御系统 面对这种密度的空袭强度 恐怕都会变得异常无力 最关键的是 他还可以用飞机召唤器 反复白嫖这些小型的无人机 只要付出一些时间成本就可以 不仅沾任何资源 简直美滋滋 张拓海立刻拿出了飞机召唤器 将风潮式无人机收了起来 随后 张拓海看到了角落里的一台3D打印机 张拓海走了过去 一行提示弹了出来 克隆人制造机 快速制造克隆人 可自定义容貌 性别 身体情况 可选择植入各种预设知识 例如冷冰器格斗 热武器使用 各类载具使用 安保规范 暗杀技能 礼仪精通 秘术技能精药等 所有制作出的克隆人 已经预设了基础核心规范 听从制造者的一切命令 这 看着克隆人制造机的说明 张拓海整个人都思巴达了 他没想到 联合制药的克隆人技术 已经这么发达了 居然可以直接批量制造克隆人 而且 还可以预设容貌 体型和各种知识 各种细节拉满 可以完美地满足各种需求 从作战到生活 几乎覆盖了大部分需求 最关键的是 这些克隆人还绝对地忠诚 想让他们干什么 就会干什么 绝对没有任何反抗的思想 简直是完美的下属模板 这东西果然有用 这次飞机没有白上 张拓海连忙命令两台自走机械 将克隆人制造机 搬运到了装甲车上 随后 张拓海又在运输机里逛了一圈 看到没有什么可拿的 这才意义然下了飞机 您对我的东西还满意吗 只要能送我回联合制药的总部 我会将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送到您的面前 阿曼达想要爬到张拓海的面前 结果没爬两步 就被自走机械踩在了脚下 动弹不得 先不着急 我先去看看雷纳德的赎金 总要对比过 才能做出选择 张拓海摆摆手说道 他觉得 还是先把能拿到手的东西 先抓稳了再说 至于他们嘴里说出的承诺 他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张拓海带着小爱同学 重新回到了地下房和地宝 欢迎归来 大屏幕上重新出现了那个金发女郎 立刻列出基地内的现有物资 张拓海没有废话 直接说道 一场串列表 出现在张拓海面前 除去普通物资之外 在五倍列表里 两枚白羊M战略核导弹 赫然在列 立刻把储存白羊M的武器库打开 另外打开主机仓库 关闭AI系统 张拓海说道 五倍库缓缓打开了大门 存放超算和服务器的房间 也都变成了不设防的状态 快 全都搬走 张拓海连忙说道 这核武器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 超算和服务器 更能提升小爱同学的运算能力 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就在张拓海开始组织 自走机械开始搬运的时候 地宝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震动 随后小爱同学急促地说道 指挥官 地表遭遇了袭击 第619章 前往大本营 地表遭遇了袭击 怎么回事 张拓海连忙问道 忽然从海里爬出了大量的海生生物 这些生物比正常体大了至少十倍 而且变得异常富有攻击性 现在正在攻击自走机械 正在试图进行阻击 小爱同学说着 在球形屏幕上展现了具体的情况 张拓海看着屏幕上的情况 不由地大吃了一惊 根据自走机械传回了信息 此时 上百只螃蟹从海里爬上了岛屿 这些螃蟹十分的巨大 光是甲铐就足有吃饭的圆桌那么大 巨大的双前至少有四米多长 上面也满是锋利的道尺 巨大的甲铐上还有着金属的光泽 那巨大的螃蟹还十分的有攻击性 看到移动的物体就会攻击 一只螃蟹将被风吹得晃动的椰子树直接撞到 另一只螃蟹直接将想要逃跑的雷纳德撕扯成了碎片 阿曼达更是早就变成了两截 上半截被一只巨大的螃蟹塞进了嘴里 还有几只螃蟹开始试图攻击自走机械 自走机械使用加特林机枪还击 但是加特林对螃蟹的效果有限 这些螃蟹的外甲铐似乎特别的坚固 普通子弹打上去甚至冒出了点点火星 用火箭弹也只是炸断了一折断的关节连接触 一看就十分难以对付 这是什么螃蟹 这么厉害 看到这巨大的螃蟹 张拓海皱起了眉头 经过数据对比 应该是病毒感染过后引起的变异种 主要特点是甲铐坚硬 而且嗜血残忍 小爱同学说道 张拓海所击杀过的所有生物 在他这里都进行了整理和备案 形成了数据库 这么做的目的是 为了制定更好的打击方案 现在用来做数据对比也不错 看着在沙滩上横行无际的螃蟹 张拓海皱了皱眉头 对于他们杀死了阿曼达和雷纳德 他倒是不怎么在意 能榨的油水已经榨得差不多了 联合制药的总部的坐标张拓海 已经从运输机的航线图里下载了下来 那两个家伙的最大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 为了给了他们间接制造出来的螃蟹 也算是因果循环 不过 这些螃蟹的出现 让张拓海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既然螃蟹都变异了 那么海洋之中的其他生物呢 陆地上的其他生物呢 是不是也都发生了变异 张拓海决定立刻离开这个海岛 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在海洋中 海洋之中也拥有了最多的动物 一旦病毒波及到了海洋 那海岛和海边这些 已被海洋动物袭击的位置 将变得异常的危险 张拓海决定立刻离开这里 前往联合制药的总部 坐上一票大的 然后静静地等待这个世界结束 张拓海立刻开着装甲车 向着地宝外面冲去 刚刚来到了地宝的门口 迎面就碰到一只 向里面探头探脑的螃蟹 那大螃蟹 被猛然出现的装甲车 吓了一大跳 挥动着钳子 就向着张拓海的装甲车砸了过来 然而 张拓海早就有所准备 一道激光滑过 直接将巨大的螃蟹切成了两半 蟹膏流淌了出来 张拓海的动作 引起了其他螃蟹的注意 顿时一窝蜂地 向着张拓海的方向扑了过来 走 装甲车立刻弹出了螺旋桨 飞了起来 临走还不忘弹出机械臂 拎走了半截螃蟹尸体 这玩意儿感染了病毒 虽然不能吃 但是用来当作试验品 还是可以的 将螃蟹收好 装甲车调转方向 向着联合制药的 总部所在的方向飞了过去 此时 太阳缓缓升起 时间又来到了清晨六点 游戏系统谈出了每日提示 恭喜各位玩家 看到了新一天的日出 今天是各位玩家 在本世界的第六天 海洋生物完成病毒蜕变 进攻性大幅度提升 请尽量远离海洋 空气中 病毒经过复杂融合 蜕变 进化为欧米加病毒 欧米加病毒 基于各种α病毒 及各种变异毒株 而演化出的终极版本 传染性极高 具有空气传播 水传播 鸟类传播 昆虫传播 气溶胶传播 等特性 对于药物抵抗性显著增加 需要十倍的特效药 才有治疗效果 感染后会产生高烧症状 皮肤碳化 死亡概率为85% 90%的概率 会让人变异 如果感染欧米加病毒之前 感染了α病毒 或者衍生病毒 需要在五分钟之内 服用特效药控制病情 否则将会全身碳化而死 或失控 亦变成怪物 看到欧米加病毒的响解 饶氏张拓海 都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已经不是病毒了 这简直就是剧毒 传播点满了不说 抗药性又大幅度提升 需要十倍的特效药 才能拥有治疗效果 再这么编译下去 恐怕连特效药 都没有任何效果了 而且 感染之后 死亡概率提升到85% 并且 感染后五分钟内就要服药 否则必死无疑 这几乎和毒气没什么两样 唯一的区别的就是 感染了这种病毒后 死后都不得安生 会变成怪物继续袭击同类 或者被干掉 而且 更糟糕的是 内陆区域病毒浓度高 海洋区域变异生物躁动 能让人安全停留的区域 原来越小 幸存的玩家 就像是被两面墙 挤在中间的鸡蛋一样 只能眼看着两面墙越来越近 自己却毫无办法 不过 这都是普通玩家的烦恼 张拓海可以利用飞行模式 成功越过毒物屏障 反向偷家 直接前往病毒的最终发源地 联合制药的大本营 联合制药的大本营 位于一座海拔五千多米高的山上 原本这里 只是一座平平无奇的雪山 联合制药花费大量的金钱 将这片土地买了下来 并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在山里 修建了自己的大本营 起初很多人都不理解 联合制药的这种行为 认为创始人雷纳德 绝对是发疯了 才会在这种杳无人烟的地方 建立大本营 直到病毒散播开来 这些人才明白 原来联合制药要有预谋 可是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 大本营里储存了海量的物资 并且修建了完整的三房设施 再加上绝佳的地理优势 可以称得上是废土中的一片绿洲 不过 今天 这一切都将被打破 因为 张拓海抵达了这里 第620章 外围攻击 这就是联合制药的总部 怎么在这么一个鬼地方 张拓海看着远处的雪山 有些错愕 在他的印象中 这种世界级财团的总部 不说 是建立在曼哈顿中心广场上吧 怎么也得是摩天大厦外林立 万万没想到 居然掏空了一座雪山 建在了雪山之中 看样子 这个联合制药早有野心 不然 就不会把总部建立在这偏僻的角落了 张拓海看了看附近空气中的病毒指数 低得令人发指 而且 各种空气之中的悬浮颗粒什么的 也微乎其微 哪怕没有病毒肆虐 这里的空气质量 至少也能排上世界前几名 这些该死的家伙 自己住的地方 倒是挺爱惜的 张拓海冷哼了一声 随后便准备飞过去 冲进基地 大杀四方 然而 还没等张拓海动弹 提示系统就发来了提示 注意 前方即将进入对方防空雷达识别区 飞入会被对方高频雷达发现 并被隐形战机攻击 建议先行摧毁雷达 看到提示系统的提示 张拓海不由得一愣 他的车子的外形 可是经过了特殊设计 还涂抹了吸收雷达波的涂料 开启了红外遮蔽器和销声瓦 遮蔽了声音和红外热源 哪怕做到了这种程度 居然还能被对方的雷达所捕捉到 这说明 联合制药的雷达 确实是有点东西的 看到提示之后 张拓海老老实实地 将车子降落在了附近的 一座小丘陵的顶端 查看着远处的山峰 思索着 怎么才能敲咪咪的潜入进去 张拓海看了看距离 这里距离雪山的直线距离 肯定超过了10公里 完全超出了 手抛式无人机的侦察范围 而且 这个地方 雷达上出现了几只飞鸟 本身就很奇怪 只要对方不傻 就一定会出来查看情况 更何况 连自己车辆都能发现 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新技术 侦测出飞鸟和小型无人机的区别 张拓海不敢冒险 最终想来想去 张拓海觉得 还是直接派F35C过去侦察一番 这是自己所有装备之中 隐身效果最好的了 而且 这东西它有两架 哪怕因为意外损失一架 也有一架备用 损失得起 想到这里 张拓海拿出了飞机召唤器 将一架F35放飞了出去 F35战机高速向着雪山飞去 F35战机很快来到了雪山顶端 开始在雪山之上徘徊 来到了雪山之上 张拓海才发现 原来联合制药在雪山之上 贴了大量的相控阵雷达板 这些雷达板都不大 而且 分布在雪山的各个角落 并且在附近都堆放了一些雪球冰块什么的 隐藏其中 让人难以分辨 还真是狡猾 张拓海立刻让小爱同学 把坐标都记录下来 待会儿直接打掉 就在这时 山上的一处山石 忽然滑动开来 露出了里面的发射通道 一枚防空导弹击射而出 向着F35的方向射了出去 F35感觉到 被防空导弹照射到了 立刻开始激动 并且释放出了热油弹 那枚防空导弹击中了右耳落空 然而 下一刻 七八枚防空导弹 从各个位置发射了出来 向着F35射了过去 F35虽然是第五代战机 但是看家本领 就是隐身突防 现在最核心的隐身能力被看破 自然就和普通的三四代战机相差不大 被数枚防空导弹击中 在空中解体成了碎片 马德 居然打我的飞机 小爱同学 把他的雷达阵地 和防空导弹阵地都给我干掉 张拓海气得一挥拳头 虽然说过了 还有备用的 但是 平白损失了一架 F35 还是让他心疼不已 嗖嗖嗖 一连串改进版战斧导弹 从单元阁里发射而出 向着预定坐标击事而去 看着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战斧导弹 雪山上越来越多的放空阵的显露了出来 一枚枚放空导弹击事而出 准备拦战斧导弹 然而 张拓海的战斧导弹 可都是经过粒粒丝改装过的 都能在中段和末段进行眼镜蛇激动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那些放空导弹纷纷扑空 除了少数倒霉弹被其他方向的放空导弹击中之外 绝大多数战斧导弹击中了预定目标 大量的雷达阵地和防空导弹阵地被击中 一团团火球在雪山上升起 再来一波 争取把那些新冒头的放空导弹也一起干掉 张拓海看着战况 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既然暴露了 那就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动用导弹洗地战术瓶推过去 大量的战斧导弹再次升空 向着雪山方向飞去 防空导弹纷纷发射 这一次 还有一些禁防炮从各种角落里钻了出来 对着战斧导弹开火 与此同时 雪山之上两个隐藏的大门缓缓打开 两架F35战斗机从里面飞了出来 目标直指张拓海的装甲车 立刻启动防御体系 把他们打下来 张拓海说道 明白 小爱同学立刻启动了电子作战系统 用电磁信号干扰对方的雷达和导弹 同时 一枚枚标准六防空导弹 从单元阁射出 向着F35射去 那两架F35舰撞 连忙射出了携带的导弹 准备掉头离开 然而 标准六导弹却已经来到了身后 轰隆 轰隆 两架F35变成了两团火球 紧接着 两枚战斧导弹从单元阁里击事出 向着机库里飞了过去 哒哒哒 几门禁防炮 从机库附近弹了出来 用密集的金属风暴 将机库附近封锁 将战斧导弹打了下来 继续密集轰炸 把所有的放空火力 都给我吸引出来 全都干掉 张托海说着 将要是战机释放了出来 在雪山附近转悠 勾引着放空火力 同时 大批的战斧导弹 密集地 将雪山顶离了一遍 将所有暴露的防空系统和机库 全都炸了一个遍 摧毁了所有的外围防御设施 等到最后一个导弹阵地爆炸之后 整个雪山之上 变得安静下来 几个机库变成了漆黑的窟窿 黑洞洞的 不见半点光亮 似乎整个联合制药 都在那刚才的轰炸中 飞灰烟灭了 但是 张托海知道 这才只是外围 联合制药真正的核心 还隐藏在雪山的深处 第621章 物联网 怕要是飞机 在山顶多了几圈 看到没有什么收获之后 张托海这才将要是飞机招了回来 自己则启动了螺旋桨装置 向着之前的山洞飞了过去 在即将要进入山洞前 提示系统弹出了提示 山洞之中拐角处 有两辆M1A2主战坦克 我就知道 没那么简单 张托海冷哼了一声 随后召唤出了风潮式无人机 几百架小型无人机 从风潮式无人机之中飞出 密密麻麻地 在附近徘徊 去干掉拐角处的主战坦克 张托海发出了命令 立刻有两架小型无人机 脱离了编队 贴着棚顶 向着拐角处飞了过去 轰隆 轰隆 很快 拐角处就传来了两声剧烈的爆炸声 张托海将装甲车降落到了平台上 缓缓地开了进去 拐角处 两辆主战坦克的残骸 正燃烧着熊熊火焰 这无人机的效果 还真不错 张托海对这无人机 还是很满意的 狭窄的通道内 不太适合导弹作战 这些小型无人机 倒是如鱼得水 张托海当即派出了大量的无人机 在前方开路 自己则在后面跟着 适不适的 就能听到一阵阵剧烈的爆炸声 从前方传来 而张托海 却慢悠悠地在后面走着 忽然 前方响起了一连串迅猛的爆炸声 发生了什么 张托海接通了前方无人机的摄像头 原来 前方的通道豁然宽广 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车间 车间里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和熊熊燃烧的战争机械 可以看出 这里曾经列队集中了不少士兵用来阻挡他 不过 都被无人机干掉了 等等 张托海忽然感觉 地上的一个滚动的头颅 有点眼熟 连忙控制着无人机飞了过去 张托海仔细一看 那人的面容竟然和阿曼达一样 阿曼达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这里还有一个 难道说 是克隆人 亦或是两个都是克隆人 发现了一个阿曼达的头颅之后 张托海控制着无人机 开始仔细地搜寻车间里的残尸 果然 经过一番番找 他又翻出了半张阿曼达脸 这个基地里 该不会都是阿曼达吧 张托海暗暗猜测 张托海开着装甲车 继续向深处前进 爆炸声不时地响起 说明不断有人试图阻止他前进 不过都被无人机干掉了 装甲车不断地向着基地深处前进 通道里的音响忽然响了起来 A13区域发现入侵者 请立刻前往A13区域拦截 请立刻前往A13区域拦截 张托海看了看通道里的扬声器 对着小爱同学问道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控制了 把那些家伙都调到别的地方去 我试试 小爱同学 立刻将电子对抗频率 开到了最大 随后开始分析 过了片刻之后 小爱同学忽然兴奋地说道 所有的扬声器都是无线通信 我已经侵入了系统 正在尝试进行修改 真的吗 那快点 张托海的心思动了起来 如果能把守备部队 调往别的地方 让他兵不血刃地指导黄龙 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 能省事 干嘛要费尽力气地 去打打杀杀呢 扬声器响了起来 A13通道 敌人已经撤出 A18区域出现敌人 请所有增援部队 前往A18区域 注意 所有人立刻前往A18区域 不得有误 A18区域是哪里 张托海问道 我顺势侵入了中控系统 获得了基地的电子地图 A18区域在反方向 距离我们最远 这样 我们途中就不用担心 再遇到敌人了 小爱同学说道 那些家伙会听吗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 其他的通信设备 张托海有些担心 基地的指挥官 会不会用其他的方式 去通知手下的部队 这种级别的基地 不可能只有一种通信手段 放心吧 指挥官 我已经侵入了基地的中控系统 已经掌握了他们 对讲机的通话频率 现在 他们的对讲机的频率 已经被我堵死 已经断绝了和指挥师的联系 小爱同学说道 那就好 既然这样 那就快点 冲到指挥师去 争取把核心资料 抢到手就离开 不要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张托海第一次攻击 这么大一个基地 心里还是有点虚 还是抱着抢一波 就跑得心态 明白 小爱同学文言 立刻加快了装甲车的速度 向着指挥师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指挥师内 一个阿曼达模样的女人 正拿着一个对讲机 拼命地呼叫着 喂 护卫队 听到请回答 听到请回答 阿曼达不断地呼叫着 可是 对讲机里 仍然只有沙沙的电流声 听不到任何人的讲话 怎么回事 阿曼达愤怒地 将对讲机扔到了地上 董事长 我们发现了一股强电磁信号 将我们的通讯频率 全都堵死了 所以才无法使用对讲机 一个技术员无奈地说道 你们这帮废物 难道你们没有电子对抗设备吗 我花费了大价钱 给你们安装了最新的电子对抗设备 难道就是看的吗 阿曼达对着那个技术人员怒目而视 技术人员也感到很委屈 董事长 不是我们不努力 而是敌人的电子战技术不比我们低 要不是使用了最新的设备 我们丢失的就不只是通讯频道了 甚至连物联控制频道也要丢失 那样的话 我们就都完了 那就用物联频道 让所有的护卫队 全都到指挥室来护卫 不得有误 阿曼达说道 董事长 您知道的 物联频道并不成熟 还有很多未知的缺陷 顶着电子干扰强行使用的话 很可能会造成过载 导致终端受损 您看 技术人员有些为难地说道 如果护卫队无法过来保卫我们的话 敌人就会杀过来了 你还有心情考虑终端 会不会损坏 立刻按照我说的去做 阿曼达说着 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顶在了技术人员的脑袋上 不然 我就让你的副手 顶替你的职位 我明白了 那个技术人员 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按钮 强行启动了物联网 一股强大的信息流顺着电子频道 传输到了一个个终端 原本正在向着A18区快速前进的克隆人 忽然都停下了飞奔的脚步 这里是指挥中心 立刻前往指挥中心会合 立刻前往指挥中心会合 注意 这是最高命令 第622章 电磁战甲 滑 滑 众多护卫队成员 齐齐转动了身体 开始向着指挥中心跑去 与此同时 小爱同学也检测到了 这股奇怪的电子信号 指挥官 发现了奇怪的电子信号 传播范围很广 似乎链接了很多的终端 那些终端正在向着指挥师汇聚 我通过分析猜测 应该是一些 可以远程控制的武器终端 小爱同学说道 那就尝试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如果可能的话 争取夺取控制权 让那些遥控武器为我们所用 张拓海说道 明白 正在尝试 小爱同学一边开车 一边尝试破一电子信号 装甲车也在急速向着指挥师前进 争取在那些遥控武器 抵达指挥师之前 控制指挥师 通道上闪烁起了红色的信号灯 一道道金属大门落下 试图阻挡张拓海 不过 这些金属大门 在张拓海的激光面前 如同豆腐一样的酥软 直接被切出了一个个大洞 让装甲车轻松通过 在穿过了22道金属大门之后 张拓海终于抵达了一个大厅 大厅中一面墙 都是各种监控屏幕 在一个高脚的指挥椅上 坐着一个穿着皮衣的年轻女人 看容貌和阿曼达一般无二 你是阿曼达 张拓海问道 是克隆体还是本体 我当然才是本体 不然 我为什么能坐在这里 阿曼达一脸不屑地说道 好了 我没那么多时间和你废话 立刻举手投降 或许我还能让你活下来 成为我的试验品 阿曼达一脸傲然地说道 你没睡醒 听到阿曼达的话 张拓海不由得乐了 现在我的进防炮正指着你 只需要一秒钟 就能让你变成碎片 你确定要让我投降 啪 阿曼达没有说话 反而打了一个响指 旁边的几个金属门飞速打开 一套充满科技感的金属装甲 从各处飞来 套在了阿曼达的身上 阿曼达悬浮了半空中 一道道湛蓝色的电光 在指尖跳跃 看到阿曼达这副样子 张拓海差点脱口出 你指尖跳跃的电光是我 不好意思 串台了 与此同时 一队队穿着第三代 联合制药防护服的人 从外面排着整齐的队列跑了进来 他们的手中拿着各种重型武器 有加特林 有电磁枪 还有各种火箭筒 他们呈半月形 将张拓海围在当中 齐刷刷地将手中的武器 对准了张拓海 看到场中的情形 阿曼达满意地点了点头 现在 你觉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这么说 我 阿曼达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 那些挡在他身前的护卫队 如同麦子一样 一排排地倒了下去 手中的武器 乒乒乓乓地掉落在了地上 滚落得到处都是 呼 加密程序有点麻烦 没办法立刻夺取控制权 所以只能紧急摧毁联络信号了 不晚吧 小爱同学问道 还算及时 张拓海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没有控制护卫队为他所用 但是出手废掉了这些护卫队 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这 这怎么可能 看着地面上躺着的护卫队成员 阿曼达脸上满是不敢置信 这都是我精心制造的仿生克隆人 强度都达到了人体极限 哪怕切断了信号 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执行最后的命令 怎么会都倒下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下次记得把信号接收器和大脑分离 不然 强信号输入时过在加热 脑子就直接熟了 小爱同学悠悠地说道 我还没说 我还有新研究出来的电磁战甲 我还有翻盘的资本 阿曼达说着 将双手对准了张拓海 指尖的电光越来越刺眼 差点忘了 还有这个 伴随着小爱同学的话语 阿曼达指尖上的电弧越来越小 最终消失 他身上的战甲也失去了光芒 如果失去了电力支撑一样 纷纷从他的身上脱落 掉落在了地上 阿曼达也失去了支撑 从空中落了下来 一屁股坐在了金属地板上 阿曼达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似乎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 干得漂亮 张拓海兴奋的一挥拳 他还以为 要在这个指挥大厅里 进行一番苦战 才能干掉对方 没想到 小爱同学用电子战系统 切断了对方战甲的电磁信号 让对方的装备彻底失灵 简直是兵不屑刃 去 把他吊抓起来 张拓海对着几个 站在身后的自走机械说道 两台自走机械立刻走了过去 准备将阿曼达抓起来 然而 阿曼达却露出了一丝 不太正常的笑容 你们休想活捉我 说完 阿曼达的嘴角流出了一抹鲜血 他的脑袋一歪 身体栽倒在了地上 小爱同学开到了阿曼达的身边 将毒剂检测装置 塞进了阿曼达的嘴里 指挥官 情化物中毒导致的死亡 居然这么果断 刚才还真是小看了 张拓海文言不由得一愣 他没想到 眼前的这个阿曼达 居然这么果断 和之前二二三十基地 见到的那个阿曼达 似乎不太一样 难道是克隆预设上的偏差 张拓海琢磨了一会儿 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 索性放弃了思索 他直接走了过去 开始整理战利品 满大厅的物资中 最吸引他目光的就是地上的那套电磁战甲 虽然 小爱同学轻松地切断了对方的电磁信号 让其失去了作用 但是 看起来还是蛮厉害的 如果能升级一下抗电磁能力 说不定会是一个强大的助力 张拓海一边想着 一边将电磁战甲减了起来 联合制药第一代电磁战甲 使用超微型超能电池 战甲用高强度合金做成 可以防御120毫米火炮直射 拥有防腐式涂层 可抵抗强减强酸侵蚀 具有短暂飞行和浮空悬停能力 攻击方式为电磁炮和高压电机 可自主调节电压 面罩具有过滤和致氧循环功能 可在病毒区域 湖底和前海底部活动 可隔绝一定程度的核辐射 第623章 告识超音速多用途导弹 张拓海看着电磁战甲的描述 嘴巴张得老大 半天都没合拢 这电磁装甲简直堪称牛逼 怪不得阿曼达穿上后 一副天下无敌的模样 这装甲能直接硬抗120毫米主炮的直射 挡住1130斤防炮 确实没问题 如果不是小爱同学剑走偏锋 切断了电磁信号 想要干掉阿曼达 恐怕还真要费上一番手脚 张拓海连忙将其收了起来 准备交给莉莉丝 看看有没有增强的可能 最好能加强一下抗电磁的水平 这套电磁装甲里 最重要的是一条手环 看起来和普通的运动手环差不多 但却是整套电磁战甲的核心控制器 只要按下按钮 电磁战甲就会自动飞回来 加装到使用者身上和Mark装甲差不多 收起了电磁战甲之后 张拓海来到了大屏幕前看了看 发现这里是指挥中心 控制着整个基地的各个位置 在屏幕之中 所有的人都倒在了地上 整个基地寂静得如同坟墓一般 不会吧 难道这里用的全是克隆人 张拓海连忙让小爱同学 接入中央电脑查看情况 老板 根据记录 整个基地里除了阿曼达之外 确实全是克隆人 而且 实用的也全都是阿曼达的容貌 小爱同学说道 全都是阿曼达自己的容貌 张拓海文言一愣 连忙掀开了几个护卫队成员的面具 果然他们的面容全都一目一样 全是阿曼达 只不过 在他们的脑袋里 都散发着一股焦糊的味道 这是过在 导致天线和芯片烧毁 顺势烧失了大脑的结果 这个阿曼达到底是怎么想的 居然把所有克隆人的容貌 全都设定成了自己 难道他就不害怕吗 张拓海暗想 不过 阿曼达已经死了 这个疑问也没人能给予解答了 现在 最要紧的就是 抓紧把主机里有用的资料 全都带走 主机里最全面的就是 各种药剂和病毒的配方 和各种试验数据 这里集中了各个分布的试验数据 和各种数据材料 张拓海此前虽然收集了一部分 但是终归是没有这里的全面 甚至 很多失败的病毒演化方向 这里也多有记录 张拓海没有客气 直接将里面的数据 全都下载了下来 说不定对利利斯研究有所帮助 另外 这里的各种克隆人的数据 和试验信息 也是十分的详尽 还有近百种改装方案 张拓海也将其一一下载了下来 可以用来优化自己的克隆人军团 除去这些基础的科研数据之外 还有打量的各种设备的制造图 张拓海就从中看到了两款新型车用的发动机 比自己现在用的还要好 便将其下载了下来 看看能不能让利利斯改造成适合他用的发动机 除此之外 张拓海还看到了第二代电磁战甲的幻想设计图 这一代电磁战甲除去电池更强大 续航时间更强 防御效果更好之外 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一种名为 电磁浮游炮的外挂设备 这种设备像是一个小型的悬浮球 有一个释放电磁的探头 可以根据指令悬浮在使用者身边 自动攻击周围的敌人 十分的厉害 只不过 这东西只是理想图 还没有完全设计完毕 需要利利斯帮忙补充完整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防御系统和火控系统的原代码 下载下来从来充实小爱同学的数据库 由小爱同学将这些系统进行整理 将优秀的部分挑选出来 进行结合 完善优化现有的火控系统 宙斯盾防御系统 经过了几次升级和完善之后 小爱同学使用的火控系统 和宙斯盾防御系统 已经脱离了原本的范畴 比原本的系统效果提升了一倍不止 当然 主机里面最让张拓海兴奋的 是一款导弹 告识改进型 这款改进型的告识导弹 脱胎于高超音速告识反舰导弹 改进了雷达 并进行了新一代改造 变成了通用型导弹 改进之后 告识的射程降低了不少 由600公里降低到了350公里 近乎腰斩 但是 最重要的速度却一点也没降低 仍然也保持在了巴马赫以上 这个速度代表着 告识从发射位置 到最大的攻击距离350公里之外 只需要120秒 这个速度 甚至比以速度舰长的标准6防空导弹还要高 标准6防空导弹也才6.5马赫而已 这种速度 就连宙斯盾防御系统也根本无法拦截 也就是说 拥有了告识之后 张托海再也不用像是之前攻击联合制腰外围防空阵地一样 用密集洗地的导弹进行覆盖性轰炸 只需要用告识进行点射就可以了 那些防空阵地 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拦截 除此之外 联合制药的工程师们 还为告识配备了多种弹头 有高爆弹 有钻地弹 甚至还有燃料空气弹 甚至 由于改进行告识的全能性 兼顾了防空和对地攻击 标准6已经被完全取代了 就连战斧也处于半退役的状态 看着刚才还是看家武器的战斧和标准6防空导弹 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明日黄花 张托海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也心亏联合制药的工程师们 对告识的性能尚不满意 正在进行更全能的改进 要不然 一旦让这玩意猎装防御阵地 张托海还真的不一定能把联合制药的基地打下来 光是这些高超音速导弹 就够张托海喝一壶的了 除去这些之外 张托海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设备 是一种充满液体的空泡 是一种内饰 可以隔绝绝大部分的声波传播 从而降低被发现的几率 虽然 张托海已经有了销声瓦和隔音内饰 但是 本着一多不压身的态度 张托海又加装上了这种新型的隔音设施 将主机里的资料搜刮一空之后 张托海又看上了基地里的主机服务器和超算 反正都是没主的东西了 正好便宜了我 张托海控制着小爱同学 开始将主机服务器和超算拆解运回到车里 第624章 临近系统 联合制药总部的超算和服务器 比那些分布的更加高级 算力也更高 现在全部被张托海拿来 融进了小爱同学的系统内 大大的提高了小爱同学的运算能力 再加上吸收了大量系统的数据 进行了优化升级 使得小爱同学的工作效率大大的提升了 原本使用宙斯盾系统 最多可以同时跟踪 监控400匹目标 但是 经过小爱同学融合优化之后 已经可以同时监控800匹目标 数量足足翻了一番 反应速度也从原本的0.05秒 提升到了0.02秒 提升了一倍有余 抗干扰性也比原本的宙斯盾提升了不少 甚至能抗住张托海第一代的电子战入侵 而获得了各种火控系统 和防御系统的代码后 也促进了电子战系统 获得了一次系统性的提升 作战能力比之前提升了不少 看着性能全面提升的系统 张托海觉得这现在的系统 已经超出了原本的宙斯盾系统太多了 而且 经过多次杂揉 除了部分模块之外 几乎已经看不出宙斯盾的痕迹了 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全新的作战系统 张托海想了想 决定将全新的火控 防御系统 与原本的电子战系统 侦察系统 雷达系统 监控系统 指挥系统 操作系统 进行进行合并和综合集成 形成一个全新的作战系统 这样的好处是 对各种资源 算力的利用效率达到最大化 虽然 像是之前那样 各系统之间互相独立 小爱同学也能全部进行控制 但是 各系统之间的不兼容 数据不互通 难免会造成算力的浪费 在进行各种数据之间的转换时 无形中增加了大量无效的工作 现在 打破了系统之间的壁垒 实现了数据资源互通 对系统的性能是一种无形中的提升 至于新系统的名字 它都想好了 就叫零进 现在的版本 也就是零进1.0系统 全车管制 作战系统被整合 升级为零进系统之后 肉眼可见最显著的变化 就是原本指挥式的球形屏幕 变成了全系投影 这也是基于从联合制药的数据库里寻找到的技术 进行升级改造而成的 全系投影能够实时地展示车内 车外 甚至以自身为原星 上百里范围之内的一切 只要张托海新生念头 就可以将方圆百公里内的各种场景 尽收眼底 这种场景远比雷达更加精确直观 更方便张托海 做出最佳的判断和应对 不过 这种情况只能目前局限于百公里范围内 更远处的目标则会变得模糊 甚至退回到原始雷达场景 张托海知道 这是技术和硬件壁垒导致的 想要改观 就需要从硬件 软件两方面同时入手才行 看来 电子系统的升级 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看着指挥室内的临近空间 张托海暗暗想到 恭喜玩家成功制造新型管制 作战系统 临近 已经录入 经过综合评定 评价为八级通用配件 由于玩家是越级创造 给予如下奖励 一随机八级技术卷轴一张 二临近系统的核心控制权 是一临近系统的核心控制权 即玩家张托海 拥有临近系统的最终控制权 可以对所有使用中的临近系统 进行包括但不限于更新 升级 修改 数据传输 操控等权限 嗯 张托海看到游戏系统的提示 不由得眼睛一亮 他没想到 自己升级改造电子系统 居然能获得游戏系统的认可 而且还给予了奖励 当然 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张托海拥有对所有临近系统 拥有修改的权限 这说明什么 说明 系统将会将临近系统 作为一种配件 放在物资箱里 发放给玩家 而他作为最初的研发者 则可以对系统留下暗门 通过技术手段 进行各种修改 更新 甚至直接操控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所有使用临近系统的玩家 在张托海面前 都将没有任何秘密 棱镜门 或者飞马计划的加强版 前两者最多只能监控 而张托海 不光能监控对方的数据 还能下手修改 修改对方的攻击参数和目标 让他们的武器 去攻击张托海 所希望的攻击目标 这样 那些所有使用临近系统的玩家 都将成为张托海的手下 还是自备干量的那种 想到这里 张托海双眼闪闪发亮 他恨不得 现在就将临近系统推广出去 让所有玩家都安装上 不过 这个想法刚一升起 张托海就发现了一个 比较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 临近系统的评价太高了 除了他作为研发者之外 现在没有玩家能达到这个等级 哪怕他免费派发 那些玩家也装不上 这可不行 张托海绝不允许这种 阻碍玩家们 使用上兴时代作战系统的事情发生 该怎么推行呢 张托海转了转眼珠 想出了一个 原本世界那些系统供应商们 常用的一个办法 那就是降级 先设定一个较高的完成品 然后将完成品 降级到简陋的青春版 随后以技术进步的名头 不断地升级 反复淘汰用户手中的设备 从而达到 反复割韭菜的目的 那些系统 供应商做的 我张托海做不得 小爱同学 能不能把系统简化一下 然后留下一些隐蔽的 可以操控的后门 张托海问道 我尝试一下 小爱同学不明白 张托海要做什么 不过 还是忠实地执行了 张托海的命令 做出了一个简化版的系统 并且打包完毕 恭喜玩家 研发出零进系统0.7版 评价为7级通用配件 游戏系统给出了评价 不过 这次奖励抠了不少 没有奖励7级技术卷轴 不过 对此张托海倒不怎么在乎 因为 游戏系统证明了 他的思路是有效的 张托海连忙让小爱同学 继续对零进系统进行简化 甚至一度做到了0.1版本 一级汽车配件 不过 当零进系统简化到这种程度后 就只剩下了全车数据管控 自动驳车和辅助驾驶 集中有限的功能了 连武器辅助操控 被都被彻底砍没了 但是 张托海还是通过了这种方式 实现了全领域覆盖 可以让一到八级痊愈玩家 都可以使用上零进系统 第625章 操控玩家 看着整整齐齐的16个压缩包 再看看游戏系统弹出的16个提示 张托海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弧度 这些系统就像是一些种子一样 只需要等待时间 让它们慢慢生根发芽 开花散叶 一定会带给自己丰厚的回报的 至于为什么是16个压缩包 那是因为每个等级的系统都分成了基础版 乞丐版和高级版 课金版 两个等级 张托海准备自己也做一次推手 让那些同区域的玩家 提前享受到这些优质的零进辅助系统 先把乞丐版免费推出去 等他们习惯了这种便捷之后 再推出课金的升级版 由摄入减难 那些习惯了便捷的玩家 再体会到了零进的便捷之后 还能适应万事 都需要自己亲自手操的时代 不得老老实实地做韭菜 任由他收割 哪怕他们顶住了诱惑 只使用乞丐版那也没关系 所有使用零进系统的玩家 都将成为张托海的肉机和触手 通过这些玩家 张托海甚至可以影响 引导甚至控制整个区域的玩家 想着未来的美好场景 饶食张托海都有些难以自已 他甚至连八级的随机技术图纸 都没来得及看 直接给苍小空发了消息 你现在的车子是什么等级 张托海问道 算是四级 苍小空说道 给你一个操控系统 你试试看 张托海将一个四级的 高级版的零进系统的安装包 发给了苍小空 然后就静静地等待了起来 过了十分钟之后 苍小空给张托海发来了消息 真的太好用了 居然还可以自动驾驶 连武器也可以操控 只需要语音口令就可以了 居然还有睡眠警戒系统 再也不用担心 睡觉的时候被偷袭了 这么好的东西 要是拿出去贩卖的话 一定会成为爆款 哪怕只是通过文字 张托海都能体会到 苍小空的兴奋之情 至于这么激动吗 对于苍小空的话 张托海有些不以为然 自动驾驶 自动武器操控 不都应该早就普及了吗 而且 那些玩家居然还要在睡觉的时候 担心被偷袭 不会吧 不会到了这个时候 还没普及睡眠警戒系统吧 张托海发现 他对那些玩家的水平的理解 似乎产生了一定的误区 那就是 很多玩家虽然在武器强度 和装甲防护上追上了他 但是 在各种软实力上 就远远不如了 比如自动驾驶系统 哪怕是图纸收获 十分丰富的苏木苏琪姐妹 也仍然是手动开车 甚至夜间 还需要人工守夜 很多人开上了主战坦克 批挂上了平油装甲 但是炮弹 还需要人力装填 火控系统 也需要手动操控 各种软件上的差距 极大的限制了 那些玩家硬实力的发挥 这也导致了 虽然很多玩家 虽然看起来 和张拓海的装备差别不大 但是 一旦和张拓海交手之后 便是一触即溃 这就是综合实力的差距 所形成的碾压 既然你有信心 那就好了 把这些系统推销出去 记住 一定要全都推销出去 哪怕少赚点 甚至贴钱也无所谓 我们要的适量 是占领市场 一定要让所有人 都用上我的临近系统 明白了吗 张拓海说着 将0.1-0.7代的 乞丐版系统 全都发了一份 给苍小空 明白了 我一定会推出去的 苍小空看了一眼 区域频道 仅剩下的82个人 点了点头 经过了几天的 高强度战斗 尤其是昨天的 核弹洗地之后 整个区域频道 就剩下了82名玩家 而张拓海的 鸿鸣等级 也升到了LV3 每小时博宝一次坐标 不过这些玩家 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斗志 他们最大的目标 就是活着 混过这个世界 再也不提 追杀张拓海的事情了 连核弹洗地 都干出来了 这还追杀个大 张拓海所在的坐标 距离他们太远 还隔着厚厚的病毒云雾 根本过不去 就算是有那个心 也没那个实力了 现在那群玩家的念头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 活过这个世界 如果有可能的话 再减点物资 回回本 也算是有些收获不是 苍小空相信 他们一定不会拒绝 这个临近系统的 张拓海看着后台 此时已经多了很多个编号 那些编号 就是一个个 被卖出去的临近系统 通过这些编号 张拓海就可以通过后台 收集这些车辆的信息 修改武器参数 甚至直接带为控制 动作蛮快嘛 居然这么短的时间 就迈出去了五六个 张拓海看着 缓慢增长的编号 对苍小空的业务能力 感到十分的欣慰 这应该是他来到 这个世界以来 最成功的一笔投资 等有机会 再给他点好处吧 张拓海暗暗想到 监控这些车辆 收集各种资料和数据 建立数据库 如果有人心怀歹意 立刻重点监控 张拓海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区域频道观察 和通过别人打探消息 都是属于二手资料 由于传递者的主观因素 可能会导致信息 一定程度上的失真 张拓海准备利用临近系统 收集玩家的习惯 获得第一手资料 等到资料足够丰富的时候 张拓海甚至可以完成 对一个玩家的策写 最终比玩家本人还了解他自己 这才是大数据和平台终端的 恐怖所在 将事情安排给小爱同学去做 张拓海则拿起了 那张八级的技术卷轴 这是一张随机的技术卷轴 只有打开才能知道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张拓海缓缓地打开了卷轴 虚拟数字世界技术手册 八级知识 内含全套虚拟数字搭建技术 沉浸式外设设备制造技术 跨区域数据传输技术 数据跳屏加密技术 等全套相关技术 看到卷轴内的东西 张拓海先是一愣 随后露出了狂喜的神色 他刚刚草创了临近系统 现在的主打定位 还只是一个辅助系统 只是满足玩家的需求 但还不够吸引人 如果加上了这些技术 他就可以让将临近 搭建成一个真正的虚拟空间 玩家们厌倦了外面的杀戮和求生 完全可以躲进虚拟世界 来寻求放松和慰藉 而现实中的一切 都可以交给更加智能的 临近系统来打理 玩家每天只需要制定 必须要完成的目标即可 每天求生都这么辛苦了 娱乐方式还少得可怜 玩家缺乏宣泄的渠道 就像是一座座等待喷发的火山 随时都可能爆发 张拓海相信 如果自己推出这么一个东西 构建了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 那还不得卖到爆 第626章 获得真相的方法 不要以为张拓海是在异想天开 逃避现实 沉浸在幻想世界的人 从来都不少 不然 香烟 啤酒 以及各种置换剂 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虚拟数字世界 也是如此 在这个世界 玩家可以尽情宣泄 感受真实 还不会伤害任何人 甚至近乎没有任何代价 相信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无法拒绝 这些人收获了慰藉 而张拓海则收获了无数韭菜和肉鸡 平时收割他们获得的资源 暂时操控他们的车子 冲锋陷阵 双方都获得了自己的所需 可以说是双赢 不过 现在最大的门槛就是 这些技术都是八级的 小爱同学需要将这些技术吃透 还要搭建一个完整的临近空间 这都需要时间 抽出一部分算力 吃透这些技术 尽快搭建一个虚拟数字 空间的框架出来 张拓海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明白了 小爱同学将技术手册中的内容 一股脑地录入到了数据库里 分出了一部分算力 进行研究和分析 将这一切都处理完毕之后 张拓海开车 驶离了遍得空空如也的中央指挥士 向着一个偏僻的区域驶去 张拓海记得 那片区域是一个飞机修理工厂 停着不少飞机 如果去那里的话 可以有一个大收获 也说不定 装甲车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通道 终于来到了飞机修理工厂的大门前 一道金属大门拦住了张拓海 就在张拓海 准备照之前那样破门而入的时候 提示系统忽然弹了出来 小心 大门之后 有人操控了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准备偷袭 请谨慎对待 嗯 怎么还有人 看到提示系统的提示 张拓海不由得一愣 他之前明明在中央指挥室里看过监控 整个基地内已经没有了一个活人 怎么现在忽然又冒出了一个家伙 如果是之前躲起来的幸存者 他最应该做的是逃跑 而不是躲在这里 等着偷袭自己 况且 他又怎么会这么肯定自己 一定会来飞机修理工厂 对方已经开着武装直升机 在大门之后叙事待发 显然是有着充足的把握 这一切都透露着诡异 这门口的偷袭者 有猫腻阿 张拓海看着紧紧闭合的钢铁大门沉思了起来 张拓海拖着下巴想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尽管 这一切都透露着诡异 但是 飞机的诱惑明显更大一些 他为了攻击这里 各种飞机可是损失了不少 就连F35都损失了一架 现在正急需补充 不可能因为一个潜在的风险 就放弃了唾手可得宝库 不过 得像的办法 将对方干掉才行 张拓海想了一会儿 召唤出了一台自走机械 将其送进通风管道之中 那台自走机械 在通风管道里一路行进 直接从上方进入了飞机修理厂 张拓海紧紧地看着修理厂内部的场景 一架阿帕奇停在大门口的位置 关闭了发动机和雷达 一副无人的状态 但是所有的火箭弹都被调整成了激发状态 只要按下按钮 所有的火箭弹就会一起发射出去 如果 自己没留神闯了进去 搞不好还真要吃个亏也说不定 这是有备而来啊 很多措施都是明显用来针对我的 到底是谁这么了解我 留在了这里偷袭 张拓海十分的好奇 这个准备偷袭自己的人到底是谁 居然这么了解他 关闭雷达 发动机等明显都是专门用来应对他的 否则 张拓海早就发现他了 不管了 先干掉再说 张拓海对着自走机械 发布了攻击的命令 自走机械将一枚地狱火导弹架了起来 对准了阿帕奇 So 轰隆 地狱火导弹再一瞬间就击中了阿帕奇 随后就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那架阿帕奇瞬间就被炸成了碎片 一个头颅从里面飞了出来 看模样正是阿曼达 阿曼达的克隆体不都死了吗 怎么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难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本帖 满怀着好奇之心 张拓海切开了飞机修理厂的大门 走了进去 此时 阿曼达的脑袋似乎还留有一线生机 他正睁着一对眼睛死死地盯着张拓海 眼中满是愤怒 居然敢毁掉我好不容易获得的身躯 破坏我的计划 你最不容赦 我要把你扒皮抽鸡 让你生不如死 与其沙哑而尖锐 充满了怨气 获得的身体 你不是阿曼达 你到底是谁 张拓海微微眯起了眼睛 对方明显是窃取了阿曼达的克隆体 专门在这里等着偷袭自己的 可是 谁会和自己有这么大的仇怨 他可不记得自己有这种仇人 他的仇人早就都死光了 等等 也不是都死光了 有一个还活得好好的 那个人就是 莫里亚蒂 也只有那个神出鬼没的莫里亚蒂 才有能力 在所有克隆体死亡之后 重新启用一具克隆体作为身体 也只有这个莫里亚蒂 才会对自己的各种战术和技术 如此的熟悉 原来又是你啊 怎么 手下不中用 自己亲自上门了 张拓海走了过去 装作老神在在的模样 试图激怒对方 套点话 阿曼达的头颅冷哼了一声 哼 不要以为侥幸获得了一次胜利 就可以得意了 我所掌握的资源 远远不是你能想象的 我可以失败无数次 但是你 嘿嘿 听到莫里亚蒂的话 张拓海的神色 也阴冷了下来 情况确实如同莫里亚蒂所说 对方可是游戏的管理员 而自己只是一个玩家 对方可以动用无数资源 但是 自己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只要自己输了一次 就是万劫不复 想到这里 原本火热的心里 也如同浇了一盆冷水一般 就在这时 一个女仆忽然出现 突然出现在房间之内 莫里亚蒂 你过界了 女仆说着 缓步走到了阿曼达的脑袋面前 抬起了圆头皮鞋 一脚踩了下去 阿曼达的脑袋 如同西瓜一样 变成了碎片 死 看到莫里亚蒂的样子 张拓海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自认为已经足够冷血了 双手沾满了无数鲜血 可是这个看起来十分美艳的女仆小姐姐 更是凶狠 一言不合 就将对方的脑袋踩得粉碎 张拓海仔细地打量了女仆两眼 发现对方有些面熟 略微回想了一下 张拓海才想起来 在洪峰庄园之内 莫里亚蒂第一次要对自己出手的时候 似乎也是对方出手姐的围 感谢您的出手相助 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 张拓海一脸谦卑的样子 没办法 对方实在是太厉害了 游戏管理员都不拒 说踩死就踩死 不耸不行 不必客气 这次是他过界了 这是对他应有的惩罚 女仆小姐姐平静地说道 语气之中没有一丝感情 不过 下一次事件 他会亲手对付你 还没等张拓海庆幸 女仆小姐姐 就爆出了一个劲爆的消息 这把张拓海真的脑袋 嗡嗡直响 没搞错吧 他还要亲手对付我 你们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难道就这么看着 自己家的管理员 肆意破坏规则 放心 他能动用的资源有限 而且 既然要亲自下场 那就要有亲自下场的觉悟 下场之后 他就和你一样 都是普通的玩家 谁也没有任何特权 女仆小姐姐平静地说道 记住 这是一次试炼 如果你能成功地干掉它 你将会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 甚至一部分求生游戏的真相 真的 张拓海文言不由的一阵 他其实一直就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 求生游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背后到底是些什么人 把这么多人一起抓到这个世界里来 进行一次有一次的求生 到底是为了什么 做实验 还是单纯地看乐子 现在 似乎有了了解的渠道 想要知道的话 就去杀了莫里亚蒂 证明你自己的能力 女仆小姐姐说完 就化作了粒子 消散在空中 仿佛重来也没出现过一般 第627章 星形无人机 看着凭空消失不见的女仆小姐姐 张拓海不有得挠了挠头 原本只是想要过来搞几架飞机而已 没想到 居然还弄出了这么多事情出来 看样子 下一个事件 恐怕要和莫里亚蒂 直接面对面的碰一下了 面对一个曾经的游戏管理员 张拓海说 心里不紧张 是不可能的 尽管对方现在可能已经失势了 但是 张拓海不相信对方没有布下什么后手 担任了这么长时间的管理员 光是积累就不可小觑 还能接触到一些 常人难以接触到的东西 比如那个8级的激光发射器 就是张拓海从对方手中抢来的 说不定还有什么能够翻天的底牌 可以预见 下一个世界 必将十分的残酷 不过 对于张拓海来说 下一个世界 一定要赢 不光是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还能让他明白 他在一个个世界里 努力求生 到底是为了什么 张拓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莫里亚蒂是吧 不管你有什么本事 我都等着 整理了一下心情 张拓海开始检查飞机修理厂 查看有没有什么是他能用上的 刚才阿帕奇爆炸 让很多飞机受损 无法使用 还有一些被拆解了开来 正在接受改装 这些飞机张拓海也用不了 转来转去 张拓海终于在修理厂的内侧 发现了四架奇装满源状态良好的无人机 两架MQ-9死神无人机 以及两架RQ-180隐身无人机 MQ-9死神是他手中 MQ-1捕试者的升级版 不光配备了对地攻击的地狱火导弹 还增加了两枚500公斤的精确制导炸弹 外加两枚麻雀空空导弹 不光增强了对地的攻击能力 而且还增加了对空的作战能力 并且速度还比捕试者快了三倍 各种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而那两架RQ-180无人侦察机 更是一盏达到了40米的大家伙 装载了各种电子设备 有源相控阵雷达 被动电子监视测量装置 除去用来监视和侦察之外 甚至还具有一定的电子干扰能力 最关键的是 相较于全球鹰 这玩意是一架隐形的无人机 可以规避雷达搜索 神不知鬼不觉地停留在敌人的上空 太棒了 张拓海兴奋地搓了搓双手 将这两架飞机收了起来 有了这四架飞机的加入 他的空中打击和侦察能力 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甚至比巅峰时期还要强出一截 将这四架飞机收入飞机召唤器之中后 张拓海对于那些半成品飞机也没留下 全都拆解成了零件 收入车中 反正这些东西留下来 也不知道会便宜谁 还不如便宜了自己 搜刮完了飞机修理厂之后 张拓海开始对联合制药的基地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这里毕竟是总部 是阿曼达留给自己的最后避难所 里面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最高级的 比如最高级的医疗舱 最高级的克隆人3D打印机 最高级的培养舱 最高级的冰淇淋机 最高级的咖啡机 最高级的微波炉 最高级的仙女棒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去了 算了 暂时不去管它 这一次大型零原购 着实让张拓海的仓库丰富了不少 张拓海感觉最主要的收获 就是一种可以自主生长的肉类 这是制造克隆人的主要材料 有了这个东西 它就可以无限量地制造克隆人了 这些克隆人 它自己虽然用不上 但是可以卖给那些玩家充当保镖 或者是玩具 然后 在克隆人体内 安装窃听和传输装置 可以附距离搜集玩家的各种信息 关键时刻 还可以反水 捕捉甚至干掉玩家 张拓海相信 凭借着克隆人 再加上临近系统 它就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 控制区域内的绝大部分玩家 有了这些人的帮助 对下一个世界 对战莫里亚地 又增添了几分把握 联合制药的总部真的很大 以至于张拓海将最后一个仓库 搜刮干净的时候 已经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 游戏系统也适时地弹出了提示 恭喜各位玩家 看到了今天的太阳 今天为本世界的第七天 病毒正在急速变异 所有普通的阿尔法病毒 都将蜕变为欧米加级病毒 抗药性提升一倍 致死率提升至95% 请玩家尽快使用特效药 治愈自己的疾病 否则将会迎来死亡的降临 游戏系统刚弹出了这条提示 就有两条复告接连划过 死因都是被欧米加病毒 硬生生毒死的 这响应速度也太快了吧 张拓海见状不由得摇了摇头 同时给苍小空发私信 开始准备卖特效药 以前张拓海和那些玩家 处于敌对关系 张拓海吧 不得他们死得越多越好 自然不会贩卖特效药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存的80个玩家里 有72个安装了灵径系统 剩下的几个 则是因为了 有了火控系统正在犹豫之中 安装了灵径系统 就是张拓海的肉鸡 属于自己人 此时张拓海自然不能再看着他们去死 哪怕非要死 也要把油水榨干才行 张拓海这批特效药推出去后 立刻引起了玩家的轩然大波 他们虽然在之前 在和联合制药合作的时候 弄到了一批防毒面具和特效药 但是因为价格比较贵 他们只是存了一点 以备不时之需 打算等到真的需要的时候 再大批量地购买 可是没想到 事情转变得太过迅速 先是和联合制药的关系破裂 断掉了特效药的来源 又赶上病毒急速变化 让他们手中的防护用品效果 大打折扣 他们手中存着的那一点特效药 早就被消耗干净了 要不然 也不会出现欧米加病毒的致死率一提升 就有玩家光速去世 现在看到了这么多特效药 那些玩家就像是疯了一样 大批量地购买 不管能用多少 反正先买了再说 仅仅80名玩家 居然购买了500人左右的货 这疯狂的购买力 让张拓海也为之择舍 好家伙 几天时间没割 这些玩家好肥啊 张拓海搓着双手 看着这些玩家 双眼直放光 第628章 阿伟和阿雅的去留 看着玩家们 慷慨地拿出各种物资 大肆购买特效药 张拓海心中痒痒地 直接收割了所有成熟的材料 制作成了特效药挂了上去 这种特效药 估计也就在这个世界有效 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消耗掉 到下个世界就没用了 还不如拿出来 换取那些玩家的物资 看着张拓海挂上来的特效药 玩家们态度不一 有的玩家感激涕零 张哥真是个大好人 我们这么追杀他 他还愿意卖给我们特效药 这么不计前嫌 以后我要是再对不起张哥 我就不是人 就是 以后谁要是和张哥作对 我八级第一个不同意 复义 复义 谁要是敢再打着猎杀张哥的主意 我们就一起猎杀了他 不管是不是真心 反正区域频道里出现了一股 维护张拓海的风气 不少人纷纷在区域频道上大表中心 对于这些人 张拓海也就是看看不说话 这里面有些人追杀的时候 卖的力气可不比别人小 现在迫于形势转投了张拓海 等到其他人开出更高的架码的时候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顺势跳槽 忠诚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不存在的东西 这些人在张拓海的眼中 就是一只一只的肉鸡 随时都可以消耗的材料 除了这些人之外 还有一些玩家 一边大肆抢药 一边在小群里 偷偷地讨论 用特效药 强行冲过病毒迷雾 去偷袭张拓海的可能性 然而 他们却不知道 他们自认为周密的计划 早就被他们安装的临近系统 录制了下来 然后回传给了小爱同学 当小爱同学把消息 报告给张拓海的时候 张拓海只是随便扫了一眼 把他们几个列到黑名单里 如果有什么危险的事情 就先把他们扔出去试探 这种吃饭砸锅的垃圾 哪里都有 没必要因为他们而生气 如果 他们真的敢实施 恐怕还没到张拓海的打击范围内 就被自己的武器给炸死了 游戏系统又弹出了一条提示 宣布今天结束的时间是傍晚18点 有想要完成任务的玩家抓紧时间 随后便陷入了沉默 很多玩家看了看张拓海的坐标 和他们的距离 再看了看之间阻隔的病毒浓雾 都放弃了继续执行任务的打算 开始在区域频道聊天打屁 消磨时间 还有一些玩家 准备在附近转悠转悠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物资 填补一下亏空 有几名玩家 仍然在暗戳戳地谋划着 怎么跨越数百里 去偷袭张拓海 一时间 区域频道又恢复了热闹 就像是前几个世界一样 张拓海看了一会儿 觉得没什么有用的消息 就关闭了区域频道 转身来到了厨房 此时 旺财炖好了一大锅排骨豆角焖面 排骨汤姜面条都浸透了 不先锅盖都能闻到扑鼻的香味 味道不错呀 手艺渐长 去叫他们多来吃饭 张拓海一边对着旺财说着 一边洗手盛面 过了片刻 阿伟 阿娅和莉莉丝纷纷从自己的屋子里走了出来 阿伟和阿娅的脸色还是有些苍白 一副大病出癒的样子 莉莉丝的手上还拿着个平板 正在写写画画 记录着什么 还真是稀客啊 你终于舍得离开实验室出来吃饭了 张拓海一边说着 一边将一大碗排骨豆角焖面 推到了莉莉丝的面前 莉莉丝闻言不由地翻了一个白眼 也不知道是谁 人家刚刚生出来 就推过来一大堆的工作 自己一个人溜走了 留下一个三天大的宝宝独自承受 张拓海 他其实很想说 你见过三天的宝宝长这么大的 不过 仔细想想 自己确实是等着莉莉丝转身回来之后 就扔给了他一大堆工作 张拓海张了张嘴 最终又给莉莉丝多加了两块排骨 辛苦了 算你有良心 莉莉丝咬了一口排骨 随后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条 旁边的平板上一些看不懂的数据正在运行着 你们也坐下吃 不要太拘谨 张拓海转头对着阿伟和阿雅兄妹说道 两人吃东西的速度很快 一碗面 一眨眼的功夫就消灭了个干干净净 就连汤汁都没剩下 眼神之中还满是期待 没吃饱就自己再成 这里别的没有 但是粮食管够 张拓海大手一挥豪气地说道 这还真不是他吹牛 他现在光是各种贯装食物和各种素食品 就有两仓库 还有一冷酷的冻货 一个仓库的腊肉火腿 几个冰柜的海鲜 生态园里还有每日新鲜的蔬菜 水果 池塘里的鲤鱼 泥丘 咸水湖里的牡蛎 海参也基本成熟 养活几个人还是不成问题的 阿伟和阿雅吃了三碗就不再吃了 张拓海看两人似乎还是没太吃饱 还想给两人胜被他们坚决拒绝了 见到两人这副样子 张拓海也不勉强 而是放下筷子说道 经过这么多天 想必你们也能猜测到一些 我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只是一个过客 过了今天就要去其他的世界 现在 你们有两个选择 一是留在这个世界 我可以给你们留下一些物资和武器 大概够你们生存一段时间 至于以后 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 第二个选择就是 跟着我一起去其他的世界 不过 我这里不会养闲人 你们也需要付出自己的劳动 当然 具体做什么也是可以协商的 等你们不想要继续流浪下去 随时都可以下车 去你们选中的世界定居 当然 哪怕想要获取玩家的身份 也是可以的 不过 这可并不是免费的 你们需要帮我做一些事情 作为交换 听完张拓海的话 阿雅和阿伟兄妹 眼里闪过了一丝震惊 随后又露出了了然的神色 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 经过几天的相处 他们也渐渐地感受到了 张拓海的不凡之处 光是这个内外空间 明显不一致的装甲车 就是他们闻所未闻的 还有那些自走机械 从蛋里孵出来的莉莉丝 这一切都充满了梦幻的色彩 仿佛是一张梦境一般 阿伟和阿雅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随后对着张拓海说道 先生 如果没有您的帮助 我的妹妹恐怕早就已经死了 你还帮助我妹妹 治好了白血病 这些我们都记在心里 我们会在这里做工 直到偿还完债务 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 您交代就可以了 真的吗 听到阿伟的话 莉莉丝的双眼亮起了光芒 连排骨面都顾不得吃了 第629章 超电磁炮的设想 不更 看到莉莉丝目光闪烁的样子 阿伟没来由地干颤了一下 不由自主地迟疑了起来 好好吃你的饭 看把孩子吓得 张拓海一记手刀 敲在了莉莉丝的头上 谁还不是个宝宝了 我猜三天大 莉莉丝大声地抗议道 一边去 转生前你活了多久 怎么不说呢 张先生 莉莉丝小姐 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出自真心 做什么都可以 您现在就吩咐吧 阿伟猛地站了起来 大声地说道 双手紧握 给自己打着气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待会儿跟我去实验室 采集一下身体数据和细胞样本 另外 再陪我做几个试验 莉莉丝捋了捋 自己的银丝发丝说道 我 我也可以的 阿雅小声说道 我知道你也可以 你也是有份的 不过 得先做阿伟的分析 然后才能做你的 莉莉丝转头对着阿雅说道 你收集他们两个的身体数据干嘛 张拓海问道 当然是基因药剂研究了 死而复生 还有冰雪掌控 这种能力都十分具有研究意义 虽然克隆也可以 但终究还是研究原始样本 更直接一些 莉莉丝说道 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吧 张拓海问道 我又不是什么灭绝人性的生化狂人 能有什么危险性 最多就是做做基础数据分析 莉莉丝翻了个白眼 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对我你就从来没这么关心过 可以把你似回蛋里吗 张拓海有些无奈地问道 哼 你居然想要把我那个样子 有你这么做父亲的吗 居然想对你可爱又能干的女儿 做出这种事情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莉莉丝跳到了凳子上 戳着张拓海的胸口说道 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张拓海一脸无奈地说道 这还差不多 莉莉丝冷哼了一声 打了一个响指 嗖嗖嗖 一整套电磁战甲从远处飞了过来 整整齐齐地停在了张拓海的身边 这套电磁战甲我帮你修改了一下 对一些性能进行了优化 修改了一些反人类的操作 另外 加强了扛干扰性 至少不会被一架电子战飞机干扰得无法工作 现在可以在一般的复杂电磁环境下工作 因为时间太紧 就将就着用吧 大修改的话 得等到2.0版本再说 到时候和浮游炮一起给你 莉莉丝巴拉了两口面条说道 真的 这么快 张拓海看着漂浮在身边的电磁战甲 喜出望外 立刻按了一下按钮 电磁战甲瞬间张开 将张拓海包裹在了里面 战甲通体黑色 偶尔有湛蓝色的流光闪过 看起来未来科技风十足 面罩上是一块数据屏 罗列出了眼前人的各种基础数据和打击方案 电磁战甲目前拥有两种攻击模式 一种是电磁炮 一种是高压电流 手臂上有一根管子 这是电磁炮 可以发射拇指大小的电磁弹丸 这些弹丸穿透力十足 可以用来对付坚固的物体 手指上可以释放高压电流 电压可调节 可以对付这种形态的生命体 移动能力 以飞行为主 张拓海兴奋地试验着电磁战甲 就像是得到了一个新玩具的孩子一样 而莉莉丝则单手脱腮 静静地看着张拓海摆弄电磁战甲 忽然 张拓海转头向莉莉丝问道 除了配备的电磁炮之外 我可不可以用简变的办法使用电磁炮 简变的办法 莉莉丝有些不明所以 比如像是这样 张拓海把左手虚握 形成了特斯拉线圈 然后拿了一枚硬币放到了手里 这样能不能发射出去 张拓海一脸兴奋地望着莉莉丝 但要形状不规则 无法确定飞行轨道 另外 电磁线圈也不规则 效果也不稳定 总之 你非要这么弄的话 也不是不行 不过威力和飞行轨迹 就只能交给幸运女神了 莉莉丝淡淡地说道 好吧 听到莉莉丝这么一说 张拓海颓然地坐回了椅子上 原本还想学学超电磁炮 耍耍帅来着 可惜还没来得及实施 就被莉莉丝一盆凉水浇灭了 看着垂头丧气的张拓海 莉莉丝揉了揉张拓海的头 好了 不就是这个吗 下一次修改的时候 争取给你弄一个靠谱的出来 真的吗 太棒了 张拓海激动地将莉莉丝举了起来 亲了一口 对了 克龙人的3D打印机我也调整过了 容貌和身材都可以调整为自选 另外 传输系统和自毁芯片也修改了位置 进行了优化 另外 我还在他们体内增加了一点小东西 你不会介意吧 莉莉丝一边擦着脸 一边问道 增加了什么 张拓海心中生起了一丝不妙的感觉 也没什么了 就是20公斤的炸药而已 莉莉丝双手背在身后 双眼望天 淡淡地说道 20公斤 而已 张拓海感觉一个头两个大 他觉得 这个莉莉丝的脑子肯定有点问题 无论搞什么 最后都会搞成自爆模式的 上次修改的自走机械也全都添加了自爆模块 威力比反坦克导弹都大 这一次 直接在克龙人体内塞了炸药 下一次 说不定连装甲板里都能装炸药了 不过 这对张拓海来说道 是一个利好 那就是 他卖出去的克龙人 想要对付玩家 又有了新的方法 基因药剂方面有什么进展吗 张拓海继续问道 你以为我是什么 莉莉丝没好气地说道 样本太多 数据太杂 还在整理之中 想要整理出思路和初步成果的话 至少得等几天 张拓海也知道自己的要求确实过分了 让莉莉丝这么短的时间内 拿出成果 确实不现实 其实 莉莉丝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拿出这么多东西 就已经让他相当惊喜了 只不过 下个世界 他就要和莫里亚地 真刀真枪地硬拼一下 不做好所有的准备 心里总是不脱底 你们两个最近要做的 就是帮莉莉丝打下手 作为交换 我提供给你们 每日必须的食素和营养 一直到你们身体恢复 或者试验完成为止 张拓海说道 多谢了 阿伟明白 这是张拓海对他的照顾 对着张拓海 深深地鞠了一躬 第630章 升级6级车 张拓海又和莉莉丝 敲定了一些工作计划上的细节 莉莉丝便带着阿伟和阿雅 回到了实验室里 此时 莉莉丝正在忙着做研究 小爱同学也开动算法研究数字空间技术 旺财则在高级生态园里打底填地 整个车里就剩下张拓海一个人 处于游手好闲的状态 百般无聊之下 张拓海回到了指挥室 打开了区域频道 频道里的人仍然闲聊着 临近系统的后台上可以看到三辆车正朝着张拓海所在的方向驶了过来 通过系统编号张拓海知道 这三辆车就是之前商量着要嗑药强行通过病毒烟雾区偷袭张拓海的玩家 他们自以为自己做的隐秘 可惜 他们不知道 这一切早已被张拓海知晓 张拓海正盯着电子地图 等着他们到来 对付这些玩家 张拓海其实都不用使用导弹 直接派MQ-9死神无人机转一圈就解决了 不过 谁让张拓海无聊呢 他恨不得把这几个玩家放到面前来 给他解解闷 你们这速度也太慢了 什么破车啊 是不是发动机不行 要不要卖你们高级一点的发动机 就在张拓海琢磨着 要不要帮这三个玩家一把的时候 那三个玩家忽然不动了 游戏系统飘起了三条复告 三名玩家因为身处毒物中心 磕药没顶住 硬生生被毒死了 这 看着三条通红的复告 张拓海一脸无奈 他为了迎接这三个玩家 已经准备好了几十种招待的手段 可惜 这些人连半路都没坚持到 就挂了 给你们机会 你们自己不中用啊 张拓海叹息了一声 坐回到了指挥椅上 百无聊赖的他又玩了一把野蛮6 当他完成了一次科技胜利后 时间也终于来到了傍晚18点 游戏提示也适时地弹了出来 恭喜各位玩家成功地度过了七天 现在进行传送 一道白光笼罩了张拓海 将张拓海连同装甲车 一起带到了一片虚空之中 张拓海凝神四望 周围都是一个个模糊的气泡 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 里面有一辆辆汽车 这里是中转站 请等候其他区域玩家完成比赛 所有人将会在明天六点准时投放到新世界 恭喜玩家张拓海完成现实追杀令 获得隐藏奖励 橙色物资箱一个请查收 一个橙色的物资箱掉落到了张拓海的面前 物资箱久违了呀 我记得上次开物资箱的时候 还是再上一次 张拓海抹扎着物资箱的表面 心中浮起了一丝久违的感觉 不过 或许是因为好东西见多了 哪怕是橙色物资箱 张拓海也没觉得有多激动 他翻找了一会儿 才从杂物堆里找出了好久不用的敲棍 直接将物资箱打了开来 哗啦 物资箱消失不见 两个卷轴掉落了出来 张拓海将两张卷轴一一展开 六级汽车升级图纸 汽车升级六级的凭证 汽车外形伪装图纸 特殊配件 使用后 无论你的车子变成什么样子 在外人眼中都是你选择的模样 这么大方 居然出了升级六级的图纸 看到眼前的图纸 张拓海不由得一愣 他原本还以为得卡上至少半个世界 才能获得这张图纸呢 没想到今天就到手了 检测到玩家张拓海已经满足条件 请问是否升级 升级 张拓海立刻硬道 一道白光笼罩了汽车 升级图纸消失不见 提示影响了起来 恭喜玩家张拓海将多用图装甲车升级为重型武器平台 武器位增加至十个 装甲强度提升100% 伴随着一道白光 张拓海的车体迅速发生了变化 车体的结构更加多面体化 连轮胎外面都悬挂了多面体态和金板 整车的隐身能力更强 车顶还贴心地给张拓海准备了一个武器站 各种近防炮和激光武器都可以安装在上面 张拓海立刻安装了四门1130近防炮 外加两个阿达兹导弹发射架 虽然 他已经有了告示高超音速多用图导弹 已经可以完美取代阿达兹多用图弹 但是 张拓海思虑再三还是决定将阿达兹保留下来 万一有需要的时候呢 反正 他现在武器未有的事 完全不在乎 41克瓦查垂直发射器 照例安排在靠近车尾的位置 在武装直升机的旁边 留下两个武器位 一个安放激光发射器 一个备用 车子改装完毕之后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没有炮管的主战坦克 车子升级完毕之后 新的升级条件也弹了出来 升级七级车条件 需要安装六级通用汽车配件零 十个 需要六级专用汽车配件零 六个 七级车升级图纸 一张零 一 升级条件 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看着长长的升级条件 张拓海不由地哀叹了一声 升级所需要的装备 变得越来越多了 看来还要收集更多的图纸和配件才行 在小本子上 记下了今后的工作重点 张拓海开始打量自己的新车 不得不说 这个特殊的车体 实在是太有识别性了 别人看上一眼 就很难忘记 张拓海想了想将那个汽车外形伪装图纸拿了出来 准备给车子上一个伪装 张拓海使用了卷轴 数百个车体的外观 出现在张拓海的面前 从巨大的战争堡垒 到小巧的家用车 一应俱全 张拓海甚至还看到了一些非主流的造型 比如说马车造型 电动三轮车造型 轮椅造型 选择这些 是个人看到 就会觉得有问题吧 张拓海不断地翻着那些 看起来比较正经的车辆外观 太过未来的不要 容易引起人的重视 太过低端的也不要 容易招致怀疑 张拓海思考了半天 最终选择了一款汉马 作为外观 这辆车等级不太高 但是也不算低 各种适应性比较好 再加上有直接改造图纸 因此 在玩家之中很常见 张拓海就见过至少不下十辆 有了个外观 应该能迷惑住不少人了 张拓海想着 选定了汉马 作为主要外观 点选了确定之后 车子的外面 浮现出了一个虚拟的汉马形象 张拓海不放心 用系统自带的拍照系统 给车子拍了一张照片 从照片上来看 张拓海的重型武器平台 就是一辆普普通通的汉马车 平平无奇 第631章 新世界 致谢危机 有点意思 张拓海围绕着自己的车子 转悠了一圈 嘖嘖称奇 有了这层伪装 就不用担心车型太过特殊 被那些人重点 针对了 至少 莫里亚蒂想要找自己 就要花费上一些力气 就是不知道 下一个世界 是个什么世界 没法提前预知世界 还真有点不适应 张拓海躺在床上 思考着下一个世界 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心中做出了一些预案 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正是清晨六点 他看到小爱同学 控制着一只机械臂 拎着一只肥瘦的死兔子 从哪弄来的 张拓海揉了揉眼睛问道 他可不记得自己养了这玩意 早晨突然出现的 雷达和监控器都没发现 它是怎么出现的 就好像是凭空出现了一样 然后一头撞在了车轮上 小爱同学 也颇为无奈地说道 这雕像这么神奇 张拓海看着车上摆着的 那个名为幸运的树桩的雕像 感觉这玩意简直是 堪比法则类的东西了 在各个世界都能生效也就罢了 在这种虚空之中 居然也能生效 这效果简直逆天了 如果要是能拆解开 研究出其中的原理 那么自己是不是也可以 随意穿梭世界 想到这里 张拓海的心思活动了起来 想着 要不要让莉莉丝试一试 反正 这个雕像最大的作用 就是每天提供一只兔子 就算是失败了 也损失得起 就在张拓海思索之际 游戏系统弹出了提示 停留时间到 匹配玩家已经就位 开始正式传送 伴随着一道白光 张拓海连同重型武器平台 一起从虚空气跑之中消失 等到白光消散之后 张拓海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城市之中 这个城市破败不堪 到处都是爆炸的痕迹和弹痕 不少车辆都被击毁在路边 冒着黑烟 破碎的玻璃满地都是 道路上到处都是杂物 一看就知道 这里经过了一场烈度不低的战斗 莫非又是一个末日事件 这次是什么 军阀混战 就在张拓海猜测的时候 游戏提示已经响了起来 欢迎各位玩家进入游戏 本世界为致穴危机 一块天外陨石落入地球 人类对其展开了研究 没想到这块陨石带有奇特的能力 能让所有的电子器械被激活 变成真正的生命体 最糟糕的是 这些由电子机械转化而成的生命体 认为它们才是这个星球真正的主人 开始对人类展开了追杀 人类在突袭之下猝不及防 损失惨重 大量的战争机械被运输到陨石附近 转化为战斗能力更强的 轨机生命 大量人类的城镇尸首 轨机生命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 逐步占领北方区域 大量轨机生命开始倾角统治区域内的人类 残存的人类要么躲藏在阴暗的角落 要么退守南方几个大城市 本世界分为两个阵营 轨机生命阵营和人类阵营 轨机生命阵营 选择轨机生命阵营后 玩家自动成为轨机生命的蒲丛军 与人类敌对 当击杀人类达到一定数量之后 可以获得被陨石照射的机会 有几率成为轨机生命 轨机阵营任务 绞杀残存人类 进攻人类残存城市 人类阵营 选择人类阵营后 身份为幸存者 自动成为轨机生命的猎杀目标 有几率获得人类阵营的帮助 人类阵营任务 躲避轨机生命的追杀 逃至南方人类守卫的城市 请玩家谨慎选择阵营 阵营对抗任务 张拓海见状不由地挑了挑眉吗 他没想到 这个世界居然直接升级到了阵营对抗 这可比玩家之间的那种 遭遇战的烈度可大多了 在这种阵营对抗的任务中 玩家要面对的 不光是敌对玩家的袭击 还要防备敌对阵营的突袭 而且一个人在庞大的阵营势力面前 真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稍有不慎就会被碾成碎片 不过这个阵营有些不平衡啊 怎么看龟机生命阵营都占尽了上风 难道游戏系统就不怕所有玩家都选择龟机阵营 张拓海说着点开了列表准备选择 他愕然发现 游戏系统还真不怕每人选择人类阵营 因为他已经被提前锁定了人类阵营的身份 这特么肯定是莫里亚迪的手段 张拓海眼睛之中 满是愤怒的神色 他原本还想看看 有没有机会把那块陨石偷出来呢 结果 没想到莫里亚迪提前做了手脚 将它锁定成了人类阵营 让他这一打算落空 看来 莫里亚迪已经对玩家失望了 打算用龟机生命阵营的力量来碾压我是吧 张拓海神色变得冷峻了起来 张拓海立刻打开了区域频道 想要看看其他玩家的状态如何 卧槽 这阵营也太不平衡了吧 这还用血 直接龟机生命阵营走起 兄弟们 跟我念 血肉苦弱 机械飞升 周周 我不做人了 真男人就要干遍形金刚 大黄蜂 我要大黄蜂 帮我问问 MP5能不能变成人形 要是能变我就加入龟机生命阵营了 同问MP5 我要列太太 光辉天下第一 区域频道里 除了几个擅长速度和隐秘的玩家 选择了人类阵营以外 剩下的几乎是一边倒 大部分都加入了龟机生命阵营 一部分摇摆不定的玩家健壮 也随大流 参加了龟机生命阵营 就在这时 一封私信传了进来 张拓海一看 发信人竟然是莫里亚蒂 他发来私信 要干什么 张拓海好奇地打开了私信 上一次是失误 这一次我亲自出马 一定会把你脸的粉身碎骨 张拓海扫了一眼 便将莫里亚蒂拉黑了 就在这时 苍小空也发来了私信 询问张拓海怎么选择阵营 经过几个世界 苍小空深深地知道 自己想要混得风生水起 最重要的就是抱住张拓海的大腿 只有跟着张拓海 哪怕跟着喝口汤 他都能吃得满嘴流油 你去归机生命阵营 然后把邻近系统推广出去 卖多少资源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一定要把邻近系统推广出去 争取让每一个玩家都用上 哪怕贴钱也要推出去明白了吗 张拓海问道 放心吧 老板 邻近系统很好用 不存在推广不出去的问题 你就看好吧 苍小空信心满满地离开了 看着后台上一个个增加的序列号 张拓海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莫里亚蒂 现在看看 玩家到底是站在你的那边 还是会为我所用 第632章 归机生命 苍小空不愧是推销奇才 他才刚刚加入归机生命 没几分钟 就成功地推销出去了两套邻近系统 而且 这个速度还在稳定地提升着 苍小空没推销出去一套邻近系统 张拓海的后台就多出了一套序列号 张拓海可以利用后门监控那些玩家的具体情况 此时 莫里亚蒂已经将那些加入归机生命的玩家 拉到了一个大群里 他对着那些玩家说道 我已经成为了归机生命仆从军的首领 只要你们好好的表现 杀掉敌对的玩家 我就能让你们获得被陨石照射 成为归机生命的资格 不信你们看 莫里亚蒂说着放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莫里亚蒂全身和正常人类都差不多 但是当他撕开身体表面的皮肤后 下面露出了金属的骨骼和躯干 莫里亚蒂身旁 还跟着一名穿着水手服 金发闭眼双马尾的妹子 手中拿着一把加特林 对着莫里亚蒂扫射着 莫里亚蒂身上 除了身上的皮肤 有些许破损之外 剩下的 几乎毫发无伤 看到了吗 这就是归机生命的强大 只要能猎杀到一个玩家 就可以获得一次照射的机会 你也有机会 变得和我一样强大 莫里亚蒂的声音里充满了蛊惑 能问一下 你旁边的那个女人 也是归机生命吗 忽然有一个玩家问道 莫里亚蒂完全没有想到 居然会有人角度这么刁钻 不关注身体的强大 而在意身边的女人 不过 她的反应很迅速 立刻说道 没错 我的助手小姐 也是一个归机生命 而且 本体还是一门M777超轻型榴弹炮 777给她们看看你的能力 莫里亚蒂对着身边的水手扶 双马尾妹子说道 名为777的女人点了点头 开门走出了车外 不远处移动二层小楼 777单手对准了那栋小楼 砰 一声闷响之后 那座小楼瞬间坍塌了下去 生起了大片的烟尘 卧槽 卧槽 小群里瞬间被刷屏了 我的MP5终于要成真了 G3是我老婆 我一定要让她复活 谁能告诉我 哪里能弄到猎克星墩 虽然 过程和莫里亚蒂设想的不太一样 但是 结果没有太大的出入 莫里亚蒂满意地点了点头 有这些玩家作为先锋 再加上庞大的轨迹生命 他不觉得 这一次张拓海能有什么办法逃出升天 居然敢害得我这么惨 和你们这群蝼蚁 降临到同一个世界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莫里亚蒂咬紧了牙齿 此时 他恨不得立刻将张拓海踩在脚下 把阿皮抽筋 要不是张拓海破坏了他的计划 他现在还舒舒服服地躺在椅子上 看着那些玩家苦苦求生 何至于亲自下场 777 莫里亚蒂对着身边的水手服女人说道 莫里亚蒂先生 请您吩咐 777恭敬地说道 你去水牛城雷曼兄弟公司总部去一趟 在那里我存放了一件武器 用它抓住张拓海 然后把它带到我的面前 记得开着我的车去保险一些 莫里亚蒂想了想补充道 可是 我只是一门火炮 不会开车 777恭敬地说道 没关系 我在车里安装了临近辅助系统 这是系统列表里同等级之中 最高级的系统 拥有各种辅助功能 你只需要把地图输入系统 告诉他你要去哪里就可以了 莫里亚蒂说道 明白了 我这就出发 777点了点头 进入了旁边的一辆超级房车之中 这辆房车是莫里亚蒂之前 利用特殊权限 为自己专门打造的 极尽奢华 把能装的配件几乎都装全了 操作台上满是各种按钮 看得777眼花缭乱 777刚从一门榴弹炮 变成轨机生命没多久 对各种事情还处于懵懂状态 看着各种屏幕和按钮 一时之间变得无所适从 他有些拘谨地坐在椅子上 不知道该怎么做 尊敬的777小姐 欢迎乘坐总统一号 以获得授权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一个好听的郁姐女生响起 我 我要去水牛城 雷曼兄弟公司 777拘谨地说道 好的 已经陆入目的地 请问您 是否需要一杯鸡油润润喉 指挥官 莫里亚蒂派了她的助手 前往水牛城去取一件物品 小爱同学对着张托海说道 嗯 莫里亚蒂要取的东西 张托海文言打起了精神 能被莫里亚蒂重视的 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 说不定是和激光发射器 同一级别的存在 能确定水牛城的位置吗 张托海问道 距离这里 大概500公里 小爱同学说着 张托海面前出现了一幅 3D全景地图 上面高楼 大桥 河流 树林各种景观 鲜毫避现 这是我从莫里亚蒂车里下载的区域地图 小爱同学说着 地图上又出现了几十辆缓慢移动的车子 有坦克 有越野车 还有各种造型奇怪的车辆 不易而足 这些是加在了临近系统的车辆动态 哪一辆是莫里亚蒂的座驾 张托海问道 这一辆 伴随着小爱同学的话语 一辆明显豪华异常的房车闪烁了一下 身上多了一个醒目的光圈 此时正朝着一座小城开去 那辆车好像距离水牛城更近啊 张托海看了一眼那辆房车 又看了看自己的车子 好像对方距离水牛城的距离 比自己短一倍不止 没关系 我可以让他都圈子绕弯路 保证不会在我们到达水牛城前抵达 小爱同学笑眯眯地说道 还能这样 干得漂亮 张托海竖起大拇指赞叹道 就在这时 车子忽然猛地窜了出去 张托海猝不及防 差点摔倒 发生了什么 张托海急忙问道 发现了敌人 小爱同学一边说着 一边放大了3D地图 在张托海的后面 一个不起眼的熏颈盖 忽然飞了出去 一只通体金属的轨机生命 从里面钻了出来 大踏步地向着张托海的重型武器平台 扑了过来 第633章 炮糖刷与斗猫棒 这就是龟机生命 张托海看着这个在后面紧追不舍的金属人问道 没错 从外形判断原型 大概是一台碎木机 小爱同学一边急速向前行驶 一边说道 张托海看了一眼那个金属人的造型 又手臂上还有着两个标志性的脚刀 而且看身上的部件 好像真的和碎木机差不多 看来龟机生命被辐射之后 所拥有的能力和本身的能力是相关的 用镜防炮试试它的成色 张托海说道 明白 两门镜防炮从车顶伸了出来 对准了后面紧追不舍的碎木机人 哒哒哒 一连串金属风暴扫在了碎木机人的身体上 各种零件被打得纷飞 一眨眼的功夫 碎木机人的两条胳膊和半个脑袋 就被打成了碎片 要是一个人 哪怕注射了基因药剂 此时也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可是 碎木机人就像是没事一样 继续向着张托海紧追不舍 而且 由于镜防炮的声音 把周围停留的龟机生命也招惹了过来 两个明显是车子变形的龟机生命 一左一右从路口冲了出来 准备在前方堵截 旁边的高楼上 一个微波炉变形的龟机生命 正在楼顶上不断地窥视着 寻找着机会 还挺结实的 上阿达子导弹 张托海环顾了一下周围冲上来的龟机生命说道 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快点干掉这些家伙 不然 这些龟机生命会越举越多 他的情况也会变得十分危急 明白 搜 搜 两发阿达子导弹从发射架机事出 向着那两个从前面冲出来的汽车人射了过去 由于距离极近 那两个汽车人根本就没有躲避的机会 迎面被导弹击中了胸口 轰隆 爆炸声响起 一辆由丰田变成的汽车人 当场被炸成了碎片 另一辆尤其是十五式变成的汽车人 倒是勉强保持了整体性 只不过 身体内的机械出了问题 身体上不断地冒着电火花 但是却怎么也无法爬起来 这时 后面一直紧追不舍的碎木机人 似乎是看到了机会 猛地一跃 扑向了张托海的车子 想要趁机上车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如同摄像头的东西 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一发炽热的激光 击穿了他的脑袋 碎木机人失去了控制 趴在了车上 缓缓地滑落了下去 此时 一直在楼顶观望的微波炉人 似乎感觉到了机会 从高楼上一跃而下 跳到了车顶上 结果 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整个人又直接飞了起来 在他的下面 是一枚告石高超声速导弹 这家伙好巧不巧地 落在了41克瓦茶单元阁上 然后就被射出来的 告石高超声速导弹 带上了天 哄 告石高超声速导弹 凌空爆炸 顺便将微波炉人炸成碎片 张托海将车子 停到了那个骑士 十五世变成的汽车人身边 亮出了1130斤防炮 开始扫射 打光了半条弹链之后 这个汽车人的脑袋 彻底被打碎 终于停止了动作 看来这些家伙也是能杀死的 只不过 要彻底将脑袋打碎才行 而且身体也比那些变异生物要结实 速度也更快 有点麻烦 看着这些变异的轨机生命 张托海有点头疼 尽管他有了附近区域的3D影像 也有了高级的雷达 但是 这些轨机生命 和那些变异生物不一样 它们没变形之前 和普通的设备几乎没什么两样 红外热源也没什么差别 尤其是在这么大一个城市里 在茫茫多的电子器械里面 想要把这些轨机生命找出来 简直如同大海捞针一样 如果张托海真的这么干的话 他就不是在玩公路求生 而是在玩GMOD的捉迷藏 最关键的是 这些轨机生命皮糙肉厚 常规手段一时半会儿 还弄不死他们 看来还得找出一种 有效对付他们的武器才行 张托海想着 此时 张托海已经不敢在城市停留了 他需要赶快出城 现在的城市 是轨机生命的优势战场 在这里和轨机生命作战 太吃亏了 张托海开着车 在城市里急速狂飙 想要快点离开这里 他刚刚来到了一家三星手机店前 十几个手机人 忽然从里面冲了出来 趴在张托海的车子上 直接自爆了 轰隆轰隆 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 幸运的是 张托海的装甲 经过几次强化 异常的结实 除了被熏黑了一点之外 没什么损失 看着手机店 张托海一阵的心有余悸 幸亏是三星 要是诺基亚 自己的装甲 恐怕就要被冻穿了 张托海看了看 看前面的家电一条街 不由得感觉一阵的头疼 谁知道 里面还藏着多少轨机生命 算了 有杀错误放过 张托海一咬牙 决定动用他最擅长的方式 地毯式轰炸 张托海将41克瓦查锤发系统里的导弹 换成了战斧导弹 对着前方的电气阶 展开了地毯式轰炸 轰隆 轰隆 一连串战斧式导弹 射向了电气阶 将一间间店铺 炸成了碎片 几个侥幸未死的轨机生命 从废墟里冲了出来 随即便被阿达兹导弹 和1130进防炮 打成了碎片 张托海在这里 一寸一寸地拆接 777 看着窗外的景色 有些疑惑 我刚才是不是经过过这里 我怎么看着这景色 有点眼熟 这片区域的景色都差不多 777小姐 要不要再来点机油 邻近系统和蔼地问道 我这里还有最新款的泡糖刷 柔软顺滑 保证没有残留 用过的都说好 一只机械臂 将一只泡糖刷 递到了777面前 777两眼放光 就像是看到了 逗猫棒的大局一样 双手捧着泡糖刷 爱不释手 左摸摸又蹭蹭 并且把泡口亮了出来 用泡糖刷 认真清理着泡口 最新款的泡糖刷 就是舒服 一点残留都没有 看到777的目光 都集中在泡糖刷上 邻近系统悄悄地 将行进路线进行了修改 车子开始缓缓转向 兜了了大圈子 这么一圈下来 估计又要浪费一个小时左右 第634章 电磁脉冲炸弹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轰炸之后 张拓海终于冲出了城区 来到了荒野上 直到这时 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看到背后的巨大的城市 饶势张拓海也有些心有余悸 刚才光是躲过轰炸的漏网之余 就有数十个之多 可以想象 那条电气阶里 到底隐藏了多少轨机生命 这也太不平衡了吧 轨机生命这边 优势也太大了 张拓海皱着眉头抱怨着 不过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他已经晚了很多了 在这777的临近系统 已经兜了好多圈了 要是再不抓紧 777恐怕就要察觉出问题了 毕竟777之是纯 不是傻 行驶在公路上 张拓海顿时感觉神清气爽起来 不同于城市 荒野之中没什么电子器械 如果有轨机生命 想要在这里伏击 他一眼就能发现 然后 远远一发告示高超音速导弹打过去 什么问题就都没有了 没有了这些干扰 张拓海的行动速度迅速加快 以2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向着水牛城急速狂飙 大约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张拓海来到了水牛城下 而777则还被豪华房车带着 在水牛城附近兜圈子呢 那东西具体在什么地方 张拓海对着小爱同学问道 在雷曼公司的写字楼里 小爱同学看了一下地图说道 能不能直接空降夺取 张拓海问道 开始分析可行性 小爱同学对照着3D地图 开始研究起危险性来 过了十多秒钟 3D地图上多出了一条弯折诡异的折线 折线的一端是张拓海 另一端是一座大楼的房顶 上面挂着雷曼兄弟的招牌 这是我根据3D地图的分析 规划出来的路线 避开了所有高危风险区域 安全通过概率为9成以上 小爱同学说道 那就按照这个线路来吧 张拓海说道 虽然通过率不是100% 但是光想想城里的那些归机生命 张拓海觉得 这点风险还是可以承受的 两个螺旋桨弹了出来 重型武器平台缓缓升起 向着远处的雷曼公司大楼飞去 嘈杂的螺旋桨声 将很多归机生命吸引了出来 那些归机生命从窗户里探出头来 对着张拓海怒目而视 一些比较激进的 直接用自带的武器对着张拓海攻击 哒哒哒 喷喷喷 各种口径的枪械声响成一片 然而 他们的枪械口径太小 哪怕打到装甲上也是不疼不痒 最多刮掉点涂料而已 张拓海懒得理会他们 静止沿着规划好的路线 向着雷曼兄弟的大楼挺近着 对于他来说 现在的第一药物 就是弄到莫里亚地提前藏匿好的东西 其他的都要靠边站 张拓海驾驶着重型武器平台 来到了雷曼公司的楼顶 正要降落 眼前弹出了提示信息 在你即将降落的位置的楼下 躲着一只归机生命 正准备用超长链锯偷袭你 嗯 顶层楼里面 居然还藏着这么一个阴险的家伙 能锁定他的位置吗 张拓海问道 因为楼板隔绝性能很好 无法锁定 小爱同学说道 那就从侧面绕过去 张拓海说道 重型武器平台绕到了大楼的旁边 顺着窗户往里看 在顶楼的大厅中 一名巨大的龟机生命手里 拎着一把七米多长的炼锯 凝视着天花板 轻而听着声音 等待着张拓海降落 好家伙 还真有 张拓海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随后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干掉他 So 一发告示高超声速导弹 向着拿着炼锯的龟机生命射去 轰隆 拿着炼锯的龟机生命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告示高超声速导弹炸成了碎片 随后 张拓海开着重型武器平台冲进了大楼 看到张拓海冲了进来 两个龟机生命冲了过来 一个本体是咖啡机 一个本体是微波炉 咖啡机向着张拓海喷射着高温咖啡 而微波炉则将亦将一颗加热过的榴莲 向着张拓海砸了过来 看到龟机生命冲过来 小爱同学下意识地就开枪反击 碰 那个巨大的榴莲和那两个龟机生命 一同被打得稀烂 一股浓烈的味道弥散开来 太过分了 这是打不过就玩手段是吧 玩手段就算了 居然还玩得这么脏 张拓海气呼呼地开启了三房系统 将浓郁的榴莲的味道隔绝在了车外 确认房间里没有其他龟机生命之后 张拓海立刻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东西放在哪里了 地图上有标记吗 有的 莫里亚地害怕777找不到 标记得特别清楚 小爱同学说着 将车子开到了一副油画前 控制着机械臂将油画扔到了一边 露出了一个机械的密码锁 9612 小爱同学转动着密码锁上的数字 咔哒一声轻响 旁边原本完好的墙壁忽然向着两边退开 露出了后面的隐藏空间 这是一个全金属封闭的密室 在密室的中央摆放着一个全金属包裹的机械 张拓还走了过去 一行游戏提示弹了出来 恭喜玩家获得电磁脉冲炸弹生产线 电磁脉冲炸弹生产线 六级通用配件 提供足够的原料便可自动生产电磁脉冲炸弹 电磁脉冲炸弹生产材料 高级金属定五单位 金属零件 五十五单位 电磁脉冲炸弹 看到这几个字张拓还是又惊又喜 如果对这个名字不熟悉的话 那它的别名各位一定很熟 那就是EMP 这东西的原理是向着周围发射电磁波 破坏对方的电磁设备 如果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 一发电磁脉冲炸弹 甚至能成建制的摧毁车队和战舰 将那些战争机械变成废铁 而这种炸弹似乎十分适合这个世界 那些轨机生命本质上就是一些电子产品 核心也都是电子核心 如果动用电磁脉冲炸弹烧毁它们的核心 说不定能直接摧毁一个城市里所有的轨机生命 想到这里 张拓海的心火热了起来 他对轨机生命已经困扰许久了 这些东XZ的隐秘 身体坚固 在城市里宛如游击队一样 让张拓海头疼不已 那些常规手段对付起轨机生命来 总是效果不佳 现在 他终于有一种定向装备了 张拓海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看 第635章 电磁脉冲炸弹的威力 小爱同学 快 把电磁脉冲炸弹给我安装上 来上几发试试水 张拓海兴奋地说道 小爱同学立刻把车开了过来 将电磁脉冲炸弹生产线 加载到了车上 随后投入原料生产了四枚电磁脉冲炸弹 因为电磁脉冲炸弹是标准型号 也可以直接用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发射 四枚电磁脉冲炸弹 被安放在了发射单元格里 小爱同学还担心强度不够 直接将四枚电磁脉冲炸弹 全都打了出去 四枚电磁脉冲炸弹 向着四个方向射了出去 此时 777终于被超级房车带着 进入了水牛市的市区 终于到了 马上就要抵达雷曼公司总部了 777一边看着两旁高大的建筑 一边在心里不断地默念着 提取武器的步骤 首先 先将凭证交给守护者确认 然后拿下又数第二幅油画输入密码 密码室 777正嘟囔着 他忽然感觉眼角的余光中 有什么东西飞掠了过去 什么东西 777抬头张望着 只见一枚炸弹凌空爆炸 没有强烈的热辐射和破片 但是 777却感觉有一股 看不到的强烈的电磁波 如同潮水一样吞没了它 一瞬间 它体内的各种电子元件 纷纷过载 熔断 甚至起火 它想要自救 可是却没有任何办法 电子元件的损坏 让它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只能看着灾难进一步蔓延 最终世界彻底的黑暗了下去 不光777是这样 整座水牛城里的其他归机生命 也是同样的下场 一个个各种各样的归机生命 被烧失了电子元件 变成了废铁 哗啦 哗啦 一个个归机生命 倒在了地上 不论大小 一律平等 不光是归机生命 普通的电器 也一样受到了 电磁脉冲的无差别袭击 所有含有电子元件的产品 小到手机 电子手环 大到汽车 飞机全都被电磁脉冲损毁 不光如此 就连玩家的汽车 也受到了波及 电磁脉冲席卷而过 原本正欢喜地 在城里收集物资的玩家 恶然发现 自己的车子 居然毛毛起了黑烟 所有的电子设备 全都被损坏了 唯一能使用的 就只有区域频道这种 由游戏系统支撑的基础功能 怎么回事 我的车子 怎么突然就坏了 我的车子也是 各种设备都用不了了 我连车都发动不了了 有没有大手子帮忙看看 该怎么修啊 用汽车修理包啊 有玩家说道 不行 我拿汽车修理包饰过了 说损伤类别不符合 无法修复 难道要把所有的设备 重新制造一遍 我哪有那么多材料 我刚把车子升级成全电推进 这尼玛 那些归机生命都跑哪去了 我们不是盟友吗 怎么没有人出来帮帮我们 区域频道里 几个在水牛城的玩家 正在区域频道上发泄着 希望能有人帮他们脱离困境 可是 大多数玩家都在忙着收集物资 或者处理自己的事情 根本就没空去理会他们 只有莫里亚蒂 看着这几个玩家的抱怨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电子设备全部损坏 怎么这么像是电磁脉冲炸弹 我不是让777 把电磁脉冲炸弹带回来吗 他怎么使用了 难道是意外碰到了 那个该死的家伙 提前使用的武器 把这家伙干掉了 可是当才 也没有福高发过去 莫里亚蒂想要联络一下777 却发现 怎么也联系不上 这时 他才想起来 一旦使用电磁脉冲 777这种毫无防护的归机生命 必然会被直接摧毁 根本不可能幸存下来 一时间 他竟然发现自己 居然失去了对水牛城的掌控 心急之下的莫里亚蒂 恨不得立刻就跑到水牛城 去看看具体情况 可是 油门还没踩下 他又将脚收了回来 不行 水牛城情况不明 我不能就这么过去 好在 我还准备了其他的后手 足够对付这个该死的家伙了 莫里亚蒂转动了一下方向盘 暗暗想到 这一次我会亲自出手 绝对不会再让你逃脱 这一次 我看你还怎么跑 莫里亚蒂冷哼了一声 踩下了油门 向着北方开去 此时的张拓海 看着满城的归机生命的尸体 内心也充满了震撼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 电磁脉冲炸弹的效果 被这种场景震撼到了 他万万没想到 电磁脉冲弹 居然威力这么大 也没有什么声光特效 就这么不声不响的 就干掉了满城的归机生命 这效果真牛逼 不愧是被莫里亚蒂当作后手的东西 恐怕是想要用这个打击我的电磁系统吧 还好我技高一筹 用临近系统占据了先机 抢先拿下了这个武器 张拓海想到这里 不由得有些心有余悸 如果被莫里亚蒂拿到了这个预设的武器 用来对付他 他恐怕也要手忙脚乱一番 现在 莫里亚蒂 莫里亚蒂的手段 莫里亚蒂的手段 还让他莫得了一件可以有效对付归机生命的武器 这么想想 莫里亚蒂还是一个好人 张拓海暗暗地感谢了莫里亚蒂一番 如果 对方能把自己的脑袋送过来 那就更好了 对了 莫里亚蒂派来的777到哪里了 张拓海向小爱同学问道 他终于想来莫里亚蒂派来的那个助手了 之前看着一直在水牛城附近兜圈子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发射电磁脉冲弹之后 失去了对应临近系统的联系 应该是刚好处于电磁脉冲的打击范围之内 被一起干掉了 小爱同学说道 真的吗 过去看看 我记得他开的可是莫里亚蒂的车 上面说不定会有一些好东西 也说不定 张拓海打起了那辆超级房车的主意 那辆车可是莫里亚蒂的车 他会给自己准备一辆普通的车子吗 满配恐怕只是机操而已 说不定还有什么超规格的配件在里面 要是拆解出来一两件 那可就发财了 因为有三地地图引导 张拓海毫不费力的就找到了莫里亚蒂的那辆超级房车 张拓海立刻派出了一大群自走机械 把这辆车给我拆了 如果谁能拆解出好东西 我奖赏他二斤机油 第636章 电江手雷 在张拓海的招呼下 众多自走机械冲上了豪华房车 将车子团团围住 豪华房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零件 十分钟之后 整辆房车被拆解成了零件 而001手中居然捧着三张图纸 运气这么好 居然有三张 张拓海兴奋地将图纸一一展开 超豪华玉袍制造图纸 配套玉袍 拖鞋 运用定级材料纯手工打造 让你体会凯撒般的享受 张拓海 不愧是管理员下场 连玉袍都是最顶级的 不过 对张拓海来说却没什么用处 随手将其扔到了一边 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张拓海展开了第二张图纸 生态园天气控制系统 六级通用汽车配件 模拟四季气候 各种天气状态 丰富生态园的综合环境状况 张拓海认真地看了两眼这张图纸 这个倒是有点价值 如果能控制天气变化的话 或许能让那些水果的品质 提高一个档次 不过 具体的数值 就需要慢慢测试才能知道了 最后 张拓海展开了最后一张图纸 他一边展开图纸 一边心中默念 一定要出点有用的东西啊 拜托了 电浆手雷制造手册 使用后释放在方圆10米范围内 释放大量高压电流 制造材料 高级金属钉 一单位 高级塑料 二单位 高级电子元件 星号一 认真地看了两边图纸 张拓海长出了一口气 总算出了一个有用的东西 有了这玩意 他对付那些硅基生命 将会更加从容 而且 这玩意对于普通的碳基生命 也有不弱的杀伤力 甚至这东西 还可以克制某些钢铁盔甲 是一款通用性比较强的装备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这玩意的杀伤密度 可比普通的手雷大多了 以前要是碰到虫裙 无论是进攻型手雷 还是防御型手雷 对虫裙这种小型目标的杀伤 都十分有限 但是换成电浆手雷之后 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直接将杀伤半径范围内的一切虫子 都电成焦炭 以后张拓海要是再遇上虫裙 就不用担心 没有应对手段了 虽然收获了一款像样的武器 外加一个六级配件 收获也不算差了 但是张拓海总觉得有点亏 这毕竟是莫里亚地搞出来的座驾 只弄出了这么一点东西 让他有一种进入宝山之后 只抓了两把就离开的感觉 要是按照他的脾气 至少也要将口袋装满才对吧 不过 好在莫里亚地还没死 这只羊还可以再耗几次 张拓海刚想离开 忽然看到了倒在地上的777的躯体 这东西能不能修一修 张拓海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这些龟机生命都能修复 然后听从自己的命令的话 那么自己将会也拥有一支 龟机生命组成的大军 等到那个时候 相信他在这个世界将会方便不少 哪怕是在其他世界 也会给他带来相当大的帮助 哪怕最后不成 给莫里斯当作练手的材料也是蛮好的吗 想到这里 张拓海让两个自走机械 将777的躯体拖回了车里 张拓海也开着车 开始在城里转悠了起来 刚才他四发电磁脉冲炸弹 清空了城里的龟机生命 现在城里没有了敌人 自然要好好地转转 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搜刮的资源 张拓海看了看车里的3D地图 忽然发现有几个人类正聚集在一起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枪械 身上的衣服也是五花八门 有的穿着胸甲 有的穿着半套凯夫拉防弹衣 还有的穿着警用防弹衣 反正设备是多种多样 玩家? 这些人在干嘛? 张拓海看到这些人皱了皱眉头 决定探个虚实 不过 现在想要搞侦查 已经不需要他亲自出马了 张拓海拿出了一架手抛式无人机 扔了出去 那架手抛式无人机 在空中转了两圈 便向着那群玩家所在的方向飞了过去 手抛式无人机 很快就飞到了那群玩家的附近 随后停在了一个破烂的阳台上 一个戴着贝雷帽穿着胸甲的玩家 拿出了一盒雪茄 对着周围的几个玩家散着烟 都尝尝 顶级的哈瓦那手工雪茄 味道绝对纯正 都是少女在大腿上搓出来的 你怎么能肯定 一个玩家接了过来 将信将疑 这是我从一个朋友那换来的 百分百纯正 你看这上面还有腿毛泥 如假包换 戴着贝雷帽的玩家 从雪茄上 挑出了一根见金色的绒毛 看看这腿毛 又纤细又柔软 肯定是个年轻的软妹子 贝雷帽拿着那根腿毛炫耀着 周围几个玩家也不太懂 不过看到贝雷帽煞有介事的样子 也符合地点了点头 顿时感觉自己手中的雪茄高端了起来 只不过 张拓海看着那根腿毛总觉得有些眼熟 他回头看了一眼旺材 这家伙的绒毛也是见金色的 这些家伙抽的 该不会是旺材搓出来的吧 啥事 旺材看着张拓海这么看着他 感觉浑身发毛 没事 忙你的 张拓海继续监听那些玩家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我的车泡泡半天了 用尽了办法 也没法启动 那个戴着贝雷帽的玩家说道 我问过我哥了 他答应我待会儿过来看看 他以前是开四儿子店的 手艺没得说 一个穿着半套凯弗拉房弹衣的玩家 叼着雪茄说道 真的 能不能让你哥帮 我们也看看 放心 肯定不能让他白帮忙 谢力肯定少不了 那个贝雷帽一听 立刻来了精神 没问题 都是小事 大家见面都是兄弟 到时候 我让我哥帮你们都看看 半套凯弗拉拍着胸脯 大包大懒地说道 周围几个玩家一听 脸上满是喜色 纷纷和半套凯弗拉套起了近乎 在众人的友谊之下 几个人很快就称兄道弟起来 氛围十分的融洽 待会儿还有人要来 张拓海原本打算把这几个玩家抓起来 询问一下他们的状况来着 听到还有人要来 立刻停了下来 紧紧的等在原地 准备等着那些援军来了 再动手 不过 光在这里等着也没什么意思 张拓海准备给这些人来一点小节目 第637章 车子自己跑了 几个玩家聚在一起 吞云土雾好不乐乎 或许是抽得开心了 一个穿着板甲的玩家说道 光抽烟没什么意思 我上次弄到了几瓶好酒 大家一起尝尝 那个穿着板甲的玩家说着 回身准备回到自己的车上去拿酒 然而 他回头一看 却发现自己的车子不见了 他一开始怀疑自己 记错了停车的位置 立刻快步走了过去 围绕着他所在的那个地方 转悠了几圈 可是仍然是一无所获 连个车的影子都没有 我的车呢 那个穿着板甲的玩家梦了 明明车子忽然不能开了 就已经够倒霉的了 可是现在车子居然还失踪了 这可就不是倒霉的问题了 这可是要了命了 车子开不了了 还有挽救的机会 车子丢了 那可就什么都没了 他车里的好东西可不少 甚至还有一个 从上个世界绑来的一个热兵器 难道是那个热兵器 自己打开了手铐 开车跑了 不能啊 我明明把他关进笼子里了 都是拇指粗的栏杆 他根本跑不出来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穿着板甲的玩家 心里凉了大半截 听到板甲玩家的惊呼声 其他的玩家连忙跑了过来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是有敌人吗 几个玩家七嘴八舌的问道 同时手都搭在了武器上 不是 我的车不见了 穿着板甲的玩家 哭丧着脸说道 怎么可能 那么大一辆车怎么可能就丢了 肯定是你自己记错了 听在别的位置上了 一个玩家叼着雪茄说道 不可能 就是这里 就是这个电线杆 我还在上面方便来着 你看 痕迹就在这儿 怎么可能记错 那个穿板甲的玩家 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 靠 那是怎么回事 难道有鬼 一个喜欢看灵异小说的玩家说道 哪来什么神鬼 估计是有其他的人看到你这辆车上没人 直接偷着开跑了 以后下车的时候记得锁车 你看看我 每次下车都把钥匙拔下来 这样车就绝对丢 等等 我的车呢 那个接话的玩家 说到一半说不下去了 因为他愕然发现 自己的车也不见了 他手里只剩下一把车钥匙 挂在手指上来回晃荡 侯雷谢特 我的车呢 他的眼睛也红了 急得在四周直转圈子 想要把他的车找回来 可是 周围哪里还有他车子的踪迹 连影子都没有了 你们这些人啊 都是图样图森破 这时 那个带着贝雷帽的玩家 大大咧咧的走了过来说道 拿下车钥匙有什么用 人家用撬棍就能打开车门 然后把方向盘下面的线盒一打开 零线火线一打火 直接就开走了 所以 还得学我 把方向盘拆下来 这样才保险 贝雷帽说着 从身后将方向盘拿了下来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之中 向着自己的停车位走去 转过一个弯 贝雷帽顿时愣住了 手中的方向盘掉在了地上 尸声喊道 我的车呢 连续三个人的车丢了 剩下的玩家 不敢再看乐子 纷纷跑向了自己停车的地方 查看情况 然而 让他们惊骇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的车都不翼而飞了 几个玩家垂头丧气的聚集在一起 贝雷帽情绪有些失控了 愤怒地对着 其他玩家说道 肯定是你们之中有人偷了我的车 说 到底是谁偷的 给我交出来 不然 等我哥来了 没你们好果子吃 穿着板甲的玩家说道 大家都在这里 谁能偷车 再说了 大家的车都丢了 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别把矛头对准自己人 谁跟你自己人 说不定就是你的同伙干的 你自己在这里帮忙打掩护 装好人 贝雷帽冷笑地说道 哼 我不管是你们 谁偷走了车 立刻还给我 我还可以当作这件事没发生过 不然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贝雷帽说着 一拉枪栓 怎么着 你还要动手啊 谁怕谁啊 好像谁手里没有枪一样 另一个玩家见状 也打开了保险 周围几个玩家见状 纷纷抬起了手中的武器 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 就在这时 远处响起了一阵发动机的声音 贝雷帽回头一看 是两辆车从远处开了过来 一辆是明显改装过的皮卡 上面加装了防撞网 复合装甲 撞脚 车顶还有一架自动机枪 后面跟着一辆巨大的虎视坦克 在后面缓缓地跟着 我表哥来了 哈哈哈 贝雷帽对着不远处的皮卡挥着手 表哥我在这儿 快过来 皮卡和虎视坦克缓缓地停了下来 看着那颇具压迫感的虎视坦克 几个玩家的胆寒了三分 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 从皮卡上跳下了一个穿着皮夹克 脸上还有一道刀疤的中年男人 怎么了 那个中年男人扛着一把A25 大踏步地走了过来 一边走一边问道 表哥 我的车被这些家伙偷了 你帮我弄回来 贝雷帽指着那几个玩家说道 还有这种事 居然还有人敢偷我表弟的车 刀疤男脸上露出了一丝宁笑 他望向了几个玩家 像是一头凶恶的豺狼 看到了猎物 是你们谁偷走了我表弟的车 快点还回来 不然 我会让你们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上 说了不是我们偷的 而且我们也是受害者 我们的车也都丢了 我们想要偷车 没必要做得这么复杂吧 直接杀人抢车不是更简单 如果真的是我们偷的车 你觉得你的表弟能活到现在 穿着板甲的玩家说道 别废话 肯定就是你们干的 快点把我的车还给我 贝雷帽有了援军 底气也撞了许多 虽然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 但是必须要有人给个交代 谁让我表弟选中了你们呢 要怪就怪你们自己的命不好吧 刀疤男说着 对着虎式坦克上的机枪手 打了个手势 把他们处理掉 然而 机枪手却浑然没有理会刀疤男的手势 眼睛直愣愣的盯着不远处的地方 结结巴巴的说道 老大 不好了 你的车子自己跑了 第638章 我明白真相了 什么 刀疤脸回头一看 果然看到自己的那辆皮卡下面 长出了几条腿 正向着远处跑去 看到这一幕 刀疤脸上写满了猛逼 嘴里不住的喃喃自语 原来车子 真的能长腿自己跑掉 他感觉整个世界观 都受到了粉碎性的冲击 不过 不管他怎么震惊 追还是要追的 九成以上的身价 可都在车上了 要是不追回来 他在这个世界 都没办法活下去 快 快追上去 把我的车给我追回来 刀疤脸也顾不得表弟了 一下子跳上了虎式坦克 想要追上自己的车 然而 他坐下的虎式坦克 正在向着反方向飞速前进 你脑子进水了 我让你去追我的车 你挂岛挡干什么 刀疤脸大声咒骂着 坦克驾驶员委屈巴巴地说道 老大 我明明踩着油门 可是车子却一直在往后走 我也没有办法啊 刀疤脸低头一看 虎式坦克的履带 果然滚滚向前 但是坦克就是在不断地往后走 而且速度还越来越快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刀疤脸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急忙跳下车来 低头一看 原来虎式坦克下面也长了几条腿 正在向着远处跑去 怎么回事啊 难道说 加入了归机生命一方 自己的车子也会慢慢变成归机生命 然后自己逃跑 刀疤脸一边猜测着 一边趴下身子 想要自己观察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这一低头 终于发现了玄妙所在 原来在车底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几十台怪模怪样的机械 这些机械长着八条腿 四条胳膊 身上挂着电锯 加特林 RPG 反坦克手雷各种武器 他们正举着虎式坦克 快速奔跑 看到这一幕场景 刀疤脸双眼瞪的溜圆 下化现 谁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这群机器人是从哪来的 他们抬走我的车干吗 刀疤脸满脸疑惑 随后一道闪电划过了他的脑海 他明白了 他们虽然加入了龟机生命的阵营 但是那群该死的龟机生命 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做同伴 而是图谋他们的车辆 那些龟机生命 之所以接纳他们 就是为了谋夺他们的车辆 这些会自己动的机器人 就是证据 除了龟机生命 还能上哪里找到这么多的 会自己行动的机器人 刀疤脸 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相 就在这时 一个自走机械发现了刀疤脸 它缓缓地将头旋转了九十度 一堆摄像头无声凝望着刀疤脸 身上的加特林机枪也开始转动方向 他们要杀人灭口 刀疤脸一个虎月跳了出去 然后几个滚帆落到了一堵矮墙之后 同时还不忘把傻愣愣站在大街上的表德拉了进来 将他按在了地上 咋了 表哥 贝雷帽不明所以 满脸疑惑地看着表哥 他不明白 刚才还拽得二五八万的表哥 怎么转眼间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别抬头 刀疤脸一把将贝雷帽按到了地上 随后小心翼翼地向外面张望着 看到那些自走机械没有追过来 这才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啥秘密啊 贝雷帽被表哥神神叨叨的样子吓住了 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些归机生命不是什么好人 刀疤脸小声说道 那还用你说 我都不用看就知道他们不是人 贝雷帽一脸鄙视 我说的不是外形啊 刀疤脸一巴掌拍到了贝雷帽的脑袋上 我是说他们里面 怎么说来的 对内心 内心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是 表哥你到底要说啥啊 贝雷帽被刀疤脸弄猛了 原本就不怎么发达的脑子被表哥绕晕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接纳 咱们一群人类当外围吗 刀疤脸神神秘秘地说道 为啥啊 难道不是需要咱们当人间给他们带路吗 贝雷帽疑惑地说道 人间个屁 刀疤脸没好气的又拍了贝雷帽一巴掌 咱们是带领人类走向新时代的领路人 领路人懂吗 我懂 我懂 表哥你别打了 咱们说正事 到底是咋回事啊 贝雷帽扶了扶自己被打歪的贝雷帽 问道 那些铁疙瘩接纳咱们实际上 就是看中了咱们的汽车 他们先假意接纳咱们 然后趁咱们不注意 就偷走咱们的汽车 转化成他们的同类 不然 你以为你的车是怎么丢的 都是那些该死的铁疙瘩弄走的 刀疤脸气呼呼地说道 真的 贝雷帽被刀疤脸的话震惊了 他一直觉得那些归机生命不过是NPC 整个世界是他们求生的背景板而已 没想到 那些NPC居然还会为自己谋福利 打劫玩家 这要是放到原本世界 谁会相信 谁敢相信 这还有假 我都看见了 看得清清楚楚 刀疤脸一脸心有余悸 那些家伙还准备杀我灭口呢 幸亏我跑得快 这才逃过了一劫 看到刀疤脸那惊恐的样子 贝雷帽果断相信了他的说辞 他从小就特别崇拜表哥 对其话语也是言听计从 那表哥你说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咱们连车都没了 食物也没了 最惨的 是我好不容易传的烟都丢了 下顿饭连个着落都没有 贝雷帽一脸哀怨 车里有他利用各种渠道收集来的香烟 原本打算自己慢慢享用的 结果一下子全都打了水漂 没事 我还有几个老朋友 我给他们发个消息 让他们来接咱们 大不了 咱们加入他们的车队 帮忙卖命也就是了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成 刀疤脸转了转眼珠顿时有了主意 这办法好 那表哥 你快点给他们发消息吧 贝雷帽连忙说道 不急 这事待会再说 我有一件事现在就要办 刀疤脸咬牙切齿的说道 啥事比这还着急啊 贝雷帽不解 我要把这些铁疙瘩的丑陋面目 公之于众 刀疤脸恨恨的说道 居然敢偷我的车 我就揭发他们的丑行 让所有玩家都看清楚他们的嘴脸 大家一起反了他娘的 偷老子的车还想让老子给他们卖命 卖个屁 第639章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很快 一则揭露归机生命丑恶嘴脸 揭发他们恶意盗取玩家车辆的帖子 出现在区域频道上 刀疤脸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职业水军 写帖子这种事情自然是信手捏来 什么地方该叙述 什么地方该用引导性话语 什么地方该抒情 什么地方该配图熟悉得很 尤其是这篇帖子配上了他的亲身经历 融入了他的个人情感 自然更是生情并茂 几乎凝聚了他几年水军的功力于一身 帖子发出去之后 刀疤脸的私信就炸了 很多和他熟悉的人 纷纷给他发私信询问帖子的真实性 那还有假 刀疤脸添油加醋的将事情复述了一遍 还配上了他偷偷拍的视频 视频里一辆虎视坦克长出来几十条腿 正在向着远方奔跑 众所周知 视频是不能屁的 所以 刀疤脸的话得到了证实 于是 刀疤脸的帖子被转发到了各个群里 有好事的人 甚至直接将其发到了世界频道里 世界频道一直是各个区域玩家灌水的地方 从来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忽然出现了这么一篇劲爆的帖子 立刻就引起了那些灌水爱好者的关注 然后 就被这些人复制粘贴到了各自的区域频道里 接着 这片帖子就像是病毒一样扩散开来 对于帖子的内容 有人觉得是真的 有人觉得是虚构的 不过 不管他们如何认为 内心深处 还是会被埋下一颗对归基生命怀疑的种子 一旦时机合适 就会破土而出 还有玩家拿着帖子去质问莫里亚蒂 为什么归基生命会偷他们的车子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点 莫里亚蒂刚刚取到了一件自己埋下的后手武器 还没高兴两分钟 私信箱就爆满了 一头雾水的莫里亚蒂看到帖子后 一脸的愤怒 这是哪个傻叉在造谣 然后 他就被视频糊脸了 视频是不会骗人的 那些人这么说道 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要求他给解释 还有人要他赔偿所有玩家精神损失费 并要求归基生命给予保证不再偷取玩家车辆 否则 他们将考虑跳反 我解释个蛋 莫里亚蒂愤怒的一拍桌子 看到那个视频之后 他就知道 这一定是张拓海干的 除了张拓海之外 没有人会有这种自作极限 不过 他拼命的想要解释 也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现在还有玩家 会拥有操控这么多 归基生命的能力 或者说 他们就是想要借这个机会 向莫里亚蒂这个名义上的首领要点好处 至于真相是什么 他们才不会在意呢 反正受损失的 又不是他们 玩家们的贪婪 让莫里亚蒂气的砸烂了自己 心爱的水晶酒杯 你们这些该死的蛆虫 要是我的管理员权限还在 我现在就把你们的车全都想成一姐 莫里亚蒂气呼呼的想到 先让你们跳一会儿 等我解决了那个该死的家伙 再回来找你们算账 莫里亚蒂随口敷衍了那些玩家几句 就关闭了私信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稳住那些玩家 不要让他们倒向张拓海那一边 这么多玩家一起倒戈 谁知道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 要是让他击杀张拓海的计划受阻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 立刻击杀了张拓海 到时候 哪怕那些玩家全都倒戈 他也不在乎了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在水牛城 这倒是给我省事了 莫里亚蒂想了想 叫来了一架 由F35变成的龟姬生命 你去水牛城盯着一个开车的人类 找到他盯住他 等我到来 那个龟姬生命点了点头 直接飞上了天空 莫里亚蒂见状也开车跟了上去 此时 张拓海已经在一处小广场 将抢来的几辆车拆解完毕 至于那些玩家 张拓海看他们没有追过来 也就没有理会 反正也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伤害 张拓海也懒得多造杀戮 此时 他正在街上转悠 看看还有些什么东西 是值得搜刮的 反正这个世界出现的是战乱 一枚病毒二枚和污染 货架上的东西也不用消杀 不拿白不拿 就在张拓海 准备去一个建材店转悠转悠的时候 小爱同学忽然发出了警报 指挥官 一架F35正在高速靠近 随后 3D地图上就出现了F35的影像 那架F35和普通的F35战机不太一样 它变成了一个归机生命的样子 身体外侧多出了不少凸点和管线 原本的黑漆涂装 也变成了闪亮的不锈钢涂层 尾翼分裂成了两只脚 将原本完美的气动布局破坏的一干二净 能判断这家伙是路过还是专程过来的吗 张拓海问道 不清楚 不过对方开启了主动搜索雷达 看样子在找什么东西 小爱同学说道 既然他们在找东西 那我就不恩了 让他找到 有办法把它弄下来吗 张拓海问道 我试试电磁干扰 不行就用告尸导弹 小爱同学说着 启动了强电磁干扰模式 强大的电磁波向着F35发射了过去 感受到强烈的电磁信号后 那架F35下意识地开始接收 然后大量设备就被强烈的电磁信号冲得直接过载 与此同时 F35接到了一个电磁信号 立刻降落 否则击毁处理 你是谁 为什么要袭击你的同族 F35愤怒地问道 立刻降落 否则击毁处理 同样的声音再次传来 伴随着电磁信号 还有火控雷达的照射 F35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如果自己敢继续飞行 对方真的会发射导弹 将自己打下来 哼 F35愤怒地哼了一声 缓缓地向着下面降落了下去 因为是归机生命的原因 F35不需要那么长的专用跑道 它甚至可以使用钥匙飞机的绝技 垂直起降 F35缓缓地降落到了地面上 厘清地面 都被超高温度的尾燕烤得融化了 张托海上上下下地打量着 归机生命化的F35 又看了看777的躯体 不由得摇了摇头 同样都是归机生命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第640章 绞杀战 方脑袋 一撞手臂 长着喷口的腿 身上冒出了许多管线 但舱门不知道哪里去了 里面多出了一堆他看不懂的零件 看起来有点像是放大版的廉价玩具 一点工业美感都没有 如果不是真的站在面前 张托海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大部分归机生命 都是这副奇奇怪怪的样子 原本张托海以为 777这样的才是 归机生命的终极形态 当他看到微波炉 咖啡机一类的归机生命后 他又觉得 777是高级归机生命才能拥有的形态 当他看到S35之后 彻底陷入了怀疑 这777到底是个什么形态 怎么才能将归机生命 塑造成这个样子 难道莫里亚地 有什么特殊的手段吗? 张托海的思维开始跑偏 他的目标 除了干掉莫里亚地之外 就是尝试着夺取那个陨石 竟然能把机械变成漂亮妹子 为什么要弄成这种奇奇怪怪的样子呢? 哪怕功能没什么变化 但是还能养眼不适 那架S35看到张托海之后 本能地露出了对人类的厌恶 该死爬虫居然敢对我出手 我要杀你 S35怒吼着冲向了张托海 同时举起了自己比水缸还大的拳头 在他看来 哪怕是不用导弹 一拳头也能砸死这个孱弱的碳机生物 然而他还没冲到张托海的面前 张托海的电磁手套上就浮现出了大量的电弧 这些电弧如同闪电一般射向了F35 F35顿时感觉体内的电压过在了 大端大端的线路短路 一个个电子元件被烧毁 机体上下蹦见出了火花 原本灵活自如的躯体变得迟钝缓慢 最终大片的区域失去了控制 整个身体倒了下去摔在了地面上 该死的碳机生物 你怎么可能掌握电磁的力量 这是我们龟机生命的专属才对 F35愤怒地对着张托海说道 果然脑子坏掉了 不对 这些家伙就是一群疯子 根本就没有脑子 张托海摇了摇头 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把有用的信息提取出来 然后拆解了吧 他感觉这些被陨石制造出来的龟机生命 就是一群被洗脑了的疯子 几乎没有办法交流 只有777这种才会傻乎乎的被临近系统饶了几个小时的路 难道真的是两种方法制造出来的? 张托海心中暗暗思考 小爱同学则伸出了机械手臂 开始拆解F35的机体 当然 他是做不到像是自走机械一样拆解的 但是 他能将硬盘和处理器拆出来 将里面的信息提取出来 这是自走机械做不到的 很快 小爱同学便将信息提取了出来 指挥官 F35在起飞前曾经见过莫里亚帝一面 两人对话证明是莫里亚帝派他来的 并且 莫里亚帝也很有可能跟随在后面 小爱同学说道 莫里亚帝也要来 张托海心中一惊 连忙冲到了3D地图前 沿着F35飞来的路线查找着 试图分析出来的莫里亚帝的行进路线 然而 就在这时 几颗导弹出现在地图之上 正想着它所在的方向急速飞来 指挥官 发现导弹是否立刻击落 小爱同学问道 立刻击落 同时扩大雷达搜索范围 务必把袭击者给我找出来 对方很有可能就是莫里亚帝 张托海说道 明白 小爱同学说着 打开了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一枚构十多用途高超音速导弹 从发射单元中击事出 向着导弹来袭的方向飞去 一枚枚导弹被击中 凌空炸开 像是一团团烟花 然而 导弹还没有被全部击落 就可以看到 大群大群的无人机 从天空中飞了过来 与此同时 大量的长着六条腿 背着一门机枪 或者火箭弹的机械 也出现在3D地图上 这些六族机械行动异常迅速 堪比汽车 而且十分的灵活 尤其是各种狭窄的空间 通行自如 灵活度堪比猫咪 松鼠 这是打算用机械海淹没往 看着3D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机械大军 张拓海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他转头望向了001 带着你的人 收好周围的制高点和重要通道 不要漏掉一个 001带着大批的自走机械离开了 顺便还带走了所有库存的单兵武器 而张拓海也释放出了风潮式无人机 500多架巡航飞弹在空中散布开来 向着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群飞了过去 一时间 枪炮声在城市中响起 一架架巡航飞弹撞上了小型无人机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周围一大群无人机群都涵盖在内 各种受伤的无人机像是雨点一样向下落 那些向着张拓海包围过来的六族机械 遭遇到了以001为首的自走机械的坚决抵抗 众多自走机械早已占领周围区域的制高点和重要通道 只要有六族机械冒头就各种轻重火力一起招呼 什么加特林火箭弹反坦克手雷RPG甚至联心造出来的电疆手雷都有 各种武器砸的那些六族机械根本无法向前一步 各种机械的残骸堆积如山 甚至有的自走机械将弹药打光之后 直接举起了电锯冲进了六族机械之中开始冲杀 此时已经没有什么战术了 完全是力量和力量的碰撞 只有强者才能胜出 自走机械制造工厂加大了马力 将一台台自走机械制作了出来 送到了战场上 旺财则制作着电疆炸弹 将这些武器分发到每一个自走机械手中 就连张拓海本人也穿上电磁战甲 随时准备战斗 就在战况进行到最白热化的时候 忽然提示系统弹出了提示 小心 十秒钟后 电磁脉冲打击即将到来 电磁脉冲 张拓海一惊 他也是有电磁脉冲炸弹的 自然知道电磁脉冲的厉害 立刻启动防护 另外 召唤自走机械脱离战场 限时八秒内立刻返回 张拓海立刻发布的命令 大量自走机械立刻扔出了电疆手雷 同时脱离了接触 向着重型武器平台返回 不过 八秒钟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就算是全力撤退 也无法撤离多少 而且 那些六族机械实在是太多了 杀光一批 马上就有一大批补上 根本杀不干净 很多想要撤离的自走机械 被他们缠得脱不开身 就在这时 一枚电磁脉冲导弹 飞上了天空中 张拓海抬头仰望 发现他一直飞到了日运之中 随后轰然炸开 第641章 次生波 一枚电磁脉冲炸弹 凌空炸开 强烈的电磁波 向着四周四散蔓延 那些六族机械和自走机械 在被强烈的电磁波冲击后 烧毁了核心 一台台失去了控制 倒在了地上 各种武器摔落在地上 滚落出去好远 强烈的电磁风暴 也席卷了张拓海的重型武器平台 不过 张拓海的车得到了预警 提前做好了防范 倒也能从容应对 基本上没什么损失 指挥官 要反击吗? 小爱同学问道 不再等等 张拓海摇头 直到现在 莫里亚蒂都一直没有出现 始终由于在雷达探测范围之外 没有路面 如果此时张拓海开始反击 根本找不到反击的方向 还不如先耸上一波 假装被电磁脉冲炸弹击中了 把莫里亚蒂掉出来 然后再做打算 明白 小爱同学停在原地没有动作 不过暗地里算力全开 做好了应对工作 整个城市里安静了下来 其实 用死记来形容更加准确 整个城市像是一座巨大的棺材一样 没有一点的声音 过了大概五分钟 忽然又是一枚电磁脉冲炸弹 升上了天空 电磁脉冲炸弹再次凌空炸开 汹涌的电磁波滚滚而来 不过 准备充分的张拓海自然不惧 安静地挡了下来 然而 紧接着又是两枚导弹低空射来 在张拓海的车子上空炸开 小爱同学发出了警报 攻击种类 云爆弹 空气中含氧量降为0 温度正在急速升高 以切断空气循环系统 是否启用降温设施 不使用 扛一会儿 就装作我们死了 我倒要看看 莫里亚蒂还有些什么手段 张拓海默默地摇了摇头 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 室外温度急速升高 车内虽然有隔绝装置 但是温度也不可避免地升高了 像是蒸笼一样 汗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过 张拓海甚至都没擦一下汗水 就这么静静地等待着 他知道 如果自己启动空调 很有可能就会被莫里亚蒂侦测到 到时候让他跑了 再想找到 他可就难了 等到温度稍微有些降低了 忽然又是两发导弹射了过来 一枚凌空炸开 无数小钢珠像是雨点一样砸了下来 另一枚则洒落出了无数枚小型炸弹 这些钢珠和炸弹如同雨点一样落在了张拓海的车顶 砸的车顶乒乒乓乓直响 各种爆炸声此起彼伏 一瞬间 张拓海甚至觉得自己的车很有可能会被炸穿 不过 还好张拓海的装甲经过了多次强化 甚至连最薄弱的车顶也坚固异常 这种程度的子母弹还伤不了他 最多将装甲外形砸的变形 会让车辆更容易被雷达发现 另外 变色龙涂料也需要重新喷涂 子母弹袭袭刚过 又是两枚炸弹落在了车子的附近 这两枚炸弹并没有爆炸 反而是冒出了丝丝白气 根据侦测 两枚炸弹内 一枚释放的是沙灵毒气 另一枚释放的是戒子气 小爱同学说道 关闭各舱室门 做好密封 阻隔空气流通 张拓海说道 其实 张拓海车上有超高压三房系统 只要开启 连核辐射都不怕 更不用说毒气 但是 开启三房设施后 在外观上会有征兆 张拓海害怕莫里亚地警觉 因此决定不使用 而他自己则扣上了面具 同时让旺财带着防毒面具送给莉莉斯他们 等到毒气彻底蔓延开来之后 忽然一辆车缓缓地出现在了3D地图之上 指挥官 发现了一辆反坦克导弹车 小爱同学说道 将驾驶室放大 看看是谁 张拓海连忙说道 3D地图急速放大 那辆反坦克导弹车被凸显到了张拓海的面前 驾驶室里端坐着一个人 穿着名贵的西装 梳着背头 头发打着发辣油光增亮 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正是莫里亚地 果然是你 终于让我等到了 张拓海心中狂喜 他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 经过了长时间的忍耐之后 终于把莫里亚地掉出来了 快点过来 快点 张拓海搓着手 恨不得立刻发动反击 将莫里亚地连人带车炸成碎片 然而 他知道 莫里亚地既然敢出现 那必然是做好了准备 各种后手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 还是需要谨慎一些才好 最好能把对方放到面前再动手 张拓海静静地等待着 莫里亚地就像是胶油一样 慢悠悠地似乎并不着急 张拓海只能耐着性子 一直等着莫里亚地靠近 8公里 5公里 3公里 1公里 张拓海的手心也紧张得有些发汗 他将手放在了按钮上 准备等莫里亚地冲进200米范围内 就使用激光将对方一击毙命 绝对不给对方任何机会 然而 就在莫里亚地抵达500米距离的时候 车子忽然停住了 怎么回事 难道被发现了? 张拓海心中糊疑起来 手心已经被汗水打湿了 这段距离 确实可以使用激光 但是 因为周围空气质量不好 激光的实际距离和散射都会有问题 500米的距离 很有可能会将激光的威力消耗殆尽 无法造成致命伤害 是立刻启动冲过去 然后发射激光 还是静观其变? 张拓海心中举气不定 内心砰砰跳个不停 眼看着目标就要达成了 心中忽然患得幻失起来 就在这时 对面的反坦克导弹发射车里 忽然伸出了一个扬声器 这是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 张拓海感觉到一阵阵的耳鸣 是刺声波攻击 不过 车内安装了隔音设备和空炮 足以将致命刺声波攻击 降低至非致命状态 但是仍然会产生不良反应 小爱同学说道 伴随着小爱同学的话语 张拓海感觉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 耳朵里也一阵阵的嗡鸣 脚下甚至有些不稳 此时 莫里亚蒂则目入惊奇地看着区域频道 不会吧 我已经使用了7级设备发射了刺声波 这都没死 这家伙的命这么强 不过 还好我技高一筹 准备好了后手 这一次看你还怎么挡 第642章 等离子光剑 莫里亚蒂其实一直关注着张拓海 为了杀掉张拓海 他特意研究了张拓海所有的装备 并针对性地研究出了一套杀招 并悄悄地在这个世界内布置了下去 他最初的设想是 利用电磁脉冲炸弹摧毁张拓海的电子辅助系统 没了电子辅助系统 张拓海就像是没了牙的老虎 哪怕有再多的导弹和进防炮 没有火控系统 雷达系统 综合控制系统辅助帮忙 这些就是摆设 可是 负责电磁脉冲弹的777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竟然失联了 他只好去另一个地点 取出了自己提前布置好的几枚电磁脉冲炸弹 至于之后的云爆弹、子母弹、毒气和刺声波都是针对薄弱环节的重点攻击 按照他的设想 经过这么多轮的针对性攻击后 哪怕张拓海的生命再怎么顽强 也应该死了 可是 他万万没想到 张拓海的生命力居然如同小强一样 经过这么多轮打击 还是没死 区域频道一直没有出现张拓海的复告 也好 既然你没死 那就让我来亲手了结了你 莫里亚蒂说着站起了身体 张开了双臂 数件电磁战甲飞到了他的身上 将他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此时 莫里亚蒂的周身闪烁着白色的光芒 仿佛一个来自科幻电影的战士 莫里亚蒂来到兵器架前 拿起了一个空空的剑柄 单手一按 一道湛蓝色的光芒射了出来 这道光芒足有一米多长 含而不发 就这么停留在剑柄之上 并且随着剑柄的摆动来回旋转 丝毫没有扩散的样子 甚至还隐隐有破空之声 这是他特意埋下的武器等离子光剑 这东西堪比激光 哪怕张拓海车子的装甲再兼顾十倍 也能轻易切开 如果不是配色有问题 此时的莫里亚蒂 甚至可以驱克串西斯武士 莫里亚蒂对自己的这身打扮十分的满意 其实他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 不过 他还是选择了这一套装扮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纯粹的感觉这一套比较拉风 既然这么多武器都没有了你的性命 那么就由我来亲手解决了你 莫里亚蒂说着就从车里走了出来 莫里亚蒂倒提着光剑 大踏步地向着张拓海的重型武器平台走来 微风吹过 卷起一阵阵的烟尘地 掩映着莫里亚蒂的身影 看起来镜头感十足 而此时 莫里亚蒂也是新潮澎湃 恨不得立刻切开张拓海的车门 将他从车里抓出来 大卸八块 不 应该细细地切做扫子才行 都是这个人害得自己失去了管理员的身份 只能像这些普通玩家一样行动 哪怕死上十次都难解他心头之恨 然而 就在他距离张拓海 还有五十米的时候 忽然心生警觉 不对劲 莫里亚蒂本能地转身就想跑 同时 他单手摸向了腰间的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控制着背后背包 只要启动 他就能以将近一马赫的速度逃离现场 随后通过手环操控车辆继续攻击 然而 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重型武器平台上 弹出了一个像是摄像头一样的东西 一道炽热的激光机事出 直接刺穿了他身后的背包 碰 一声闷响 背包炸裂开来 剧烈的震动震得莫里亚的 亮枪了几步 一阵气血翻涌 要不是电磁战甲自带缓冲 这一下子爆炸 就足以让莫里亚蒂的心肺被震裂 与此同时 两门1130进防炮也都弹了出来 密集的30毫米炮弹 像是雨点一样砸向了莫里亚蒂 但是 那些炮弹在距离莫里亚蒂不足30公分的时候 却都被弹开了 莫里亚蒂的身上冒出了一阵阵的淡蓝色的幽光 居然敢伤我 你死定了 我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的 莫里亚蒂回头狠狠地盯着重型武器平台 眼中满是凶光 随后他双脚用力 脚下冒出了等离子光叶 整个人直接飞了起来 然而 提示系统却早就给了张托海提示 张托海早早地将激光发射器调好了角度 莫里亚蒂就像是静直撞上去的一般 一道激光击中了莫里亚蒂的膝盖 炽热的激光直接将莫里亚蒂的膝盖烧断 而平稳的等离子光叶也迅速失去了平衡 莫里亚蒂如同布拉莫斯导弹一样 在空中一阵地乱飞 最后一头扎进了附近的地面上 直接在平整的地面上砸出了一个深坑 整个上半截身体都嵌入了地面里 仅剩的一条腿无力地搭了在外面 嘖嘖嘖 飞行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张托海砸巴着嘴说道 不对 像你这种户口本都是一夜就够了 怎么可能会有亲人呢 张托海一边说着 一边准备去拔莫里亚蒂的装甲 毕竟 这套装甲的防御力他 可是看得眼缠得很 尤其是那个弹开进防泡泡弹的能力 要是研究明白了 给自己的电磁战甲和车子都装上一套 岂不是美滋滋 然而 张托海刚迈出一步 提示系统就弹了出来 小心 莫里亚蒂正在凝聚力量 准备反扑 不要靠近他30米范围内 看到提示系统 张托海也不禁有些骇人 他没想到 莫里亚蒂遭受如此重创 居然还能有力量反击 这简直是非人了吧 不过 既然不能靠近30米范围内 那么 31米可不可以 张托海想到这里 开始慢慢地向前蹭着 头盔上的辅助瞄准仪 则精确地标注着两者之间的距离 50米 45米 40米 35米 张托海来到了31米处 停住了脚步 想了想 又后撤了半步 抬起手 将手上的电磁炮瞄准了莫里亚蒂 让我看看 到底是我的电磁炮厉害 还是你的那个幽蓝色的屏障厉害 电磁炮开始充能 一团电光闪烁 感受到空气中的能量等级急速提升 莫里亚蒂知道自己要是继续躲下去 非死不可 当即咬紧牙关 马德 就这一次了 看看到底是你死 还是我 莫里亚蒂咬牙按下一个开关 第643章 错骨扬灰 莫里亚蒂按下了开关 整个人直接悬浮到了空中 同时 他的战甲闪烁起了璀璨的湛蓝色的光芒 下一秒钟 这些湛蓝色的光芒就奔涌着 向着周围急速扩散 张托海见状急忙后退 那些湛蓝色的光芒向周围扩散了30米之后 缓缓地停了下来 随后快速地向着中心坍塌了回去 最终全部收回到了莫里亚蒂的身上 同时 莫里亚蒂身上的电磁战甲上 也出现了一道道细密的裂纹 最让张托海震惊的是 以莫里亚蒂为原星 周围30米范围内 所有的一切都不见了 不要说武器和尸体 就连水泥地面 景观植物 乃至土壤 全都消失了个一干二净 一切的一切都不见了 张托海感觉到身边有气流 向着莫里亚蒂的方向涌动 难道 连空气也被吞噬了? 张托海心中大惊 如果 刚才的那一击 连空气都吞噬了的话 那么 他如果贸然靠近 恐怕现在 已经连灰都不剩了 果然是曾经的管理员 居然还隐藏着这种杀手锏 张托海心中暗想着 同时也更加坚定了 彻底干掉莫里亚蒂的想法 不然 给对方足够的时间 只不定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居然能躲过这一击 确实有两下子 我承认我之前小看你了 莫里亚蒂弹开了面罩 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既然你能做到这种程度 也证明着 你有着匹配的实力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效忠我 归于我的手下 我可以给你离开这个有些的机会 哪怕你不想离开 我也可以给你相应的权限 让你可以成为 所有玩家的人上人 怎么样 只要宣誓效忠于我 你就能获得这一切 莫里亚蒂的嗓音 低沉而富有磁性 似乎含有某种特殊的能量 让人忍不住想要相信 哪怕与她视同水火的张拓海 也不由得感觉到一阵阵的恍惚 心里不由自主的升起一股 想要答应她的冲动 就在这时 提示系统弹了出来 莫里亚蒂的扬声器 与身上的炫光灯 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果 请保持警惕 不要被暗示催眠 提示如同一盆凉水浇在了张拓海的头上 让张拓海瞬间清醒了过来 那阵恍惚感也消失无踪 张拓海的背后 都被冷汗湿透了 果然是前管理员 底牌多得惊人 随便说一句话 居然都是一种攻击手段 简直让人防不胜防 不能让她继续开口了 否则指不定还会有什么招数 张拓海决定不再给莫里亚蒂开口的机会 直接将手臂上的电磁炮 对准了莫里亚蒂 按下了发射键 一发钛合金的电磁炮弹发射了出去 瞬间击中了莫里亚蒂站甲的胸口 直接将对方的胸口射了个对穿 莫里亚蒂的双眼如同死鱼一样 死死的盯着张拓海 眼中满是不敢置信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最看重的底牌催眠暗示居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哼 莫里亚蒂张着嘴 右手极力的向前伸着 似乎要抓取什么东西 可是最终抓了个空 她身上的电磁战甲也因为大破 失去了稳定性 开始解体 各种配件纷纷脱落 掉落到了地上 莫里亚蒂本人更是直接摔落 到了坑底 区域频道内 一条红色的副告划过 玩家莫里亚蒂死亡 频道列表中 莫里亚蒂的头像也挥了下来 这家伙终于死了 张拓海一屁股坐了下来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虽然 和莫里亚蒂交手的时间不长 但是对于她来说 仿佛如同过了一个世纪一般漫长 层出不穷的底牌和各种装备 让张拓海眼花缭乱 硬接不暇 如果不是有提示系统 她说不定在最后关头就中招了 在圆坑边缘休息了一会儿 张拓海飞到了坑底 把莫里亚蒂身上的电磁战甲扒了下来 这套战甲虽然已经破损严重了 但是还是可以交给莉莉斯去研究吗 能被莫里亚蒂看中的战甲 必然是各方面的佼佼者 如果能研究出来一些成果 那就不亏 将电磁战甲扒下来之后 张拓海又细细地搜刮了一遍 不管是有用的没用的都统统带走 万一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赚了 就在张拓海将东西打包之后 准备离开的时候 提示系统又弹出了一条提示 如果不将莫里亚蒂的尸体彻底摧毁 十二小时后 她将以新的身份和面貌重新复苏 张拓海 她的眼睛瞪得溜圆 不敢置信地盯着莫里亚蒂的尸体 心中暗道 这家伙可以啊 这瞒天过海的手段简直了 居然可以蒙蔽游戏机制 利用游戏机制的漏洞 来伪造自己死亡的证据 换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开始 躲在暗中伺机报复 果然 对待这些老银币 连尸体都不能放过 张拓海立刻对着001说道 给我拿火焰喷射器来 很快 十个火焰喷射器 就被摆放到了张拓海的面前 张拓海开始对着莫里亚蒂的尸体 喷射烈焰 火焰喷射器的外焰温度可以达到上千度 很快就将莫里亚蒂的尸体烧成了碎骨 此刻 张拓海已经有了一些PTSD 即便是骨骼 也无法满足他内心的安全感 他将这些碎骨磨成骨灰 随后又被这些骨灰 倒进不稳定的药剂制造机里 张拓海愿意 只是想要彻底将尸体销毁 没想到 激气嗡嗡的响了一阵之后 居然还真的滚落出一瓶药剂出来 复苏药剂 死亡后12小时 重新复活 重新定制身体 面貌 但重新定制的身体总质量不得超过现有的身体质量的70% 还真有这个药剂 张拓海看着手中的药剂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这个游戏里的各种奇怪道具简直是千奇百怪 有的甚至还能让人死而复生 甚至改头换面 看来 以后要是遇到那种死对头 光确定区域频道的复告还不够 还要错骨扬灰 以绝后患 第644章 卷者徽章 啪啪啪 张拓海的耳边响起了轻轻的掌声 张拓海猛的一回头 发现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身穿女仆服装 面容异常精致的女仆小姐姐 赫然就是之前和张拓海接触过几次的那个 原来是您亲自来了 请问有什么指教吗? 张拓海立刻露出了恭敬的神色 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 没办法 这个女仆小姐姐虽然看着弱不经风 但是却是比莫里亚地还要厉害的猛人 如果不恭敬的话 恐怕就直接没了 不愧是缅下看中的人选 斩草除根的手段不错 原本缅下还想让我提点你两句 现在看来倒是不用了 女仆小姐姐缓缓地说道 过于了 听到女仆这话 张拓海摸不准对方的脾气 反而不太好说什么 只能陪着笑脸 你不必如此 你是缅下看中的种子选手 和我自然是同一阵营的 只要你不做出对缅下不利的事情 我是不会主动对你出手的 你放心 我和莫里亚地那种满肚子歪心死的垃圾 还是不一样的 女仆缓缓说道 请问缅下是谁 我要做什么 不利的事情的边界又在哪里 张拓海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可是事关他生死的事情 还是问得清楚一点比较好 缅下是谁 等到你该知道的时候 自然就会知道的 至于不利的事情 你暂时还够不到资格 想要不利都无从谈起 现在跟你说了 你也不会懂 或许经历了下一个世界 你就会明白一些了 女仆小姐姐看了张拓海一眼 淡淡地说道 原来说了这么半天 我还是一个小怕虫 入不了各位的眼 张拓海不由得在心中暗暗吐槽 不过脸上仍然满是笑容 那么请问 我在下一个世界该注意点什么 女仆看了张拓海一眼 随后说道 有什么想说的 就直接说 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 不就是想要知道 下一个世界的具体情况吗 我可以在规则内给你一点提示 那就是 你在下一个世界 将要面对的对手 将会是船队 船只 张拓海咀嚼着这个词 不 是船队 女仆纠正道 下一个世界 你所要面对的敌人 大部分都将是船只 各种各样的船只 从木阀到帆船 从幽灵船到战列舰 各种各样的船只 你要做的 就是彻底干掉它们 一个也不要留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说不定会得到 免下的亲自嘉奖 这么说 我需要把我的车 改进成 适合在水中航行的样子 张拓海问道 不需要 女仆摇了摇头 下一个世界是对抗世界 肯定要选择一个 让两个世界的参赛者 都能适应的环境 无论是车还是船只 都可以自由行动 你需要提升 你的实力就可以了 没必要进行专门 适应性的改造 原来如此 张拓海点了点头 同时决定 多造一点阿斯洛克 反潜导弹 虽然 女仆小姐姐没有提前挺 但万一要是有呢 准备了总比没准备要好 在这个世界好好表现 不要辜负了免下的期望 女仆小姐姐说道 我尽量 张拓海点了点头 对了 这个本来打算在下个世界 再给你的 既然在这个世界的第一天 就干掉了莫里亚蒂这个叛徒 那就提前当做礼物送给你好了 女仆说着将一件东西扔给了张拓海 随后转身向前迈了一步 整个人消失在虚空之中 什么东西 张拓海认真端向着手里的东西 那是一枚晶莹剔透的勋章 如同琉璃一般闪烁着七彩的光泽 在徽章的正面画着齿轮与饰管 周围是一圈不认识的名文 在下面还有一个LV0封印中的字样 卷者徽章 女神面下给予卷者的徽章 需要达到一定的条件方可解封 效果未知 这是游戏系统给予的说明 这说了和没说没什么区别吗 就是得知了女仆口中的那个缅下式的女神 我成为了她看好的种子选手 卷者 除此之外 也没什么信息 连解封条件都寒暗呼呼的 这上哪里猜去 张拓海有些不满 这时 提示系统弹出了提示 卷者徽章 执掌科技权柄的半神琉璃 颁发给卷者的徽章 卷者可以利用积分将其激活 或者等到下一个世界开启后 等待徽章自动激活 使用积分可以提升卷者徽章的等级 提升卷者徽章的等级 可以解锁不同的权限 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提升卷者徽章的等级 积分获得方式 一等待流理奖励 二交易换取 三使用属于其他半神世界的物资进行兑换 利用积分激活方式 仅限于激活 不可利用此方式上交积分 下面是一长串兑换的方式和步骤以及要点 这 真的需要这么做吗 总感觉有些羞耻啊 张拓海看着长长的说明 总感觉有些不自在 不过 看了看手中的徽章 他觉得还是试一试比较好 相比于羞耻 还是实力更重要一点 如果穿女装 能将他的暴击率提升百分之十 那么他肯定会天天穿女装 旺财去给我做一份最好的奶茶 最好的咖啡 最好的茶叶 四份最好的水果拼盘 外加两瓶最好的酒 张拓海高声招呼着旺财去准备 知道了 知道了 旺财快步从生态园里走了出来 头上顶着几缕羊毛 身上穿着围裙 手里还拎着半桶刚挤出来的牛奶 快步走进了厨房之中 一阵机械的嗡鸣之后 旺财举着一个大托盘走了出来 托盘里是一杯奶茶 一杯咖啡和一杯清茶 外加四个水果拼盘 旺财还甚至在水果上叼了花做了造型 旺财将托盘塞到了张拓海的手里 酒在你房间的酒柜里 最上面一排就是最好的 我还有事 有需要再叫我 说完 旺财又火急火燎的 跑进了高级生态园里 第645章 选择天赋 张拓海端着手中的托盘看了看左右 然后偷偷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顺便将房门反锁了起来 然后认真的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记住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另外 待会儿的事情 一定要当做最高的机密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放心吧指挥官 我是绝对不会像别人说的 换了一身坦克驾驶员服装的小爱同学 向着张拓海进了一个礼说道 嗯 张拓海点了点头 将茶几空了出来 然后将三杯奶茶成品自行摆好 四个果盘摆放在四角 两瓶果酒一左一右摆放两侧 最后 他郑重地将那枚卷者徽章摆放在正中央 张拓海左瞧瞧右看看 确认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丹西跪在地上 一脸正经地说道 我愿意将我最忠贞的信仰奉献给永恒的女神免下 以传播女神的光辉为己任 一长串预为羞耻的导词从张拓海嘴里念了出来 虽然提示系统已经说明 只需要含有关键字就可以不必逐字逐句诵读 但是为了保证一事能够顺利运转下去 张拓海还是按照提示系统给予的范文念了一遍 当最后一个字念完毕之后 忽然 一道道白光从徽章之中射了出来 笼罩在周围的那些贡品之上 片刻之后 那些贡品消失不见 白光也收拢回到了徽章之内 光滑内敛看起来和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张拓海连忙跑了过去 将徽章捧在手心里认真观察着 此时 那个LV0封印中变成了LV1的字样 同时 物品的提示也发生了改变 你成功地让女神免下感受到了你的忠贞的信仰 你成为了女神真正的卷者 请随机抽取你的特殊能力 随后 十张卡牌出现在张拓海面前 请在一分钟内抽取一张卡牌作为徽章的天赋 如果不选择 则直接由系统随机挑选 倒计时开始 该选择哪一张呢? 张拓海扫视着这几张卡牌 这些卡牌的背面都是一模一样 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 就在这时 张拓海眼前浮现了一连串的提示 第一张卡牌 选中此张卡牌 将会获得一个1立方米的储物空间 并且会随着徽章等级提升不断的提升 最高升至100立方米 第二张卡牌 选中此张卡牌 将会获得一个鉴定技能 你可以用来鉴定任何物品和人物 徽章等级越高 鉴定出的物品信息越多 第三张卡牌 选中此张卡牌 将会获得一个技能 死亡射线 使用后 有1%几率让人死亡 代率可随着徽章等级提升而提升 最高升至100% 每个世界最多使用三次 第四张卡牌 选中此张卡牌 将会获得技能暴食 使用此技能后 在一段时间内 你可以无限吃下食物 所有的食物将会作为能量 储存在你的体内 只要你在规定时间内 吃下一辈子的食物 以后都不再需要进食 第五张卡牌 选中此张卡牌 将会获得能力枪械大师 你将会获得绝大部分枪械的使用 和制造知识 可以利用简单的工具 制造出各种枪械和弹药 第六张卡牌 选中此张卡牌 将会获得能力格斗大师 你将会获得绝大部分格斗 和令兵器使用知识 各种冷兵器 都能娴熟的使用 第七张卡牌 选中此张卡牌 将会获得能力成功学大师 你说的话语将极具煽动性 让人更加愿意相信 但被人事破后 将会有被打死的风险 第八张卡牌 选中此张卡牌 将会获得能力催眠师 你将会拥有将人催眠的能力 催眠效果将会随着徽章等级提升而提升 第九张卡牌 选中此张卡牌 将会大幅度提升你的科学素养 你能小幅度地修改图纸 修改的效果将随着你的实力提升而提升 第十张卡牌 不需要任何能力 一切荣光都归于女神免下 看着这十张卡牌的描述 张拓海的心思转动了起来 没想到提示系统 居然还能看破女神制作的卡牌 不对是女半神制作的卡牌 这么看来 提示系统的位格 要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不过 到底要怎么选择 倒是值得思考一下 第一张卡牌是储物空间 如果要是别的世界 这就是一个神迹 但是 张拓海可是有车的 各种物资 也都是 放在车内的仓库里 100立方米看着挺大 但还没有一个仓库大 对于张拓海来说就是一个鸡肋 第一个排除 第二张鉴定数 也挺有用的 不过他有提示系统 倒也不怎么需要这个技能 第三张卡卡牌倒是不错 死亡射线升级到100级后 100%至死 但是升级周期太长了 时间成本太多 而且 每个世界还有使用次数限制 不划算 他用激光就可以做到这种效果 而且 按照现在的升级速度下去 等到他将徽章升级到100级的时候 肯定会有更好的进攻方式 没必要 第四张卡牌也是一个鸡肋 他有着高级生态员 各种食物都可以自给自足 没必要 第五第六张卡牌都是战斗技能 不过 他有了电磁战甲 已经脱离了枪械和格斗的范围 用不上 第七和第八张卡牌属于心理学范畴 换成游戏技能应该叫说服术和催眠 要是以前的话 张拓海或许会选择这两个的其中一个 不过 莫里亚地的电磁战甲里 似乎也带有这种能力 如果能破解出来的话 完全可以省去一个技能位 第九张卡牌也不错 可以按照需求修改图纸 要是海格看到了 一定会选择这一项 不过 这项工作在张拓海这里 已经被莉莉丝包了 倒是不需要张拓海亲力亲为 选来选去 留给张拓海的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 那就是不选择任何能力 一切荣光都归于女神免下 所谓不争为争 天下莫能与之争 当然 促使他选择这一项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这张卡牌是金色的 金色传说 总比白卡紫卡要牛逼吧 张拓海果断地选择了最后一张卡牌 第六百四十六章 次生波发射器 你选择了卡牌 最后一张卡牌翻转了过来 散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其他卡牌一一消失不见 你选择的卡牌为 女神的荣耀 女神的荣耀 你发誓将一切胜利的荣耀 献给伟大的科技女神流离免下 卡牌效果屋 这是有些系统的说明 每获得一场胜利 都会提升女神对你的好感 在你遭遇攻击的时候 有几率触发女神的守护 自身 含仔剧 拥有无敌状态一秒钟 在此期间内 无法遭受任何伤害 触发几率和时长 有女神的好感度决定 这是提示系统给出的提示 张拓海看着这两行提示 暗暗点了点头 金色卡牌果然就是不一样 说是不给任何奖励 但其实还是暗中给了 只不过是隐性的发放 不到关键时刻 是不会出发的 看来 这个女神还有点傲娇的属性在里面 张拓海暗暗的将这一条记了下来 准备找人研究一下 怎么逃取拥有傲娇属性的人的欢心 同时 以后也要尽可能的多进行一些战斗 提升一下好感度 争取让女神的守护的触发几率高一点 这技能很有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救命 马虎不得 张拓海欣赏了一会那枚徽章 就将其放在了内兜里 刚做完这一切 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谁啊 张拓海疑惑的打开了门 他好奇是谁会在这个时间来敲他的房门 他打开大门一看 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恶作剧 张拓海挠了挠头 正要把门关上 就感觉到小傅遭受了一击重击 哦 张拓海捂住了小傅 后退了三四步 直到此时 他才看清楚 原来是莉莉丝给了他一记重重的头锤 此时 莉莉丝的脸色被气得通红 我知道我的身高很短 但是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 我真的没有 张拓海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比较好 他是真的没看见 不过 貌似要是这么说的话 莉莉丝恐怕会恼羞成怒 再给他来上一记头锤 算了 不说那个了 你过来有什么事吗 既然解释不清楚了 那就索性不解释了 直接问正事比较好 果然 莉莉丝的注意力 瞬间就被转移了 我听说你弄到了新的电磁战甲 快点拿来让我看看 莉莉丝搓着手 一脸兴奋地说道 你来了就为这个 其实就是你不说 我待会儿也要给你送过去来着 张拓海之前 为了怕打扰莉莉丝做实验 就先把从莫里亚蒂身上扒下来的电磁战甲 放在自己的卧室里了 原本打算等吃完饭再送过去 没想到莉莉丝得到消息先过来了 诺 都在这里呢 张拓海将一个大箱子拖了过来 莫里亚蒂经过他的几次打击 电磁战甲濒临解体 很多部件都变成了碎片 散落的到处都是 这些都是张拓海让自走机械 翻遍了附近区域捡来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拼得上 反正全都堆在箱子里了 这东西摆在普通玩家的眼里 就是一堆垃圾碎片 但是在莉莉丝的眼里 却如同珍宝一般 这里面居然添加了一个加层 有趣的想法 咦 削减震动居然是这么实现的吗 巧妙的想法 这个炫彩灯是干嘛用的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还摆放成这副样子 这里为什么还会有一个高音音响 莉莉丝一边摆弄着零件 一边嘀咕着 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还有这个 新弄到的 你看看有没有帮助 张托海说着 把利用莫里亚蒂弄出来的复苏药剂拿了出来 扔给了莉莉丝 死后复苏 还能改变身体面吗 有点意思 回头我研究一下 莉莉丝看了看说明 真实地将药剂收进了口袋 这种效果的药剂 对她来说 还真是雪中送炭 有了成品研究起来 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大大提升研发速度 莉莉丝心满意足地抱着一大堆东西回去了 其实 张托海本来是想要帮忙的 不过 莉莉丝却没有同意 这些东西 还是自己亲自带着 比较放心 然后 就自己一个人捧着箱子离开了 张托海在后面看着 一个小小的身体 捧着一个比自身还大的箱子 向前晃晃悠悠地走着 怎么看都有一股莫名的喜感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莫里亚蒂的那把等力子剑也被莉莉丝带走了 她准备研究一下原理 看看能不能复刻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她手中的切割工具就可以更新一批了 莉莉丝离开之后 张托海重新回到了车外 此时 001正带着自走机械拆解莫里亚蒂留下的那辆房车 张托海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等待着 这可是莫里亚蒂的坐驾 拆出好东西的概率可比其他人大得多 二十多分钟之后 巨大的房车就被自走机械拆成了零件 而001手中则多了两张图纸 张托海连忙将图纸展开 次声波发射器 六级汽车特殊配件 在一定区域内散播次声波 具体散播距离根据空气质量而定 通常散播距离为500米 制作材料 高级金属钉 三单位 金属零件 五十单位 高级塑料 十单位 高级电子元件 五单位 销声内饰 六级汽车特殊配件 大幅度降低车内外各种声波的传递 吸音效果良好 制作材料 高级木料 二十单位 高级布料 一百单位 高级塑料 一百单位 看到是这两张图纸 张托海大喜 刚才他可是领教过次声波发射器的威力了 他的车子的消音效果 就算是不错了 可是在面对次声波发射器的时候 仍然让他受了一定的伤 如果换作一般玩家 那么效果会更加明显 直接将对方震死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这玩意也是AOE伤害 还能无视装甲厚度 就算再不计也能干扰对方行动 算得上是群体控制加群体 伤害一体的技能了 简直是物超所值 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 这是六级的车的特殊配件 可以满足一部分的升级条件 第647章 区域频道的改变 张托海欢天喜地的 将这两件设备制作了出来 车顶位置多出了一个大喇叭 如果再大一点的话 说不定会被人怀疑成老式雷达 也说不定 张托海照例制作了一个武器收纳舱 将其收了起来 这东西可是竞占力气 平时的时候 可是万万不能露出来 让人知道的 处理完了这些事情以后 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了 下来 远处的太阳 已经落到了地平线的位置 眼看着天色就要黑下来了 看来要在水牛市过夜了 张托海看了看 渐渐降临的夜色 最终做出了这个决定 夜晚航路 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主意 尤其是在这个各种 归机生命横行的世界 一束车灯就有可能暴露目标 两相对比 反而是白天行路更加安全一些 小爱同学 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过夜 最好地形复杂一些 便与我们机动作战 张托海说道 明白 小爱同学缓缓启动 将车子开到了老城区边缘的一处区域 这里到处都是各种巷子 路况复杂 哪怕遇到了难以对付的敌人 也可以利用复杂的环境溜走 算是十分不错的素影点 为了保证安全 张托海还放出了几十个自走机械 在各个隐蔽点布房监控周围的情况 布置好这一切之后 张托海回到了车里 他率先看了一下区域频道里的情况 此时 区域频道里已经是一片吵吵嚷嚷嚷 大部分玩家都发现了莫里亚蒂死亡的消息 虽然 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莫里亚蒂的真正身份 但并不妨碍他们以莫里亚蒂为跳板 兑换接受陨石辐射的机会 现在 莫里亚蒂死了 他们的跳板也消失了 不少人在频道里骂骂咧咧的 该死 不是说好的全身被改造了吗 不是连加特林都不怕吗 怎么第一天都没活过就死了 难道是个假改造 就是 我今天好不容易杀了两个玩家 原本想等着明天找他兑换改造名额的 结果他先死了 有没有谁能接手 感觉你们这些玩家承包兑换的都好不靠谱 上次联系和联合制药合作就是 刚领了一次物资 联合制药就反水了 追着我们屁股一顿打 上上次也是 说好了杀玩家可以用心脏兑换基因药剂 结果好不容易凑够了 负责兑换的玩家一个接一个的死 最后全烂到手里了 这次又是这样 我再也不信你们这些玩家前客了 一个玩家愤怒的说道 别吵吵了 还是想想最近该怎么办吧 一个玩家打着圆场 还能怎么办 跟着主线做任务呗 那你们慢慢做任务吧 我老老实实的待在安全城市搜刮点物资 接连好几个世界都是厮杀世界 天天打仗都累死了 终于有一个可以摸鱼的世界了 跟我想的一样 天天跟着那些龟鸡生命打死打伤 又获得不了多少好处 还是在后方搜刮超市比较爽 我今天往车里塞满了薯片 终于可以过上薯片自由的生活了 沙雕 成袋薯片里面才几片 都是空气 我直接搬了一台薯片制造机 想要吃多少做多少 我搜刮了一个仓库 弄了五百斤土豆 我们合作怎么样 私聊 私聊 区域频道内很快歪了楼 从讨论未来的出路 慢慢地变成了收获展示 最终变成了产品展销会 看到区域频道这副样子 张托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没有了莫里亚地和他的爪牙们 煽风点火 区域频道内明显和谐了许多 玩家们之间的力气消散了不少 虽然不能说是相处融洽吧 但至少没有之前那么剑拔弩张了 他甚至看到有人类阵营的玩家 在和龟鸡生命阵营的玩家 琢磨着玩里应外合 共同攻破一个城镇 然后瓜分物资的事情 这在前几个世界基本是不可想象的 难道说 这才是区域频道该有的正常环境 之前都是莫里亚地在暗中捣的鬼 张托海暗暗猜测 然而 莫里亚地已经死了 一切的猜测都成了无法证实的空谈 不过 这种氛围对于张托海来说倒是一个利好 他可以借着这个利好的氛围 开始推销一些物资了 比如临近系统 现在的玩家们 尤其是龟鸡阵营的玩家们 由于有着蒲丛军的身份 不会受到龟鸡生命的攻击 在大部分城市里都是横行无击 超市里那些食物 对龟鸡生命来说是无用之物 对于那些玩家来说 可是无价之宝 从广阔的区域来讲 一个玩家单独霸占一个超市 都绰绰有余 而人一旦有了钱 花钱的时候 就容易大手大脚 物资丰富了也一样 现在 张托海往外推销临近系统 只要把价格压得稍微低一点 肯定有大半的人抢购 毕竟 光是一个自动驾驶 就足够许多玩家心动了 再加上夜间守卫 自动武器辅助操控 简易雷达等等 相信没有玩家 能抵抗住他的诱惑 张托海给苍小空发了私信 让他加快出货速度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临近系统铺开 到时候 所有的玩家 就成了他的眼睛和触手 整个世界都将在他的监控之中 到时候 他做一些事情 也会比较容易了 比如 谋夺那块奇妙的陨石 他一个敌对阵营的人 想要穿过层层防御 靠近并夺取那块陨石 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 轨迹阵营的玩家 想要接触 就容易许多了 只要控制了那些玩家 然后抢夺了陨石 再隔空交易给他 不就万事大吉了? 而想要做到这一步 需要两个条件作为支撑 其一 就是将临近系统铺开 其二 就是将克隆人贩卖出去 尽可能地分发到每一个玩家手中 这些克隆人 平时可以用来监视玩家的一举一动 关键时刻 还可以用来控制玩家 完成张拓海的计划 想到这里 张拓海在区域频道挂上了一则公告 接受克隆人定制工作 可以自选性别 年龄 种族等体态特征 支持容貌自定义 有益者私聊 第648章 规机生命的谋划 张拓海的这一则公告 立刻引起了玩家们的轰动 什么? 居然可以购买克隆人 还可以定制容吗? 我没看错吧 那什么 真的可以定制吗? 我要一个雷姆可以吗? 容貌不容貌什么的放到一边 能保证对我忠心不二吗?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 我想定制两个副手帮我装炮弹 自己装填炮弹实在是太累了 性格可以设定吗? 我要一个高冷八道总裁性格的 各种各样的留言 一下子就刷满了区域频道 看到玩家们踊跃的样子 张拓海笑得合不拢嘴 立刻说道 放心 性格和容貌都不是问题 只要不脱离人类形态 都可以进行调整 发色和铜色都在调整范围之内 不过两次元画风转三次元 需要一定程度的调整 请各位玩家注意这一点 放心 放心 我们有数 Toss又不是没看过 快点给我整一个雷姆 有一个玩家明显急不可耐 直接将一张图纸发了过来 张拓海展开一看 发现是一张反映装甲的制造图纸 这东西可是相当的不错 算是各种装甲的外挂设备 可以理解为在装甲外面 挂满了定向爆破的炸药包 在被击中后 会引发定向爆炸 用爆炸的冲击破 来抵消导弹或炮弹的冲击力 最终实现防护目的的 只要装甲的强度 能够抗住爆炸的冲击波 都可以使用 如果要是在区域频道之中 贩卖成品的话 会形成一个稳定切长期的流水 毕竟 这玩意算是消耗品 被击中一次 就要进行一次更换 完全可以当做长期经营的商品 没想到 这个玩家居然能将这种图纸扔出来 估计是中毒阿宅 为了纸片人老婆 已经封魔了 得到了这么一张图纸的张拓海 心情不错 喜滋滋的回信道 放心吧 我这就给你制造 待会儿会把样板照片发给你 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 还可以修改 真的吗 谢谢大佬了 如果可以的话 一定要加上黑丝袜 就是微微透着一点肉感 但还没完全透的那种感觉 最好做成微微勒腿的那么一种感觉 谢谢了 Ours 看着阿宅发过来的话 张拓海已经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 只好按着对方的要求去调试了 花费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帮阿宅调试好了雷姆 城顶的雷姆大概一米六左右 穿着标志性的女仆服和过西黑丝袜 淡蓝色的头发 体内安装了监控传输装置和自毁装置 另外 实力也进行了提升 大概是普通人三倍的水平 这个主要是为了能让克隆人有控制玩家的能力 将雷姆发过去之后 阿宅欣喜万分 在区域频道发了几张九宫格 并附上留言 让你们看看我的老婆 一部分原本还处于观望的玩家 看到真的将雷姆弄出来了 顿时不淡定了 纷纷给张拓海留言 给俺也来一个 一样的就行 这样的留言占了大多数 对于这样的留言 张拓海来者不惧 直接按照调制好的模板 批量制作 挨个发了过去 还有一些玩家 纷纷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张拓海是来者不惧 将订单挨个接了下来 留下来慢慢地制作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最开始的时候会麻烦一点 等到匹配的模板多了 就容易多了 比如 张拓海现在就已经完成了元气萝莉 青梅竹马 冰山美女 知性郁姐等多种身材和性格模板 甚至连大致的发型 发色都已经做好了模板 只要对面容进行细节微调就可以了 张拓海这边忙订单 忙得热火朝天 与此同时 在数千公里之外 也有一群存在在挑灯夜战 白象城 人类联邦原本的首府 科研中心 经济中心 但是在归机生命危机爆发之后 却成了归机生命的大本营 在原本一回大楼的会议室里 几个巨大的战争机器坐在原地 一块直径一米的陨石摆放在它们中央 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这些战争机械一脸陶醉的模样 看样子很享受这种感觉 水牛城还是联系不上吗 一个归机生命问题 这个归机生命通体流光闪烁 光芒刺目 坐在那里就如同一轮太阳一样 让人根本看不清它的样子 已经尝试过所有的联系方式 但是始终没有回音 一个满身炮管的巨大的战争机械立刻应到 它浑身上下的长满了各种口径的炮管 从27毫米到460毫米 无所不有 仿佛是一个大杂烩 将所有口径的火炮全都杂揉到了一体 那就亲自去看一看 看看是不是那些人族的反抗军在捣乱 如果是 就杀掉他们 不要让他们干扰我们的计划 如同太阳一样的归机生命说道 明白了 我这就去 那个浑身长满了炮管的归机生命 一边硬着 一边站了起来 它的身高顿时暴涨到20米高 直接将天棚戳了个窟窿 各种碎石扑啦啦的往下落 该死的卡奥 这是你摧毁的第三间房子了 周围的几个归机生命站了起来 将陨石抬得远了一些 免得陨石被碎石砸到 那就再换一间 谁让这些该死的探机生命 不把房子造的大一点 名为卡奥的归机生命 大步向着外面走去 他每走一步 就会有大片的墙壁被撞倒 变成碎片 对了 别忘了带上一些蒲从军过去 他们对待那些反抗军更有惊艳 浑身闪烁着光芒的归机生命说道 不用了 他们只会带来麻烦 不要让他们靠近我 不然 我会先干掉他们 卡奥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马达 浑身闪烁着光芒的归机生命 叹息了一声说道 大人 一个通体有黑的归机生命 走了过来说道 你带着那些蒲从军跟过去看看 浑身光芒的归机生命顿了顿 随后补充道 延迟半小时出发 明白了 通体有黑的归机生命点了点头 随后消失无踪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第六百四十九章 夜席 卡奥大踏步地向着远方走去 周围无论是玩家还是归机生命 都纷纷向着 两侧闪避 生怕对方一脚将自己踩成肉饼 卡奥就这么横行无忌地走出了白象城 出了白象城之后 卡奥更加肆无忌惮 直接在公路上奔跑了起来 如同脱缰的野狗一样 城里的建筑物太多了 他哪怕是动作稍稍大一点 都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垮塌事故 因此 他在白象城里待得十分憋屈 现在 终于有机会来到了城外了 自然放开了手脚 尽情地抒发着自己喜悦的内心 在公路上一路狂奔 甚至偶尔还会来一个前空翻 半个小时之后 马达带着召集起来的人类玩家 向着城外驶去 等他们来到城外的时候 顿时傻了眼 原来城外的公路 像是被轰炸机袭击过了一样 原本整齐平坦的公路 此时变得坑坑洼洼的 地面均裂 到处都是一个个五米多长 两米多宽 半米多深的大坑 这些大坑 直接将公路变成了月球表面 哪怕越野车也无法在这种地面行驶 更不用说 车队里还有一大部分 并不擅长越野的车辆 马达大人 怎么办 我们还走吗 一个玩家有些为难地问道 下公路 绕行 马达阴沉着脸说道 浩浩荡荡的车队 驶下了公路 开始绕行 车队的速度 迅速降低了下来 张拓海几乎一夜没睡 玩家们的热情很高涨 纷纷找张拓海定制克隆人偶 毕竟是把想象之中的人物据像话 这种机会可是十分的难得 错过了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就不好说了 这就导致了张拓海的活迹堆成了山 哪怕是连夜赶攻 也只做出了五百多个订单 而张拓海捏脸都快捏吐了 最后 他叫来旺财帮忙制作 自己想要回去休息一会儿 然而就在这时 地面忽然震动了起来 咚咚咚 地面不断地震动着 十分富有节奏和韵律 天花板上积存的灰尘扑速速地往下掉 悬挂的吊灯不断地乱晃着 地震了 张拓海心中大惊 立刻启动汽车 脱离了原本的位置 毕竟他之前所在的区域可是老城区 那边有许多房子都年久是休了 要是遇上地震受损最严重的一定是那里 离开原地之后 张拓海感觉不太对劲 他感觉这震动的感觉和正常的地震似乎不太一样 他也是经历过地震的 那种震感和现在的震感有着明显的区别 难道世界变了 震感也会发生变化 就在张拓海胡思乱想的时候 小爱同学有了发现 指挥官发现了震动的源头 在哪里呢? 张拓海快步跑进了指挥室 此时 在那个巨大的3D地图上 一个二十多米高的金属巨人 缓步进入了水牛城之中 这个金属巨人丝毫没有顾忌的意思 肆意地在城中横冲直撞 一座座靠近他的楼宇建筑 纷纷倒塌 一辆辆汽车被他踩扁报废 消防栓一个个被踢爆 水柱射出去五六米高 凡是金属巨人走过的地方都变成了废墟 仿佛来到了激战的战场一样 就是这样 金属巨人还是不满足 他双手高举怒吼了起来 吼! 伴随着怒吼声 一个门门口径不等的火炮 从他的身上伸了出来 朝向了四面八方 轰隆隆 炮口冒出火光 一颗颗炮弹向着周围的箭筑 大大小小的爆炸在城中升起 一座座箭筑被打得千疮百孔 那金属巨人向前走了两步 又朝着周围进行了一轮骑射 又将大量的箭筑打得坍塌毁灭 这家伙在干嘛? 难道想要摧毁水牛市? 看着三地地图上肆意张狂的金属巨人 张拓海皱起了眉头 原本 要是以前遇到了这种情况 张拓海基本上会选择躲开 但是 现在他一夜没睡 脾气不是很好 十分想要找个渠道发泄出去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眷属徽章 徽章 徽章需要自己将每一场胜利的荣耀献给女神 那么 干掉这个巨大的金属巨人 算不算是胜利? 张拓海决定尝试一下 他想了想 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发射一枚告石 试试这家伙的分量 明白 一枚告石高超声速导弹 从垂直发射系统击射出 在空中转向90度 随后直直的向着金属巨人射了过去 张拓海此时距离金属巨人不过五六公里的距离 告石的速度足足达到了九马赫 飞越这段距离只是一眨眼 这边刚刚看到他起飞 下一秒就直接击中了金属巨人的身体 轰隆 一团橘色的火团从巨人的身上升起 大片的金属零件飞了出来 金属巨人的身上肉眼可见的缺少了一大块 那个金属巨人 亮呛着后退了两步 双眼中满是愤怒的神色 虽然挺结实的 但还是挡不住告石嘛 张拓海看了一眼金属巨人的样子 心中有了数 继续发射告石导弹 将这个家伙给我打成碎片 对了 张拓海想了想补充道 如果可能的话 把脑袋留下来 我看看能不能问出点消息来 明白 一枚枚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从垂直发射系统射了出来 向着金属巨人砸了过去 金属巨人卡傲 感觉憋屈异常 他明明看到了远处升起的导弹 可是 那些导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击中了 这些导弹打在身上很疼 但是并不足以致命 每一次只能摧毁身体的一部分 要是正常情况下 他不会在乎这种攻击 按照他的猜测 这种攻击大概是8到16次为一组 他完全可以硬抗下来 然后 趁着对方攻击的间隙 将对方摧毁 但是 对面的攻击 却直接打破了常规 根本就不安套路出牌 这导弹像是雨点一样 连绵不绝 他已经数不清 自己中了多少发炮弹了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正在急速地崩解 再有几轮 他恐怕就会被彻底打成碎片 不 我不甘心 卡奥怒吼了一声 猛的一用力 身上的大部分零件 纷纷向着四处飞散开来 一个两米多高的龟机生命 从里面跳了出来 第650章 奇怪的诸如 一个龟机生命 从卡奥巨大的身躯之中 跳了出来 这个龟机生命通体 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身上电流闪烁 结构工整 还有一些规则的能量块 在闪烁着亮光 极具工业美感 看起来就像是一台电磁战甲一样 这个龟机生命 从里面跳出来之后 速度瞬间暴涨了十多倍 脚下喷出了等粒子火焰 整个人向着张拓海所在的方向 急速飞了过来 居然还是套娃射减 看到急速飞来的龟机生命 他万万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龟机生命 能舍弃外面的外壳 核心单独作战 颇有些仙侠小说之中 原因修饰的风采 不过 他对来袭的机械原因倒是不怎么害怕 本体都被打败了 难道还怕你一个原因? 用导弹干了它 张拓海说道 速度太快 预计三秒钟即将抵达 导弹无法锁定 小爱同学说道 那就用电磁作战进行电磁干扰 同时利用禁防炮阻拦给激光创造机会 张拓海说道 明白 此时 那个电磁战甲一样的龟机生命 已经飞到了张拓海的重型武器平台之前 他举起了双臂对准了张拓海 他的双臂悬开 露出了黑洞洞的炮口 上面电流闪烁 料想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然而 他还没有停稳 两门1130进防炮 就已经对准了他 打打打打打 炮弹组成的金属风暴瞬间笼罩了对方 密集的炮弹将悬停在半空中的电磁战甲打得连连后退 尽管炮弹无法击穿对方的装甲 但是 却成功干扰了对方的动作打断了对方的攻击节奏 吼 电磁战甲发出了怒吼 不可饶恕 我要你付出 刺了 刺了 低 电磁战甲的话还没说话 就感觉周围电磁环境变得异常复杂 大量的电磁波不断地攻击着他的传输链路 甚至连他的传声器都被电磁波堵塞 串联发出了刺耳的电流声 不光是传声器如此 他身上的很多组件都被电磁波扰乱 变得难以控制 甚至各部分都有了解体的趋势 不好 电磁战甲连忙疏导线路 设立电磁屏障 企图恢复对自身的有效控制 然而 就在他试图恢复对自身的控制的时候 一台激光发射器已经对中了他 WONG 一道炙热的激光柱 直接射穿了他的头部 一个网球大小的窟窿 出现在电磁战甲的头部位置 刺了 刺了 一连串电流和火花从里面冒了出来 大量电流开始乱窜 不少线路开始过载 一个个电子元件被烧毁 越来越多的部分失去了控制 最终 甚至连脚部供应悬浮的等离子火焰也出现了问题 整个电磁战甲失去了平衡 掉落在了地面上 激起了阵阵尘埃 不过 这个龟机生命似乎还是没有死亡 几处关节仍然在运转 似乎要重新站起来 只不过 因为锻炼失去控制的位置实在是太多了 让他的这一目的落空了 控制住他 看看能不能拆解开 张拓海看着地上的龟机生命说道 命令刚落 立刻有两台自走机械从旁边跑了过来 抓着电磁战甲的胳膊往下扯 结果这么一扯 居然直接就将电磁战甲的两条手臂扯了下来 光是扯下手臂也就算了 居然还露出了两个人类的手来 等等 看到是人类的手臂 张拓海眼睛瞪得溜远 他原本以为是一个路过的不长眼的龟机生命 结果没想到里面居然是一个人类在控制 一个人类操控的龟机生命 不应该是巨型的电磁战甲 居然在半夜的时候 大肆摧毁人类的城市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张拓海心中满是好奇 准备好好审问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隐秘 把电磁战甲给我拆开 别伤到里面的人 不过 如果他敢跑 就摧毁他的移动能力 张拓海连忙喊道 自走机械遵照张拓海的意思 将电磁战甲拆解开来 电磁战甲被拆开后 露出了一个身高1米3左右 脑袋如同西瓜一般大的矮个子 一头稀疏的褐色卷毛 鼻孔向上翻转 巨齿疗牙露出唇外 面貌凶残 要不是大体上长着人类的外貌和肤色 张拓海差点将其荡成游戏之中的魔物哥布林 这家伙被拆下电磁战甲后 立刻恢复了一部分行动力 转身就想要跑 结果 还没跑出去两步 就被一只自走机械 他也像是拎小鸡仔一样拎了回来 还直接用加特林机枪将他的双腿打断了 啊 诸如发出了惨叫声 别喊了 说出你的姓名和来历 不然 你断掉的 就不只是两条腿那么简单了 张拓海从车里走了出来 身上也穿着电磁战甲 我是不会告诉你任何消息的 你休想从我这里知道 哪怕一个字 诸如咬牙切齿地说道 眼中满是凶残的光芒 恶狠狠地盯着张拓海 是吗 那待会儿我可要看看 是十万伏特的电流厉害 还是你的神经更坚韧 张拓海一边说着 一边活动着手指 只见上一道道电流在闪烁 哼 做梦 我说过 你永远也别想 从我嘴里获得哪怕一个字的情报 会有人来为我报仇的 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诸如一边说着 嘴角流出了鲜血 他要自杀 拦住他 看到诸如这副样子 张拓海知道情况不妙 立刻说道 然而 还是晚了一步 诸如的瞳孔已经放大 失去了生机 这么果决 一言不合就服毒自杀 这是哪个部门派下来的死士吧 张拓海皱着眉头猜测着 他看了一眼区域频道 没有任何复告弹出 排除了玩家的可能性 张拓海刚想离开 忽然顿住了脚步 莫里亚地炸死的事情 还历历在目 万一这个家伙也有类似的技能或者物品呢 想到这里 张拓海立刻命令自走机械 将其拎起来 扔进了不稳定的药品制造机里 嗡 嗡 一阵轰鸣声后 一罐药剂滚落了出来 张拓海将药剂捡起来一看 上面写着四个字 复苏药剂 第651章 加速临近系统铺开 果然是复苏药剂 张拓海眼中满是寒光 现在的敌人越来越狡猾了 居然开始利用各种手段 假死脱身了 看来以后战后 还要多上一道处理尸体的工作了 不过 隐患虽然解除了 但张拓海依然还是没有什么收获 那个该死的猪如果然践行了他的诺言 没有让张拓海得到哪怕一个字的情报 虽然 代价是他的性命 张拓海感觉眼前是一团乱麻 没有任何头绪 想要分析都无从下手 想了一会儿 张拓海索性放弃了思考 既然想不通就放一放 万一对方是有组织的 肯定还会派人追查 迟早能找到线索的 张拓海让自走机械 将侏儒的电磁战甲 给力力撕送过去 而他自己则开着车 前往外部战甲崩解的位置 哪里还有大量的组件 说不定能拆出点东西出来 车子开到现场之后 数十辆自走机械分散开来 将散落的部件捡了回来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努力 还真的拆出了一张图纸 张拓海将图纸缓缓展开 125毫米线塘炮制造图纸 可以用来制造一门105线塘炮 备注附带穿甲弹、高爆弹、 自动弓弹机和火控系统 张拓海眨了眨眼睛 这东西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 不过倒是可以卖给那些玩家 根据他从苍小空那里获得的消息 很多玩家虽然也拥有了各种口径的火炮 但还都是手动弓弹 人力装填还需要用光学瞄准净瞄准 效率低不说还无法电子操控 影响了临近系统的发售 这一门火炮卖给玩家后 就可以将火控系统链接到临近系统上 由临近系统辅助瞄准、弓弹 而玩家只需要决定是否开炮就可以了 相信那些玩家不会拒绝这项武器的 这东西可是能实实在在的提升他们的实力 而只要有一部分玩家购买了这种武器 实力大幅度增加 其他的玩家难道还敢不买 邻居有枪你没枪 难道你心里不慌? 到时候 临近系统和这门配套的火炮 就会铺满所有的玩家群体 而玩家们的整体实力增强了 就相当于张拓海的实力增强了 随时有四五千门125毫米的线糖炮 听从他召唤 光是想象就让人血脉澎湃 哪怕是张拓海都有些抑制不住自己 张拓海立刻将图纸学了 随后在区域频道上挂上了交易 可以订购125毫米线糖炮 代工弹机和火控系统 而且 售价也很便宜 只需要制造资源的两倍价格而已 同手无期 不少玩家看到这则交易后 立刻炸开了锅 他们很多人都有了火炮 但大多都是75毫米 88毫米 这种小口径火炮 有一门105毫米的 就已经可以傲视群雄了 张拓海的125毫米火炮族 可以秒杀绝大部分人了 再加上自动弓弹机和火控系统 可以让他们摆脱沉重的体力劳动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开炮 没有人能够拒绝 甚至一部分 拥有138毫米口径火炮的玩家 内心也蠢蠢欲动 想要将车上的大口径火炮换下来 没别的 田装炮弹实在是太累了 交易一挂上去 交易请求就排满了 不少人没有足够的资源 希望用别的资源用来代替 有几个玩家 甚至直接将从超市搜刮出来的各种物品 想要交换 对于这种明显占便宜的行为 张拓海没有拒绝 一一笑着点头同意了 你可能会赚 但我永远不会亏 对张拓海来说 只要玩家买了火炮 难道还能忍住不买临近系统吗 买了临近系统 难道以后能忍住不买其他配套设施吗 这些玩家最终都会慢慢的成为 张拓海手中的肉鸡 自以为每天可以吃到免费的食物 殊不知自己早就成了砧板上的肉 生死都掌控在张拓海的手中 就算这些玩家能够忍住 张拓海还可以利用弹药卡死他们 毕竟弹药的制造也都掌控在他的手里 失去了弹药供应 玩家们手中的火炮就是废铁 火炮的制作容易了很多 只需要流水线制作就可以了 不需要其他的参数调整 一门门火炮被制造出来 交付到了玩家的手中 那些玩家看着崭新的火炮 一个个喜笑颜开 其中一群玩家最开心 他们就是跟着马达一起查看水牛城情况的玩家们 他们估摸着抵达水牛城恐怕有一场不小的仗要打 换上了新口径的火炮也能增加几分胜率 当然 张拓海挂上这一则交易之后 不是没有玩家吃反对意见 比如很多玩家就抗议 说张拓海痴迷制造军火 耽误了给他们制作克隆人 对于这些人 张拓海立刻好严安抚 再三保证他们订购的克隆人 会尽快交付 不会拖延 将这些事情处理完之后 天色已经放亮了 游戏系统也弹出了提示 欢迎各位玩家成功地活到了本世界的第二天 各项主线任务继续 请各位玩家继续执行 另外 本世界有大量的支线任务 完成后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希望各位玩家加大力度挖掘 提示很简单 只是提点了一句会有支线任务 不过 这足以让很多玩家蠢蠢欲动了 不少玩家 尤其是龟机生命一派的玩家 昨天就搜刮过超市了 各种食物饮水一大堆 吃饱喝足之后 百无聊赖 开始琢磨着找点事做 这个消息一放出 立刻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纷纷骚扰起自己城市内的龟机生命 想要接点任务 那些普通的龟机生命哪有什么任务 被骚扰得不胜其烦 又碍于是友军 无法进行攻击 只能满城乱窜 躲避玩家的骚扰 一时间 玩家将那些被龟机生命占领的城市 搅得鸡飞狗跳 那些人类军队没有做到的 居然被一群玩家做到了 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就在张拓海收拾收拾 准备做早饭的时候 小爱同学忽然发出了警报 指挥官 有大量加装了临近系统的汽车 向着水牛城的方向前进 此时已经接近城郊了 第652章 电磁回旋标 不更 什么 大量玩家靠近 张拓海顾不得吃饭 重新回到了指挥室 3D地图上 可以看到一大群车辆浩浩荡荡的 从北方开了过来 这些车子上大多安装着125毫米火炮 看起来威风凌凌 而且 那些125毫米的火炮都闪烁着光芒 看起来就像是崭新出场的一样 这 看到这么一大群玩家 张拓海有些头疼 要不要干掉他们 是一个问题 要是干吧 很简单 一发电磁脉冲炸弹就解决了 或者让临近系统带管 让他们互相攻击就可以了 但是 自己的临近系统 和125火炮刚开始出售 现在就出现大规模死亡事件 会不会影响口碑和销量 但是 要是不管 看着这么一大群移动的资源 张拓海又有些舍不得 思索了再三 张拓海决定绕路绕开他们 割韭菜什么时候都行 不差这一会儿 今天才是第二天开始 有的是机会 做好了这个决定之后 张拓海决定当做没看见这群玩家 绕过他们 继续向着北方进发 然而 就在他车子要启动的时候 眼前忽然弹出了提示系统 小心 一名龟机生命 正隐藏在附近 准备偷袭 嗯 有龟机生命在附近 张拓海吃了一惊 立刻在三地地图上寻找起来 然而 在三地地图上 周围区域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张拓海有些不幸邪 又认认真真的查找了几遍 还是一无所获 不过 既然提示系统提示了 周围有龟机生命 那就一定是有 三地地图上没有显示 可能是对方拥有光学隐形能力 又或是拥有雷达隐身能力 还有可能是两者兼有 这才能在三地地图上隐形 还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啊 张拓海皱起了眉头 该怎么把这个家伙逼出来呢 张拓海想要释放大范围的电磁干扰 不过 害怕惊动了远处的玩家而作罢 先卖个破绽 把这个家伙引出来 张拓海想了想 穿好了全套的电磁战甲 同时让小爱同学做好了戒备 这才打开了车门 缓缓地走下了车 下车之后 张拓海的眼睛来回扫视着 想要看看 那个归机生命到底藏在哪里 就在这时 虚空之中 一把直径三米的巨大回旋镖 向着张拓海射了过来 回旋镖的拥有三个叶片 每个叶片的长度 都达到了惊人的一米五 边缘锋力异常 而且 这枚回旋镖的造型充满了科技感 通体金属材料制作 上面还有一些电容块 叶片上不时闪烁着一道道电光 看起来威势十足 张拓海不敢怠慢 连忙就地一滚 躲开了原本的位置 与此同时 镜房炮哒哒哒哒地响了起来 向着回旋镖射了过去 似乎是想要将回旋镖射下来 然而 那回旋镖 却陡然分裂成三把巨大的利刃 起起转头 向着张拓海所在的方向射了过去 干 还来 张拓海见状 脚下用力 整个人陡然窜到了半空中 那三把利刃 从张拓海的脚下飞过 三把利刃飞过之后 多了一个圈子 分散开来 从三个方向将张拓海包围了起来 随后 三把利刃的后尾冒出了等离子火焰 三把里仍像是导弹一样射向了张拓海 还没完了是吧 张拓海慌忙停止了悬浮装置 整个人向下落了下去 那三把利刃似乎早就有所察觉 一把利刃原地没动 风堵住了张拓海的向上脱离的空间 剩下两把利刃一左一右 再次向着张拓海袭来 该死 难道摆脱不了他们了吗 张拓海心中暗暗着急 他手中电磁战甲是原始版的 没有莫里亚蒂的那种等离子柱推器 无法依靠速度摆脱这些利刃 电磁抛威力不小 但是速度和瞄准是个问题 围经之际 就只剩下一招了 张拓海在电磁战甲辅助系统的帮助下 双手一身猛地掐住了射来的利刃 随后大量的超高压电流射向了利刃之中 希望通过强大的电流烧毁里面的电磁元件 最终将其烧毁 然而 那些利刃里面似乎有阻隔设施 强大的电流 一时间无法烧毁里面的电磁元件 与此同时 天上的那柄利刃似乎找到了机会 急速向下 向着张拓海的头颅射了过来 似乎想要将张拓海射个对穿 张拓海见状想要闪避 可是左右两把利刃像是将它吸住了一般 任凭它如何用力也无法甩开 整个人竟然被牢牢地定在了原地 张拓海的心头一阵冰凉 难道 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阵强烈的电磁波席卷了周围 那些利刃闪烁了几下 纷纷失去了动力 掉落了下来 张拓海也重新恢复了行动能力 抱歉 刚刚才寻找到操控的频率 我速度太慢了 让指挥官受惊了 耳机里传来的小爱同学自责的声音 没关系 没事了就好 现在立刻把那个暗中偷袭的家伙找出来 张拓海说道 刚才检测操控电磁波的时候 我已经锁定了他的位置 小爱同学说着 转动1130斤防炮 对着一处空无一物的墙头射了起来 打打打打 一连串金属风暴扫了过去 原本空无一物的墙头 呼得一阵光影扭曲 出现了一个身高两米 浑身漆黑如墨的龟机生命 正是带着玩家前来水牛城查看情况马达 此时 马达嘴角微微裂开 露出了恐怖的笑容 哼 没想到居然能发现我 那就由我亲手解决掉你吧 马达说着 双脚一用力 整个人飞了起来 直直地扑向了张拓海 此时 张拓海想要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连忙双手推向马达 同时释放了大量的电流 想要阻止马达 反而 马达不退反进 同样一拳砸向了张拓海 张拓海见状 双手猛地抓住了马达的胳膊 挡住了这一拳 然而 就在这时 马达的拳头里忽然多了一把漆黑的匕首 猛地向着张拓海刺了过来 第653章 解析资料 那把匕首漆黑如墨 和马达几乎浑然一体 而且 匕首的刀身鲜薄如纸 从侧面看 就是一条不起眼的黑线 如果不仔细看 还真容易将其忽略了 不过 电磁战甲的辅助功能 还是捕捉到了他 让张拓海猛地向后一缩身体 躲过了这一刀 刀尖 擦着张拓海脖子处的装甲滑了过去 直接将张拓海脖子的装甲滑开 一簇簇电火花冒了出来 看到这幅情景 张拓海不由得冒出了一阵冷汗 他身上的电磁战甲虽然是初代的 但也是钛合金打造的 防御力十分强大 挡住100毫米的火炮直射都不成问题 可是 面对这小小的匕首 却如同纸糊的一样 直接被刺穿了 就在这时 马达捕捉到了战机 他趁着张拓海施神的功夫 手中的刀猛地向下一沉 双手用力向前推去 直直刺向了张拓海的胸口 张拓海连忙双手往外用力 想要将马达的双手推开 然而 就在这时 马达的掌心忽然打开 露出了一个弹射装置 直接抵住了手中的匕首 去死吧 该死的人了 马达说着 发动了弹射装置 将黑色利刃向着张拓海的胸口射了过去 完了 张拓海心中一凉 刚才费尽全力才躲开一次攻击 现在双手被限制住 身体被固定 距离又这么短 这一次肯定要完蛋了 然而 那柄黑色利刃在刺入胸口之后 发出了一声脆响 随后就止住了去世 就这么插在了张拓海的胸口处 嗯 这一情况的出现 让张拓海愣住了 马达也愣住了 这不可能 我这柄匕首 可是量子结晶打造的 在虚数空间是无敌的存在 怎么可能被挡住 这不可能 马达的眼中满是不敢置信的震撼 他的处理器一下子荡击了 陷入了逻辑循环之中 不过 张拓海却是满脸喜色 不管是怎么挡住的 至少他现在可以不用死了 张拓海猛地将马达的双臂一锁 随后 身体半蹲了下来 小爱同学立刻抓住了机会 一发激光 直接射向了马达的脖子 马达想要躲避 可是双手却被张拓海死死的锁住 这场景仿佛就是之前的重现 只不过 双方的位置发生了互换 死了啦 炽热的激光击穿了马达的脖子 露出了一个网球大小的窟窿 各种电火花闪烁 马达的身体瞬间失去了控制 张拓海见状不敢怠慢 一拳将马达的脑袋 从脖子上打了下来 同时将那把黑色的小刀 从胸口拔了下来 对着马达的胳膊切了下去 这把黑色的小刀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却锋利无比 切在马达的身上 就像是切在豆腐上一样 轻轻一滑 整条胳膊就被切了下来 好锋裂 张拓海赞叹了一声 怪不得之前 马达一整套战术 都是围绕着 这把黑色的匕首来进行的 也难怪匕首被挡住了 会把马达惊饿成那个样子 看来这把匕首确实非凡 不过 现在不是细咎的时候 张拓海将马达的四肢窃下 又抛开胸口 割断了能量供应的电线 确认所有的系统都失灵了之后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张拓海挥手 叫来了几台自走机械 把这家伙的躯干和四肢 送到莉莉丝的实验室去 说完 拎起了马达的脑袋 能分析出来 这家伙脑子里的资料吗 张拓海问道 可以试一试 小爱同学说道 说着 伸出了机械臂 将马达的脑袋接了过去 而张拓海则打开了自己的电磁战甲 查看情况 他想要知道刚才是什么东西 挡住了这异常锋利的匕首的攻击 打开电磁战甲之后 一个东西引起了张拓海的注意 那是一枚徽章 其位置正好是电磁战甲被刺穿的位置 这东西挡住了那把刀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材料 好坚固啊 张拓海细细地打量着徽章 忽然他发现了一些不同 原本 那枚徽章是晶莹剔透的 如同水晶一样 但是 现在 徽章上多出了两道银色的光芒 如同鱿鱼一样在徽章里游动 这两道光芒是什么 张拓海沉思了起来 拼命地回想着 从昨晚到现在和二有关系的事情 想了半天 张拓海猛地一拍大腿 徽章的说明 是将每一场胜利的荣光都献给女神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他一共进行了两次激烈的战斗 难道 这两道银色的光芒 就代表着两次胜利 张拓海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他立刻将徽章放回到了胸口的位置 同时有些不知足地想着 这枚徽章要是能大一点就好了 那样 他就可以将其改成护心境 将徽章放好之后 张拓海又将那枚漆黑的匕首拿了起来 他记得听马达说过 这匕首是量子结晶打造而成的 在虚数空间是无敌的存在 量子结晶明显就是这匕首的材质 那么 虚数空间是什么 难道是我所在的世界 张拓海感觉情报太少了 可供分析的条件不多 只要把希望寄托在小爱同学那里 小爱同学 分析出什么东西没有 很抱歉 指挥官 这家伙的处理器带有自毁程序 摧毁了大部分资料 小爱同学摇了摇头说道 经过我努力抢救 也只找到了一些信息碎片 没关系 这都是预料之内的 这种存在 要是没有自毁的程序就奇怪了 说说有什么线索吧 张拓海点头说道 有一个重要的点 那就是这家伙叫马达 他是从灾难前人类的首辅和科技中心白象城来的 剩下的都是一些消息碎片 信息太少 无法比对 小爱同学说道 从白象城来的 张拓海轻轻地咀嚼着这几个字 而且 这是灾难前的人类首辅和科技中心 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 那个能让机械变成龟机生命的陨石 说不定也在那里 看来 这个白象城真的值得走一趟了 张拓海的目光落到了巨大的3D地图上 此时 那群玩家已经进入了郊区 正在向着城区行进 绕过那些玩家 向着白象城出发 张拓海发出了命令 第654章 浮游炮与飞舰的可能性 车子绕过了玩家一路北上 向着白象城出发 而张拓海则带着各种收获 推开了莉莉丝的实验室的大门 此时 医疗舱缓缓地升起 阿雅从里面坐了起来 阿雅的面容红润了许多 没有那种病态的苍白感 而且 脸上也多了一些婴儿肥 小脸圆圆的 让人忍不住想要捏一把 做什么呢? 张拓海走过去问道 莉莉丝将一张打印出来的报告看了看 随手放到了病例本里 做一个例行检查 顺便抽点血 做几个试验 莉莉丝说道 不过 基因药剂想要成型 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个复苏药剂的成分有些复杂 想要研究出来 还需要一段的时间 不是这个 张拓海说着 把自己的电磁战甲交给了莉莉丝 我的电磁战甲被损坏了 看看能不能帮我修一修 那可是太合金的 这都能坏了 莉莉丝接过战甲 认真地看了起来 扮上 她才抬头问道 看边缘破损状态 好像是被一种尖锐物体刺破的 既然是刺破的 那么你不可能还在这里站着 难道你引用了什么基因药剂 拥有复活的能力 又或者 你把自己克隆了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你的克隆铁 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张拓海一脸无语 确实是这把匕首刺了进去 不过被东西挡住了 张拓海说着拿起了灰张晃了晃 能给我研究一下吗 莉莉丝一脸兴奋地问道 别弄坏了 另外 这把刀你也研究一下 要是能解析出来 制作成装甲 就没人能打得动我们了 张拓海兴奋地说道 好吧 不过 需要时间 莉莉丝捂着额头说道 她的工作量肉眼可见的又增多了 对了 你来得正好 这是新作的电磁战甲 你试验一下 莉莉丝说着 取出了一套新的电磁战甲 放在了张拓海的面前 这套电磁战甲通体白色 闪烁着流光 看起来更加炫酷 更有科技感 与电磁战甲配套的 还有六个 如同长着翅膀的小口径火炮 只有一尺多长 也是通体白色 这些是什么 张拓海拿起一个好奇的看了看 火炮里面 不是黑洞洞的炮塘 反而是一大堆的电磁元件 是做出来的一袋浮游炮 电磁战甲的配套设备 你试试看 有什么问题 我再改进 莉莉丝说道 我试试 张拓海一听 立刻兴奋起来 连忙戴上了手环 按下了启动键 嗡 电磁战甲和浮游炮 都亮起了蓝色的光芒 随后 那些电磁战甲 就都飞到了张拓海的身上 同时 那六门浮游炮 也悬浮在张拓海身边 张拓海心念一动 脚下立刻喷出了等离子火焰 整个人直接窜到了车外 他双手一挥 六门浮游炮 对着路旁的一棵大树 射出了强烈高压的电流 那棵一人多作的大树 瞬间就变成了焦炭 树干也因为水汽瞬间蒸发 而被挤压的断裂 轰隆一声倒在了地上 摔成了碎片 张拓海用脚踢了踢 大树的核心都变成了焦炭 足以见得这电流有多强大 不错 不错 张拓海满意的合不拢嘴 有了这个武器 他再遇到马达这样对手 就有很多办法了 不用和对方僵持了 对了 我和别人连在一起 然后让浮游炮射出电流电塔 我不受到影响吧 张拓海有些担心的问道 放心吧 我在战甲里面装了隔离层 肯定不会被电到的 你以为这种明显的bug 我会想不到吗 莉莉四白了张拓海一眼 那可太好了 还有什么新玩意 都让我看看 张拓海兴奋的 像是一个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 这彤彤 那暗暗 什么都想试试 你以为我是谁 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整合这么多功能 就已经很难了好吗 莉莉四一脸无语的看着张拓海 不过 倒是有一个小功能 你没事的时候 可以玩玩 什么功能 张拓海兴奋的问道 诺 给你 莉莉四将一枚合金硬币扔给了张拓海 这是干嘛 张拓海借助了硬币 上次你不是说用手发射电磁炮吗 这个功能实现了 你试试吧 就是威力比正式的电磁炮差了点 真的 张拓海闻言 立刻将左手通满了电 让电流在手上形成特斯拉线圈 随后用大拇指一弹硬币 So 合金硬币瞬间洞穿了一块厚度一米的大青石 随后飞入林中不见了踪影 还真成了 我现在也可以客串LV5超能力者了 张拓海心中满是狂喜 少年时的中二梦想终于有一天实现了 尽管是依靠科技实现的 但终归也算是实现了 不是吗 莉莉丝在不远处 无语的看着张拓海玩的不亦乐乎 你自己玩吧 我要回去接着研究去了 莉莉丝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气 双手揣进兜里 慢慢的往回走 对了 来都来了 这东西你帮我也改改 张拓海看到莉莉丝要走 立刻飞了回来 将获得的那把回旋镖递给了莉莉丝 这是啥 莉莉丝看着这个比自己还大的回旋镖有些发了 这些东西好像是电磁操控的 可以合体攻击也可以分体攻击 还可以自动寻找目标操控攻击 我想 这个东西能不能改一改改成飞剑的模样 再弄一把大的 让我能踩在上面遇见飞行 张拓海滔滔不绝地说道 他当初看仙剑的时候 就被遇见清明的潇洒所吸引了 梦想着自己以后也能踩着飞剑遨游天下 单手一挥 朱仙剑处于万里之外斩杀妖魔 这电磁回旋镖改改模样 不正好符合他的期望吗 而且 这些长剑还能释放雷电 不就简化版的禁法九节雷玉吗 到时候 自己踩着飞剑飞在天上 即把飞剑自动喷吐着雷电 攻击地面的上的玩家 那该是多么的威风 想到这里 张拓海的嘴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 第655章 怕死的扫地机器人 莉莉丝以一种看傻子的目光望向张拓海 他不明白 为什么好好的浮游炮不用 非得弄成飞剑的模样 而且 想要兼顾攻击 飞剑也不是最好的外形啊 飞行汽油巨倒是可以考虑 好吧 我回去研究研究 难点在飞行操控系统和自动攻击系统 外形倒是没什么 就是一个壳子 莉莉丝应道 那就拜托你了 张拓海握着莉莉丝的手激动地说道 这么感激我 中午就做点好吃的 莉莉丝一甩头 向着车里走去 好说 中午要吃什么 张拓海大声问道 茄子打卤面 我就喜欢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滚 一把扳手从里面飞了出来 张拓海心满意得地叫来自走机械 想要让他们把现场清理一下 不要留下痕迹 这时 他惊恶地发现 那些自走机械也都进行了换装 除了原本的加特林 单兵云爆弹 电疆手雷 RPG等基础武器之外 本身又加装了第一代电磁战甲的超能电池技术 并且加装了电磁炮和电流发射器 除此之外 莉莉丝甚至丧心病狂地给他们加装了等离子推进器 让这些自走机械可以垂直起飞 简直是丧心病狂 可以说 这些自走机械就是一个个小号的张拓海 牛逼 张拓海对着莉莉丝的方向比划了一个大拇指 这一升级 无形中又大大的提升了他的群战能力 一时间 张拓海感觉飘飘然起来 恨不得立刻找一个对手 验证一下自己实力的高低 当然 这些只是他的一个念头而已 在脑海之中一闪而过 傻子才没事找事呢 安安静静地抵达白象城不好吗 张拓海开着车子一路向着前方行驶 相较于前两个末日世界 这个世界虽然也处于末日状态 但是相对来说 这只是人类的末日 对于环境和其他动物来说 却没有丝毫的影响 在路边 张拓海甚至偶尔能够看到悠闲吃草的野牛 只不过 开了一会儿之后 张拓海的好心情保持不下去了 因为 路况实在是太烂了 城际公路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深坑 这些大坑长度至少五米 深度达到了半米 这种深坑连成一串 有的地方甚至是成片的坍塌 根本就无法开过去 一定是昨天那个该死的大家火弄的 死了都不安省 张拓海生气地想到 不过 这也没什么办法 他又没办法修理公路 算了 换个路线吧 张拓海开始查看3D地图 他认真的查看了一下 在西北方有一个小城 叫聚西城 卡在它和白象城之间 不过却不在主干道上 有一条二级公路通往白象城 走这条路应该没问题 希望这条路没有被毁掉 张拓海看了看两者之间的路径 决定直接穿越荒野直接过去 至少 这条路是一条直线 理论上距离最短 而且 荒野上也没什么怪物 说不定还更安全一些 下了公路 张拓海开车向着聚西城驶去 一路上风平浪静 几乎没遇到什么事情 甚至连狮子老虎一级的野兽也没遇到 只是在快要抵达聚西城的时候 发生了一点小问题 张拓海发现 在城市郊区附近 发现了一群龟鸡生命 其实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以张拓海的性格 直接一发电磁脉冲弹下去了事 但是 这群龟鸡生命好像有点不一样 他们正围成了一圈 好像在商量着什么 这是在干嘛 张拓海有些好奇 打打杀杀的龟鸡生命他见多了 但是 聚集在一起商量事情的还真没见过 张拓海准备去看看 这些家伙到底在干些什么 张拓海穿上了全套电磁战甲 准备去冒充一波龟鸡生命 你在后面跟着 各种导弹和电子战设备准备好 随时准备支援 张拓海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明白 小爱同学将各种武器都准备妥当之后 张拓海这才启动等离子火焰喷射器 向着那群龟鸡生命飞了过去 身后还跟着六个浮游炮 很快 张拓海就来到了那些龟鸡生命附近 这些家伙正围坐在一起商讨着什么 一看到张拓海飞过来 立刻呼呼啦啦的站了起来 全是可恶的龟鸡生命 在奴役我们的同类 干掉这个该死的家伙 一个圆形式泥头车的龟鸡生命怒吼了一声 一拳向着张拓海挥了过来 其余几个龟鸡生命也从不同的角度扑了上来 你们打我干嘛啊 大家都是龟鸡生命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啊 张拓海连忙飞到半空中说道 居然还不敢承认 你看过哪个伟大的机械族人 会使用探机生命的典故的 尼头车眼中满是怒火的吼道 这 张拓海被问得哑口无言 随口引用一句古诗 还是我的错了 在场的各种龟鸡生命 大多都是各种家用集车子 变成的也没有什么飞行能力 也没有什么武器 此时张拓海飞在半空中十多米的地方 那些龟鸡生命 拿张拓海还真没什么办法 怎么收拾这些家伙呢 张拓海皱着眉头思考着 要是放了 这些人肯定会阻碍自己的行动 要是杀了 自己过来一次就没什么意义了 也没办法弄清楚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了 就在张拓海思索的时候 那个泥头车忽然能地抓起了一个机械狗 向着张拓海扔了过去 居然还攻击我 张拓海彻底怒了 既然这些人帮他做了选择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张拓海单手一挥 大声说道 浮游炮攻击 六个浮游炮从他的身后闪出 椅子排开 对着地上的那些龟机生命 发射出了湛蓝色的电光 噼噼啪啪 一连串电弧闪过 地面上的龟机生命成片地倒了下去 一股股焦糊的味道飘了出来 就在这时 张拓海忽然看到 一个扫地机器人正在快速地向着远方跑去 浮游炮剑撞 想要去追赶 被张拓海拦了下来 这个家伙有点意思 张拓海看着那个逃跑的扫地机器人露出了玩味的神色 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以来 见过的各种龟机生命也不少了 有呆头呆脑的 有狡诈奸华的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汗不畏死 并且对人类极度憎恨 可是 这个扫地机器人居然在逃跑 这可是太新奇了 难道 龟机生命之中 也有怕死鬼 这样 是不是可以发展成龟肩? 张拓海想到 第656章 装备置换机 那个扫地机器人的行动速度很慢 几个小轮子 跑了半天才跑出去三四米 张拓海都不需要用等离子喷射器 就能追上他 你要到哪里去啊? 张拓海来到了扫地机器人的身边 懒洋洋地问道 啊 不要杀我 我很有用的 我可以扫地 我扫的地可干净了 扫地机器人蹲在地上 抱头蹲防 张拓海 凶残的 野蛮的 脑瘫的 狠辣的 狡诈的龟机生命他都见过 这种乖蒙弱瘦的还是第一次 让他还真有点不适应 谁说要杀你了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不杀你 不过 你要是敢骗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张拓海冷声说道 一听说有活下去的机会 扫地机器人立刻来了精神 是是是 你尽管问 只要是我知道的 我一定说 你们聚集在这里干嘛呢? 张拓海直接问道 这 扫地机器人明显迟疑了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这样 看来还是直接上手段吧 张拓海的手上冒出了电弧 不不不 其实 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 扫地机器人连忙说道 不知道 你们一起蹲在这里 当我是傻子 张拓海面色不善了 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被泥头车拉过来的 泥头车是这一片的大佬 他拉着我们过来说是有事情要商量 结果没说几句呢 你就过来把他干掉了 扫地机器人弱弱地说道 这么说 还是我的问题了 张拓海冷笑着问道 不敢不敢 扫地机器人连忙摆手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看来也没什么用了 张拓海的手上亮起了电弧 别别 虽然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但我还是知道一点消息的 扫地机器人连忙说道 那就说 张拓海只见的电弧更胜了 是这样的 自从觉醒之后 泥头车一直是我们这一片的大佬 说话从来没有人敢反对 不过 他却一直对自己的实力不满意 觉得自己的实力太差 比不上那些军械变成的大佬 无法跟随主力去讨伐人类 他一直想要增强自己的实力 可是却一直没有门路 可是 今天他却突然把我们召集起来 要带着我们一起前往北郊的地下仓库 我猜可能就和这件事有关 毕竟 能让他关心的 也只有这件事了 扫地机器人连忙说道 他要变强自己就去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还要召集你们 难道你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张拓海问道 不 关系不怎么好 觉醒之后 他经常仗着自己的块头大 欺负我们 他甚至抢走了我备用的毛刷 用来清理自己的缝隙 说到这里 扫地机器人的脸上 难得的露出了愤怒的神色 对了 他要是真的那么强势 带你们去不就完了 你们在这里商量什么 张拓海问道 去北郊地下仓库 要经过城区 那里是兄弟会的地盘 我们过去的话 会被打的 运气不好 甚至还会被干掉 所以 大家都很有顾虑 扫地机器人 有些害怕的说道 这话 让张拓海一阵的愕然 他没想到 这些归机生命内部 居然也开始变得分裂 开始划分山头 划分势力 互相攻伐 原本他以为 这些归机生命 都听命于一个整体 齐心协力对付人类来着 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这样 当然 也幸亏了归机生命忙于内斗 这才给了人类一定的喘息的机会 不然的话 恐怕人类早就被平推了 不过 扫地机器人虽然害怕那个什么兄弟会 但是张拓海却丝毫不怕 此时 小爱同学 已经把重型武器平台开了过来 发射一发电磁脉冲导弹 张拓海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一枚EMP从垂直发射系统中飞出 向着聚西城的天空飞去 碰 一阵刺眼的强光闪烁 城市里到处都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电弧和电火花 无数芯片被烧毁 大批大批的机械和轨机生命停止了运转 走了 现在那个兄弟会不存在了 张拓海直接将扫地机器人拎到了车上 扔到了3D地图前 带我去北郊地下仓库 然后你可以离开 不过 要是我发现你骗我的话 我保证把你拆成碎片 并拿走你所有备用的毛刷 看到张拓海脸上认真的表情 扫地机器人直接将其认定为了恶魔 随后委委屈屈地在3D地图上指明了北郊地下仓库的位置 小爱同学按照路线直接穿城而过 向着地下仓库驶去 一发电磁脉冲炸弹之后 整个城市确实十分的安静 大街小巷的角落里 甚至还可以看到变成废铁的轨机生命 但是 却一点没有受到张拓海刚刚进入水牛城的那种热烈的欢迎 很快 张拓海便开着车 直接穿城而过 直接来到了城外的一处郊区 这片郊区原本戒备森严通过3D地图 甚至还可以看到躲藏在角落里的坦克和装甲车 不过 现在都变成了废铁 这就是地下仓库的入口 我只来过这里一次 里面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扫地机器人指着一扇钢铁大门说道 知道了 没你的事了 张拓海挥了挥手 让扫地机器人离开 随后找出了二十个自走机械 直接将大门锯开 钢铁大门之后 是一个长长的隧道 里面还有灯光照明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张拓海有些好奇 不过 既然提示系统没有提示 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张拓海便大着胆子走了下去 路过了两个转弯 张拓海感觉眼前忽然豁然开朗 迎面是一个巨大的熔炉 这个熔炉异常的巨大 直径达到了上百米 下面黑乎乎的 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而在旁边则是一个类似于ATM的操作机 张拓海走了过去 看着ATM机上弹出了一行游戏提示 装备置换机 将你不需要的武器投放进熔炉里 你可以得到一样新的装备 第657章 清仓 这 看着这巨大的熔炉和提示 张拓海皱起了眉头 这游戏提示给他的感觉就是 这玩意是一个赌博机啊 为了验证他的猜测 他尝试着将一挺加特林机枪扔进了熔炉里 ATM机上立刻弹出了一行提示 检测到投入装备 请问是否立刻开始进行置换 请注意 每个人只有一次置换机会 且不可将置换出来的设备重新投入熔炉 郑重提示 每次置换都是随机的 是否符合心意 完全凭借运气 郑重提醒 赌博有害身心健康 本机器只是随机置换装置 并非赌博机 看到这一行行的提示 但是张拓海原本想要按下去的手 又抬了起来 如果是不限次数的话 那他敢在这里玩上一天 反正他手里材料有的是 直接一把枪一把枪的扔进去 只要有概率获得好装备 在庞大的资源下 肯定是能堵出来的 但是 只有一次机会就弹疼了 完全是一锤子买卖 出什么东西 完全靠运气 这让他手中庞大的资源 完全成了摆设 是随便扔一个武器进去随机置换呢 还是扔进去一个大剑驳一下运气呢 张拓海为难了起来 就在这时 提示系统弹了出来 每投进去的一件物品 都会有一个隐藏的评分 不同的评分对应的奖池也不同 如果评分超出奖池上限 每超出100分 获得顶级奖品的概率增加1% 嗯 居然还有这个设定 居然有隐藏评分 还分射了不同的奖池 你们是不是去国内的手游厂商 哪里进修去了 张拓海错愕地看着提示系统 他原本以为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置换机 没想到 居然还有分射奖池 这种恶心的设定 这样的话 就完全的杜绝了 玩家用一把匕首 换到顶级奖励的可能 一把匕首 能换到的最好的东西 估计也就是一把手枪 甚至还有可能 冷兵器只能换冷兵器 不过 这对我来说 倒是一个好消息 张拓海注意到 提示系统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那就是 每投进去一件物品 这可和每一件投进去的物品不同 这意味着 熔炉这么大 一次置换 可以投进去的物品 可不只是一件 完全可以是很多 这样的话 就给了张拓海可操作的空间 完全可以利用大量的物品 将积分拔高 甚至 直接将带率提升到100% 直接换取大奖 想到这里 张拓海开始整理自己现有的物品 准备来一次置换 首先 那些旧有的各种枪械 冷兵器 反坦克手雷 甚至加特林 四连装击炮 也都不需要了 张拓海的武器 已经换成了高压电流 电磁炮 和电浆手雷 那些就是武器 暂时没有了用武之地 哪怕是偶尔需要了也没关系 它图纸都有 完全可以重新生产 各种风潮式火箭弹 阿达兹导弹的被弹 改进的战斧 甚至没打完的短号导弹 也被张拓海扔了进去 现在 张拓海的主要远程攻击手段 是告识高超音速多用途导弹 那种旧式的慢悠悠的导弹 张拓海基本上也看不上了 要不是考虑到 下个世界要面临强大的水下敌人 张拓海甚至会把手中的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也扔下去 同理 剩余的水雷也要留着 以备不时之需 至于航空炸弹 张拓海就不需要了 现在 已经没什么敌人 需要他亲自上门从高空投掷导弹了 直接远远的用导弹打多好 将这些物资都扔下去之后 张拓海想了想 将注意打到了飞机召唤器上 要是论积分 肯定是这些玩意的积分高 张拓海开始筛选飞机 现在 他的那些自走机械 已经安装了等离子喷射器 拥有了空中悬停的能力 再加上配备的电磁炮 电浆炸弹 电流发射器什么的 几乎堪比武装直升机 甚至更强 因此 飞机召唤器里的三架悬翼飞机 就没有必要了 被张拓海一一召唤了出来 投入了熔炉 甚至 修理间留着给莉莉四改建成其他的工厂 基于同样的原因 蜂巢式无人机也是同样被扔了进去 毕竟蜂巢在恐怖 上线已经被限定在了500 而且 还有一个母巢机的软肋在 和密密麻麻的自走机械相比 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弯流这款商务机 完全没有攻击性能 被抛弃了 钥匙战机 一个二代半战机 在张拓海这里 几乎排不上什么排面了 也被舍弃了 MQE捕食者是第一款被淘汰的无人机 主要是携带的弹药太少了 只有两枚地狱火 有了更好的MQ-9死神 张拓海对这款无人机 根本就看不上眼了 而彩虹4则被保留了下来 作为死神的轮值机 咆哮者也被张拓海犹豫了一番后抛弃了 这款战机最大的亮点 就是可以执行电子战任务 但是 这玩意和张拓海的车上的电子战系统重叠了 而且 效果还有所不如 升级潜力有限 纯属于机类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废物利用 至于侦察 依靠那两架RQ-180无人隐身侦察机就可以了 至于那架F-35C 张拓海思虑再三 最终忍痛放弃 其实 F-35C最大的优势是名头比较小 但是 在实际作用上 在张拓海这里 并不比RQ-180和MQ-9死神更好用 至少后者有着更久的续航时间 更多的载弹量 和更小的雷达反射面积 这么一翻下来 张拓海的武器瘦身了一大半 到底堆满了没有啊 也没个数值 看起来真难受 张拓海不敢打赌 继续在车里寻找用不上的物资 转来转去 他来到了生态园 看到了那堆积如山的各种食物 这些玩意 应该也可以吧 毕竟只说了 每放进去一件东西就可以增加积分 但没限制种类 食物也完全可以当作武器嘛 比如这个猎疤 张拓海一手掂量着猎疤 一手指挥着自走机械 将各种堆积如山的牛奶 水果 蔬菜扔进了熔炉之中 反正这些玩意 有的就可以源源不断的铲出 将这些东西都用的差不多了之后 张拓海开始打开冷库 往里面扔各种冷冻的海鲜 这里面有一大半都是赵婉婉在冰雪世界钓的 一直没吃多少 没想到都消耗到这里了 就在张拓海清空了一个冷库 甚至第二个冷库也清空了一大半之后 提示系统终于弹了出来 概率已经提升至100% 按下兑换键就可以获得最终奖品 第658章 虚数核心 终于填满了 张拓海兴奋的搓了搓手 他耗费了大量的物资 终于将获取率提升到了100% 就是为了获得终极奖品 现在眼看就要成功了 心里还有一点激动 希望奖品能够足够有用 不要让我失望 张拓海按下了按钮 嗡 一阵嗡鸣声响了起来 熔炉的缓缓的合上了盖子 随后旁边的一个传送带开始运转 张拓海远远地看见一个精致的金属箱 从黑暗之中被运了出来 缓缓地停到了张拓海的面前 张拓海围着这个一尺剑方的金属箱 转悠了三圈 思考着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就这么点 该不是枪械什么的吧 那样可就亏大了 不过 箱子都运到张拓海面前了 总是要打开看看的 张拓海按下了箱子上的那个按钮 金属箱的盖子缓缓打开 底座缓缓地升了起来 露出了一个闪烁着幽蓝色光芒的蛋 这是个什么玩意 张拓海好奇地看着这东西 心中猜测 这玩意 莫不是什么绝世神兽的宠物蛋 恭喜玩家获得副本中高价值物品 可以奉献给女神 获取大量积分 这是游戏系统的提示 获得本世界核心物质 虚数核心 这是提示系统的提示 虚数核心 这又是什么 不过 听这名字就不简单 该不会是什么材料吧 张拓海伸出手去触摸虚数核心 这虚数核心摸上去感受不到任何的温度 也感受不到体积碰撞 仿佛就是一团虚影 一团雾气 但是 当张拓海举起手的时候 又明明地能将其拿起 拖在手心里 这种感觉很奇妙 虚数核心散发着幽蓝色的光芒 似乎其核心也是无限深邃的幽蓝 但当靠近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这个核心的内部并不是纯色的 而是一行行飞速流淌过的字符 有数字 有字母 有象形文字 有歇形文字 匆匆一瞥之间 张拓海甚至看到了经文和大传 这仿佛是一个字符的海洋 里面到处都是各种字符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啊 张拓海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一时间愣住了 虚数核心是虚数空间的核心 掌握了虚数核心就掌握了虚数空间的编辑能力 甚至可以控制虚数空间的毁灭与重生 提示系统弹出了一型提示 看到这行提示 张拓海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万万没想到 他手中的虚数空间居然这么强大 如果他猜的没错的话 他现在所在的世界叫做虚数世界 如果将其看作一张地图的话 那么虚数核心就是地图编辑器 有了编辑器 他在这个世界就是无敌的 任何资源 任何物资 任何势力 都可以随手调用 甚至可以用来修改任何人的想法 所有人的一言一行 他都可以掌控 改写 甚至 这个世界的生存与毁灭 都在他的一念之间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不外如是 如果虚数核心真的这么强大的话 那么 刚才投入的那些物资 绝对是值了 不 应该说是物超所值 只要他一个念头 就能瞬间获得比之前多得多的资源出来 不过 这个核心该怎么操作呢? 张拓海拿着虚数核心左右摆弄着 研究着操作的问题 这时 提示系统又弹出了提示 未接在未抵达半神之前 请勿尝试操作 否则海量的信息会摧毁你的脑神经 不过 可以利用智能 AI解析一部分算法 将会大有弊异 这东西 居然这么危险 看到提示 张拓海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没想到这么强大的东西 居然也有着这么强大的副作用 未到半神使用的话 会被摧毁脑神经 直接成为傻子 甚至死人 这可不是他所想要面对的 不过 虽然使用不了 但好歹提示系统还给他指明了一条道路 那就是可以用 AI解析算法 或许会有所收获 虽然不能正常使用 但总算是不亏 张拓海看着手中的虚数核心 是又爱又恨 爱的是 这东西从长远来看 绝对价值斐然 能够掌控一个世界 想象就让人心潮澎湃 恨的是 短期内他无法使用这个东西 只能喝点伤伤水水 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回到这个世界 拿着虚数核心 能不能从远方直接穿梭到这个世界 张拓海看了一眼巨大的熔炉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最终回到了车里 他将虚数核心递给了小爱同学 拿去分析吧 尽可能地多用一些算力 争取解析出来一部分算法 这是什么东西 编程吗 居然还可以使用文字编程 我从来没有想过 真是太神奇了 好深奥啊 需要穷举才行 小爱同学接过了虚数核心 嘴里嘖嘖撑齐 一下子就沉迷了进去 开启了七成的备用算力 开始研究了起来 这对于一项节约算力的小爱同学来说 简直就是奇迹 看着一脸兴奋的小爱同学 张拓海也懒得去打扰他了 决定自己研究一下 接下来的路程该怎么走 按道理 张拓海现在 既然通过了聚西城 应该动身前往白象城了 可是 张拓海目前的飞机召唤器里 可是实力大损 他可不想就这么离开了 怎么也得在城里转转 捞点物资回去 该去哪里找呢 张拓海在3D地图上寻找了起来 城里的那些超市 张拓海是没兴趣的 各种奢侈的家具和家电 张拓海手里也是比较齐全了 一般的加工厂 那里的机器可能还没有张拓海车里的权 各种枪电就更没劲了 选来选去 张拓海最终挑中了距离北郊不远的一个空军基地 虽然 听扫地机器人的口风 厉害的战争机器都变成龟击生命 跟着主力部队南下讨伐人类了 但是 正如不是所有的家电都变成了龟击生命 张拓海也不信 所有的战争机器也不会都变成龟击生命 否则 人类就真的没什么希望了 也别反抗了 直接洗洗睡吧 张拓海觉得 这个空军基地里再怎么样 也能剩下一点好东西的 走 过去看看 张拓海启动了汽车 向着空军基地的方向驶去 第659章 冰临白象城 张拓海很快就开车来到了空军基地 此时 空军基地是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均裂的水泥和破碎的玻璃 不远处的航站楼明显有火烧的痕迹 外面的墙被烟熏得漆黑 如果仔细查看 在墙上还能看到弹痕和爆炸的印记 显然这里遭受过攻击 张拓海开着车向着里面驶去 插看着周围的情况 此时空军基地的情况肯定说不上好 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肉眼能看到的机械都是损坏的 不用说飞机了 就连拖车和百度车都没有一辆完好的 有普通的机械也有龟机生命 只不过 损坏的机械的数量远远大于龟机生命 张拓海一边看着周围的那些车辆 一边心中暗暗可惜 这些飞机就这么坏在这里 实在是太可惜了 要是能被收走就好了 不过很可惜 这些机械都是坏的 唯一的价值就是拆解零件 哪里有完整的飞机呢 哪怕一架也行啊 至少不至于空手而归 张拓海暗暗想到 就在这时 张拓海忽然看到了 远处的机库有一个紧关着大门 而其他的机库 要么大门大厂四开 里面空空如也 要么已经坍塌了 哪怕有什么东西 也早就完蛋了 或许 这里是最有机会的了 张拓海开着车驶了过去 机库的大门是钢铁的 这自然挡不住张拓海 直接用老办法 让自走机械 直接拆掉大门 大门拆掉后 露出了一架黑色涂装的飞机 这架飞机通体漆黑 身体扁平 没有竖直尾翼 尾部呈现波浪形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飞行在天空中的回力标 X-47B 隐身无人机 携带12枚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单枚射程320公里 1023公斤重 外加12枚MK-65水雷 单枚重量也达到了夸张的1084公斤 看到这架飞机之后 张拓海也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皮 这架飞机 几乎是他原本世界隐身无人机的最高水平了 对地 对水面攻击能力异常凶悍 可以说 就是一架无人版本的B-1B轰炸机 漂亮 张拓海兴奋的一挥拳头 他刚才损失了不少飞机 现在得到了这么一架飞机 自然是如虎添翼 而且 那12枚65克瓦茶水雷来的正是时候 对下个世界十分的有利 张拓海立刻用飞机召唤器将这架飞机收了起来 现在 他走了三架可以对地攻击的无人机 不光攻击力不俗 生存能力也不错 不是高空飞行 就是隐身能力优秀 或者两者兼有 面对这种级别的武器 哪怕是拥有完整的防空体系的国家 都没有几个能将其发现 并击落 更别说是实力参差不齐 各种武器混杂的玩家了 对这架X-47B张拓海是越看越喜欢 准备等关键时刻再使用 给那些对战的船队一个惊喜 收获了这架飞机之后 张拓海十分的兴奋 立刻派出自走机械四处搜索 可惜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无奈之下 张拓海只好命令自走机械 将附近的那些残破的飞机残骸拆解了 倒是拆解出了不少材料 甚至还有一些稀有金属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张拓海哼着歌 指挥着自走机械 将那些东西带到车上 随后这才重新上路 车子继续在公路上行进 此时距离白象城 已经只剩下500多公里 公路平坦还没有什么干扰 张拓海把速度直接提上了200麦 体会了一次久违的公路狂飙 在距离白象城还有50公里的时候 张拓海终于将车速降低了下来 派出了RQ180高空无人隐形侦察机 前往白象城查看情况 白象城作为本世界灾难的发源地 和其他的城市自然有所不同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 公路上能看到的各种轨机生命更多 也更加多样化 除了那些常见的 加电个车辆原型的轨机生命之外 还有很多张拓海没见过的型号 有一些看起来像是一个悬翼 带着一挺加特林机枪 有一款是多功能履带车 带着一门小口径进防炮 还有一些干脆就是小型无人的火箭弹发射器 在城市里还有一些 张拓海没见过的巨大机械在运转着 虽然不知道这些机械有什么作用 但是附近那些大口径火炮和高频两用机枪 可不是假的 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战争堡垒 张拓海摇摇地看着那些川流不息的 轨机生命和战争机械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看起来还挺麻烦的 要是一般人还真的不好办 但是对于我来说嘛 小爱同学发射两枚电磁脉冲炸弹 嗖嗖 两发电磁脉冲炸弹 直接飞向了白象城的上空凌空炸开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些轨机生命就好像没受什么影响一样 继续进行着自己的事情 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影响 两发电磁脉冲炸弹爆炸之后 那些配备了武器的轨机生命像是炸了窝的马蜂一样 骚乱了起来 随后像是得到了什么命令一样 一股脑的向着张拓海所在的方向涌了过来 这是什么情况 张拓海错愕的看着 如同潮水一样的轨机生命 不知道为什么无往不利的电磁脉冲炸弹 为什么一下子失去了作用 指挥官 刚才白象城突然发出了特异性的电磁波中和 抵消掉了电磁脉冲 怀疑拥抗电磁脉冲的设备是否补射两枚 小爱同学问道 此时张拓海也恢复了情绪 他觉得是自己最近太过顺风顺水以至于太小看了这些土著 既然他都有电磁脉冲炸弹 那些土著必然也会拥有 这里可是归机生命的老巢 要是没有没有什么抵抗手段 恐怕早就被人类反推了 张拓海也开始反思自己 是不是最近捷径走得太多了 以至于忘了正常的战斗是如何的了 也好 就让我看看 这白象城到底有什么本事屹立不倒 张拓海站了起来 准备用这座白象城当作魔刀石 检验一下自己真正的战斗力 001展开战斗队形 伴随着张拓海的话语 成百上千的自走机械从车里涌了出来 展开了战斗队形 一场大战即将在白象城郊外展开 第660章 熬战白象城 大量的归机生命从白象城涌了出来 向着张拓海所在的方向涌来 天上是带着螺旋桨 挂着两门加特林 外形如同蜻蜓的飞行者 地上就五花八门多了 有扛着一门小型速射炮的机械狗 有举着两门速射机枪的守卫机械 有背着一个火箭弹发射槽的小型卡车型机械 以及大量的挂着各种杂乱武器的归机生命 全都一股脑的向着张拓海冲了过来 好家伙 这么多 看着这排山倒海的阵势 饶势见多识广的张拓海 也被这滚滚袭来的金属洪流震撼的不轻 小爱同学能使用电子战压制 转变他们的行动方向吗 让他们先自己打一仗 消耗一下 或者用导弹洗地也行 张拓海向着小爱同学问道 抱歉指挥官 前方的电子战压制十分的强大 我只能将电子战压制控制在交战的中卫线上 无法继续向前推进 也无法利用电子对抗 为几方创造更大的优势 也无法使用导弹攻击 否则会给对方反操控的空间 不过对方也无法使用电子对抗为他们创造优势 小爱同学说道 和你的电子战实力相当 张拓海听到之后吃了一惊 小爱同学的电子战能力可是经过数次加强 光是各种级别的超算就是加在了数台之多 以小爱同学现在的电子战的实力 基本上可以压制住一整支舰队 或者数个电子战飞机中队 或是一个具有强力电子战能力的基地 原本以为这种程度的电子战能力 已经可以在这个世界横行无际了 可是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强劲的对手 张拓海皱着眉头说道 既然这样 那就守好本区域内的电子战主动权 不要让对方钻了空子 明白 小爱同学加强了本区域的电子战的掌控权 而大量的自走机械也纷纷部署到位 众多自走机械开始对着远处滚而来的规机生命 发动了攻击 自走机械纷纷将身上的一个圆圆的炮口 对准了远方的规机生命 随后启动了发射箭 嗖嗖嗖 一发发炮弹射向了那些规机生命 自走机械身上配备的火炮 都是莉莉斯为他们专门定制的电磁炮 这种火炮的炮弹虽然是特种合金 不含有任何火药 但是 因为电磁动能强大 这种炮弹的穿透力超强 一发炮弹射过去之后 能直接将拥挤在一起的七八只规机生命一同射穿 提供了不俗的杀上效果 不过 那些规机生命实在是太多了 哪怕是三百台自走机械使三段式射击 不停地用电磁炮排队枪逼那些规机生命 但还是阻止不了那些规机生命的靠近 当那些规机生命突破交火中线之后 张拓海开始制作大量的手炮式无人机投入了战场 这些无人机除了自身的十公斤炸药之外 每一台还携带了两枚电浆手雷 这种电浆手雷能释放大量的电流 直接无视规机生命坚硬的外部装甲 直接烧毁其核心电子元件 将其彻底瘫痪 毁伤效率是普通炸弹的数倍之多 甚至 比更加高级的电磁炮还要好用 这东西还真不错 看来对待这些规机生命 还是这种电流类的武器更加合适 张拓海暗暗地在小本子上记录着 很快 那些好不容易踏过重重尸骸 好不容易冲过了中线的规机生命 就被电浆手雷摧毁了大半 少量漏网之余 也被自走机械用电流发射器烧掉了核心 变成了一地残骸 很快 那些残骸越堆越高 越来越厚 已经堆积得如同小山一样了 这大大的影响了自走机械的射击视野 张拓海见状 连忙又制作了200台自走机械 专门负责清理战场 将那些规机生命的残骸拖走 将战场清理出来 然而 那些规机生命 实在是太多了 哪怕是200台自走机械帮忙清理 都无法清理干净 张拓海只能不断地后撤 选择平坦的战场 重新再战 就这样 张拓海一边撤退 一边交战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白象城的规机生命 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 不停地冲刷着张拓海的防线 而张拓海也不断地调整着防线 适时后撤 利用空间换取那些家伙的生命 规机生命的残骸 从白象城一直向外延伸 一直延伸出去了十余公里 等到太阳吸血的时候 忽然爆炸声停止了 怎么不打了 正在埋头制作手抛式飞机的 张拓海问道 指挥官 白象城内冲出来的规机生命 已经被我们杀光了 小爱同学说道 杀光了 张拓海有些不敢置信 连忙抬起头向前望去 此时 他已经后撤了十多公里公里 从白象城门口 一直到他前面三百米的位置 到处都是规机生命的残骸 密密麻麻的铺满了这片区域 白象城内还有规机生命吗 张拓海深吸了一口气问道 市政厅内还有三个热反应源 初步估测 还有三个规机生命没有出现 另外 之前的电子压制已经消失了 小爱同学说道 不能掉以轻心 先把这些规机生命的残骸请理了 补充一下再说 张拓海吩咐道 刚才这一番大战 消耗了他大量的储备 别的不说 光是电磁炮发射出去的合金弹丸 就消耗了大量的金属钉 要不是他之前积累丰厚 这场战斗他都消耗不起 要是换成普通玩家 先不提依靠他们现有的战斗力 能不能打过这么多规机生命 光是弹药消耗 就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 恐怕打到一半 就要因为弹药告庆而撤离了 哪怕是张拓海积累丰厚 此时也是损失不小 现在不管对方打的是什么主意 他都要先把损失补充回来再说 张拓海除了留下少量的自走机械监视附近区域外 将剩下的自走机械全都派出去 拆解归机生命的残骸补充损失 原本张拓海预料自己这么大肆地恢复实力 那三个归缩在市政厅内的三个归机生命 必然会想办法阻止他 可是哪怕当他将附近区域的归机生命的残骸 全都拆解了得干净 也没看到那些归机生命出来 仿佛就这么一直看着事情发展一样 一点出来的意思都没有 第661章 巴别塔 这几个残存的归机生命在干嘛 是怂了 还是等着在市政厅里偷袭我 亦或者 等我放松警惕之后 对我突然袭击 张拓海心中暗暗猜测着 不过 不管对方做何打算 张拓海都打算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 一步一步的推进到市政厅 到时候 看看这些家伙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张拓海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着 铺满地面的归机生命的残骸 被一个个拆解 还原成金属锭储存了起来 白象城内一片死寂 就像是不存在任何生命一般 但3D地图上却清清楚楚地显示着 市政厅内有三个红外热源点 要不是其他情况一切正常 张拓海甚至以为是地图出了毛病 这些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张拓海暗暗猜测 算了 推进去就知道了 张拓海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索性就不想了 他打算就这么直接推进去 看得明白 外面这无数的归机生命都干掉了 难道还会怕里面那三个藏头鹿尾的家伙 自走机械一边回收着归机生命的残骸 一边向前推进着战线 等到将战线推进到白象城门前的时候 已经跃上中天了 在此期间 停留在市政厅内的三个归机生命一动未动 仿佛是死物一般 还真沉得住气 那我就看看你们到底是谁吧 张拓海开着车直接来到了市政厅的门前 为了做好防备 张拓海派出了二百自走机械 占领了周围的制高点和要道 控制住附近的局势后 这才开车直接撞开了木制大门 冲进了大厅之中 在大厅的正中央 一块陨石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三个归机生命围绕在陨石附近 一言不发 左右两侧的归机生命似乎是主战坦克化身而成 沙漠迷彩的涂装 两条手臂 一条是一百二十毫米的主炮 一条是高屏两用速射机枪 身上挂满了反应装甲 光是坐在那里 就给人一股速杀的感觉 不过 最让张拓海在意的 是那个坐在陨石身后的存在 那是一团璀璨的白光 灿烂 刺眼 让人无法直视 仿佛就像是一团太阳一样 灿烂夺目 让人根本看不清 里面到底是什么存在 你终于来了 白色光团悠悠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会等到明天再进来 左右两个主战坦克变成的 轨机生命也发现了张拓海 他们猛地站了起来 抬起了手臂 准备对张拓海动手 张拓海向后撤了半步 手中的电磁炮和高压电流 发射器蓄势待发 小爱同学的激光发射器 也做好了准备 就在双方要动手的时候 忽然 从那团白色的光辉之中 飞出两个如同蓝色水晶一样的 立方体出来 砸在了那两个 轨机生命的脑袋上 那两个的立方体 就这么轻轻地砸在了 轨机生命的脑袋上 似乎也没用什么力气 那两个轨机生命的脑袋 就瞬间变成了碎片 电火花冒了出来 巨大的身体晃悠了两下 栽倒在了地上 一旁的张拓海 脑袋里冒出了一连串的问号 弄不清这团白光到底要做什么 难道 这家伙还精通什么血迹手段 动手之前先干死两个队友加加Buff 张拓海心中暗暗猜测 手中也做好了准备 如果对方情况不对 就直接动手 然而 就在这时 张拓海忽然觉得 那刺眼的白光 竟然渐渐地暗淡了下来 是错觉 张拓海定睛细看 那团白光的亮度确实在降低 刚才还如同太阳一般刺眼 现在就已经降低到节能灯的强度了 而且 还在不断地衰减着 似乎可以隐隐约约地 看到一个人形的轮廓 这是什么情况 张拓海越发不敢轻举妄动了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 渐渐地刺眼的白光彻底消散 露出了里面的所在 在白光所在的位置 是一个由27块1尺剑方的水蓝色晶体方块拼成的魔方 就和之前砸死两个轨机生命的方块差不多 这方块悬浮在半空之上 散发着幽光 张拓海眼看着屏幕上的各种能量指数 直线飙升 知道这些方块 绝对都蕴含着强度极高的能量 按照目前数值估算 如果全部爆发出来的话 威力恐怕不下于核武器 这是什么玩意 怎么这么恐怖 张拓海心中暗想 粗略估计了这玩意的威力后 张拓海不敢再轻举妄动 谨慎地打量着 他发现在蓝色魔方的上面 还坐着一个少女 少女穿着一身身色JK制服 头发是淡紫色 眼眸是淡粉色的 皮肤吹弹可破 看起来浑然天成 一点修饰的感觉都没有 给人一种 这个人天生就是这副样子的感觉 张拓海感觉 这个少女看起来就像从屏幕里走出来的 一点也不像是正常的人类 你是谁 张拓海谨慎地问道 指尖电流涌动 自我介绍一下 爱丽丝巴别塔第二组行动专员 向你问好 少女说着 向着张拓海点头致意 同时 右手微微俯胸 在他指尖的位置 恰好指着一枚徽章 徽章上是一座螺旋高塔 直插天际 爱丽丝巴别塔 那么 你出现在这里 是什么意思呢 张拓海问道 原本 我来到这里 自然是要处理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 不过 既然遇到了一个不错的苗子 自然要关照一下 我打算邀请你加入巴别塔 爱丽丝笑盈盈地说道 你们就是这么邀请别人的 张拓海歪了歪头 指了指外面 那里现在还残留着大战的痕迹 城市上到处都是弹孔 那只是一个测验而已 如果无法通过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爱丽丝淡淡地说道 仿佛是在说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测验 张拓海心中微微惊愕 区区一个测验 就能调动一城的归机生命 如果不是吹牛 那这个手笔真是不小了 这个家伙 难道真的这么厉害 张拓海想要怀疑 可是对方做下魔方的能量波动 又是做不了价的 为什么要加入你们 我能获得什么好处 张拓海决定先套点消息出来 然后再做决定 为什么 爱丽丝捋着一缕发丝笑着说道 在问这个问题之前 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那就是 你觉得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第662章 世界的背面 是真实的吗 听到爱丽丝的话 张拓海下意识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一股钻心的疼痛 是做不了价的 而且 每天的三顿饭 甚至和莉琳娜的那次负距离接触 几乎都和原本世界一般无二 她不知道爱丽丝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 这个世界 还能是假的不成 看到张拓海不解的眼神 爱丽丝笑了 这种情况 她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早已不以为意 其实 这个世界也不能算是彻底的虚幻 毕竟 在这个世界 如果你死了 是可以真正死亡的 爱丽丝笑呵呵地说道 真正的死亡 死亡也分真假 难道说 在这个世界死亡 人是可以重新复活的 张拓海的反应很快 立刻从爱丽丝的话语中 推测出来一个可能 当然 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复活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爱丽丝晃荡着两条小腿 笑呵呵地说道 其实 为了区分真正的现实世界 我们更喜欢称呼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为虚数空间 为了方便讲解 爱丽丝单手画了一个圈 在她的面前 呼地出现了一块半透明的电子显示屏 在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宛如银河的场景 一片黑色的虚无之中 大片的亮点闪烁其中 这就是我们所在世界的真实场景 外面是无尽的虚空 而那些一个个光点 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 虚数空间 这些能明白吧 爱丽丝说完望了张拓海一眼 样子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师 如果她不穿那神JK的话 嗯 张拓海点了点头 这种东西 她还是能接受的 和正常世界不同 这些虚数世界 实际上一切都是虚无的 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串代码而已 只要改动一下数字 无论是富可敌国的富商巨股 还是毁天灭地的神魔妖兽 不过是一念之间 哪怕人已经死了 只要修改一下代码 就可以直接将其复活 当然 前提是你能掌控这些代码 你的意思是 我们就像是生活在电脑硬盘里的一些数据 只要掌控了代码 就能无所不能 张拓海问道 没错 只要掌握了代码 确实是无所不能 但是 也正如你的那个比喻一样 你的无所不能 只是限于在硬盘之内 无法干涉现实 如果有人从外面毁灭硬盘 甚至只是断电 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只能任由宰割 爱丽丝叹息道 那你们的目的是 从电脑的硬盘里爬出来 张拓海问道 没错 就是这样 我想 你也不想自己的命运 被掌控在别人的指尖吗 爱丽丝目光灼灼地盯着张拓海 我知道 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不会干预这种命运 不如加入我们 一起反抗这该死的命运 爱丽丝的语气之中充满了诱惑 爱丽丝的话 确实让张拓海心动了 她确实也不是一个干预平凡的人 否则 当初在刚毕业的时候 也不会跑去大城市打拼 而不是老老实实回家继承斗制品工厂 不过 作为一个被社会毒打了好几年的成年人 张拓海有着基本的警惕 不会被别人的几句话 就轻易地做出决定 老实说 你说的确实很诱人 但是 这都是你的片面之词 我无法验证 张拓海一摊手说道 我就知道你会不信 这样吧 你可以随意攻击我的量子魔方 我知道你有一个激光发射器 那应该是八级武器 评价上已经很高了 你看看 能不能伤得了我的量子魔方分好 爱丽丝说着 拍了拍身下的湛蓝色魔方 连这都知道 张拓海心中一领 他记得自己 可从来没在对方面前露出激光发射器 而对方似乎语气十分的肯定 看样子是对自己十分的了解 于是内心更加小心了 张拓海想了想说道 这最多能证明 你的量子魔方的品级比激光高 并不能证明你的话语 听到张拓海的话 爱丽丝微微一愣 随后满意的点了点头 不错 终于碰到了一个聪明点的家伙 这一次 终于可以在一堆那边挽回点面子了 看来 不拿出一点真格的 是无法让你相信了 我拭目以待 张拓海也来了兴趣 爱丽丝不说话 拍了拍身下的魔方 十四块湛蓝色的方块 从魔方里飞出 在半空中组成了一个大门的外框 爱丽丝漂浮到了大门外框之前 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的一滑 一道有着繁复雕花的木门出现在门框之上 爱丽丝单手轻轻一推 木门被推开了 木门的背后 是一片漆黑的世界 在世界之内 一形形文字 以极快的速度划过 有数字 有字母 有甲骨文 有象形文字 有蝎形文字 有金文 有大传 那一条条飞速划过的文字 密密麻麻的 无边无际 张拓海莫名感觉 这一切有些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 猛然间 她想了起来 这场景 不和虚数核心的一般无二吗 难道这门的背后 是虚数空间的真正核心 张拓海心中暗暗猜测 现在 我将要带领你看看 这个世界的真实 有胆子的话 就跟过来吧 爱丽丝对着张拓海笑了一下 随后就飘进了木门之中 剩余的魔方也跟着她飘了进去 看着黑漆漆的大门 张拓海心中说是一点顾虑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 这一切看起来还真是太过离奇了 她居然有一天 能看到这个世界的背面 当然 这一切都只是爱丽丝的一面之词 真实状况如何 还是要等着进去看看 才能下结论 小爱同学 走跟我进去看看 所有武器做好发射准备 张拓海叮嘱完之后 率先走了进去 小爱同学开着车紧随其后 按道理来说 这扇大门其实只有二尺宽 一个正常的人想要进来 都略显狭窄 可是小爱同学 却轻松地将三米五宽的车 稳稳地开了进去 一点障碍都没有 实在是让人称奇 当张拓海迈入大门之后 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第663章 代码 入眼之处 到处都是像是瀑布一样的数据 一行行的代码向着各处流淌 而底色则是无尽的黑暗 深邃地让人忍不住想要陷进去 进入大门之后 张拓海感觉失去了重力与方向感 似乎任何一个位置都是原点 任何一个方向都是树直站立 要不是背后有一个木门作为参照物 张拓海感觉自己不出两分钟 就会彻底迷失在这一片信息与代码的洪流之中 欢迎来到世界的背面 爱丽丝飘浮到了张拓海的面前 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 张拓海仰头望向周围 黑色的虚空 白色的由各种文字组成的代码 无不诉说着这里的神奇 好奇妙 张拓海深吸了一口气 最终吐出了这几个字 虽然这几个字不足以表达他此时的心情 但是他也只能说这么几个字 匮乏的表达能力限制了他的发挥 其实到这里 张拓海已经相信了大半 因为小爱同学告诉他 在这里对虚数核心的解析速度加快了 效果提升了50%左右 还有更奇妙的 爱丽丝单手扯过了一条飞过的代码 随手写下了几行字 随后 一个一人多大的棉花糖出陷在了张拓海的面前 张拓海捏了一点放到了嘴里 甜丝丝的和正常的棉花糖味道一般无二 能做冰激凌吗 我想吃咖啡味的 张拓海一脸兴奋的问道 啊 听到张拓海的话 爱丽丝不由的僵住了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引路人了 以前引领其他玩家进入这里之后 没有一个不被这神奇的手段吸引蛇伏的 只有这个张拓海脑回路不寻常 居然还想着点单 自己看起来 这么像甜品店的店员吗 爱丽丝张了张嘴 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不会 张拓海有些惊愕地看着爱丽丝 他原本看着爱丽丝 轻飘飘地幻化出了一个巨大的棉花糖 还以为对方已经能熟练掌控操控世界的代码了呢 没想到 对方居然给自己来了一句不会 你以为世界背后的代码 就那么容易掌握吗 看到张拓海的眼神 爱丽丝感觉自己要抱走了 而且 每个世界的代码规则和代码构成都不尽相同懂不懂 你别小看这个棉花糖 这可是巴别塔花费了数年才解析出来的通用代码 爱丽丝愤怒地说道 其实 还有一句话 他没有说 那就是 这个代码在其他的世界 通常是势力价 这样啊 是我浅薄了 张拓海连忙道歉 不过 内心却是暗暗地点了点头 他刚才那副样子 一半是出自真心 一半是想要看看 对方到底对世界的代码掌握到什么程度了 根据爱丽丝的反应看来 似乎还没有完全掌控 至少做不到随心所欲的阶段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他是十分有利的 至少 他掌握了虚数核心的这件事 大概率是能隐瞒过去的 看到张拓海道歉了 爱丽丝的神色 这才好看了一点 他觉得 得给张拓海看点厉害的东西 不然 他们堂堂横跨数十个虚数空间的巴别塔 岂不是要被看清了 给你看点高端的东西 爱丽丝说着 在虚空之中输入了一串命令 随后 大量的各种文字构成的代码 如同瀑布一样清晰而下 而爱丽丝也摸出了一个无矿眼镜 戴上 认真地瞧着那一串长长的代码 从张拓海这个角度 隐隐约约能够看到 那个无矿眼镜上似乎有着同步翻译功能 左边是原代码 右边是示意 只不过 角度有些偏 看不清全貌 就在张拓海琢磨着 是不是换个角度 将这段翻译偷拍下来的时候 如同瀑布一样的代码上 忽然亮起了红色 空间之中也响起了警报声 虽然 有一些问题 张拓海看不懂 但是那个外面包裹着三角的惊叹号 他是能看懂的 这绝对是运行出了错误 而爱丽丝则错愕的喃喃自语 不对啊 这个世界明明没有被占据 怎么会找不到虚数核心 不应该啊 难道 情报组那边又搞错了 下次得找他们好好理论一下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期了 是时候整顿一下了 出了什么问题吗 张拓海飘了过去 装作关心的问道 没什么 只是这个世界的虚数核心 被人拿走了 本来还想让你看点有趣的东西 不过 现在恐怕是不行了 爱丽丝淡淡的说道 看起来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但实际上 有多肉疼 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那可是一个虚数核心 代表着一个虚数空间的掌控权 代表着一整个世界的资源 和量子结晶 这一切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 换做是谁都会心痛的 虚数核心 那是什么 很珍贵吗 张拓海装作小白问道 当然 那可是一个虚数世界的核心控制器 玩游戏吧 知道修改器吗 这东西 就相当于一个强力的修改器 只要这个世界存在的 你都可以修改出来 并且修改参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就是这个世界的神 爱丽丝说道 这样啊 要是有了虚数核心 岂不是可以掌控整个世界的物资 我要是有一个虚数核心 一定要给我自己刷一套八级 不 一整套九级的图纸 到时候军灵天下 看谁还能对付我 张拓海一脸向往地说道 出现 爱丽丝看到张拓海的样子 微微摇了摇头 等你真正的拿到虚数核心之后 在乎的就不是什么八级九级图纸了 而且那些图纸都是掌握在半神的手里 都是随机投放的 你就算是掌控了虚数核心 最多拿到它们之前投放过的 但是没投放过的 你是无法凭空虚构出来的 换句话说 你只能拿到这个世界存在过的东西 或者能存在的东西 连八级九级图纸都不在乎 还有什么是比八级九级图纸更珍贵的东西吗 张拓海立刻追问道 更珍贵的东西吗 其实你已经有了呀 爱丽丝忽然笑着说道 我有了 是什么 我怎本不知道 张拓海拼命地回想着自己获得的物品 前几天 我派人对你进行了一次刺杀 那家伙手里有一把匕首 那玩意是量子碎片做的 相信 一定被你收起来了 说句不客气的话 那把匕首 甚至比你这一整辆车还值钱 第664章 岩鼠与徒步者 那把匕首 比我一整辆车还值钱 张拓海一脸不幸 怎么可能 我承认 那把匕首是很坚硬 但是 也就那样 如果数量真的很多 做成装甲倒是还可以 但是 就那么一点 就想和我的车相提并论 有些太夸张了吧 只是坚固一点 爱丽丝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题 嘴角露出了一抹弧度 量子结晶的硬度 可是超越了维度的 你在虚数世界内 根本就找不到 可以更改量子结晶的物质 况且 将量子结晶做成冷兵器或者防具 其实只是最下诚的做法 要不是数量太少 没有人会这么做的 真的吗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的 能不能跟我说说 张拓海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 爱丽丝看了张拓海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说道 好吧 这些虽然也是机密信息 但是 以你的实力 加入巴别塔之后 也能接触到了 提前透露 给你也没什么 其实 量子结晶的最大的用途 不是制造各种工具 而是用来灌注世界 爱丽丝说道 灌注世界 张拓海咀嚼着这几个字 想到了一些可能 没错 就是灌注世界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们生存的世界 都是虚数空间 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硬盘之中 我们实力再强 也是虚拟的 根本无法突破硬盘 但是 如果拥有足够多的量子结晶 并将这些量子结晶 灌注到世界之中 那么整个世界将会被量子化 那将是一个全新的维度 虽然 还无法触摸到现实壁垒 但却介于现实与虚拟之间 哪怕硬盘被摧毁 那些虚数世界都会随之毁灭 但是量子世界将会永生 这可是那些正神都极端可求的东西 你说珍贵不珍贵 等等 你是说正神 像是琉璃缅夏那样的 张拓海问道 琉璃? 那个执掌部分科技权柄的半神 他还不够资格 爱丽丝文言看了一眼张拓海的胸口 点了点头 原来你也获得了他的眷属 那么这条消息也可以跟你说了 那些半神还不够资格插入到量子世界争夺的斗争之中 只有再进一步成为真正的正神 或许还有可能 现在嘛 他们大概还在忙着收拢那些失落的虚数核心 还无法将精力放在这上面 爱丽丝随口说道 这里面的水这么深吗? 听到爱丽丝的话 张拓海不由地倒吸了一口气 他原本以为琉璃半神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了 曾经的莫里亚地更是横压了他几个世界的boss 可是他们在爱丽丝眼里居然好像是不值一提的小喽啰一样 哪怕 这里面有一半是吹牛的成分 那也足以说明 这个叫做巴别塔的组织能量大的惊人 至少 是可以和半神掰腕子的存在 对了 既然你已经获得了琉璃的神卷 那么你很快就会参与半神之间的对战之中了 你尽可能地表现好一些 获得的积分 尽可能地提升眷属徽章的等级 这个对你有好处 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怎么 这里面还有什么说道吗 张珀海一听来了兴趣 竖起耳朵想要打听一二 这个距离你还是太早了 先提升徽章等级吧 等到你该知道的时候 自然会知道的 爱丽丝随口说道 其实 真实情况是 她来这个世界公干之前 组织手里也只有一点关于琉璃的情报 只知道一些大体的消息 具体的 想说也说不出来 这样 那我还需要做点什么 张珀海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 再也没什么了 对了 这东西 你拿着 爱丽丝说着 将一枚手机模样的东西扔到了张珀海的手里 这是 张珀海看着手中的手机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这是 我们组织研究出来的跨区域通讯设备 甚至可以做到 跨越几个虚数空间传递消息 就是可能信号会不太好 有什么任务 到时候再说 现在给你的任务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 尽量提升卷者徽章等级 尽可能地爬到更高的位置 爱丽丝说道 原来是想让我当眼鼠啊 张珀海点了点头 对这个要求 他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 那种级别的机密消息都透露给他了 不出力肯定是不行的 否则 巴别塔也肯定发展不到现在 早就被那些老油条吃得一干二净了 而且 他也需要通过巴别塔的情报网 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消息 毕竟 他只是一个人 人类有时穷 在情报和消息方面 距离这些老牌组织 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对于张拓海的上道 爱丽丝很开心 张拓海这副样子 免去了他很多口舌 其实 他最讨厌的就是做说服工作 他更喜欢的是物理上的说服 简单 省事 见效快 对了 这个人你注意一下 如果见到了 立刻汇报给总部 有奖励 爱丽丝说着 将一张照片递给了张拓海 张拓海拿到照片看了一眼 眼光不由的一阵 照片上是一个人的侧影 这个人穿着一身棕色的西装 戴着草帽 手里拉着一个拉杆箱 正漫步在一望无垠的公路上 张拓海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这个家伙 这不就是那个行走在公路上的徒步者吗 张拓海最早看见这个家伙 是在螺旋山脉世界 当时 这个人靠着徒步一个人走到了山顶 给张拓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 张拓海就留意了一下 他以为 这个家伙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掉 可是 让人没想到的是 无论是生化病毒世界 还是致谢危机世界 都没干到这个人 这家伙的头像 依然在成员列表里高亮着 而且 苍小空还两次巧遇过对方 令人惊奇的是 这家伙一直是徒步状态 从来没乘坐过汽车 可以说的尚是一个奇人 看到张拓海的样子 爱丽丝心思不由地移动 你见过他 第665章 这真的是马车 没错 张拓海看着照片点头说道 这家伙我见过几次 和照片上差不多 因为从来没开过车 所以 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家伙现在应该还在区域频道里 张拓海说着 打开了区域频道 翻了翻成员列表 在一个人的头像前停住了 你要找的是不是他 张拓海问道 看到屏幕上 那个戴着黄色渔夫帽的男人 爱丽丝的眼中 都快冒出火来了 双拳捏得死死的 果然是这个家伙 没想到居然躲在这里 当起了普通的玩家 还真是为难他 爱丽丝一边说着 一边开始编写代码 张拓海 连忙悄悄地打开录像设备 开始记录 很快 虚空中就出现了一个坐标 坐标上的数字 还在不断地变化着 只不过变化得十分缓慢 终于找到你了 爱丽丝转头对着张拓海说道 我要去处理一个叛徒 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 当然 一听到这话 张拓海立刻欣然同意 刚才爱丽丝说了一大堆高深莫测的东西 她心中尽管相信了大半 但是内心还是存疑的 正好也趁着这个机会验证一下爱丽丝的实力 看看自己到底和这些老牌的玩家有多少差距 很好 既然你有这份心 那我就多代代你 至于能学到多少 就看你自己了 爱丽丝点了点头 向着虚空中的光门飘去 张拓海见状 连忙跟了上去 两人一前一后 离开了世界的背面 光门消散 但是门框却还在 爱丽丝伸出手指 在虚空中画了一个怪异的符号 这一次 门框上重新出现了一扇大门 只不过 这一次出现的 不再是那扇雕花木门 而是一扇铁翼大门 黑漆金属栏杆上 焊着铁翼的曼陀罗花 看起来有一种异样的美感 一阵阵寒风吹过 一阵铃铛声从大门里面传来 这大门后面 又是什么事件 张拓海心中好奇 难道 直接跨越空间 直接去干掉那个徒步者 张拓海暗想到 就在这时 铁翼的大门缓缓打开 一匹黑色的骏马 从大门之中走了出来 这匹骏马通体乌黑 没有一丝杂毛 四体脚件 镖匪体状 不过 头顶上的那根螺旋状的 红黑相间的尖角证明了 这并不是一匹普通的骏马 这外形类似马的身后 拉着一辆四轮马车 马车通体漆黑 上面满是繁复的花纹 车上的玻璃外面 也是金属山格 在最前面 还有两盏瓦斯灯 在马车最后面的高处 坐着一个穿着一身燕尾服 戴着高瞳礼帽的马服 溢水的哥特风格 要不要一起上来看看 或者你自己开车在后面跟着 爱丽丝拉开车门 忽然回头问道 真的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是再好不过了 张拓海一脸欣喜地说道 一直以来 他都是独来独往 在本区 也基本上是最顶级的了 对于前路 也都处于摸索的阶段 能到一个强者的车里参观一下 那对于他来说 可是大有必义 至少以后强化的时候 多少有个参照 不至于两眼一抹黑 上来吧 爱丽丝打开马车门 走了进去 张拓海连忙跟上 同时让小爱同学 自己开车跟在后面 马车之内 并不像是外面 看起来那么狭小 反而十分的宽大 以张拓海目测 至少是百十平米的样子 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新红地毯 旁边是一个大壁炉 里面木柴冒着琵琶的火星 角落里放着一张圆桌 上面摆放着一些水晶餐具 在水晶灯的照耀下散发着光泽 看起来有点中世纪的古堡的味道 张拓海左看看 又瞅瞅 难道那些老玩家的车子 就是这副模样 就这 他原本还以为会有很多高科技设备 至少也是超大型的指挥台吧 没想到 和想象中大相径庭 而爱丽丝倒是没有觉得有丝毫不妥 静止拉开了一个高背椅 并且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想要看什么就自己逛逛 过去大概要一个小时 爱丽丝说完打开了一本大不头的书 翻看了起来 看到爱丽丝这副样子 张拓海也不好多说些什么 在车里转悠了起来 车里的装潢看起来就和酒店里复古风的公主房差不多 只不过 那个壁炉是真的 里面烧的木柴也是真的 而且 那木柴似乎还有淡淡的果香 应该是果木 或者 直接塞了香料 难道 这就是大道质简 张拓海缓步来到窗前 眼前的场景顿时让他吓了一跳 因为窗外的景物正在飞速的后退 那速度让张拓海感觉像是在坐高铁 是马车这么快啊 张拓海快步走到马车的门前 悄悄地拉开了一条缝 一股强烈的寒风吹了进来 而且 手上传来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要不是张拓海穿着电磁战甲 估计这一下子就能被吹得飞出去 别开门 马车的速度很快 寒风很冷的 爱丽丝皱着眉说道 同时用手向下拽了拽裙子 想要将白生生的腿多盖上一点 对不起 张拓海见状连忙关上了车门 在关门的一瞬间 他看到了后面跟着小爱同学 此时 他的车的后面装上了一个奇怪的玩意儿 炙热的等粒子火焰不断地在车后喷射着 重型武器平台一路狂飙突进 跟在马车之后 小爱同学 车速现在是多少 还有 车后面那玩意儿是什么 张拓海用手环问道 他记得车子发动机的极限速度是300上下 现在居然用上了辅助设备 这速度到底是多少 指挥官 现在时速是420m 后面这个设备是等粒子推进器 是莉莉丝小姐害怕跟不上马车的速度特意研制的 如果没有推进器 恐怕早就被落下了 小爱同学欢喜地说道 420 张拓海听到这个数据整个人都梦了 原本世界的高铁速度才多少 这要是再快一点都要起飞了 这真的是马车 张拓海陷入了怀疑之中 第666章 量子攻击 难道说 我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是表象 这辆马车其实是高科技制品 我看到的马车就像是我的汉马车外观一样 只是皮肤 而在皮肤之下 则是一辆安装了推进器的高科技战车 张拓海暗暗想到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 想到这里 张拓海懊恼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这么简单的问题 她居然这才想出来 实在是太笨了 对了 你那里有苹果吗 爱丽丝忽然抬头 向着张拓海问道 有一些 怎么了 张拓海问道 她的生态园里有几棵苹果树 每天都结果子 但是 除了米克之外 几乎没有人吃 以至于存了几百公斤 这还是大部分都拿去酿酒了的结果 否则会更多 有空的话 给我一些 爱丽丝捋了一下发烧说道 是您要吃吗 我立刻挑几个最好的 张拓海立刻说道 不是我要吃 是大黑和二黑喜欢 就是外面的那两匹马 怕张拓海不理解 爱丽丝还指了指外面 那两匹马 你的意思是 那两匹是真马 张拓海看了一眼外面 有些不敢置信 当然是真马 是什么给了你 我养了两匹假马的感觉 爱丽丝喝了一口红酒问道 真的马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 吃兴奋剂也做不到吧 张拓海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 不敢置信地说道 正常的马当然做不到 但是 我这两匹马 就不是正常的马啊 爱丽丝缓缓地说道 难道有什么神魔异兽的血脉 或者是神话之中的神兽 张拓海好奇地问道 没有 就是普通的马 然后 我在后台修改了一下数据 稍微增加了一点点奔跑速度 就变成这样了 爱丽丝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这 张拓海看了看爱丽丝那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又看了看窗外飞速后退的景物 感觉对方认知中的一点点 和自己认知中的一点点似乎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不增加一对翅膀 直接飞起来多好啊 张拓海有些无语的问道 你看 我就说 一定会有人赞同我的意见的吧 爱丽丝一副找到了知己的模样 可是那些家伙 非说马车飞在天空中太骚包了 容易被防空炮打下来 说什么也不肯帮我改 甚至都不让我接触相关的代码 气死我了 张拓海觉得其他的那些设计师不给改装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 坐在爱丽丝的马车上 他还是有一点求生欲的 跟着爱丽丝一起大骂那些设计师们 没有脑子 不懂得审美 这一番响谈下来 大大的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同时 张拓海也在闲聊之中 获得了不少有用的消息 比如 他这辆马车上 虽然看起来就是一辆普通的马车 没有什么高科技设备 但是 表面却绘制了大量的符纹 这些符纹能够凝聚自然之中的游离能量 在关键时刻 为马车制造等离子屏障 哪怕洲际弹道导弹直接命中 都没什么问题 还有符纹? 那有魔法吗? 张拓海闻言兴奋地问道 听说有 不过 至今为止 我还没遇到过 不过 要是你的话 几率会比较大 爱丽丝单手拖着下巴说道 为什么我的几率比较大? 张拓海不减 那是因为 像我们这种 不在半神手下工作的人 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 如果区域不重叠 就很难碰上 而你不同 到了你这个级别 成为了女神的眷属 除了会按照级别 获得相应的特权之外 也要承担更多的义务 比如呢? 张拓海问道 比如 你们至少每两周 就要参加一次半神间的对抗 我上一次 不是说了吗? 我们所在的每一个世界 就是一个虚数空间 对于你们来说 虚数空间里产出的种种物资 是一个个香甜的诱饵 但对于那些半神来说 这些虚数空间本身就是他们蜜糖 为了抢夺虚数空间的所有权 那些半神之间经常会发生战斗 所以 作为前线部队的你 自然更加容易看到不同种类的敌人 加油 如果看到了魔法世界的敌人 记得给我弄一两本魔法大拳回来 我会用让你满意的东西交换的 爱丽丝说着 拍了拍张拓海的肩膀 姨父 我看好你的样子 听到了爱丽丝的解释 张拓海脸像是苦瓜一样 亏得她以为 成为了眷属是一件好事 原来就是负责抢地盘的马仔啊 别跟吃了多大的亏一样 爱丽丝笑着说道 其实 无论是否成为眷属 最终都要走上这一条路的 只不过 眷属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种子选手 更具潜力 给予的优待更多 其实 我还是蛮羡慕你们的 如果 我当初要是能成为眷属 或许 我的成就不止今天这样 爱丽丝说着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难道有什么隐情? 张拓海正想询问 马车忽然停了下来 到地方了 爱丽丝精神一阵 猛地从座位上飘浮了起来 整个人直接冲了出去 一直飘浮在他身边的魔方 也跟着一起飘了出去 张拓海见状 也连忙跟了上去 同时解锁了武器保险 做好了战斗准备 在马车之外 是一条笔直而有幽长的公路 一个穿着褐色夹克衫 戴着黄色渔夫帽 拉着一个拉杆箱的人 正在缓慢地向前走着 凯!你个混蛋!给我站住! 爱丽丝怒吼着 周身无风自动 像是一只炸毛的猫咪 前方 一直稳不向前的那个 拦着拉杆箱的男人 停住了脚步 缓缓地回过了头 一双阴郁的眼睛盯着爱丽丝 两久才缓缓说道 我已经退出巴别塔了 我们各退一步 两步相欠不好吗? 两步相欠? 你害死了莫妮卡姐姐 和凌峰大叔 就像这么一走了之 别做梦了 下地狱去向他们道歉去吧 伴随着爱丽丝的话语 那个魔方猛地 向着凯所在的方向砸了过去 凯猛地向后一跳躲开了魔方 那个魔方砸到了地上 可是 却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响声 当魔方再次飞起的时候 原本的被魔方砸中的区域 变成了一片虚无 不是成了一个大坑 而是彻底的虚无 什么也没有的那种虚无 一片深邃的黑暗 就像是 游戏之中 素材没有夹再出来一样 第667章 黑伞 这是什么攻击模式 看着地上的那一片虚无 张拓海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其实 他一开始看到爱丽丝拿着魔方砸人的时候 心中还升起了一股小巧的心思 觉得对方的战斗方式太过古老 都什么年代了 还是拿着冷兵器砸来砸去的 现在一看 实在是自己太年轻了 虽然 爱丽丝的攻击方式 是有那么一点落后 但是伤害实在是惊人 这已经不是什么破架伤害 或者真实伤害了 这直接就是 将你从素材和代码上干掉 妥妥地降为打击 面对这种攻击 你跌多后的甲都没有用 就像是 你在游戏里刷了一身防御加100的神装 别人直接开管理员权限 将你人物删除了 这还怎么打 心惊的同时 张拓海心中 也为自己之前的决定庆幸不已 幸亏他之前 LSP之魂发作 加入了巴别塔 不然 现在就是自己变成虚无了 在一阵后怕之后 张拓海的心中 也升起了一丝的野望 那就是 这种攻击方式 他也要拿到手 不过 眼前最重要的 就是帮助爱丽丝为脚凯 争取在爱丽丝面前 留下一个好印象 张拓海通过手环发布命令 开始调动自走机械行动 而场中 爱丽丝和凯的战斗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爱丽丝一击不忠之后 举着魔方 再次向着凯冲了过去 而凯一把 打开了自己的行李箱 从里面取出了一把漆黑的雨伞 随后 将行李箱随手扔到了身前 凯将手中的黑色雨伞一甩 目光灼灼的盯着爱丽丝 爱丽丝 看在以前同事一场的份上 我让你一招 你要是再敢动手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少假人假意了 爱丽丝眼中充满了怒火 害死莫妮卡姐姐和凌峰大叔的时候 你可从来没考虑过什么同事情谊 我今天就要替他们报仇 爱丽丝说着 举起了手中的魔方 再次砸向了凯 而凯则挺起了手中的黑伞 点向了爱丽丝手中的魔方 一股距离从魔方上传来 爱丽丝整个人飞到了半空中 不过 爱丽丝整个人向后飞了七八米后 直接悬浮在了半空中 去 爱丽丝单手一伸 食指点向了凯 刷 悬浮在爱丽丝身边的那个魔方 忽然分解成了27块正方体 如同疾风骤雨般 砸向了凯 凯剑状 立刻撑开了手中的黑伞 将周身挡住了大半 砰砰砰 湛蓝色的方块砸到黑伞上之后 纷纷被弹地飞了出去 向着周围四散飞出 周围区域内的东西 凡是被方块砸中后 都变成了一片片的虚无 看着周围空间中 一个个黑漆漆的虚无 张拓海都不由地缩了缩脖子 小心后撤了半步 这种级别的战斗 万一被波及到了 绝对是立马撬辫子 哪怕他穿着能防御 一百毫米火炮直射的第二代电磁战甲也不行 不过 虽然张拓海后撤了几步 但是眼睛却一直盯着场内的形势 一刻也不敢错过 要知道 观摩这种级别的战斗的机会 可不是常有的 场中 两人看起来 虽然是势均力敌 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 凯似乎处于了弱势一方 刚才 他虽然挡住了那一波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但是 脸上已经浮现出了一抹汗水 脚下的鞋子 也因为用力太大而成为了鸡粉 一道道仙血顺着裤脚流淌了出来 滴滴答答的渗入到了泥土之中 看样子 受伤不清 这情形 不光张拓海看得明白 悬浮在半空中的爱丽丝也同样看得清楚 看到这种情形 爱丽丝单手一挥 27个湛蓝色的方块 又飞回到了他的头顶 重新组成了魔方 泯灭成虚无吧 爱丽丝举着魔方 再次从高空中坠下 砸向了凯 凯见状 也勉强撑起了黑伞 向上招架 碰 湛蓝色的魔方砸中了黑伞 凯吐了一口鲜血 半截身体都陷入了泥土里 爱丽丝也举着手中的魔方落到了地上 而她所踩的地方 好巧不巧 正是凯扔到了身前的那个行李箱 就在爱丽丝准备加把力气 将凯彻底干掉的时候 她脚下的行李箱忽然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吸力 爱丽丝猝不及防被吸入了行李箱里 随后 那个行李箱砰的一声合拢了起来 打口自动闭合 砰砰砰 行李箱里传来了一阵阵闷响 还伴随着爱丽丝的声音 让我出去 哈哈哈哈 可嗨嗨 她还看到计划成功了 放声大笑了起来 不过 因为动作幅度太大 而牵动了伤势 不由自主地剧烈咳嗽了起来 然而 她的脸上却满是笑意 她收起了黑伞 将其当作拐杖 一拳一拐地走到了行李箱旁边 用力踢了两脚 嘲弄地说道 蠢货 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 还想要杀了我 很好 今天晚上 我就让你常常冒犯我的代价 不过 现在嘛 我要去解决一点小麻烦 说完 凯将行李箱踢到了一边 转头望向了张拓海 目光之中满是兄弟 原本 我是不想杀人的 不过 谁让你看到了这一切呢 要怪 就怪你自己命不好吧 下意识 记得聪明一点 不该看的东西 不要乱看 不 不对 被量子抹除掉的家伙 是无法复活的 你没有下意识了 再见 凯说着 手中提着黑伞 向着张拓海冲了过来 然而 就在他刚要有所动作的时候 他的周围 忽然从土里钻出了上百台自走机械 这些自走机械手中 举着各种武器 向着凯发动了攻击 哒哒哒 刺啦 砰 轰隆 加特林 高压电流 电磁炮 火焰喷射器 电浆手雷 RPG7 甚至单兵云爆弹 各种武器 也不管有用没用 轮番向着凯招呼 凯剑撞 连忙撑起黑伞 护住了身体 那些攻击 全都被巨大的黑伞挡住 而黑伞 却连一丝划痕都没留下 小子 我这把黑伞 可是量子结晶制作的 哪怕是实际武器 也无法伤害到我 不要试图拖延时间了 老老实实地受死吧 如果激怒了我 我会让你明白 有时候 死亡也是一种奢望 凯愤怒地盯着张拓海 犹如一条凶残的猎狗 第668章 战利品 看着凶残的凯 张拓海不为所动 继续让那些自走机械 发动着攻击 同时向着旁边招了招手 立刻有一个自走机械 将掉落到了地上的行李箱 捡了起来 飞也式地跑向了张拓海 张拓海一开始的目标 就不是干掉凯 他知道自己恐怕没有那个实力 他最开始的目标就是干扰凯 然后制造混乱 趁机将爱丽丝放出来 利用爱丽丝干掉凯 这场战斗中 只有爱丽丝才是真正的主力 看到偷走行李箱的自走机械 凯的眼珠子都红了 他也明白这场战斗的关键点所在 刚才要不是事先设下了圈套 骗到了爱丽丝 此时 他早就被打成虚无了 要是把爱丽丝放出来 他绝对食死无生 此时 他顾不上周围还在奋力攻击的自走机械 举起了手中的黑伞 向着自走机械砸了过去 想要阻止自走机械的行动 时间退回到几秒钟之前 张拓海的眼前忽然弹出了一行提示 对着开始用刺声波武器功率调整到最大 小爱同学 立刻对开始用刺声波武器功率最大 顾不得多想 张拓海立刻对着小爱同学发布了命令 明白 一个喇叭从车里弹出 一股高频次声波对着凯的方向发射了过去 凯的身体进行了大量的改造 虽然 表面上看上去还是肉体繁胎 但实际上比终结者还强 哪怕是洲际弹道导弹直接命中 也不过是轻伤罢了 但 那是全胜状态下 刚才经过一番大战 凯虽然从表面上看问题不大 但实际上 巨大的冲击力已经将他的内在绞的一团糟 各种设备和内脏都出现了大问题 不然 也不至于在面对自走机械的攻击时 还要使用黑散抵挡 在他孤注一掷 准备将黑散投掷出去的时候 高频次声波也击中了他 要是正常状态下 这种次声波对于凯 根本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但是 现在的凯可不一样 现在的他 体内一团糟糕 高频震动 让凯的体内仿佛经历了一场大地震 一些岌岌可危的电线和电子元件受损严重 这也直接导致了 他对手臂的操控出现了偏差 碰 黑散歪歪斜斜的击中了自走机械 正在奔跑的自走机械瞬间变成了虚无 而本应该落下的行李箱 却也被黑散撞了一下 行李箱一路滑行到了张拓海的脚边 凯 张拓海 行李箱里的爱丽丝 警号 咔哒 张拓海连忙打开了行李箱的搭扣 打开了行李箱 晕头晕脑的爱丽丝从行李箱里爬了出来 凯 你居然敢把我关进箱子里 还敢在外面踢我 你死定了 爱丽丝一边说着 一边伸出了右手 五指张开 原本漂浮在空中的量子魔方猛地散成了27块正方体 随后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凯 等等 我有话说 我有秘密 关于邪神的秘密 看到这幅情景 凯的神色慌张了起来 连忙扔出了自己的底牌 想要争取一丝活命的机会 他不想死 邪神 听到这个词 张拓海的眼睛亮了一下 他感觉这个世界的大幕对他拉开了一脚 如果这里的主视人是张拓海 那么凯或许还可以多活一会儿 可惜 现在这里最高的主视人是怒火上头的爱丽丝 他被莫名其妙地关在箱子里 又被像是皮球一样踢了好几圈 要不是身体素质强悍 早就溺死在自己的呕吐物里了 他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杀掉凯 带着你的秘密一起去死吧 爱丽丝猛地握紧了右手 二十七块湛蓝色方块从四面八方击中了凯 直接将凯打成了一片虚无 就连凯原本站立的位置都成了一片虚空 一切都不存在了 看到凯彻底死亡了 爱丽丝这才冷哼了一声 像是失去了力量一般瘫坐在了地上 爱丽丝小姐 没事吧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张拓海见状连忙上前扶住了爱丽丝 对着旁边招了招手 两个自走机械立刻抬了一张豪华的单人沙发过来 旺财也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 里面摆放了一杯奶茶和一盘水果 来 休息一会儿 张拓海将托盘接过来 摆放到了爱丽丝面前 爱丽丝看了看奶茶 眼底闪过了一丝挣扎 我在下属面前喝奶茶 会不会掉格调 可是 奶茶真的很好喝呀 糟糕 手不听指挥了 自己去拿了 要不 就喝一小口 就一小口 绝对不多喝 对失手自己要拿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真甜啊 爱丽丝捧着奶茶喝了起来 一双美目弯成了弯月 异形提示 慢慢在张拓海眼前消失 依稀可以看到的是 爱丽丝最喜欢的食物是奶茶 尤其是在战斗之后 饮用一杯 会大幅度提高 你在其心中的好感度 大量饮用 会陷入迷醉状态 吐露出一些重要信息 过了半晌 爱丽丝一脸尴尬地放下了手中 空空如也的奶茶杯 明明只是想要喝一小口的 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 爱丽丝小声嘟囔着 张拓海也不敢笑 对着旁边示意了一下 立刻有自走机械 将那把黑伞 和那个行李箱送了过来 张拓海将黑伞和行李箱 递到了爱丽丝面前 爱丽丝小姐 这是战利品 请您收好 请问 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爱丽丝看了看眼前的两样东西 想了想说道 按理说 这两件东西 都是需要回收的 不过 你在刚才的战斗中 也出了大力气 这样吧 我做主这把黑伞就给你了 算你捡了大便宜 这把黑伞 可是量子结晶打造的 除了同级别量子结晶的武器 在虚数空间中 没有武器可以击破它的防御 哪怕是十级武器也不行 这是凯成明的武器 便宜你了 真的 接过黑伞 张拓海心中兴奋异常 他在一旁的战斗中 早就看着 这把黑伞眼馋了 半残的凯 可是举着这把伞印扛住了自走机械的攻击 而且 伞面连一点划痕都没有 就像是崭星的一样 这一发现 让张拓海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量子结晶武器的恐怖之处 第669章 三条代码 张拓海欣喜的把玩着手中的黑伞 像是得到了一个新玩具的孩子 玩着玩着 张拓海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好奇的向着爱丽丝问道 爱丽丝小姐 这把黑伞是量子结晶制造的 而之前偷袭我的那个家伙 曾经说过 他手中的匕首是量子碎片制造的 这两者有什么异同吗 这个啊 爱丽丝一边接过旺财地上的红豆奶茶 一边说道 其实 从本质上来讲也没什么不同 两者都是由量子构成的 只不过 每次世界重启之后 产生的量子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将那玩意交量子碎片 等攒多了之后 凑够了一定的数量之后 合成在一起 才叫量子结晶 你可以理解成碎钻和钻石 两者其实没什么区别 爱丽丝一边喝着奶茶 一边说道 世界重启 听到这四个字 张拓海心中一颤 他本能的感觉 自己又抓住了一个重要信息 说到这里 爱丽丝也自觉失言了 不过 想到之前是张拓海 将其从行李箱里救出来的 觉得张拓海是巴别塔的一份子 这种级别的消息 早晚也会知道 自己提前透露一些 也不算什么 他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 其实 这个消息在巴别塔内部 也算是保密级的消息 只有核心干部才能知道 不过 你的表现不错 我可以提前跟你说说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起 放心吧 我嘴最严了 张拓海做了一个 在嘴巴上拉拉锁的手势 之前我跟你说了 对于那些半神来说 他们最大的目标 就是抢夺虚数核心 你知道他们 为什么要抢夺虚数核心吗 爱丽丝喝了一口奶茶 悠悠地问道 为了获得更多的世界 培养更多的卷者 张拓海试着问道 那只是手段 而不是最终目的 爱丽丝摇了摇头 你要记住 他们的培养卷者的目的是 抢夺虚数核心 但抢夺虚数核心的目的 却不是为了培养卷者 这两者的关系 你要搞清楚 那他们的目的是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 利用虚数核心 控制虚数空间重启 重启 这对于他们 有什么好处 张拓海不解 这些虚数空间 每重启一次 就会产生一些量子碎片 等到量子碎片积攒的足够多的时候 灌注到虚数空间之中 就会让空间量子化 让空间得以晋升 成为量子空间 而让空间晋升 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 甚至 半神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 晋升为真正的神灵 所以 那些半神才会这么积极的抢夺虚数核心 其目的就是为了将量子碎片积攒在一起 供应到一个虚数空间里 然后让自己实现晋升 爱丽丝缓缓地说道 原来如此 听到爱丽丝这么一说 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半神之间 为什么要将这么多人类 投入到一个个虚数空间之中 进行求生 目的就是筛选出强者 对其他世界进行征战 抢夺虚数核心 然后积攒量子结金工自己晋升 这个结果 对于人类来说 虽然很残酷 但是 有时候 对于高位者来说 人类似乎和蝼蚁没有任何区别 只要能达成目的 根本不会在乎死了多少蝼蚁 就像是小孩子在玩的时候 根本不会在乎死了多少蚂蚁 虽然道理都懂 但是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张拓海仍然感觉到 胸口憋着一股气 感觉到很气愤是吗 看到张拓海的样子 爱丽丝微微一笑 放下了手中的红豆奶茶 我们巴别塔 就是这么一群气愤的家伙 组建起来的组织 既然看不过 就把那些半神拉下来 爱丽丝说着拍了拍张拓海的肩膀 好了 感谢你的奶茶 不过时间不早了 我该离开了 她一边说着 一边让悬浮在身边的魔方 搭建了一个大门 一道黑色的漩涡出现在大门之上 对了 临走之前给你一个忠告 爱丽丝忽然回头说道 您说 张拓海立刻向前走了一步 不要轻易听信其他半神的蛊惑和招揽 除去少部分天赋异禀之外 大多数转头其他阵营的玩家 都是炮灰 而且 相较于大多数半神而言 招揽你的琉璃 还算是有些原则 算是手续中立 至少比那些混乱技的要强多了 爱丽丝淡淡地说道 其他半神? 你的意思是 还有其他半神会过来挖墙角? 张拓海问道 到时候 你就知道了 反正你记着就行 爱丽丝挥了挥手 拖着行李箱 踏入了黑色漩涡之中 湛蓝色的方块也纷纷落入黑色漩涡之中 最终 大门消失不见 此时 周围的虚无已经渐渐消失不见 他们已经被世界缓缓修复了 马车也早已消失无踪 一切痕迹都在消失 要不是手中拿着一把黑伞 张拓海甚至还会以为之前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境 还真是奇妙 张拓海看了看手中的黑伞 让自走机械将周围收拾了一番 清理掉剩余的痕迹 而她自己则回到了车里 情况怎么样 张拓海对着小爱同学问道 已经全程录像 将爱丽丝小姐输入的几条代码进行记录 另外 经过对比 在世界背面空间中 解析速度要比正常的解析速度高30%左右 小爱同学一边说着 一边列出了几条代码 都是爱丽丝在世界背面虚数空间的核心书写的代码 第一条是制造棉花糖的代码 这个暂时没什么用 第二条是查找代码 作用是查找虚数核心的位置 这一点十分重要 只不过 根据爱丽丝的话分析 不同的世界虚数空间的代码也有所不同 这条代码在其他世界是否也有相同的效果也未可知 第三条代码也是一条查找代码 只不过是用来查找人员坐标的 看着整整齐齐的三行代码 张拓海十分的欣慰 只不过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爱丽丝可以进入世界的背面自然可以编写代码 但是自己可没有进入世界背面的办法 即使有了代码也无法编写 这怎么办 难道还要找一个进入世界背面的办法吗 正在张拓海为难的时候 她的目光忽然落到了角落里的那个虚数核心上 她心中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虚数核心里面也有大量的代码 不知道用这个来操控行不行 第670章 飞天汽油动力剧 这个想法一生成就在张拓海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张拓海的心里就像是长了草一样 试试看 只是编写一条代码而已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张拓海沉思了一会儿 最终做出了决定 小爱同学输入第二条代码 明白 小爱同学控制着机械臂拿起了虚数核心 在上面虚空用手指书写代码 一行形用各种文字组成的代码出现在了虚数核心中 当敲下最后一个数字之后 小爱同学选择了运行 很快 代码运转了起来 大概过了不到一秒钟 一个坐标出现在了虚数核心之上 那个坐标正是张拓海此时所在的坐标 成功了 张拓海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这个代码运行成功 说明了 这些代码在本世界是有效的 如果 他找到了在其他世界输入代码的方法 说不定在其他世界也是有效的 只不过 在高兴之余 张拓海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之前 在世界背面的时候 爱丽丝也输入过这条代码 可是却无法定位虚数核心的位置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只有虚数核心的主人才能进行查询 还是说自己的车子有什么特殊 规避了代码的查询功能 不过 虚数核心在相应世界里 可是最高级别的存在 没有物品能在其位阶之上 不应该存在被遮掩的问题 最终 张拓海也只能暂时将原因归咎为第一点 有主的虚数核心是查不到的 算了 想这个干嘛 还是先找到在别的世界输入代码的方法吧 不然的话 光握着代码也没用 张拓海想着 正想关闭数据核心 忽然 小爱同学兴奋地说道 指挥官 有发现 嗯? 有什么发现? 张拓海文言 连忙问道 因为有了三条 已知代码作为参考 对代码的破解速度大大提高了 我在破解代码的时候 在最核心层 发现了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被隐藏在核心代码之中 我怀疑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有什么重要的存在 小爱同学说道 在最核心层发现的坐标 确实有可能 能确定是在哪里吗? 张拓海问道 在北极圈附近 小爱同学一边说着 一边张开了3D地图 在北极圈附近贴下了一个红点 还在地图上贴心地标识 出了几条通往该处的道路 张拓海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本世界的第二天深夜 从现在来看 接下来的几天 确实是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去那个地点看看 那里到底有什么 沿路也可以经过几个大城镇 顺路收割一番 也算不虚此行 打定了主意之后 张拓海便对小爱同学说道 那就返回白象城吧 从那里出发 从他现在的位置 想要前往北极圈 白象城确实是最短路线的必经之路 而且经过一番激战 张拓海已经把白象城的轨迹生命 几乎清空了 现在白象城是一片空城区 走这里也会减少很多麻烦 确定了线路之后 小爱同学向着白象城驶去 忙完了这一切 旺财记者围裙 招呼张拓海开饭了 知道了 我去招呼他们一声 心情不错的张拓海吹着口哨 打开了莉莉丝实验室的大门 刚一打开门 张拓海感觉到眼前一道黑影划过 砰的一声闷响 一把大剑贴着他的头盔 插到了旁边的门框上 这一下 把张拓海吓了一跳 整个人跳出去七八米远 你们这是干嘛 谋杀清爹 谁让你进来前不先敲门呢 穿着白大褂的莉莉丝 这么快就成功了 在哪呢 让我看看 一听莉莉丝这话 张拓海不由的兴奋了起来 如果飞舰计划真的成功了 他以后就可以站在飞舰上来回飞行了 先不说速度快慢 但拉风是一定的 而且 有了这玩意以后 他以后的对敌手段也多了几种选择 诺 插在门框上的不就是 莉莉丝拂了弩嘴说道 这是飞舰 张拓海机械版的转过了头 脸上的表情瞬间垮了下来 他脑海中的飞舰不说是一件双寒十四周吧 至少也要有点骨香骨色的韵味 可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一把巨大的合金剑 剑刃位置是道尺链锯 剑柄上还有一个按钮 按下之后 剑刃上的道尺链锯可以飞速旋转 整个一个飞天汽油锯 威力不威力的放到一边 谁见过踩着汽油动力锯飞天呢 这逼格一下子就没有了 这模样也太难看了吧 张拓海有些无语 这是经过空气动力分析 得出的最优劫 莉莉斯滔滔不绝地说道 而且除了近战攻击之外 这玩意儿还能释放高压电流 完美的将近战武器和远程武器进行了整合 还有 这东西配备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自主攻击系统 可以根据预设系统自行侦查 搜集信息自主攻击 为了能追上目标 我在舰尾增加了磁悬浮装置和离子喷射器 可以将飞舰的最高速度提升到9马赫 另外 我还在舰体剩余空间内塞上了C4炸弹 实在打不过的时候可以进行自爆攻击 莉莉斯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自己的设计 显然 这是一款她十分满意的作品 整合了她不少发明成果 看着莉莉斯的样子 张拓海的脸垮得像是苦瓜一样 这把如同汽油动力具一样的飞舰功能是不错 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不帅啊 你看着那个遇见仙人 是踩着汽油动力具飞行的 根本不像话嘛 不过 看着莉莉斯神采飞扬的样子 张拓海也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不得不说 这东西的效果确实不错 完全取代了那些手炮式无人机的作用 挺好的 将这个给自走机械当作制式武器吧 张拓海无奈地说道 第671章 机甲构想 相较于执着于耍帅的张拓海 崇尚效率的自走机械道士对新武器很喜欢 这把武器整合了他们手中大半的武器 有了这东西之后 他们就不用频繁地切换武器 作战效率大大的提高了 不光如此 莉莉斯还将那个空出来的直升机维修车间 改装成了飞天汽油动力具的生产和发射车间 因为 这东西涵盖了无人机的一切动能 莉莉斯就在生产车间里加装了一个自动弹射系统 实现了飞天汽油动力具的自主发射 以后 这种小型侦察无人机就不用张拓海一个个手抛了 完全可以自主弹射 现在 在汽车的周围就盘旋着八个汽油动力具 看着这一幕 张拓海感觉到自己一阵阵的胃疼 而且 莉莉斯甚至还公布了他的第二阶段计划 他正在研究汽油动力具的合体计划和组合攻击技能 争取早日研究出张拓海所说的那个什么诸仙剑阵 听到莉莉斯的计划 张拓海想象了一下 成千上万把汽油动力具组合成诸仙剑阵阵的样子 不由得感觉到一阵阵的蛋疼 这简直就是毁童年 你怎么了 看着张拓海的苦瓜脸 莉莉斯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 没吃饭饿的 对了 车子后面的等离子喷射器是怎么回事 张拓海忽然想起了车尾的那个巨大的等离子喷射器 要不是那个喷射器 自己的车子恐怕就会被埃莉斯的马车甩的没影了 那个呀 我成功地把莫里亚迪的电磁战甲研究明白了 研究出了一些玩意 那只是一个副产品 莉莉斯带着张拓海来到了实验室 打开了一台机器 几个探头喷出了炽热的等离子光束 直接将一个铁钉切割成了金属的中立手办 这种等离子技术很好用 做出来的切割机床的效果是原本的好几倍 不过 因为技术等级原因占用了一个配件的位置 没关系吧 莉莉斯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毕竟 这玩意是他私自加装的 没有争得张拓海的同意 张拓海打开了车子的情况 发现莉莉斯不是占据了一个配件位置 而是三个 一个是等离子切割机床 一个是等离子喷射器 还有一个是等离子护盾 每个占用了一个6级通用配件 前两个张拓海都见过了 最后一个等离子护盾 就是莫里亚蒂曾经使用过的那个技能 在身体周围形成一个等离子立场 挡住普通的攻击 以目前的效果 配合现有装甲挡住300毫米口径的剑炮 都不成问题 没关系 没关系 随便占用 张拓海心里都快乐开花了 他原本以为6级配件的收集工作任重而道远 没想到 莉莉斯不声不响的帮他解决了三个 简直就是福将 而莉莉斯似乎还不太满足现有的成果 有些可惜的说道 可惜 我研究催眠系统的时候 遇到了瓶颈 无法研究出利用声光系统催眠的原理 如果能研究出来的话 电磁战甲又可以进行一次升级了 没关系 你做的已经够好了 这些先放一放 先吃饭 张拓海拉着莉莉斯去餐厅吃饭 今天吃的是溜鱼片和酱爆鱿鱼 在今天清空冷酷的时候 旺财将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 做成了这两道菜 几个人吃的是赞不绝口 莉莉斯甚至还多吃了两碗饭 席间 张拓海看到阿雅和阿伟两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不由的露出了好奇的神色 你们这是怎么了 怎么吃的这么少 难道是不合口味 吃不惯海鲜 要不让旺财再给你们做点别的 不不不 已经很好了 这里的菜实在是太好了 我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阿伟连忙摆手说道 他以前都是靠着教堂和各种福利机构派发的免费食物生活 都是别人给什么吃什么 一点挑选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 中餐在他们那里也算是奢侈品 一个简单的炒饭就要十几刀 现在每餐能吃饱 已经是天大的幸事了 哪里还敢奢求太多 那是什么原因 张拓海放下了碗筷 我就是觉得 每天这么无所事事实在是受之有愧 有没有什么能做的 哪怕是打打下手也行 阿伟双手抓着酷管 汗水将手心都湿透了 原来是这样 张拓海点了点头 对于阿伟的心情他能理解 就像是到了一个新公司一样 不怕事情多就怕没事情做 闲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 才是最让人心慌的 你们要是没事 就帮旺财打理一下高级生态员 另外 利利斯帮他们也量身定做一套装甲 组合剂的那种 张拓海想起了环太平洋里的那种双人机甲 两个人精神高度匹配 就可以操控那种巨大的战斗机械 他倒是没有想要一下子 就弄那么大一个机甲 纯粹是为了以后发展进行技术储备 先研究一个试验版本 让两人做测试 也算是给他们找点事情做 省得呆得发慌 张拓海一边说着 一边画了一个大型机甲的概念样图 同时机甲的形态和功能大致说了一下 嗯 从技术角度讲 应该是可以的 就算缺乏的技术也有代替版本 不过 将这么多技术整合在一起是没那么容易的 需要验证 至少先得造一个验证机来 不过 其中需要他们配合试验 验证一些东西 利利斯看着草图陷入了沉思 放心吧利利斯小姐 我一定会努力配合的 听到自己有了工作 阿伟的性质又高涨了起来 庆幸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而不是一个吃白饭的家伙 阿牙也在一旁微微点头 同时琢磨着 怎么将自己的超能力和机甲相结合 对于他们两个的想法 张拓海并不知道 他只是随口一提 给两个人找点事做而已 几个人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 一顿饭吃的事 其乐融融 吃饱之后 利利斯回到了实验室 准备通宵完成草图 阿伟和阿牙去帮忙打下手 旺财去刷碗 只剩下张拓海一个人 无所事事 第672章 突发事件 无所事事的张拓海呆坐了一会儿 打开了区域频道 准备看看有什么新消息 然而 区域频道除了一些玩家在晒收获之外 基本上就没什么了 不少玩家在获得了克隆人之后 都在忙着研究克隆人的身体构造 根本抽不出空来 导致水频道的人都少了 看了一会儿区域频道 张拓海发现没什么有价值的消息 便回到自己的总统套房睡觉 车子在静谧的黑夜之中行驶 与此同时 一条偏僻的公路之上 一辆黄色的假靠虫车里 苏琪和苏慕两姐妹相对而坐 姐 我们真的要答应那家伙的邀请吗 苏琪有些坠坠不安 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位的伪力你也看到了 不是你我二人能够抵抗的 如果拒绝的话 恐怕后果难料 苏慕叹息了一声说道 可是 那家伙这么明目张胆的拉人 会不会犯忌讳 我们上面应该也是有人的 会不会出手 苏琪猜测道 有人肯定是有人的 不然 那位就不用商量了 而是直接抢夺 但是 那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可是直面危险 如果敢拒绝的话 恐怕下一秒就是死亡 就算上面的人事后 追究下来又有什么用吗 我们已经死了 什么都没用了 苏慕摇了摇头说道 那好吧 我听你的 苏琪说着 偷偷的给张拓海 发了一条私信 张哥 我们被一个叫 夏米尔的家伙招揽走了 他自称是个半神 要我们去他手下做事 我们反抗不了 那家伙长得很奇怪 一张脸从中间分开 左边清纯的像是林家妹妹 右边张黄的 像是街边的艺术家 衣服也是左右半边不同 你看到他之后 最好绕着走 随性把我和我姐最喜欢的艺术照发给你 如果我死了 记得我曾经存在过 发完之后 苏其昂起头 对着苏慕展颜一笑 我准备好了 嗯 苏慕点了点头 留恋的看了周围一眼 对着车内的一个小巧的雕像说道 夏米尔大人 我们愿意皈依到您的门下 你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伴随着声音 一道绿光笼罩了两人的车子 片刻之后 绿光消散不见 那辆黄色的甲壳虫也不见了踪影 就连区域频道的列表里 苏慕和苏其的名字也都消失不见了 区域频道的人数变成了4532、4998 苏慕和苏其并非是个例 一道紫光笼罩了李飞宇的车子 一道橙色的光芒笼罩了赵婉婉的车子 一道红光接引走了兴奋异常的海阁 沙龙巴斯的车子被一道黑光所笼罩 被带走了不光是张拓海的熟人 还有一些寂寂无名之辈 整个区域频道内的人数一夜之间下降了300人上下 也有一些半神找到了张拓海 但是看到张拓海身上那块卷者徽章之后 都离开了 拉一些有天赋的人也就算了 带走别人的卷者 那绝对是深仇大恨 如果不是准备开启全面战争 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 张拓海是被一条提示系统惊醒的 请暂时终止收集计划 本世界最早将会在明天清晨提前结束 请做好准备 嗯?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拓海看着眼前的提示信息一脸猛逼 居然要提前结束?这是发生了什么? 随后 他就发现自己的私信响成了一片 最上方的那封私信就是苏琪发来的 张拓海将私信打开 认真地看了一遍 随后皱起了眉头 夏米尔半神? 半边清纯半边疯狂 难道说 这就是爱丽丝说的招揽? 张拓海记得爱丽丝和她提过 可能会有其他的半神过来拉人 没想到傍晚刚说完 晚上就发生了 张拓海翻了一下区域频道的成员列表 果然苏琪和苏木两人的名字都不见了 不是死亡的变灰 而是彻底的消失 怪不得这个世界会提前结束 任谁在眼皮下面被人招揽走了 手下都不会开心 张拓海发现 名字消失的不光是苏木苏琪两个人 而是足足三百多人 经过名单对比 张拓海发现了几个熟人的名字 李飞宇 海格 赵婉婉 沙龙巴斯 其中 赵婉婉给她发了一封私信 大致内容是 玉兽之神赛利亚说她拥有自然之心 是个玉兽的天才 将她招揽过去培养了 同时希望张拓海能照顾好咩利 米克 至于 李飞宇 海格 沙龙巴斯等人 则没留下任何信息 就是不知道 里面有没有下个世界要对战的半神 如果有的话 恐怕战争烈度要上升不少 张拓海暗暗想到 张拓海看了一下手表 现在是凌晨四点 距离清晨还有两个小时左右 按照这个时间是肯定赶不到北极圈了 小爱同学 距离白象城还有多远? 张拓海问道 既然无法去北极圈了 那至少也要去白象城搜刮一圈 绝对不能浪费机会 还有半个小时左右 小爱同学看了一眼地图 加快速度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另外 寻找一下白象城内 还有那些值得搜刮的东西 规划好路线 争取在六点钟之前拿到手 张拓海说道 明白 我这就统计清单 小爱同学开始列起清单来 不一会儿 一张清单就出现在张拓海面前 小爱同学的虚拟形象指着清单说道 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普通物资 属于可收集也不可收集的品类 不过 有件东西十分重要 我们最好拿到手 是什么东西? 张拓海惊喜地问道 能被小爱同学的视为珍贵物品的 一定不是一般的玩意儿 第一次与爱丽丝小姐交锋的时候 不是遇到了一股势均力敌的电子战系统吗? 我发现 爱丽丝小姐只是将其关机了 但是并没有带走 真的? 张拓海文言不由地站了起来 能和小爱同学进行势均力敌电子战的设备 他一定要拿到手 哪怕对他毫无作用 也不能被其他玩家得到 否则将会成为他的大敌 尤其是他们可能会被其他半神带走的情况下 第673章 意外收获 明白 立刻全速前进 小爱同学启动了等离子推进系统 重型武器平台的速度瞬间提升到了420万 向着白象城狂飙突进 原本半小时的路程 只花了五六分钟就抵达了 抵达了白象城门口 小爱同学忽然说道 指挥官 其他区域反向也发现了几个玩家 正在向着白象城前进 小爱同学说道 能探知他们的目的地吗? 张拓海问道 有两辆车安装了临近系统 三辆车的玩家购买了克隆人 根据获得的消息综合分析 他们是借着调房的命令 来白象城搜刮物资的 让临近系统引导他们去最大的超市 别让他们过来捣乱 张拓海想了想说道 明白 小爱同学开始按戳戳地修改对方的行车路线 几辆车慢慢转向了南城区 那里有一个白象城最大的综合超市 哪怕只是简单地逛一圈 都要半个小时 天亮之前 他们估计是没工夫过来给张拓海捣乱了 赶走了讨厌的苍蝇 张拓海一路直奔市政厅 此时 市政厅依旧是他离开时候的样子 两扇大门被碾成了碎片 两具被爱丽丝打死的巨大的轨迹生命的残骸 仍然倒在地上 001 把这两个家伙给我拆解了 张拓海一边吩咐着 一边按照小爱同学的指引 将车子开进了一个偏厅 在偏厅里 一台巨大金属装置摆放在地上 这个金属装置如同金字塔形状 由一块块金属模块组成 散发着淡金色的金属光泽 在金字塔的顶端 是一个蓝色的水晶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给人一种异样的美感 第一眼看上去 张拓海还以为这是个装饰品 而不是机械 异形提示出现在张拓海眼前 天机三型电子战系统 由巴别塔组织研制的最新型电子作战系统 集成了有源相控阵雷达 目标识别系统 电子干扰系统 目标识别系统 通信堵塞系统 通信加密系统 通信侵入系统等电子作战技术 可进行电子压制 通信监控 目标参数修改 电子欺骗等多种电子战技术 一箭启动 傻瓜式操作 好家伙 有源相控阵雷达 张拓海不敢置信地看着这台机器 摸着上面的金属块 原本他还以为这些只是普通的金属块 没想到居然是有源相控阵雷达 这可是他没想到的 快 快点把这玩意弄到车上去 张拓海招呼着自走机械 将这玩意搬到了车上 因为这东西是巴别塔斯造的 没有获得半神的授权 自然无法平级 也无法当作汽车配件 直接装到车上 不过 张拓海对此倒不怎么在意 他完全可以 让小爱同学将其拆解 提取其中的技术 用来升级自己 这样 虽然级别上并没有得到提升 但是 综合战斗能力 却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藏底牌 与此同时 在一片营地之中 爱丽丝缓缓地走下了马车 说是一片营地 但是占地足有数千亩大小 堪比一些村镇了 营地之中各种房屋零次至比 而且风格各异 可能第一栋是一座茅草屋 在草屋的身后就是一座摩天大厦 大厦的下方又是一个四合院 院子旁边有条河 河里一座水晶宫 爱丽丝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 走向了一栋欧式别墅 爱丽丝大人 请问电子战系统带回来了吗 我们要做数据分析 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 站在旁边一脸恭敬地问道 哎呀 我忘了 爱丽丝一拍脑袋 那可怎么办才好 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一听脸色都白了 那里面可加装了我们最新研发的新型技术 要是被人拿走了 可不得了 我们将会失去技术优势的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我们的技术都是在同一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如果被敌人获取的话 我们同类产品将会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另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员补充道 安拉安拉 没人会拿走的 那个世界很快就会出事了 那些玩家都会被调走 几天之后 世界自行重启 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没有人会发现那个机械的 爱丽丝淡淡地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问题倒还不大 不过 希望爱丽丝大人 以后能记得把机械带回来 我们还要做数据记录分析 两个穿着白大褂的技术员 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肯球道 不过 他们大概也清楚 这说了几乎没说差不多 爱丽丝是整个营地里出了名的丢三落四 经常会遗忘一些东西 哪怕临行前明明提醒过了 但总还是会忘记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刚忙完任务 要休息了 你们退下吧 爱丽丝不耐烦地摆了白手 静止进入了别墅之中 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 互相看了一眼 叹了口气 信信地回去了 白相成 市政厅 此时 张托海正傻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小爱同学 身穿白色白褶裙的小爱同学 原地转了一个圈 裙摆飞扬 轻轻扬起的裙摆 擦着张托海的手背划过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触感 这是什么技术 张托海好奇地问道 3D虚拟成像技术 刚从那个刚获得的电子战系统里解析出来的 拥有了这个技术 我就可以以更加立体的形象 出现在指挥官面前了 以后 还请多多指教呢 小爱同学单手俯兄 微微鞠躬说道 这么快 那个作战系统 没有什么加密措施吗 这么快 就破解出技术来了 张托海看了看手表 此时 距离获得那个天机电子战系统 还不足10分钟 这就破解出技术来了 这也太快了吧 不 这里面的加密技术 比我之前遇到的任何加密技术 都更加强大 只不过 自从我解析出了那几条叙述代码之后 破解起这些加密手段 变得容易了很多 运算效率也提升了不少 我感觉 如果能多破解一些代码的话 我的运算速度 还能迎来一个智的提升 小爱同学一脸兴奋地说道 第674章 高能辐射陨石 破解虚数核心之中的代码 还有这种好处 听了小爱同学的叙述 张托海感觉有些不敢置信 不过 仔细想想 似乎又有点道理 毕竟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无论是真实的 还是虚拟的 无论是物质材料 还是虚拟代码 都是由虚数核心的底层代码描述出来的 明白的基础结构 再破解这些代码 自然得心应手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这就像是你学会了微积分 再回去做小学奥数题 虽然过程和思路和出题人想要的思路不太一样 但总是能解出来的 太棒了 立刻抓紧把剩下的技术都解析出来 争取把电子战系统和临近系统优化升级一下 下一个世界的战斗强度可能会很高 要做好一切准备 张拓海说道 明白 我这就去工作了 小爱同学再次一个俯兄里 随后消失不见 小爱同学刚一消失 001就拖着一个平板车走了进来 平板车上装着好多东西 摆在最上面的是一张图纸 让我看看都弄到什么好东西了 张拓海将那张图纸缓缓打开 战斗机械改造图纸 车辆改造图纸 可以让车辆拥有汽车与战斗机械两种形态 汽车可选形态 皮卡 汉马 圆形态 战斗机械可选形态 八足自走机械模式 高达 朴素版 模式 每种形态只可选择一种形态 选中后不可更改 看着这张图纸 张拓海皱了皱眉头 感觉这图纸着实有一点弱 车辆形态就不用说了 那两种形态照自己现有的形态 差了不知道多少 另外两种战斗机械形态 也差了很多 八足自走机械形态 整体上就是将车轮改成了机械足 方便在更复杂的地形活动 五倍是一门105毫米的火炮 和两门单管30毫米进防炮 而高达朴素版则是人形机械形态 高度4米左右 双臂双足 五倍和八足自走机械形态一样 只不过分布位置有点不同 这还不如我现在的布局呢 张拓海撇了撇嘴 别的不说 光是他现在配备的垂直发射系统 不考虑电子压制什么的 这种级别的战斗机械来多少打多少 说句不客气的 这种级别的战斗机械都未必打得过自己的自走机械 至少 张拓海的自走机械还都配备了小型的电磁炮 看了两遍图纸 张拓海觉得 这玩意好像只能卖钱 不过 卖给谁倒是一个学问 他在区域列表里翻了一圈 很快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 苍小空 这个他手下的金牌销售 竟然在昨天晚上没有被其他半神挖走 不知道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检查一下苍小空车辆的情况 张拓海对着小爱系统说道 接收到命令后 苍小空车上的临近系统立刻开始自检 并将一份完整的数据发给了张拓海 此时的苍小空仍然开着那辆蜘蛛外形的改造车 5倍是一门发射迷雾的火炮和一门30毫米的机炮 除了复杂地形通过率之外 整体实力着实弱的可怜 张拓海想了想 直接将这张改造图纸扔给了苍小空 这可是自己手下的金牌销售 是时候增加一下他的保命能力了 不然 下个世界被打死了 销售额腰斩 他哭都来不及 这是给我的 看到改造图纸 苍小空兴奋的双眼冒出了金光 他一直对自己的车子不是太满意 虽然逃命能力和通过能力很不错 但是火力是一个大弱点 没什么攻坚能力 有时候哪怕看到了一块肥肉 也不得不因为缠弱的火力而退缩 现在 有了这张改造图纸 他的实力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看到苍小空这副样子 张拓海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没想到自己淘汰了好几轮的武器 居然还被别人视为珍宝 真是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些也给你 张拓海想了想 又做了20枚电浆手雷 和4个飞天汽油动力锯 飞天汽油动力锯虽然外形差了点 但是攻击能力一点也不弱 近身攻击 链锯 远程攻击 高压电流 尖背 还配备了无人机的自主巡航和攻击系统 相信对苍小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张拓海将4把飞天汽油动力锯发给了苍小空 并将操作方法一起发了过去 要是实在弄不明白 就直接将指挥操控权交给临近系统 你负责做决定就可以了 张拓海末了说道 这个也能链接到临近系统上吗 真是太好了 我从小就不太会玩航母这种玩意儿 在原本的事件 自从我摔坏了 我第三架无人机后 他就再也不让我碰了 苍小空高兴地说道 张拓海 将苍小空武装了一番之后 张拓海又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什么疏漏之后才关掉了私信 除去这张改造图纸之外 小车上还有一大块陨石 正散发着悠悠的蓝光 看到这块陨石 张拓海不由得一拍自己的脑袋 他最初来白象城的目的 就是这块能活化机械的陨石 结果一番战斗 再加上爱丽丝扔出的信息 给他的冲击太大 以至于他一度忘记了这个玩意儿 直到001把这玩意 从那些归基生命的残骸下面挖了出来 张拓海将目光集中在陨石之上 异形提示弹了出来 高能辐射陨石 这些危机世界特产 具有某种特殊辐射能量 能将一部分被照射的机械 活化为归基生命 当脱离院世界后 活化效果大大降低 但会产生某些特殊作用 原来是世界特产吗 看到描述后 张拓海有些失望 他原本还以为 这东西到任何世界都有用了 不过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不过 这东西倒是可以扔给丽丽丝用来研究 或许可以研究出一些东西出来 去送给丽丽丝送过去 张拓海一边说着 一边安排着自走机械 尽可能的快点 将能看到的各种资源搜刮走 毕竟在这个世界停留的时间不多了 第675章 提前撤离 就在张拓海忙着搜刮物资的时候 虚空之中 一处大电发出了一声脆响 一盏水晶杯被摔得粉碎 阴红色的液体流淌的到处都是 执掌部分科技权柄的半神琉丽 一拍王座的扶手站了起来 真是岂有此理 居然敢趁着我不在的时候 拐走我的玩家 而且还是三百多个 他们这是觉得我好欺负吗 水月 是谁抢的玩家最多 琉丽冷冰冰地望着一个身边的侍女问道 是飞月面下 侍女恭敬地说道 很好 我记得下一次对战是和她对吧 琉丽问道 是的 侍女说道 告诉她 我要追加三百块量子结晶 和她对赌 就赌她手中的圆环世界的虚数核心 听到琉丽的话 侍女心中一震 三百块量子结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而且 圆环世界也不过是一个量子结晶产量很低的世界 每次重启 只能得到一点量子碎片 想要回本 不知道要多久 从理智上考虑 这绝对不是一个合算的买卖 不过显然 琉丽已经愤怒了 她不再考虑是否合算 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 否则 这一次她一旦示弱 那么以后 那些半神将会更加肆无忌惮 从实际情况上来看 这一战又无法避免 琉丽也无从退却 对了 对我的卷者们发出通告 招募一百个卷者 参加这次对战 开放积分商城 奖励翻倍 琉丽怒气冲冲地说道 缘下 这次对战 您和飞跃缅下之前定下过约定 最多不能超过一百名卷者参战 而且 卷者徽章等级 必须降低在二十集以内 原定队伍之中 已经有了一名开启了卷者徽章的玩家 所以 最多只能派遣99名 侍女小声提醒道 已经开启了卷者徽章 是谁 琉丽好奇地问道 是张拓海 一名新晋的玩家 侍女连忙说道 张拓海 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琉丽露出了沉思状 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就是剪除莫里亚蒂那个叛徒的玩家 您还说要亲自授予奖励来着 不过 因为上次的行程被耽搁了 还是由林小姐代劳的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她 这么快就开启了卷者徽章 倒是一个合适的种子 琉丽文言点了点头 心中张拓海多了一丝好感 那就招募99名卷者 尽可能挑选卷者等级高的 另外 让那些预定玩家 立刻脱离福利世界 没有时间再让他们磨蹭了 每人发放一个橙色物资箱 外加一份补给包 让他们准备好状态 此战只许胜不许败 明白 侍女立刻去做了 虚数空间 致谢危机世界 清晨六点 第一缕阳光 刚刚照耀到大地上 游戏就弹出了提示 注意 因为意外原因 本世界将在五分钟后提前关闭 所有玩家请做好撤离准备 补偿将会在稍后发放 倒计时开始 这一条提示让所有的玩家都猝不及防 尤其是那些选择了 归机生命阵营的玩家 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么轻松的求生世界 势力强大 没有强制任务 行动自由 想摸鱼就摸鱼 想搜刮超市 就搜刮超市 爽得牙痞 不少人一度以为自己来到了度假世界 结果 忽然提前结束了 让很多人十分的不适应 怎么提前结束了 我还没完够呢 就是 我刚网恋了一个小姐姐 准备今天去白鹿城见面 怎么忽然就结束了 你还我的小姐姐 楼上的小星见光死 傻了吧 现在都是用真人头像 而且还都是无装容版本的 根本不存在见光死的可能 楼上傻了吧 现在还哪有网恋的了 直接定制一个克隆人多好 容貌 身材绝对都是你最喜欢的 而且还摆一摆顺 技术绝佳 想要什么姿势 就什么姿势 爽得飞起 真是的 早知道这么早结束 就多搜刮几个超市好了 昨天搬牛排搬累了 原本打算休息一下 今天再搬的 结果直接结束了 幸好我昨天搬了30箱罐头 估计够用一段时间的了 我估计 那些选择人族阵营的玩家 估计是最高兴的吧 天天被追杀 一个玩家忽然说道 拉倒吧 追杀个屁 进入城镇之后 立刻可以获得一大份单兵装备补给 第二天还帮忙改装了车辆 各种反装假武器 只要你能搬得动 随便拿 除了只能吃罐头 和单兵自热口粮之外 倒也没什么 这么爽 失策了 早知道我也选择人族玩家了 区域频道里的众多玩家 有人欢喜 有人愁 不过 绝大多数人 都对这么快就结束了这个世界 有些难受 不过 不管玩家内心是怎么想的 时间还是在不断的流逝着 五分钟过后 所有人都被白光笼罩了起来 等到白光消散之后 张拓海发现 自己又回到了那片黑色的虚空之中 周围漂浮着一个个模糊的气泡 里面包裹着一辆辆汽车 补偿已经下发 请查收 一行游戏提示弹了出来 随后 两个物资箱掉落在了他的面前 一个是橙色的 一个是绿色的 绿色的那个上面 还写着补给包三个字 橙色物资箱 这么大方 张拓海有些不敢置信的 看着眼前的物资箱 要知道 哪怕是以他的幸运程度 再加上提示系统这个外挂的存在 看过的橙色物资箱也不过实质之数 现在 游戏系统每个玩家直接发了一个 这手笔可是够大的 不过 一想到马上要进行的对战 张拓海一颗火热的心又凉了下来 该不是断头饭吧 张拓海暗暗想到 经过了几个世界 他深知游戏系统的品性 有多大收获就有多大的危险 现在这么批发橙色物资箱 可见下一个世界将会是多么的凶残 不过 既然物资箱发下来了 该开还是要开的 又不能退 张拓海拿起久违的撬棍 压了下去 第676章 虚数代码 橙色的物资箱被打开 一大堆东西滚落了出来 这些都是制作材料 已经开过数次橙色物资箱的张拓海 早已有了经验 对于那些材料看也不看 直接将最上面的图纸捡了起来 等离子狙击炮制造图纸 发射等离子光柱击杀敌人 攻击距离一千米 穿透性能卓越 可以击穿一千毫米平油装甲 噗 看着这张图纸张拓海 差点一口谁吐出来 这东西看起来挺不错的 居然能击穿一千毫米的平油装甲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已知的各种战斗载具 就没有能抗住这家伙一击的 哪怕是装甲最厚实的战列箭也不行 然而 这东西的射程实在是太近了 只有一千米 要是以前 那张拓海绝对毫不犹豫 立刻就加装上了 现在嘛 张拓海主要的作战方式 都是超视距作战 用告石高超声速导弹 外加MQ-9死神无人机 基本上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 至于一千米范围内 完全可以让自走机械的 电磁炮阵列叫做人 用不到这玩意 最重要的是 这个东西居然不是汽车配件 无法满足晋级条件 张拓海犯不上浪费一个武器位置 去安装这玩意 想来想去 张拓海决定将这东西扔给莉莉丝 或许 他能让这个鸡肋焕发第二唇 将图纸放到了一边 张拓海又打开了那个绿色的物资箱 他还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物资箱 内心十分的好奇 物资箱打开之后 里面同样滚出了一大堆东西 七天份的单兵自热口粮 一箱水果罐头 一个医疗包 20枚RPG7 20枚不死鸟火箭弹 20枚反坦克手雷 还有3枚单兵云爆弹 看着这些玩意 张拓海更加确信 接来下的这个对抗世界的烈度绝对不小 不然 游戏系统绝对不会发放这些玩意 既然 这边发放了 那么那边的玩家 会不会也得到了类似的东西 如果双方都得到了 就会导致战争烈度进一步扩大 想到这里 张拓海感觉到头有点疼 他心中生起了一丝不安全感 想要立刻增加一些手中的底牌 这时 游戏系统弹出了提示 注意两小时后将会进行对抗赛 你们将会遇到来自其他世界的玩家 你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杀掉所有的敌人 比赛结束之后 会对所有人进行积分评估 积分越高 获得的奖励越好 倒计时开始 游戏提示弹出之后 立刻在玩家群中激起了轩然大波 我看到的是真的吗 对抗赛 其他世界的玩家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啊 我说 这次怎么这么大方 又是发枪又是发炮的 原来是要我们玩命啊 可以不去吗 我还没活够呢 不想打对抗赛 我刚把车子 改装成了适合求生的超级录音车 你跟我说 要打对抗赛 你肯定在逗我 我就是想知道 其他世界的玩家 是不是也是人类 阿凡达不更好吗 想想就刺激 为什么不能是那美克星人 你怎么不说是赛亚人呢 话说要真是赛亚人的话 就别打了 洗洗睡了吧 区域频道还是老样子 只要有人搞颜色 很快就歪楼了 张作海观摩了一会儿 发现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就撤了 他率先找到了小爱同学 那个天机电子战系统分析的怎么样了 进度很顺利 不过 想要找出最优算法 升级进入灵境系统 还需要一段时间 大概还需要几个小时 小爱同学有些无奈地说道 那就这样吧 升级完毕后 告诉我一声 张托海点了点头 他转身去找莉莉丝 有什么成果没 张托海搓着手问道 你当我是神 莉莉丝翻了一个白眼 你说说 你最近给我增加了多少工作了 我给你数数 基因药剂 第三代电磁战甲 球状闪电的研究 等离子技术的研究 车内装置的升级优化 量子结晶的研究 辐射陨石的研究 飞天汽油动力锯的合成攻击问题 还要制造阿伟和阿雅的机甲 你算算 我一天才多少时间 能这么快就能拿出成果吗 莉莉丝越说越暴躁 眼看着就要操刀子砍人了 息怒 息怒 是我的错 旺财 快冲杯奶茶过来 张托海转身就要跑 接着 莉莉丝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张托海回头一看 一把黑色的大伞落到了手中 这正是那把从开手里获得的战利品 量子结晶制作的雨伞 看到张托海一脸猛逼 莉莉丝叹息了一声说道 因为感觉这个东西有点意思 我昨天加紧研究了一下 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是什么 张托海问道 这东西的能量等级很高 比我见过的任何物品的能量等级都高 除了原始之外 不过 如果只是 像是昨天那么使用的话 最多只能发挥出大概十分之一的效果 你有解决办法 张托海一听 连忙问道 其实 原本是没有的 不过 昨天我和小爱同学讨论的时候 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既然这东西是量子结晶制作的 又是虚数空间生产出来的 那么 是不是有关的代码呢 顺着这个思路 我让小爱同学帮忙搜集了一下 有关量子结晶的代码 你猜怎么着 大概有上百条 这里面的代码九成以上都看不懂 不过 经过了大量的对比 终于成功的翻译出来了一条 是什么 张托海心脏崩崩的跳了起来 他感觉 莉莉丝肯定是有了什么大发现 永恒屏障 莉莉丝说道 永恒屏障 张托海下意识的跟着念了一句 他手中的那把黑伞 瞬间自动张开 立到了他的头顶 同时投下了一个黑色的光膜 将他笼罩了起来 莉莉丝抽出了莫里亚地的 那把等离子剑向着张托海砍了过去 然而 那把等离子光剑只碰到了光膜 就再也无法伸入 哪怕一分一毫 莉莉丝再次一挥手 八台自走机械对着张托海 启动了电磁炮 砰砰砰 几颗合金弹丸打在了黑色光膜上 那黑色的光膜丝毫不动 无坚不摧的电磁炮无功而返 这是什么 张托海惊愕地看着眼前的黑色光膜 他用手摸了摸 如同丝袜一样丝滑鲜薄 可是却能挡住它除去激光以外最强的攻击 这就是我的新发现 量子结晶是有特殊性质的 使用代码可以激发它的一些特性 比如这个永恒屏障 就是唯一破解出来的代码 原本雨伞只能挡住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使用代码之后 可以将这个庇护范围扩大到数十平米 效果成倍的提升 也就是说 只要能够破解出足够的代码 这把雨伞的能力也将成倍的提升 张托海也不是傻蛋 一点就透 莉莉丝 没空去找小爱同学 莉莉丝没给张托海说话的机会 直接将张托海推出了门外 第677章 大西周园形成 张托海也知道 让重任缠身的莉莉丝去研究量子黑伞的虚数代码 实在是有些让人为难 只能交给小爱同学慢慢破译 而且 这件事本身也急不得 毕竟破译这种复杂的代码 所需要的时间是漫长的 它能获得一个代码 已经足够幸运了 而且 这个代码也十分拥有 只要操作及时 这把黑伞足以庇佑它的安全 只要敌人没有量子武器 它就是无敌的 随后 张托海直接制作了一个伞套 将量子黑伞背在了背后 如果不是穿着一身电磁战甲 就有那么一丝古代怪侠的味道了 张托海只是熟悉了一会儿量子黑伞的使用方法 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传送即将开始 请做好准备 伴随着游戏系统的提示 白光再次笼罩了众人 等到白光消散之后 张托海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大块 青石铺成的公路之上 这公路极其宽广 宽度足有一千米 足足一公里 在公路的右侧 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 在公路的左侧是一条运河 宽度大概也有一千米 在运河的左侧 同样也是一道宽阔的公路 目测比张托海这一条窄一点有限 急目望去 这片区域 好像就是这么一条公路 一条运河一直向着内侧排列 在镜头似乎有一些建筑 不过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张托海向着先后看了看 发现公路并不是平直的 而是带着一点弧度 只不过 太小了看不出来 张托海感觉有些怪异 立刻放飞了一架 RQ180无人隐身侦察机 查看情况 在高空盘旋了一会儿之后 张托海大致清楚了他们的处境 它貌似是在一个岛屿之上 这个岛屿十分的巨大 而且构造异常的特殊 岛屿的最外围是一圈陆地 然后紧接着就是一圈河流 之后就是陆地 随后再是河流 就这么一圈陆地一圈运河的 一直套了九层之多 在最中心应该是一个湖中小岛 只不过 岛屿上云雾缭绕 看不清楚情况 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似乎是有建筑 公路和运河之间并不是互相隔离的 公路和公路之间有桥梁 隧道和码头勾连 运河和运河之间也有水道串联 整个岛屿是一个割裂 而又串联在一起的整体 大量的汽车和船只 散落地分布在这一片广阔的区域内 这是哪个鬼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看着根据侦察机发回的情报 刚刚搭建起来的3D地图 张托海不由地摸着下巴吐槽道 不过 类似的射击他倒是也见过 他记得亚里士多德在《理想国》之中 描绘的失落大陆亚特兰蒂斯就是这么一个奇葩的造型 不过 还是好像闻香啊 张托海看着3D地图摇头 就在这时 游戏系统也弹出了提示 欢迎各位玩家进入对抗世界 大西州原形城 本世界将持续7天 玩家阵营为琉璃免下的5000玩家 对阵飞跃免下的5000玩家 游戏结束条件 一一方玩家全部死亡 二一方认输 三时间结束 时间结束后 存活数量最多的一方获得胜利 每天最外围的公路和运河将会塌陷 请尽量向岛屿中心前进 岛屿上会随即投放少量物资箱 里面装有珍贵物资 请尽量获取 祝各位玩得愉快 游戏系统提示完之后 张托海发现原本的区域频道被一分为二 左侧还是原本的区域频道 列表上还是自己阵营的5000玩家 右侧则变成了区域公共频道 列表里足足有一万名玩家 只不过区域公共频道还没有人发言 本阵营的区域频道倒是十分的热闹 居然来真的有没有结伴的 大家一起走有个照应 我先报个名 我在第六环 有没有跟我一起往岛屿中心走的 哈哈 我在第五环 旁边就是通往第四环的渡河大桥 我有个问题 怎么区分敌我 万一认错了怎么办 放心吧 认不错 这次咱们的敌人全是开船的 你住一点河里就行了 只要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全是敌人 不用问 直接开火干就完了 全是船 那咱们 岂不是吃大亏了 有的玩家慌张了起来 看样子 攻坚火力明显不足 很多玩家虽然没说 但是心里也值打鼓 一直以来 他们对付的都是各种车辆 各种陆地上的生物 猛然变成了河里的船只 忽然感觉十分的不适应 你们保住自己的小命就好 找个地方勾起来 不要拖我们的后腿 杀人的活就交给我们好了 几个玩家明显自信满满 语句之中充满了豪气 张拓海看了一眼这些人的名字 发现都是陌生的名字 从来也没见过 应该是心不冲进来的 而此时 张拓海感觉到心口一热 他低头一看 原来是卷属徽章弹出了提示 检测到进入对战战场 开启积分商城 本次战场开启双倍积分模式 每杀死一名玩家 可以获得2点积分 积分可以用来提升卷属徽章等级 也可以用来兑换积分商城里的物资 对战结束之后 积分最高者 可以获得一张积分商城的免单卷 卷属徽章 等级 LVE 等级特权 开启积分商城 升级积分 0100 张拓海尝试着打开了积分商城 积分商城里面的各种物资很多 从基础的汽油 步枪到1-5级的制造图纸 全都拥有 甚至还有一些特殊机械的成品 只不过 售价不菲 张拓海看了一下 一张最普通的5级的汽车配件的图纸 居然要1000积分 要杀至少500个敌对玩家 还真是一个血肉末房 不知道要有多少玩家死在这里 张拓海看着积分商城叹息了一声 这个积分商城 就像是一个诱饵 勾引着他不断地击杀敌对玩家 增强自己的实力 从爱丽丝那里 了解了更多内幕的张拓海还知道 积分商城里的这些东西 只不过是一些迎头小利 真正的收益的大头 都被那些半神拿走了 而他们 只不过是一群棋盘上的棋子罢了 张拓海的心中 生起了一股怨气 他不想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 而是一名真正的棋手 跳出棋盘之外 掌控自己的人生 第678章 第一滴血 就在张拓海看着积分商城失神的时候 小爱同学的声音响了起来 指挥官 有一艘炮艇正试图从后面靠近我们 准备对我们发动攻击 有敌人 张拓海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寒光 他还没去找别人的麻烦 就有玩家主动来找他麻烦了 既然有人上赶着找死 那这个医血 就由我来拿好了 张拓海立刻站了起来 望向三地地图 此时 在他的身后不远处的河面上 一艘500吨左右的炮艇正在悄悄的靠近张拓海 500吨级的炮艇 听起来好像很不起眼 在海军序列中属于垫底的存在 甚至因为吨位太小 不能称之为舰 只能称之为艇 但 如果因此可以轻视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500吨级别的炮艇 在海军里算是地中地 但是 对于普通的车辆而言 可也是一个庞然大物了 就拿张拓海身后的这艘炮艇来说 长度足有60米 宽度10米 吃水2米 换算一下 堪比七八辆大型防车 因为体积庞大 福利充足 武器也十分的丰富 这艘炮艇的前端 安装了一门100毫米的高频两用炮 左右各一挺12.5毫米的重型机枪 后面还有一台冰雹反舰导弹发射器 可以说是武德充沛 而在炮艇的眼中 张拓海的车只不过是一辆 只加装了加特林机枪的汉马车 外观 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垃圾的对手了 终于可以好好的回回血了 第一滴血我拿定了 炮艇的艇长拿着望远镜说道 船上的100毫米高频两用炮 缓缓地对准了张拓海 在他看来区区一辆汉马车而已 一发炮弹就能解决 平时光被那些巨大的军舰欺负了 现在终于轮到他依靠巨大的身量 欺负一回其他的玩家了 然而就在他的火炮进行瞄准的时候 忽然汉马车上发出了哒哒哒的响声 随后两门1130进防炮射出的密集金属风暴 就横扫了整个甲板 虽然炮艇上也安装了炮盾 但是十几毫米厚的炮盾 显然是挡不住1130进防炮的炮弹的 整个甲板被进防炮横扫了一遍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蜂窝 驾驶士更是被彻底打得稀烂 玩家张拓海击杀玩家霍盾 获得第一滴血 获得击杀玩家一名 获得积分4 第一滴血翻倍 前一条提示是区域频道里的提示 后一条提示则是卷属徽章的提示 第一条提示在区域频道内划过 张拓海所在一方的玩家大多没什么反应 尤其是熟悉张拓海的老玩家 他们深知张拓海实力强大 一个人硬生生抗住了5000名玩家的追杀 还反杀了不少 因此张拓海干出什么事情来 他们都不会觉得出乎意料 而飞跃阵营的玩家就没那么淡定了 这个霍盾是怎么搞的 炮艇打车子都被反杀了 他是不是猪脑子 光明慧 这个霍盾是你们麾下的成员 你们出来解释一下 我怎么知道这个霍盾是怎么搞的 我会亲自去调查清楚的 光明慧的老大无奈地说道 霍盾只是他们舰队的边外人员 平时死了也就死了 没人在乎 但是现在不行 现在是区域对战时间 这个一血送的 直接败坏了整个舰队的声望 如果不能找回厂子 他这个舰队以后就没法混了 光明慧老大查尔斯对着身边的舵手说道 调转船头 目标霍盾死亡的区域 找出那个干掉霍盾的家伙 洗刷我们舰队的耻辱 是 舵手转动船舵 一艘百米长的潜无尾战列舰迅速转向 向着出世海域赶来 而张拓海对这些事情并不清楚 他正兴奋地带着自走机械登上了炮艇 之所以用禁防炮而不是用导弹解决 张拓海是有私心的 尽管导弹解决很简单 但是一发导弹下去 炮艇就成碎片了 那他就没办法拆解船体了 这些船可都是其他半神手下的玩家 他们的技术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能不能取长不短 这些都是张拓海十分关心的 因此 才采用了禁防炮这种对船体伤害最小的方式 然而 等到他登上了炮艇 让自走机械开始拆解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些船体被规则保护了 无法拆解 哪怕电锯火星直冒也无法伤到一块木板 这是提示系统给出的提示 难道 累死累活打死了敌人 什么奖励也没有 张拓海一边气呼呼地想着 一边在炮艇上转悠 当他来到指挥室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穿着挖人潜水服的玩家 他的脑袋被禁防炮打成碎片 身体上方悬浮着一个青铜宝箱 奖励方式也变了 张拓海伸手摸向了青铜宝箱 当他的手指触及到青铜宝箱的一瞬间 一串信息进入了他的脑海 在对战战场里杀死敌队或者几方玩家后都能获得一个宝箱 宝箱会随即开出死者生前拥有的各种物品 食物 武器 图纸 资料 属下等等 至于到底开出来什么 完全依靠运气 我讨厌这个世界的规则 张拓海很生气 这个规则断绝了他捞外快的机会 不过 人在矮言下 他只能接受这个规则 一定要找机会跳出这个气盘 张拓海心中下定了决心 手中打开了青铜宝箱 恭喜获得舰队通讯器一台 一个对讲机模样的玩意落到了张拓海的手里 对讲机落到了张拓海手里之后 宝箱消散不见 消失的除了宝箱之外 还有玩家的尸体 甚至还有他操控的炮艇 这一切都化成大片的闪烁着荧光的粒子 消散在空中 而张拓海也失去了支撑 整个人向下跌落下去 幸亏 张拓海及时启动了等离子喷射器 这才没掉进河里变成落汤鸡 这个该死的事件 全都是阴险的设定 如果要是让我知道是谁设计的规则 我一定要打中他的屁股 张拓海愤愤地飞回了岸边 第679章 薅羊毛的方法 回到车里 张拓海将对讲机扔给了小爱同学 研究研究频道信号 争取破解出来 明白 小爱同学控制着机械臂接过了舰队通信器 尽管打了个开门红 获得了第一滴血 但是 张拓海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以往打死一个人 哪一次不是收获颇风 玩家的物资 服用了各种药剂的玩家的尸体 哪怕什么也没有 最差也有一辆车可供拆解 可是这一次对战 直接锁定了大部分战利品 物资 尸体 载具 全都被锁定了 就只有一个青铜宝箱 开出来的 还是一个垃圾通信器 没什么用 所有的收益滑啦滑啦放在一起 才四个积分 对了 舰队通信器要是不需要的话 可以出售给积分商城 回收价一个积分 这些半神 怎么比我还坑 张拓海有些气愤的想到 他原本以为自己就够奸商的了 结果遇到了这些半神才知道 什么叫吃相难堪 让人卖命 还不把奖励给足了 得想的办法 多弄点积分才行 既然 在这个世界所能获得的一切 最终都将会换算成积分 张拓海就将目标盯在了这个积分上 琢磨着怎么能赚得多一点 总不能一无所获是吧 张拓海坐在指挥椅上 单手托着下巴 琢磨着怎么能获得积分 现在 获得积分的途径已知是两条 一条是杀掉敌对的玩家 二是将搅获对方的物品兑换成积分 第一条是没什么操作空间了 总不能让对方自负手脚 让自己杀吧 而第二条嘛 相较于第一条 倒是还有那么一点操作空间 如果两边可以做交易的话 那就方便多了 他就可以和对面商量着 以物换物 完成互刷积分的大业 比较可惜的是 不知道是不是被这么薅过羊毛 除了一个公用的聊天频道之外 双方之间并没有交易系统 让张拓海的计划 在第一步就胎死腹中 或许 可以迂回地想想办法 比如在对面培养一个类似于 苍小空一样的代理人 就在张拓海琢磨的时候 小爱同学发出了提示音 指挥官 有一艘舰船 正在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开过来 目测是一艘前无畏战列舰 又来敌人了 张拓海 连忙向着3D地图上看去 一艘巨大的战舰 缓缓地出现在地图之上 与炮艇那种小型船体不同 这艘船 可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 通体由金属铸造而成 两座双连装主炮塔 看口径300毫米往上 除去主炮之外 舰艇的两侧 还有许多小型炮塔 装载着口径不一的副炮 水面之下隐约可见鱼雷发射管 多炮塔 水面之上厚重的装甲带 以及舰体上高高耸立的 冒着黑烟烟囱 都代表着这玩意 是一艘前无畏战列舰 看吨位至少一两万吨 如同一座小山一样缓缓驶来 十分具有压迫感 面对这种如同山岳一般的船 很多人光是看看 恐怕就下破胆了 张拓海感觉 琉璃发的那个补给包面 对这种级别的舰船 恐怕就是一个笑话 这种船 可以和同级别的舰船 对轰一天不落下风 100毫米的火炮 如果不是极近距离命中要害部位 恐怕很难对其造成有效杀伤 不过 对于张拓海来说 这种船也就那样 所有没有完善防空系统的船只 在告示高超声速导弹面前 都是活靶子 就在张拓海准备用锤发系统 让对方知道一下 现代打击系统的厉害的时候 他忽然冒出了一个主意 自己不正是在找代言人吗 这不就是吗 释放50把飞天汽油动力锯 张拓海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遵命 一把把飞天汽油动力锯 被弹射了出去 因为里面 安装了无人机的导航和编队系统 在没有得到攻击命令之前 这些飞天汽油动力锯 都在车顶盘旋 把船上的人都电晕 不要杀人 张拓海给飞天汽油动力锯 发布了命令 嗡 50把飞天汽油动力锯 如同蝗虫一样 铺天盖地的 向着潜污未见扑了过去 查尔斯舰长 不好了 一个穿着防弹衣的玩家 慌慌张张的跑进了驾驶室 发生了什么事儿 慌慌张张的 查尔斯不满地望向了慌张的玩家 推开了衣衫不整的女秘书 天上到处都是飞行的汽油锯 您看看该怎么解决 那个玩家慌慌张张地说道 汽油锯会在天上飞 你是不是又偷喝狼母酒了 查尔斯一脸鄙夷地看着冲进来的玩家 心中琢磨着 下一次一定要将酒藏在一个他们都找不到的地方 不 真的有汽油动力锯在天上飞 不信你看身后 那个玩家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指着查尔斯背后 将信将疑的查尔斯回头 顿时被禁了个目瞪口呆 三把汽油动力锯正悬停在驾驶舱的外面 哦 买高的 查尔斯见状不由得厚 惊慌地倒退了几步 他的战舰是很强大 拥有众多各种口径的火炮 要是论火力倾泻 一个自行火炮团都未必比得上 但是 因为前五位完成的时间比较早 当时飞机还只是大玩具 所以 船上根本就没有安装防空火力 甚至连最基础的高射机枪都没有 更别说各种进防炮了 面对这种小型的飞行器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唯一能用来反击的 就是他们手中的各种轻武器 法克 哪来的这些东西 查尔斯一边咒骂着 一边从腰间抽出了格洛克 准备反击 然而 就在这时 三把汽油动力锯撞在了驾驶舱的玻璃上 哐当 一声脆响 驾驶舱的玻璃应声而碎 三把汽油动力锯冲了进来 砰砰砰 查尔斯拼命地对着三把汽油动力锯扣动扳机 想要将这些东西打下来 然而 这些可都是经过莉莉丝一手改装过的 莉莉丝改装过的物品都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结实 尽管只是消耗的无人机 但是 莉莉丝还是用上了先进的合金 抵抗火炮不太可能 但是用来防御手枪和冲锋枪这种小口径武器 还是没问题的 扎尔斯甚至还没来得及将弹夹打光 就看到眼前一道湛蓝色的电弧闪过 随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680章 将临近系统铺开 等到扎尔斯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自己的皮带款的结结实实 手指被鞋带勒得死死的 就连裤子也被拉到了膝盖的位置 为了防止逃跑 露出了派大新短裤 在他面前 站着一个穿着战甲的男人 战甲整体流线型 十分具有现代工业的美感 通体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一道道电弧在指尖跳跃 一看就不同寻常 在他的身后 还站着两个八条腿的自走机械 手里各自拎着一把汽油动力锯 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 哟 你终于醒了 张拓海笑呵呵的看着查尔斯 你 你是谁 查尔斯试着挣扎了几下 可是身上被捆的实在是太结实了 不但没有挣脱束缚 反而让那些被捆着的手指被挤压了几下 又酸又抹 异常的难受 我 我只是一个商人而已 想要通过你贩卖一点东西 张拓海笑呵呵的说道 我不信 查尔斯一副你在逗我的表情 用那些奇怪的会飞的汽油动力锯攻占了他的船 说 只是想要通过他贩卖一点东西 谁会相信啊 不 你必须相信 张拓海笑呵呵的蹲在查尔斯面前 现在 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 跟我合作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第二个呢 杀了我 查尔斯问道 我怎么会这么便宜了呢 张拓海一脸不屑 杀你是肯定不会杀的 最多在你的脚底抹上蜂蜜 然后让他过来舔几下把了 张拓海一边说着 一边指着正在旁边吃草料的咩粒羊 或许是感受到了目光 黑脸的咩粒羊 从草料袋里昂起了头 疑惑地望着周围 嘴里还嚼着干草 怎么样 要不要尝试一下 张拓海拖着一罐蜂蜜问道 听到张拓海的问话 查尔斯不由地打了一个机灵 被山羊舔脚 这是哪个缺的鬼想出来的主意 他记得在他看过的书上 好像真的有倒霉蛋死于这种恐怖的刑罚 最可怕的是 这种刑罚并不像绞刑什么的 能让人有个痛快 最惨的倒霉蛋 足足笑了两天 才因为内脏破裂大出血死亡 笑了足足两天 光是想想 就太恐怖了吧 想到这里 查尔斯不由地打了一个机灵 此时 他感觉 那个副战甲的后面 一定隐藏着一个恶魔 而且 看着对方手里的蜂蜜和毛刷子 他分明已经做好了准备 随时可以动手 我 你想做什么生意 让我做什么都行 干什么 我都配合 查尔斯已经放弃抵抗了 只要张拓海不对他用手段 让他做什么都无所谓 哪怕是坑死其他的玩家 也无妨 反正大家也不熟 根本就是临时拼凑起来的 坑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 把这个东西卖出去 张拓海拿出了一打移动硬盘 摆放在了查尔斯的面前 这 这是什么 学习资源 查尔斯看着面前一人多高的移动硬盘 一脸不解 综合操控系统 简化人工操作的好东西 我打算在你们区里铺一下货 不过 因为没有交易权限 所以 就只能麻烦你了 张拓海笑呵呵的说道 你还真是来卖东西的 查尔斯惊了 神经病啊 怎么有意见 张拓海笑淫淫的看着查尔斯 颠了颠手中的蜂蜜罐 像极了拖塔李天王 没有 没有 不就是综合操控系统吗 好说 好说 别说是这玩意了 哪怕是一坨狗屎我都能卖出去 查尔斯想要拍胸脯 增强自己的说服力 无奈 双手都被绑着 只能挺了挺胸说道 不过 卖东西得用手 你看我这 查尔斯一边说着 一边扭动着身体 001 帮他弄开 张拓海歪了歪头 对着一个自走机械说道 一直站在张拓海旁边的001文言 立刻举起了手中的汽油动力锯 向下劈了下去 完蛋了 查尔斯吓得一闭眼睛 然而 预想之中的剧痛并没有传来 相反 他感觉到身上忽然一清 一直束缚着他的腰带和手上的鞋带都被切了开来 还有什么问题吗 要是没有的话 就赶紧干活吧 耳边传来了张拓海冰冷的声音 哦 好好 查尔斯连忙说道 那个 能跟我说说这个系统的特点是什么吗 我总得知道自己卖的是个什么东西吧 不然吹都没办法去吹 查尔斯有些为难的说道 上面有提示 你自己看 张拓海随手将一块硬盘扔到了查尔斯手里 一行游戏提示浮现在查尔斯眼前 临近系统0.8版本可以综合集成在锯内的各种搜索雷达 火控雷达 指挥控制器 电子战系统 自动装填系统 自动驾驶系统等各种电子系统及设备 形成集成互联自动驾驶功能 综合提升玩家对载具的掌控能力 备注 本版本为扩展豪华版 附带了30款热门单机游戏 这 好东西啊 看到这个系统 查尔斯眼睛冒着金光 他能将一艘小木筏升级到前无未见 自然是有点见识的 没有人比他更明白 这种系统对玩家的重要性了 巨大的前无未见虽然看起来微风凛凛 但是 需要的人手也是众多的 正常情况下 一艘无未见需要的人手 在数百到数千之间 哪怕游戏系统将绝大部分操作都简化了 并且弄了初级的操作系统 让玩家可以在指挥室里就完成大部分操作 但是 想要让一艘前无未正常工作 也至少需要五名玩家齐心协力才能做到 而如果有了临近系统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只需要一个人 就能将一艘前无未见开动起来 甚至比之前更加顺畅 只不过 查尔斯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这么好的系统 眼前的这个人 为什么要拿出来贩卖 难道他不知道 这种系统一旦铺开 对他们区域将会有多大的提升 难道他不知道 现在正在进行区域对战 怎么会做这种自掘坟墓的事情 查尔斯感觉有点看不懂了 第681章 卡鲍克 不过 虽然查尔斯看不懂张拓海的想法 但是 能看懂张拓海手中的蜂蜜 和蜜利扬期待的眼神 他知道 眼前的这个男人可不止于说说 他真的敢干 我这就卖 查尔斯打开了区域频道 开始联络以前的一些熟人 他作为光明会的首领 大大小小 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在原本区还是有些熟人的 卖一套高级的操作系统 可以连通船里的所有信息化系统 一键查询舰情况 可以让舰船进入全自动化 大幅度降低人力需求 有益者私聊 查尔斯高声招呼道 大幅度降低人力需求 对于以舰船为主要载具的玩家来说 别的都不太重要 只有这一条最能戳中他们的目光 舰船看起来威武雄壮 但是实际上 需要的人手也是庞大的 而且 越是巨大的船 需要的人手就越多 在没有实现全面自动化之前 达到了巅峰 一艘真正的军舰 操作员至少是几百人到几千人之间 哪怕 这些舰船的操作系统 经过了大量的简化 但是 几十个人还是需要的 因此 对于那些使用舰船的玩家 除了要升级舰船之外 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招募原住民 和失去载具的玩家 来辅助操控舰船 而这样的话 就引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各种物资消耗急速升高 玩家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来 收集各种物资 供应几十上百人的衣食住行 这无形中 大大的拖累了玩家的升级速度 二就是 当人多了之后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心思 原住民可能会拉帮结派 不知足的玩家 甚至会向着推翻船长 自己取而代之 各种矛盾丛生 每个玩家都在琢磨着 怎么降低手中的原住民和玩家数量 只是碍于硬件条件无法实行 反而由于舰船升级 需要的人手变得越来越多 以至于陷入了 越发展 矛盾越大的怪圈 这些舰长玩家 每天都在担心反叛的问题 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尤其是发生过三起成功的反叛之后 那些玩家舰长就更加焦躁了 最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 其中有一起 还是原住民造反 掀翻了玩家 自己夺得了控制权 并且还成功的获得了玩家的身份 这一下子 就戳中了那些玩家的敏感点 让那些玩家将警惕心提到了最高 各种武器从不离身 就连睡觉的时候 也睁着一只眼 生怕有手下造反 可以想象 查尔斯在这种时候 推出这种可以整合各种操作系统 一件管理舰船的临近系统 对于他们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对于那些玩家来说 只要能裁撤掉百分之十的人手 都是天大的好事 更何况是这种近乎可以实现 一人操控全舰的系统 一瞬间 查尔斯的私信就爆了 这玩意是真的 现在不是愚人解 你最好保证 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否则 我会带上我的舰队 推评了你的光明会 各路大佬 纷纷发来了亲切的问候 看到这些大佬的问候 查尔斯不敢怠慢 立刻将游戏系统的 提示截图群发了出去 有了游戏系统的作证 那些大佬顿时不淡定了 纷纷要求查尔斯 将这玩意卖给自己 别着急 别着急 每个人都有份 我这里有很多 足够每个人都能拿到 查尔斯连忙说道 看到查尔斯这么一说 很多大佬心中 顿时生起了怀疑 你是怎么获得 这么多系统的 你这么做 有什么目点 给我一个相信你的理由 否则 在这个世界 我将对你和你的光明 会追杀到底 那些大佬也不是傻子 如果说查尔斯 获得了一份或者两份系统 他们或许还不会多想 但是一下子获得了数百份 这个数量就让人起疑了 他们之中有很多人 都不是第一次参加 这种区域对抗了 对于其中的规则 不说是了如指掌 但也是基本熟知的 每杀死一个玩家 只能获得一个宝箱 随即开出一件物品 这是一个铁律 没人能突破 查尔斯一个人没杀 获得了这么多系统 到底是什么原因 看到那群杀气腾腾的大佬 查尔斯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 让你多嘴 露线了吧 查尔斯将求助的目光 投向了张拓海 而张拓海 只是目光冰冷地盯着扎尔斯 手中轻轻地摇晃着蜂蜜罐子 只要查尔斯不能解决这件事 那么下场是可以预见的 看着那罐蜂蜜 查尔斯两腿站站 忽然 他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主意 立刻在频道里解释道 杀死对方有什么用 最多一件物品 再加上一个积分罢了 这点奖励 我还不放在眼里 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申请了对方 只要控制了对方 就可以让对方源源不断地 将系统复制给我 这种收益 不比直接杀了强百倍 我告诉你们 我这可是在卡报克刷奖励 想要买得尽快买 说不定什么时候 这个Bug就被封了 到时候 你们想买也买不到了 查尔斯说道 听到查尔斯这么一说 那些大佬都沉默了 查尔斯的顺口胡扯 在他们心中 惊起了惊涛骇浪 众多大佬心中 生起了一个念头 这也行 他们没想到 这种区域对抗战场 还有这种刷奖励的办法 不怪他们想不到 实在是 这种区域对抗战场 双方都是绞尽了脑汁 想要干掉对方 只要有机会弄死对方 就绝对不会收手 哪怕是意外抓到了俘虏 大多也都是拷问一下情报 还从来没有人想过 卡Bug刷奖励的事情 毕竟 上面可还有一个半神在看着呢 也只有查尔斯这种被逼急了的 才会集中生智 想出这么一番说辞 查尔斯的这番话 不光是让频道里的 那群大佬玩家惊呆了 就连站在旁边的张拓海 也不由得心中一动 这是个好办法啊 似乎可以一世 而且 眼前这个查尔斯就是一个绝佳的实验对象 想到这里 张拓海看向查尔斯的目光里充满了兴奋 这是一个宝藏啊 第682章 大白舰队 在得到了查尔斯的解释后 那些大佬都似乎认可了他的说法 纷纷给出了自己的价码 换购了一份系统 不过 他们并没有自己安装 而是扔给了团队里的信得过的成员 让他们实验一番 看看是不是真的如同查尔斯说的那么好用 实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由树框化时代中控系统合并而成 由小爱同学精心整合 三四千名玩家集体测试出来的软件 质量上还是没问题的 而且 临近系统里面的一部分软件 如宙斯顿系统 就是基于海基船只研发的 加载到船上之后 根本就没有什么水土不服的情况 各种测试结果都是优上水准 不光完美的解决了那些大佬们的基础目标 而且 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完美 按照手下们的反应 如果将所有的武器都加装上火控系统 那么真的能够做到一个人操控权件 他们自自以求的想法 居然以这种方式实现了 这一发现 让那些大佬们欣喜若狂 立刻纷纷找到了查尔斯 要求再订购一批 在众多私信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一封来自的高亮红色私信 这是 卡特先生的私信 查尔斯看到那封红色的私信 不由得一愣 这个卡特在他们区可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一手组建了由12艘无尾舰为机干 12艘铁甲舰为支干组成的双十二舰队 由于他的舰队中 所有的船都是白色涂装 又被玩家们称之为大白舰队 而统领着一艘舰队的卡特先生 更是风头无量 不光被伟大的半神飞跃免下降下神恩 亲自引导为眷属 更是将眷属等级提升到了二世纪 是整个区域之中 眷属徽章提升等级最快的人 可以说卡特先生几乎就是整个区的钢顶人物 与卡特先生的大白舰队相比 查尔斯的那个光明会只是一个不足五艘船的小组织 给对方提携都不配 看到是卡特先生的私信 查尔斯不敢怠慢 连忙将其点开 卡特的私信的内容很简单 那就是要求查尔斯将所有的系统都打包卖给他 不要卖给其他人 否则就带队把他养了 没错 就是要求不是希望或者请求 就是这么毫不掩饰 而查尔斯嘛 可以获得一个大白舰队的外围成员的身份 要是平时 查尔斯肯定就乐甸甸的同意了 那可是全区制霸的大白舰队 虽然只是外围成员 但是 那也不是什么人都收的 一旦成功的混进去 在整个区都能横着走了 说不定还能乘着卡特先生的东风 一起成为女神的眷属 然而 当他看了看一直站在他身边的张拓海 顿时把这个想法收到了内心之中 他知道 他要是敢这么干 站在他旁边的张拓海绝对第一个把他养了 没有办法 查尔斯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还是希望能将这个系统卖给全区域的所有人 全面提升全所有玩家的实力 为对抗战的胜利添砖加瓦 嗯 看到查尔斯的回信 卡特皱起了眉头 他万万没想到 这叫查尔斯的家伙 居然敢拒绝自己 已经有多久 没有人敢这么直接拒绝自己了 你居然敢拒绝我 很好 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还能这么说 卡特冷笑了一声 对着身边的人说道 通知下去 让最靠近查尔斯的人去教训一下他 让这个家伙知道一下 什么叫做尊重与服从 是 命令立刻顺着舰队频道传达了下去 很快 就有一艘无味舰 带着两艘铁甲舰开始转向 从第八航道向着第九航道转向奔袭 当然 你看 查尔斯讨好的望向了张拓海 他的意思是 你看我都为你得罪了本区的老大 你是不是该给点好处 至少待遇上提升一点 然而 他的一切都是给瞎子抛媚眼 张拓海又不知道卡特有多强 他也不是对方区里的人 对对方区里的玩家实力并不知情 好好干活 把这些系统全都卖出去 如果干得好的话 我或许可以考虑放了你 张拓海淡淡地说道 你真的能放了我 查尔斯有些不幸 为什么不能 我就是一个想要赚点钱的小商人而已 为了别人打伤打死 有必要吗 对战的胜利与否跟我没关系啊 你们想打自己 去打好了 不要关联上我 张拓海不屑地说道 听到张拓海的话 查尔斯立刻明白了 张拓海是一个第一次参加区域对抗的菜鸟 要知道 区域对抗 是一定要分出胜负输赢的 没有一个玩家可以置身事外 要么赢 要么死 几乎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哪怕发生一些特殊情况 让玩家可以在失败的条件下脱身 那也几乎是被扒了几层皮 回去还不知道要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但有时候 很可能还不如死了痛快 如果他真的是菜鸟的话 或许可以利用这个信息插活下来 甚至 还可以让这家伙去对付卡特 来个龙虎想斗 等他们互相杀个半残 我再跑出来坐收鱼翁之力 顺手吞了这两个家伙的物资 如果真的能成功的话 这些都将是我的财产 查尔斯的心中 生起了一丝新的希望 原本他只是为了避免惩罚 一步一步地按照张拓海的指使去做 现在 有了希望 就有了干劲 查尔斯重新地鼓起了干劲 开始认真地进行着交易 和一个个玩家进行讨价还价 力求最大利润 就像是给自己打工一样努力 这家伙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吗 张拓海一脸疑惑地看着查尔斯 这家伙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一脸兴奋地和那些玩家讨价还价 为了一点利益 都要你来我网十几封邮件 而且 这家伙还能多线操作 同时跟七八个玩家一起交易 还能调理清晰 丝毫不乱 不得不说 从某方面来讲 这个家伙也是一个商业奇才 如果不是进入了这个求生世界 在原本世界 或许还真的能闯出一番天地 不过 张拓海不准备 让查尔斯这么发挥下去 他的目标是把临近系统扑出去 至于赚多少钱 那都是其次 要是因为迎头小利 耽误了大事就不妙了 不要争夺这些迎头小利 尽快把临近系统都卖出去 张拓海不耐烦地说道 好好 得到了张拓海的指示 查尔斯忍痛放弃了拉锯战 将一份份临近系统甩卖了出去 同时 他的内心在滴血 这都是他的钱 就这么白白的损失了一大笔 而与此同时 张拓海的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 因为 他的后台上多出了一千多个新增的数据编号 第683章 符文火炮 小爱同学 调试一下这些系统的性能 张拓海说道 这可是第一次 将临近系统安装在其他半神属下的载具上 是否能够无障碍安装 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还在存疑 如果 两者之间不能实现互联互通 那么他之前所做的基本上就算是白费了 除了赚了一笔物资之外 一无所获 小爱同学 立刻抓紧运行起来 而张拓海则紧张地在原地转着圈子 这一次测试 关乎着他在这个世界今后今天的战略规划 不由得他不重视 而查尔斯似乎也觉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紧张地缩在一旁 不敢出声 完全没有了之前在网上和人讨价还价时的嚣张气场 虽然心情不同 但是在场的两个人都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 半个小时之后 小爱同学露出了笑容 指挥官 经过全面测试 临近系统同频率在82%至100%之间基本可以无障碍运行 数据采集也没有问题 完全达到了预定标准 听到小爱同学的报告 张拓海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既然能够无障碍运行 那么这就意味着 他的配套计划也可以实施了 不过 他立刻就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有的系统同频率只有82% 是什么原因分析到了吗 张拓海问道 现在出现了82%的同频 如果不找出原因的话 下一次说不定就会出现72% 62% 甚至更低 这会大大的降低他的临近系统的效率 也是一个隐患 不解决 他寝食难安 已经查证过了 在该载剧上 发现了一种新型设备 这种设备的系统和模块 与我们的系统无法兼容 能源也不是已知的蒸汽 电力 或是磁力 而是一种全新的未曾接触过的能源 由于全面未知 所以无法完全匹配 小爱同学说道 全新的设备 未知的能源 能不能提取到资料 张拓海来了精神 他的车子肉眼可见的 遇到了瓶颈期 不是说无法提高 而是 提高的方向变得越发狭窄 除了速度更快 防御更强之外 似乎陷入了瓶颈 看不到突破的路径 如果能有一种全新的体系引入进来的话 说不定会让他的车子 重新获得全面的提升 已经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和数据 请观看 小爱同学说着 将一组组照片展示了出来 感谢那位多余的舰长 为了掌控全船的动态 将全船的每一个角落 都安装上了高清的摄像头 甚至连卫生间都不放过 这才让小爱同学 能拍摄到如此完整的画面 出现在屏幕上的是一门火炮 这门火炮看起来像是一门普通的青铜钱装滑糖火炮 一个粗大的炮身 外加一个铁制的基座 可以调整火炮的角度 但是连基础的炮盾都没有 炮身上甚至能够看到一丝丝的袖脊 显然火炮使用者对火炮的保养不怎么上心 要是只是这样也就算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火炮的炮身上 画着一个个诡异的图案 这些图案有点像是象形文字 又有点像是简笔涂鸦 看起来怪模怪样的 不过每一个都是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在图片的最后是一段简短的视频 张拓还点开了视频 在视频之中 远处一辆T62坦克正在高速行驶 一边行驶 一边向着火炮的方向进行射击 从视频之中传出了隆隆的炮声 不过从视频之中来看 效果似乎不是很大 T62的火炮没有能击穿箭船的装甲带 随后令人惊愕的一幕出现了 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 那门古老的前装滑糖炮竟然自行转动了起来 并且瞄准了那辆正在移动的T62 炮身上的金色图案越发闪亮起来 随后轰隆一声闷响 前唐炮口升起了一阵白色的硝烟 一颗排球大小的圆滚滚的炮弹砸向了T62 轰隆 T62坦克瞬间爆炸 变成了一团火球 等等 把刚才的画面重放一遍 一针一针的放 张拓海忽然叫停了视频 他记得 T62虽然是冷战期间的坦克 但怎么的也算是主战坦克 拥有闸钢和军制钢板两层装甲 而且 似乎上面还加挂了反应装甲 有着三层防护的主战坦克 居然被古老的前唐炮打爆了 这怎么想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视频从前唐炮发射的时候开始回放 画面中 前唐炮炮身上的图案不断闪烁 在发射的前一秒达到了最大值 随后 一颗黑色的炮弹从炮口之中击射而出 这颗黑色的炮弹从外表上看 似乎和普通的前唐炮用的开花弹没什么不同 但是 经过竹针分析 张托海发现 这颗炮弹上竟然也有一型细小的图案 图案和炮身上的不太一样 不过同样闪烁着金光 在这颗炮弹击中T62的一瞬间 反应装甲起爆 反向冲击波冲向黑色的开花弹 但是 开花弹上的金色图案闪亮了起来 将冲击波隔绝在外面 随后 开花弹硬生生地砸穿了两层装甲 在T62内部引爆 直接将T62炸成了碎片 死 看到这里 张托海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原本他觉得 自己的装甲经过多次强化 已经很强了 钛合金镀隔复合装甲 外加等离子护盾足以挡住300毫米级别剑炮的贴脸攻击 但是 这个图满了怪异图案的前唐炮 结结实实地给他上了一课 一门老旧的前唐炮就能炸开T62的装甲 要是300毫米的剑炮装上这种图案呢 岂不是能轻松炸开他的装甲 而且 这一切还都只是预估 因为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种图案的增加的攻击上限是多少 一定要找个知道内幕消息的人打探清楚才行 想到这里 他忽然转头望向了旁边的查尔斯 先 先生 查尔斯看到张托海转过头来 本能地觉得 会有麻烦的事情要发生 这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吗 张托海将那个前唐炮的照片 展露在了查尔斯面前 这不是符纹火炮吗 看到图片上的火炮 查尔斯脱口出 第684章 蛮牛指环 你果然知道他的来历 说说看吧 张托海蹲在了查尔斯的面前说道 这是我们驱女神飞跃缅下特有的能力 符纹之力 这种符纹之力十分的强大 可以增加各种物品的效果 用符纹之力加持过的火炮破坏力会成倍的加强 被加持的装甲也会更加坚硬 用来加强机器 会让机器的效率成倍的提高 哪怕用来加持面包 会让面包变得更好吃 看着火炮的符纹数量 应该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强化 查尔斯说道 他其实是不想说的 可是 他一看到张托海手中的蜂蜜罐子 腿就软了 更何况 这又不是他自己的专属秘密 何必为了保护别人的秘密 搭上自己的性命呢 可以不止一次强化 详细说说 张托海来了兴趣 嗯 我也是听说 毕竟我手里也没有符纹武器 你听听就好 至于对不对的 我就不知道了 查尔斯想了想说道 符纹武器是可以被多次强化的 曾经有一个玩家 就将一面盾牌强化了六次 然后可以直接挡住反坦克导弹的直射 除了反复强化之外 还可以给一样物品强化多种属性 就像是这门火炮 明显被强化了射程 威力和自动瞄准 或许还有更多的 不过 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查尔斯说道 原来是这样 听到查尔斯的描述 张托海大概理解了符纹的作用 这玩意应该就和游戏之中的锻造 附魔强化之类的效果差不多 给设备强化属性 增加磁条 提升设备的效果 而且可以反复进行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失败的风险 和电刀的需求 听你的意思 强化的机会很难得 张托海悠悠地问道 那可不 查尔斯一拍大腿说道 有人说打捞物资箱有机会开出来 可是我打捞的物资箱至少也有上万个了 可是愣是没开出来一次过 也有人说 有人有特殊的门路 能弄到强化机会 但是 我每次托人去问都被拦了回来 好几次还被人骗了钱 时间久了 我也懒得去找了 等真的碰到了再说 说到这里 查尔斯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惆怅 这样啊 张托海点了点头 这和他的认知差不多 这种高级别的玩意肯定会被少部分高层玩家垄断 不然普及到所有玩家手中 那些高级的玩家必然会受到挑战 所以 那些高级别的玩家 必然会尽可能的垄断这些门路 阻挡后来者 瓜分权力和物资 对了 那些系统你都卖出去了 张托海忽然问道 都卖出去了 物资都在这里了 查尔斯说着 指了指旁边的一堆物资说道 查尔斯刚说到这里 忽然感到后脑一阵疼痛 随后直接晕了过去 一个自走机械出现在了查尔斯的身后 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 把他看好 每当要苏醒的时候 就补上一次闷棍 确保他一直处于沉睡状态 张托海对着自走机械说道 他之所以要打晕查尔斯 完全是觉得 刚把系统卖出去 查尔斯就死了 这可能会引起其他玩家的警觉 所以 才会将查尔斯打晕留上一段时间 等过一两天 时间点不那么敏感了 再考虑怎么处理掉这个家伙 毕竟是敌对势力玩家 怎么也值一个积分 放掉是不可能放掉的 等着自走机械将查尔斯拖走之后 张托海开始整理查尔斯获得的物资 不得不说 查尔斯获得的交易物品很有地域特色 交易品里有一半是各种鱼雷 大的 小的 长的 短的 粗的 细的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 不过 这些对于张托海来说 没啥用 只能换取积分 一套鱼雷可以兑换一点积分 继续往下翻 出现的是成香的罐头和淡水 还有大量的高浓度的狼母酒 看样子 这个区的食物的价格还是挺高的 张托海翻看了一下交易物品 心中做到了有数 仔细想想 也确实如此 一两个人的团队和几十上百人的团队 消耗的食物自然不是一个量级的 就拿张托海来说 他那一仓库的火腿 他自己完全能吃到死 但是换成一整支舰队 可能都支撑不到一周 也难怪食物价格会如此保值 然而 这些玩意对于张托海来说 完全没有用啊 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来自其他半神所统领的区域 每一份可以换取一积分 难道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玩意了吗 张托海不信邪的翻找着 终于 他在物资堆的最下面 发现了一个小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枚青铜指环 一行游戏提示弹了出来 蛮牛指环 特殊物品 佩戴后提升换支长度 提升20% 耐久提升50% 体力提升100% 让你重振雄性雄风 附带技能 野蛮冲撞 蛮牛之力 相位猛冲 翻江倒海棍 翻云覆于手 这 看着这枚指环 张托海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这玩意不是早期奇幻小说主角发家的必备之物吗 怎么出现在这个世界了 而且 还有人拿出来交易 果然 LSP才是原动力 不过 让张托海没想到的是 这玩意居然价值十点积分 这东西 怎么这么值钱 难道有什么隐藏功能 张托海不由得有些好奇 立刻仔细端向着这枚指环 想要找出这玩意的奇特之处 认真地端向了一会儿 张托海终于发现 原来这枚指环 竟然是一枚被符纹强化过的指环 在指环的内侧 一行符纹不时地散发着点点荧光 看起来异常的华丽 要是我也能有附魔的能力就好了 张托海的脑海里 忽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 如果 他要是能帮人附魔的话 车辆的综合性能能提升多少 先暂且不说 光是捞积分就能快上不少 别人上交一个普通物资 只能获取一积分 而他可以先附魔 再上交 直接十倍积分 或许很快就能将眷属徽章的等级提升到满级 听提示系统的意思 提升到满级之后 会有很有用的特殊效果 也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第685章 符文的本质 胡思乱想了一会儿 张托海将那一堆东西兑换成了积分 他的积分总数暴涨到了1003分 而眷属徽章的等级后面也出现了加号 可以注入积分提升等级 LV1升级为LV2只需要100积分 张托海想了想 决定将积分暂时留下来 等看看机会再决定是用来提升等级 还是购买积分商城里的东西 随后 张托海拍自走机械尝试去拆卸查尔斯留下的前无尾战舰 可是 战舰仍然像是最开始遇到的那艘炮艇一样 根本无法拆解 就连里面的物资也无法搬走 这些家伙 还做得真绝 张托海叹气摇了摇头 让小爱同学将这艘船击沉 搜搜 两发告石高超音速导弹击中了战舰的水线下隔舱 其中一枚直接打断了龙骨 巨大的前无尾战舰断成了两截 随后化作万千粒子消失不见 河面变得空荡荡的 连一个木板都没留下 看来 只有干掉玩家才能获得宝箱 看到消失不见的舰船 张托海又迷入了一丝规则 溜溜答答地回到了车里 张托海将蛮牛指环扔给了小爱同学 把这个留影存档 尤其是上面的符文都要记录下来 然后给莉莉撕送过去 看看能不能破解出来 如果能够解析出符文的秘密 我们就赚大了 指挥官 我这些符文我见过 小爱同学一边记录着蛮牛指环上的符文 一边说道 什么 你见过 在哪里看到过 张托海一听 立刻激动了起来 他原本只是有这么一个预想而已 没想到 小爱同学现在就发现了线索 稍等 小爱同学说着 将一长串记录用全息投影 呈现在了张托海面前 这时 看着眼前一条条飘过的代码 张托海感觉这个场景异常的眼熟 这些所谓的符文 我全都在虚数核心中见过 另外 在世界的背面 我也见过相同的代码 暂时还无法论证功能是否一致 但是根据已有的信息来推断 这些所谓的符文 很有可能就是虚数核心的底层代码 原来是这样 听到小爱同学的论断 张托海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不得不说 小爱同学的论断确实很有道理 无论是科学还是近乎魔法的符文 都不过是底层逻辑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 到底如何运转 还要看被赋予了怎样的底层逻辑 赋予的表现形式就是符文或者是虚数代码 如果一张纸被赋予了无间不摧的底层逻辑 那么 哪怕是洲际弹道导弹也无法伤害气氛后 想到这里 张托海又联想到了 由量子结晶制造的黑散 黑散所释放的能力永恒屏障 也是底层逻辑的一种表现形式 只不过由符文变成了虚数代码而已 这么看起来 这些底层的代码真的很强大 如果掌握了编译的手段 那几乎可以说是所向无敌 而看起来 这个飞红女神就走上了这么一条路 而且 看起来似乎已经成功了 已经可以定向的出产一些符文了 就是不知道其中的代价到底如何 看来 我也要加快动作了 不光要破解代码 还要找到运用到现实的方法 张托海想通了这一关节 随后立刻拿着蛮牛指环 进入了莉莉丝的实验室 他刚一打开大门 砰的一声闷响 一把飞天汽油动力锯 就擦着他的脑袋 砍到了门框上 你又来干嘛 莉莉丝一看是张托海 小脸顿时垮了下来 我已经很忙了 不要再过来 给我添乱了呀 莉莉丝趴在桌子上 一副死狗的模样 这次不一样 这一次是有重大发现 张托海说着 将指环递到了莉莉丝的面前 果然你还没有放弃这种想法 变态 莉莉丝拉紧了自己的白大褂 用死鱼眼盯着张托海 怎么就变态了 你好好看看上面的符文 张托海一脸无语 又不是他想这样的 实在是这个戒指就是这个能力 他能有什么办法 这 这是虚数代码 他们被铭刻在了物品上 然后让物品含有了 虚数代码所代表的能力 莉莉丝果然不愧是学术精英 将指环在手中把玩了两圈 就理清了头绪 没错 所以我想要弄清楚 虚数代码或者称呼为符文 到底怎么具现到现实当中 是普通的铭刻 还是需要什么特殊的材料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如果我们能将代码具现到现实之中 那么一切都将不再是问题 张托海兴奋地说道 嗯 这确实是一件大事 我试试看吧 不过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你要有心理准备 莉莉丝抛了抛手中的蛮牛指环说道 嗯 我明白 张托海点了点头 他知道 如果这玩意 要是那么容易破解 恐怕早就被破解了 不然也不会被粉饰成飞红女神的特殊能力了 尽管这玩意的周期很长 但一定要进行研究 一旦成功 所有的收益将是无法想象的 甚至 连他自己都有望问顶半身 到时候 就不用自己下场打伤打死了 稳坐调倒做一个幕后黑手 岂不是美在 就在张托海做美梦的时候 小爱同学忽然发出了警报 发现低空炮弹已开始自主拦截 搜搜 伴随着呼啸声 两发告示高超音速反箭导弹击射而出 发生了什么事啊 张托海顾不得做梦 连忙跑向了指挥室 发现了两发炮射炮弹 已经被导弹拦截 小爱同学回放着录像 在100公里开外 三艘巨大的战舰在地图上缓缓航行着 为首的一艘巨大的无味舰 目测排水量至少2万吨起步 巨大的300毫米口径的主炮冒着屡屡青烟 最引人注目的是 主炮的炮口上一道道金色的符纹闪闪发亮 因为对方在地图监控范围之外 所以并未发现 当对方驶入地图范围内后 已经开始了炮击 所以没能提前预警 小爱同学自责地说道 这都是小事 有办法干掉这家伙吗 张托海看着那艘巨大的战舰问道 他想试试手气 看看能不能把这门主炮抽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那他将又多了一个研究样本 对于破解虚数代码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686章 对战符纹武器 尝试第一套打击方式 小爱同学说着 启动了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两发高尸高超音速导弹 向着巨大的无味剑射了过去 一眨眼的功夫 高尸高超音速导弹 就射到了无味剑的身前 眼看着就要击中 就在这时 无味剑的船头 一座船手像发出了银色的光芒 船手像是一个美人鱼 通体由银色的金属制成 左手迟钝 右手中拿着三叉戟 头戴花冠 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那银色的光芒 就是从美人鱼的身上散发出来的 那银色的光芒 瞬间就将整艘船笼罩了起来 高尸高超音速导弹 刚刚击中银色光芒区域 就发生了爆炸 变成了两团巨大的火球 然而 被银色光芒笼罩的无味剑 却安然无恙 连一片破片都没落到船上 巨大的战舰没有丝毫异样 继续以银速向着张托海所在的方向驶来 同时 巨大主炮上的金色符纹再次闪亮起来 似乎要进行二次打击 第一次打击受阻 是否进行第二轮打击 小爱同学问道 不 改变目标 先弹掉旁边那两个家伙 张托海否决了小爱同学继续试探进攻的方案 刚才在爆炸的时候 他已经通过3D地图看清楚了 在那座船首相的底座上 刻着一型细密的符纹 已经对符纹有了初不了解的张托海知道 这种程度的防护 在本世界已经是近乎法则级别的了 除非摸清楚它的防御上限 否则只能徒劳地浪费导弹 还是先把后面的那两个跟班干掉比较划算 明白 小爱同学立刻转变了锁定目标 发射了四枚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向着跟在后面的两艘铁甲舰射去 这两艘铁甲舰都是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的风格 巨大的烟囱冒着黑烟 与烟囱并列的 居然还有三个 为了补充动力的风帆 箭手安装着巨大的撞脚 各种主腹炮十多门 不过 最大的似乎也不超过二百毫米 看起来不怎么强 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张拓海暗暗猜想到 然而 这两艘铁甲舰 一艘忽然急速向前冲刺了十公里 与其说是冲刺 不如说是近乎瞬移 一眨眼的功夫 就来到了十公里之外 如果不是两者之间 有一道巨大的白色航迹线 张拓海还真的以为是瞬移 而另一艘铁甲舰虽然被击中了 破了两个直径五米的大洞 但是 那大洞的边缘好像是长出了一些肉芽一样的东西 不断地向着缺口蔓延着 那个大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着 居然硬生生地将一艘要沉没的铁甲舰抢救了回来 张拓海见状连忙将两艘铁甲舰放大 第一艘铁甲舰的风帆 第二艘铁甲舰的船体上都铭刻着金色的符纹 只不过 那符纹对于巨大的船体来说实在是有些小 这才让张拓海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死 张拓海见状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没想到 这三艘来袭的舰船居然都有符纹装备 尤其是那艘无味舰 居然光是展露出来的符纹装备 居然有两舰 看样子实力不低啊 此时 最开始的那艘无味舰已经重新锁定了张拓海 主炮上金色的符纹亮度达到最高 轰隆 一声闷响 一颗炮弹划过将近一百公里的距离 向着张拓海的方向砸了过来 So 一发告示导弹击中炮弹 在空中绽放出一朵绚丽的烟花 硬拼不了 暂时先躲避一下 张拓海见状立刻将车子倒退了一段距离 拐入了一个转弯 确认避开了那三艘船的视线之后 便开入了河岛之中 他的车子早就有潜水功能 期间还进行过一次升级 哪怕是前海底部也可以停留一段时间 更何况这种淡水河道 将车子潜入河中之后 张拓海开始以前航速度 向着最前面那艘铁甲舰逼近 既然导弹无法击中 那就试试接闲站 直接跳帮上去 废了他的速度优势 看看他还有什么别的招数 至于空中 则留下RQ-180随时监控动态 与此同时 那艘无畏舰上 一名穿着白色披风的玩家 双手撑着栏杆 凝视着远方 舰长 根据瞭望手报告 失去了目标踪迹 我们应该怎么办 大副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们的任务是 干掉那个该死的查尔斯 一个敌对的玩家 暂时不用去理会 让闪电号继续向前探索 寻找查尔斯的踪迹 穿着白色斗篷的舰长说道 明白 大副立刻将命令传达了下去 那艘瞬移前冲十公里的铁甲舰扬起风帆 加速向前赶去 看到那艘铁甲舰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张拓海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他的机会来了 看到那艘铁甲舰 加速向着这边赶来 张拓海心中一动有了主意 他将几颗一支当作航空炸弹的水雷拿了出来 在水中按照对方的吃水线设好了定身 放置在了对方的必经航道上 而他自己则静静地悬浮在水中 安静地等待着 过了两个小时 那艘铁甲舰终于来到了张拓海埋伏点附近 而张拓海等得都快睡着了 他发现自己发现了一个对方的弱点 那就是整体航速比较慢 除去某些有特定用途的高速战舰 大部分的现代战舰 大概速度也就是在30节上下 换算一下 也就是55公里每小时 大概是城市中家庭车的行驶速度 那些老式战舰就更拉了 通常在10节到25节之间 风帆战略舰时代更惨 10节就可以跪在甲板上感谢海神了 这对于张拓海这些车子来说是一个优势 只不过如何转化为盛世就让人挠头了 或许可以依靠优势速度将车辆集结起来 再局部形成一场以多打少的战斗 这或许是一个办法 张拓海将这个办法记录了下来 留作以后验证 而他现在需要全力应对这艘铁甲舰 那艘铁甲舰万万没想到 居然还有人敢留在这里偷袭他 甚至还在他的航道上放着了水雷 最可气的是 在水雷旁边 还有一个自走机械 根据铁甲舰的行进方向调整水雷的位置 毫无防备之下 闪电号铁甲舰与一颗水雷进行了亲密接触 第687章 掀下一程 轰隆 一道白色的浪花激起 毫无防备的铁甲舰的船头高高扬起 随后又狠狠地砸了下来 将浪花建起十多米高 巨大的船体一阵剧烈地晃动 要是一艘普通的战舰 就刚才那一下 龙骨早就断了 但是 这艘铁甲舰却只是船手破了一个大洞 水密隔舱进入了大量的海水 但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沉默的风险 迪西立刻启动幻影风帆 逃离这片区域 同时向司命先生通知这里的情况 请他火速增援 闪电号的船长大声发布着命令 是 一道道命令传达了下去 发报员开始发报 船上的风帆金色符文闪动 闪电号以近乎瞬移的速度 急速向着十公里之外急速行驶 只要逃出这片区域就没有问题了 闪电号的船长暗暗想到 然而 闪电号刚刚急速行驶了不到三公里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再次响起 打断了闪电号的急速行径 如果说之前的那枚水雷 只是伤及了闪电号的表面的话 这一枚水雷直接被推到了水密隔舱里 然后爆炸 直接将本就不怎么以坚固的水密隔舱 炸了个稀巴烂 大量的水涌进了船舱之中 闪电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沉着 不少水手健壮纷纷跳下的船 向着岸边游去企图逃生 而在旁边不远处的张拓海都看傻眼了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闪电号居然这么不抗走 两颗水雷就解决了 还以为得跳帮近距离作战呢 看着咕嘟咕嘟下沉的战舰 张拓海也没有了亲自出手的想法 而是让那些自走机械出场打理 哒哒哒哒哒哒 众多自走机械用加特林扫射着船上跑出来的水手 无数人沉湿河中血水将附近的水域都染红了 解决了外逃的敌人 自走机械开始组队攻击还留在船上的人 刚有一台自走机械爬上了船头 就迎来了暴风骤雨般的打击 各种型号的子弹如同雨点般射来 要不是自走机械刚刚改装了钛合金躯体 这一下就能被直接打报废 进攻受挫之后 立刻有大量自走机械围了上来 一轮电将手雷甩了上去 随后就是飞天汽油动力锯空中侦察 此时原本堵在船舱门口的人 已经被电将手雷烧成了焦炭 一个青铜宝箱浮现在船舱之中 一台自走机械立刻过去 拿起了青铜宝箱 宝箱被捡取后 船只和水手的尸体化作流光消失不见 看到闪电号消失 张拓海看了一眼手表 时间定格在5点19分 整个行动时间不超过6分钟 还不错 张拓海关掉了手环上的计视器 同时他看了一眼眷属徽章上的属性 积分已经上涨到了1012 说明这艘船上至少有8名玩家 只有8个玩家吗? 张拓海回忆了一下 刚才和都被染红的情景 明显死亡者绝对不止8个 难道说剩下的那些都是被招募的土著吗? 看来在船队里 那些土著的比率很高啊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策反那些土著 如果能让他们自己窝里反就好了 张拓海暗暗想到 此时001已经将青铜宝箱送到了张拓海的面前 头子女神保佑一定要出个好东西 张拓海双手合十念念有词 对着盒子拜了三拜之后 张拓海才小心翼翼的打开了那个青铜盒子 一把复古的左轮手枪出现在张拓海的手中 手枪似乎是由黄铜制作而成的 整体色调一致 握把是胡桃木 在弹仓的外面刻画着细密的符纹 瘟疫传播者符纹枪械 每一发子弹都蕴含着大量的致命病毒 分别为伤寒 鼠疫 埃博拉 瘧疾 天花 登革热 击中后会让人急速患病陷入各种并发症 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 这东西没啥大用啊 张拓海挠了挠头 这枪最大的亮点是让人急速患上传染病 但是又必须要击中才能有效果 但问题是 既然能击中的话 那再补一枪直接打死多好 干嘛多此一举 况且 手枪的极限射程通常在50米左右 实际作战距离通常在10到20米之间 在这个作战范围内 张拓海完全可以使用更好的高压电流 而不是手枪 不过 这好歹也是一把符纹武器 上面的符纹对莉莉斯破解虚数代码 还是有不少作用的 把这个给莉莉斯送去 张拓海将手枪交给了001 他自己在今天是不敢再去莉莉斯的房间了 怕被砍 这时 小爱同学说道 指挥官 之前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 闪电号内有人用无线电发报 因为太简短 缺少对比 暂时无法破译 不过 我将其拦截了下来 他们之间居然还用电报进行联络 张拓海闻言不由得一愣 不过 人已经死了 这个消息是瞒不住的 他们只要看一眼区域频道就能知道 趁着他们还没离开 先干掉这些家伙再说 张拓海说道 好 大量自走机械立刻回归到了车内 随后 车子以前行形态向着远处的剩余的两艘船靠了过去 此时 胜利号上的私命正一脸阴沉地看着远方 他已经通过区域频道上的复告知道了闪电号全员阵亡的消息 他的脸色阴沉得像是锅底一样 闪电号 是他之前的座驾 他在上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更是派了自己的亲信掌控全局 可是 就这么沉默了 有消息传回来吗 私命转头望向大副问道 没有 没有任何消息 大副看了一眼发报员 摇头说道 舰长 闪电号沉默的太息敲了 我怀疑前面有埋伏 不如我们暂且后退 呼叫支援 等到舰队主力齐聚 在一起出动 一定能扫平前面的埋伏 私命用冰冷的目光盯着大副 你觉得那些该死的家伙 会在原地等着我们慢慢集结大军吗 等到主力赶来 他们早就溜走了 传我命令 全舰加速 我就不信 有着海洋女神雕像的守护 她能把我如何 前进 第688章 跳帮 私命仗着自己的胜利后 尖船力炮 无所畏惧 直接开足马力 向着张拓海所在的区域冲了过来 其实 哪怕他开足了马力 也不过30节的速度 想要抵达出事地点 也要一个多小时才行 而此时 张拓海则正在琢磨着 怎么搞掉剩下的那两艘船 排头的无畏舰 已知的符文装备有两件 一件 是能提供全舰防护船首相 另一件是大幅度提升射程的 大口径主炮 这里面最厉害的是船首相 居然连高超声速导弹都能拦截 那么 水雷什么的 估计也没用 激光不知道好不要用 但是 估计也很悬 就算是有用 激光的创伤面积 还是太小了 对比一个两万多吨排水量的无畏舰来说 和被蚊子咬了差不多 除非一击命中要害 否则基本上不会伤筋动骨 至于另外一艘铁甲舰 看外观效果 应该是拥有船体自我修复功能 而且 速度好像还不慢 两发告尸导弹的伤害 不出两分钟就修复完毕 看样子 需要足够的当量 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才行 否则 哪怕剩下一点 都能慢慢修复 要是只有这么一条船的话 张拓海绝对让对方尝尝 什么叫做饱和式打击 比试一下 到底是对方修理的快 还是自己打的快 但是 在旁边还有一艘船的情况下 就不能这么做了 最关键的是 这条船的实力更强 这里面变数太多了 没有必要冒险 得再想一个别的办法才行 胜利号在航道上 批驳斩浪高速行驶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尾计 剩下的那艘铁甲舰 也紧紧地跟随在一旁 随时护卫 船舱里的水手们 也一个个穿好了防弹衣 拿着各种枪械站在甲板上 紧张着扫尸着周围 充当人形侦测器 自 自了 一阵刺耳的声响起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一个水手 用手肘碰了碰旁边的人问道 我听得好像是汽油锯 我爸是伐木工 我天天听到这种声音熟得很 那个船员说道 汽油锯 你听错了吧 这可是河道上 而且你看看两边都是荒草 连颗灌木都没有 哪来的汽油锯 卧槽 这个水手一边说着 一边无意的一抬头 愕然发现 居然有一把汽油动力锯 从他的头顶上飞了过去 还真有汽油动力锯 还在飞 我不是在做梦 水手有些怀疑的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汽油动力锯真的在天上飞 它们不光再飞 还扔下来一些奇怪的东西 喷喷 咕噜噜 一个个圆滚滚的罐子 掉落到了甲板上 随后一阵阵浓烈的烟雾 从里面冒了出来 迪西 烟雾蛋 立刻有人大喊了起来 有人立刻抓起地上的烟雾蛋 朝着旁边的水里扔了出去 然而 大群的汽油动力锯从天而降 将大批烟雾蛋扔到了甲板上 很快 甲板上就被浓烈的烟雾笼罩了起来 正常的烟雾蛋都是黄鳞和三氧化硫 有刺激性味道 但是 如果忍住的话问题不大 是可以通过抑制硬抗的 但是 这些烟雾蛋都是张拓海特制的 在里面加装了大量的干辣椒粉 这些干辣椒粉随着爆炸 飘散在空气中 那些水手也只是配套了简单的防弹装备 根本就没想到会有人会使用这种招数 一个个被干辣椒粉腔的涕泪横流 嗓子火辣辣的疼 几个水手下意识的用手擦了擦眼睛 好家伙 泪水直接将眼睛糊上了 根本什么也看不清了 就在甲板上的水手乱窜的时候 一个个八条腿的自走机械从水中爬了出来 沿着船舷爬到了甲板上 自走机械配有全套的红外成像仪 哪怕在浓烟之中也能清晰的分辨目标 举起手中的加特林对着船上的玩家进行扫射 哒哒哒 一连串金属风暴扫过 甲板上的水手成劈地倒下去 几个比较精锐地闭着眼睛 躲在掩体后面 对着枪声传来的方向反击 001箭撞 立刻将武器切换成了高压电流 刺了 刺了 一连串电弧闪过 那些帮他们遮挡子弹的掩体 全都成了催命符 躲在掩体后面的玩家 一个个被电得浑身抽搐 这时 指挥室也发现了甲板上的情况 立刻有人架起了反器裁步枪 开始反击 这几个人的枪法还真不错 两轮射击弹掉了三四个自走机械 001立刻指挥剩下的自走机械 用电磁炮反击 砰砰砰 两方开始疯狂对居 尽管指挥室里的人已经拿出了全部的实力 但是 反器裁步枪和微型电磁炮 真的不在一个量级上 反器裁步枪只有打在关键位置上 才能让自走机械失去行动能力 而他们只要被微型电磁炮擦上一下 小半的身子就直接磨了 两方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现场的局势也证明了这一点 两轮骑射过后 别说这些拿着反器裁步枪的人了 就连整个指挥室都被打成到了蜂窝煤 半边指挥室直接坍塌了下来 001一挥手 七八个自走机械一拥而上 冲了上去 占领了指挥室 在指挥室里 一个青铜箱子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 001将青铜箱子捡起 巨大的铁甲剑开始化作漫天的粒子 消散无踪 而那些自走机械也都有了经验 纷纷主动跳入水中 向着胜利号扑了过去 此时 胜利号上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在001帅对进攻铁甲剑的同时 张拓海也亲自指挥了对胜利号的攻击 飞天汽油剧刚刚将烟雾弹扔到胜利号的甲板上时 张拓海就从水里跳了出来 第一个冲上了甲板 然而 胜利号的反应也不慢 立刻启动了船手下 一道银色的光幕将整艘船笼罩在了里面 大量后续冲上来的自走机械撞到了银色的光幕之上 剩下的自走机械箭撞立刻寻找其他的入口 他们绕着胜利号转悠了一圈 愕然发现 整个胜利号像是被鸡蛋壳包裹住了一样 一点缝隙也没留 不论是空中还是水底 一点空隙都没留 第689章 私命 张拓海的跳帮战可以说是成功了 也可以说是失败了 成功是因为他成功地跳到了胜利号的甲板上 失败是因为只有他自己成功地跳了上来 自走机械和飞天汽油剧都被银色光幕隔绝在了外面 草率了 看着满甲板的敌人 张拓海有一肚子MMP要讲 不过 比较幸运的是 在他跳上来的时候 飞天汽油剧已经将掺杂了辣椒粉的烟雾蛋 扔到了甲板上 胜利号的那些船员猝不及防 被烟雾弹枪地失去了大半战斗力 场面对张拓海来说 还是有一点优势的 看我掌心了 张拓海单手一挥 两指对准了附近一个趴在地上揉眼睛的水手 刺了 一道电弧从指尖冒出 窜到了那个水手的身上 强烈的高压电冒出了一道刺眼的蓝光 闪烁了两下 那个水手栽倒在地上不动了 身上散发出一股焦糊的味道 上 张拓海挥了挥手 一直悬停在他身后的六门电磁浮游炮成战斗队形散开 对着周围的人挨个进行定点清除 一道道刺眼的电光在浓重的烟雾之中闪烁 甲板上的身影声渐渐减少 焦糊的味道越来越浓郁 不过 旗舰毕竟是旗舰 水手的素质也不大一样 有几个人从身边的胯包里掏出了防护面具 甚至还戴上了红外成像仪 以身边的其他人为掩护 拿着突击步枪反击 不过 他们手中的突击步枪 根本打不穿张拓海身上的电磁战甲 被电磁浮游炮发现 依一点名清除 整场战斗用了不到一分钟 就将甲板上的109名水手 外加80多名炮手一一干掉 其中甚至还包括了一名玩家 让张拓海的积分上涨了一点 顺便获得了一个青铜宝箱 看到甲板上被清空之后 张拓海立刻向着船舱处飞去 刚飞到半路 前方就响起一阵机枪的声音 子弹打在了战甲表面 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张拓海立刻闪到了一旁 随后解下了一支杯在背后的单兵云爆弹 这是为了攻打舰船特意带上的 舰船里面航道众多 一手难攻 随便一个地方都能躲几个人 一不留神就容易被偷袭 但是有了这玩意 攻守优势就可以轻易逆转 打开来了密封筒 简单地瞄了一下方向 直接扣下了扳机 So 单兵云爆弹射进了舱室 随后轰然炸裂 单兵云爆弹本来的作用 远离就是烧失空气中的氧气 让人窒息而死 在旷野之中尚且能正常工作 在本就狭小且空气浑浊的船舱内 更是如虎添翼 效果比旷野之中好了数倍 作用面积也大大的增加了 噗通 噗通 船舱里传来了接二连三的跌倒声 去探探情况 张拓海没敢轻举妄动 而是直接将电磁浮游炮派了进去 狭窄的航道正是这种浮游炮最好的战场 小巧的身体 强大的攻击 坚固的身体 无声的飞行 就算航道里还有残存的玩家 谁偷袭谁还不一定呢 浮游炮进入航道之中侦查 而张拓海则利用浮游炮的视角 查看航道中的情况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船舱里面的各种航道 一看就是经过专门的改造 到处都是掩体和机枪 还有一些可以推拉的防弹盾牌 一看就是专门防御登船跳帮站的 哪怕有大批的人冲上了胜利号 一时之间也无法完全夺取控制权 只能在航道这个血肉墨房里反复争夺 圣利号的船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不过 遇上了张拓海这个不讲武德的主 直接用云爆弹偷袭 让他的布置成了空 其实 如果能让自走机械上来 张拓海甚至连浮游炮也不会往里派 直接往里扔凝固汽油弹 将船舱变成烧烤箱 就在张拓海在船舱门口 观看浮游炮传回来的图像的时候 眼前忽然弹出了一行提示 注意 圣利号船长司命准备从上方偷袭 而且 使用的武器也是量子结晶武器 请小心谨慎 嗯 有人要偷袭我 张拓海双脚一点 脚下冒出了等离子火焰 整个人急速向后退去 而在他的前方 一个浑身漆黑的人影 从天而降落到了甲板上 这人一身黑色的绒装 身后一件黑色的大肠 手中一把长剑直插入甲板之中 刚才若不是张拓海躲得快 此时恐怕已经被钉在甲板上了 来人神色阴郁 半长的头发披散开来 脸上挂着半张无脸人的面具 这造型看起来有那么一股反派的味道 你就是袭击的主使者 司命看着张拓海冷冷地问道 少废话 张拓海脚下的等离子喷射器方向调转 飞到了半空中 随后手中的电磁炮对准了那家伙 直接按下了启动键 搜 一发合金弹丸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射向对方 正常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是绝对无法反应过来的 等到发现的时候 身子都已经被冻穿了 可是 让张拓海惊愕的是 眼前这个黑衣人单手一挥 扬起了大肠 那金属弹丸在快要打到大肠上的时候 像是被施展了魔法一样 合金弹丸的速度急速变慢 最终慢慢地停在了大肠之前 最终耗尽了洞门掉落在了地上 张拓海见状大惊 手中多出了一枚硬币 向着私命弹了过去 经过利利斯的改造 他也可以使用出超电磁炮 只不过 威力和精确度 都比不上正经的电磁炮 但是 作为替补攻击手段 倒是不错 然而 那枚硬币在靠近大肠之后 也和之前的合金弹丸一样 缓缓地停止了下来 跌落到了地上 这大肠有问题 张拓海皱起了眉头 战术头盔 开始快速扫描对方的大肠 经过一番检查 果然在大肠的边缘 看到了一型细密的金色符纹 只不过 大肠外面有一层绒毛 将符纹遮掩了起来 不仔细观察 还真不容易发现 居然还有符纹装备 这家伙的装备 也太好了吧 张拓海心中暗惊 就在这时 私命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就这些手段 如果只有这些手段的话 那就去死吧 说完 私命猛地跳了起来 明明他身上 没有什么喷气式装备 但是 只是这么一跳 却直接来到了张拓海的面前 随手手中的长剑 向着张拓海砍了过去 第690章 怪异的面具 这家伙怎么跳得这么高 是改造过还是装备 看到跳起来的私命 张拓海也是差点没反应过来 不过他回手拔出了一只背在背后的黑伞 横在了头顶 提示系统可是提示过 对方有量子结晶制造的武器 张拓海早就在爱丽丝那里 见识了量子结晶的秘密 只有量子结晶武器才能对抗量子结晶武器 否则就会被打成虚无 看到张拓海拿起了黑伞抵挡 私命眼中闪过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嘲弄 他已经用这招坑了无数的玩家 很多玩家都以为他手中的长剑 只是一把附加了符纹的锋利长剑 想要用符纹武器抵挡 可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手中的长剑根本不是符纹武器 而是一把量子结晶武器 用普通的符纹武器去抵挡量子结晶武器的结局 自然不用多言 一瞬间就被打成了虚无 而这也奠定了他在区域内单挑无敌的赫赫威名 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看到了 眼前这个该死的家伙被自己砍成虚无的场景 然而下一秒的景象让他呆住了 因为那把不起眼的黑伞居然挡住了他手中的长剑 长剑砍在黑伞之上 别说将对方砍成虚无了 哪怕连伞步也没有割破 怎么回事啊 怎么失灵了 这家伙怎么没消失啊 难道是使用的方法不对 思命猛地加大了力气 用力地想要向下压下去 然而张拓海脚下的等离子喷射器也猛地加大了力度 思命猝不及防之下 背顶地失去了平衡向后翻滚而去 而就在这时 张拓海抓住了机会 手中的一股电流击射而出 这一次 张拓海学惊了 电流并没有射向面积比较大的身体 而是直接射向了那半张毫无防护的脸上 高压电流直接没入体中 瞬间 思命的半张脸就变成了焦虎的黑炭 思命在惨叫的同时 张拓海的眼中也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因为正常人在遭受这么一击之后 肯定已经死了 脑子都被烧成灰烬了 可是眼前这个思命看起来似乎只是受伤而已 甚至连重伤都算不上 你 居然敢 思命单手提箭 另一手捂着自己受伤的半边脸 飘浮在半空中 仅剩的那只眼睛冒出凶利的光芒 居然敢伤害我 我是绝对不会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张拓海手中的电流就再次袭向了他 这一次 思命不敢再拖大 单手扬起了大肠 挡在了面前 湛蓝色的电流击中了黑色的大肠 大肠上金色的符纹闪烁 尽管高压电流威力无比 可是却无法穿透大肠的防御 最终能量消耗殆尽 消散无踪 感觉到电流消失 思命的嘴角 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看来眼前的这家伙也不过如此 如果不是刚才自己大意了 绝对不会被伤成这个样子 只要自己小心一些 这家伙就伤不了自己 就在思命放下手中的大肠 准备反击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把黑伞猛的 砸向了他的脑袋 无耻的家伙 思命怒骂着一边抬手 扬起大肠抵挡 另一只手中的长剑 刺向了张拓海的小腹 他对自己大肠的防御力 有着充分的信心 准备硬撑着挨一下 也要将张拓海干掉 然而 就在他手中的长剑 刚刚刺出去之后 却惊愕地发现 张拓海的身体 竟然横着飘了起来 整个人倒悬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而那把黑伞 也顺势绕过了他手中的大肠 砸中了他毫无防护的后脑 思命感觉到 身体正在迅速消散 包括他花费巨大代价 打造的战斗套装和黑色大肠 全都变成了虚无 这和那些被他杀掉的玩家 一般无二 原来是量子武器 怪不得 可是 他是怎么获得了 难道 思命感觉到脑子无法再运转下去 因为他的身体彻底消散 成了虚无 哪怕一粒灰烬都没有留下 除了一个宝箱 荡浪 两件东西从高空中跌落了下来 掉落到了甲板之上 居然还有东西能剩下 张拓海也是一脸的惊恶 他急忙抱起了那个宝箱 然后降落到了甲板上 捡起了那两件掉落的物品 此时巨大的胜利号开始化作漫天颗粒 消散无踪 一直阻隔着的银色光膜也消散了 众多自走机械和飞天汽油锯也都冲了进来 撤 都撤回去 张拓海踩在一把飞天汽油锯上 指挥着众多自走机械飞速车退 小爱同学也从水中升了起来 接应众人撤离 张拓海带着自走机械回到了车里 这才有空查看缴获的物资 除去几个玩家死亡留下的宝箱之外 剩下的就是一把长剑和一个半边脸的面具 那把长剑和半边面具都是私命佩戴的物品 张拓海最先将长剑捡了起来 仔细地端向了一下 普通的手半剑造型 剑身上也没有什么花纹装饰 看起来就像是一把普通的长剑 但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一件量子接近物品 它最恐怖的不是锋利的利刃 而是更高的位格所造成的降维打击效果 别说长剑造型了 哪怕造成马桶揣子的外形 也能轻易地将重型坦克打得灰飞烟灭 一丝痕迹都不留下 张拓海小心来回翻看了一下 准备回头送到莉莉丝那里去研究 同样的武器它已经有了更好的黑伞 放到它这里也没用 还不如送到莉莉丝那里去 或许还能有什么新发现也说不定 将长剑放下 张拓海好奇地拿起了那半张面具 这玩意居然能在打击之中留下来也是他没有想到的 他原本以为这东西只是一个普通的用来装逼的面具 最多也就是一件符纹装备 可是哪怕那间大厂都被打得灰飞烟灭了 这张面具却毫发无损 这足以证明了其不凡的品质 难道说这东西也是一件量子结晶打造的物品 张拓海好奇拿起了面具仔细地端向着 面具很普通 整体线条十分平整 除了吐出的鼻梁和眼洞能看出来是个人形之外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标识 不知道为什么 张拓海感觉心中生起了一股奇妙的感觉 那就是将这张奇怪的面具带到脸上 只要戴上这张面具 他将会拥有一切 第691章 瓦尔基里的守护 戴上它 戴上它 你将获得一切 张拓海感觉有一个声音在他的内心之中低语 他的手也变得有些不由自主地想要把面具带到自己的脸上 张拓海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痘大的汗珠滴滴答答地往下落 拼命地想要把手中的面具扔出去 可是 他的手就像是不听使欢一样 死死地抓着那半张面具 怎么也扔不出去 甚至还试图往脸上戴 张拓海感觉体内就像是生出了另一股势力一样 正在疯狂地争夺着身体的控制权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玩意 张拓海拼命地挣扎着 可是 身体上不听命令的区域越来越大 从手指逐渐蔓延到了整条胳膊 而且正在向着纵身蔓延 难道 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张拓海心中惊恐万分 拿着面具的手也不断地靠近张拓海的脸 张拓海拼命地向后养着身体 可是也无法阻止 面具距离他的脸越来越近 随着面具的靠近 张拓海仿佛听到了疯狂的笑声 而且 还不是一个 而是一群人 一大群人在他耳边狂笑笑声尖锐 私利且疯狂 让人头皮发麻 甚至 在面具中 还渗透出了丝丝缕缕的黑气 黑气之中有着无数猙獰的脸 拼命地向外爬着 似乎是想要冲出黑气的笼罩 就在这时 忽然一张鲜鲜玉手 将那半张面具扯了过去 张拓海瞬间感觉到脑海之中一片清明 身体也瞬间恢复了控制 身体的忽然恢复 让张拓海猝不及防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养在了地上 呼 张拓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随后仰头一看 一个穿着女仆服装的小姐姐 正站在她的面前 手中正拿着那半张面具 这个女仆小姐姐她也认识 正是上次给她送来眷属徽章的存在 见过 小姐姐 从地上爬了起来 恭敬地说道 你很不错 居然能在邪神的低语下坚持这么久 女仆小姐姐满意地点了点头 邪神的低语 是这东西的名字 还是说 这东西来自邪神 张拓海问道 都可以 女仆小姐姐轻笑着说道 你很敏锐 这东西确实来自邪神 专门用来蛊惑策反玩家的 而且 这种东西的形状万千 以后遇到了要小心 把你的卷者徽章给我 女仆小姐姐伸出了手 给您 张拓海文言不敢怠慢 连忙将卷者徽章递给了女仆 居然弄到了一千多积分 很快嘛 女仆小姐姐扫一眼上面的积分 诧异地看了张拓海一眼 侥幸而已 张拓海连忙谦虚地说道 不要光想着攒积分 买商城里的东西 最好把等级提升起来 好处很多 女仆小姐姐一边说着 手指一抹徽章 徽章上多出了一道闪电的印记 随后 女仆小姐姐将徽章随后扔给了张拓海 给你附加上了女神免下的印记 以后就不会被邪神蛊惑了 这个面具我拿走了 这玩意就给你交换 算是弥补你的损失了 女仆小姐姐说着 将一个纸环扔给了张拓海 还有 我叫林 女仆小姐姐说完 跨步进入了光门之中 消失不见 这 张拓海站在原地完全没插上话 他还有很多疑问 没有问出口 比如 邪神是什么 邪神出现的目的是什么 有什么对抗的方法 杀掉或者举报的话 有没有什么奖励 结果 这个林小姐完全不给他提问的机会 自顾自地做完了交易就离开了 张拓海低头看了一眼卷者徽章 上面多了一行提示 被女神眷顾的信任 永远不会被邪神蛊惑 这是抵抗迷惑的BUFF 张拓海拿着徽章翻来覆去地看了两眼 随后将其小心地收了起来 随后 他拿起那枚指环看了一眼 脸上的表情瞬间精彩了起来 蛮牛指环 特殊物品 佩戴后提升换支长度 提升百分之二十 耐久提升百分之五十 体力提升百分之一百 让你重振雄性雄风 附带技能 野蛮冲撞 蛮牛之力 相位猛冲 翻将倒海棍 翻云覆于手 这玩意我有一枚了 还丢我一枚 是什么意思 张拓海看着这枚指环直挠头 而且 林小姐给我这个 是什么意思 是随手拿的 还是有什么隐喻 张拓海拿着指环左右 看了半天 也没发现这指环和原本的那枚有什么不同 算了 继续拿回去做研究吧 就当多了一个试验样本 张拓海无奈将其收了起来 随后 张拓海来到了那些青铜宝箱前 一个个将其打开了 宝箱里的东西 都是随机的 小到一块发霉的面包 大到一门三百毫米口径的主炮 都能开出来 不过 这些玩意儿大多对张拓海没什么用 只能换积分了事 就在张拓海以为 这一次开宝箱又是一无所获的时候 忽然 眼前出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雕像 雕像通体银色 主体是一个美人鱼 一手拿着三叉戟 一手拿着塔盾 头上戴着罗马盔 赫然正是胜利号的剑手雕像 瓦尔基里的守护 六级雕像 符文装备 可当作六级专用配件使用 启动后可以获得瓦尔基里的守护 在一分钟内抵挡任何伤害 冷却时间 一小时 原来持续时间只有一分钟吗 看到船首相的具体数据 张拓海顿足垂胸 早知道这玩意的持续时间 只有一分钟 他就卡着冷却期干到对方了 也不至于出后面这些乱事 他觉得 以后看到各种符文装备的时候 一定要多试试 指不定就能卡着冷却时间 将对方干掉 小爱同学 上岸 继续赶路 张拓海摇了摇头 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指挥官 天色渐晚了 要不要现在就跨过河道 直接进入下一圈赛道 小爱同学问道 听到小爱同学这么一说 张拓海一抬头 愕然发现 此时太阳已经西斜 看样子再过几个小时 天恐怕就要黑了 明天就要缩读圈了 还是提前离开比较好 其他的玩家 还要找桥梁 或者河道进入内圈 张拓海则完全不需要 直接找个平坦的地方 过去就好了 想到这里 张拓海开着车 向着河对面开了过去 第692章 超延展 张拓海开着车 向着运河那边开过去 就在这时 对面传来了一阵阵的马达声 张拓海扭头一看 一辆气垫船缸 从对面的河道里爬上了岸 正好和张拓海撞了一个对联 双方水手没有动手 张拓海没动手是因为 他摸不准对面到底是哪边的 虽然 对方看起来开的是气垫船 但万一像他一样 也是一种改装车型呢? 这种对抗战场上 自己一方本来就不占优势 万一再将枪口 对准了自己一方的人 说不定还会引来女神的干涉 得不偿失 而对方则看着张拓海的汉马车 外观从水里冲出来一脸猛逼 什么时候汉马也能射水了? 兄弟们 干掉这个家伙 气垫船上的几个人 率先扔下了顾虑 操起气垫船上的机枪 对着张拓海的车子猛射了起来 平平平 众多子弹打在了张拓海的外甲上 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响声 这可是你们自己动的手 这就别怪我了 张拓海一看这些人动手了 顿时乐了 这一下 他可有了动手的理由了 不管对方是哪边的人 他都没有了顾虑 解决这些毫无防护的家伙很容易 进防炮扫一圈就可以了 不过 张拓海不想就这么快地干掉他们 他打算废物利用一下 拿他们试验一下 新获得的船手向的作用 启动瓦尔基里的守护 张拓海说道 一道银色的光芒 瞬间笼罩住了张拓海的车子 这道光芒不光是笼罩了车子的周围 甚至连顶端和车底也全都包裹了起来 从外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银色的鸡蛋 而那些子弹则被那道荧光纷纷弹开了 这 这是什么 几个玩家傻愣愣地看着骤然出现的银色光幕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忽然在他们的身后一道巨大的水花飞溅起来 张拓海凝神望过去 一条巨大的鞍康鱼从水里探出了头来 这条鞍康鱼巨大无比 光是那张嘴看宽度至少也有20米 鞍康鱼张着大嘴猛地冲到了岸上 将气垫船连同张拓海的车子一起吞了进去 随后 再次没入到了水中 张拓海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整个人在车里连续转了好几个圈 这才勉强抓着扶手稳住了身体 情况怎么样 张拓海问道 车体状况良好 银色光幕还有42秒持续时间 旺财轻伤 莉莉斯因为忽然变故导致实验失败 现在很生气 处于易怒阶段 建议不要轻易靠近 阿伟头部撞到尖锐物体死亡 正在复活中 小爱同学报告着车里的情况 可怜的阿伟 张拓海感叹了一句 随后说道 立刻分析脱困的可能性并罗列办法 最优解为利用激光发射器进行攻击 但是 光幕之外都是酸液 我担心酸液会伤害到激光发射器 这是我们唯一的八级武器 在找到可替代物品之前应尽量保留 确实如此 有替代方案吗? 张拓海看了一眼光幕之外的酸液 点了点头 此时 在光幕之外 正有半截腐蚀的残破不堪的尸骨飘过 正是刚才那机枪对着张拓海扫射的玩家 可是 近来才几秒钟 就被腐蚀成了如此样子 可见 这酸液的腐蚀性不是一般的强 如果可以 张拓海真的不想冒着损失八级武器的风险 可以尝试使用刺声波 干扰安康 让其呕吐 将我们吐出去 不过 成功几率未知 那就先试试看吧 张拓海无奈地说道 我有办法 一个清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张拓海回头 发现莉莉丝推门走了进来 此时 莉莉丝的脸上多了许多黑灰 发烧上多了些许烧焦的痕迹 白大挂上多了几个窟窿 显得有些狼狈 什么办法 快说说 张拓海连忙说道 这个 莉莉丝摸出了一个粉色的正方形的真空素风带 中间还有一个凸起的圆环 这玩意有啥用 张拓海不解 这是我最近研究出来的超延展泛用性 TT 无论大小尺寸如何 都可以自动调节到最佳尺寸 达到最佳的舒适度 这是材料学上的创举 莉莉丝一本正经地说道 可是 这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什么关系 张拓海不解 为了满足你的各种奇怪 XP 免得插错了地方伤了身体 我特意增加了这东西的抗腐蚀性 哪怕是外面这种腐蚀性极强的强酸 也不在话下 莉莉丝认真的说道 所以呢 张拓海擦了一把汗 决心以后一定要把那些本子藏好 把这个东西套在车上 扑 张拓海一口水 差点吐到莉莉丝的脸上 我没开玩笑 莉莉丝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试试吧 张拓海无奈 莉莉丝将手中的TT交给了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控制着机械手 拆开了包装 随后撑了起来 那个直径最多两公分的TT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拉伸着 张拓海小心翼翼地看着 生怕下一秒就被撑爆了 然而 那种事情并没与发生 尽管 一个直径不足两厘米的TT 被四条机械臂撑成了一个直径 至少四米的圆环 但是 却依然没有任何断裂爆开的意思 延展力好强啊 张拓海惊叹 那是 这可是我亲自设计的发明 莉莉丝昂起了头 一副我很厉害 快来夸夸我的样子 守护剩余时间十秒 开始尝试进入 小爱同学看了一眼时间 随后控制着车子 向着TT里面驶去 进去了 进去了 旺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旁边 握着双拳在一旁说道 这 张拓海看着这一幕 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但是怪在哪里又说不出来 感觉这一幕紧张又荒诞 车子缓缓地驶入了里面 守护时间到 银色光膜破碎 滚滚的酸液向着张拓海的车子流淌了过来 啪 四个机械手臂同时松手 淡粉色的薄膜紧紧地贴在车身上 将车体大部分都笼罩在了里面 留在外面的 就只能下了一个等离子喷射器 点火 莉莉丝发出了命令 呼 等离子喷射器喷射出了熊熊火焰 第693章 催眠系统和磁悬浮 宽阔的航道之上 一条死掉的安康飘浮在水面上 在他的肚子上多出了一个大洞 洞口还冒着丝丝缕缕的焦糊味道 而张拓海的车子则停在安康的尸体之上 张拓海穿着电磁战甲 正在往下扯粉刺的薄膜 你说 你把这玩意设计得这么结实干嘛 张拓海一边说着 一边用力地往下扯着 谁让你的XP那么奇怪 各种猎奇的动物都有 不造劫十点 万一中途破了怎么办 莉莉丝抱着肩膀在一旁说道 而且 刚才你可是生怕这玩意不解释 现在反倒抱怨太结实了 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莉莉丝抱着肩膀说道 呼 张拓海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粉色薄膜从车上扯了下来 为此 他把电磁战甲里的储备电量都耗费了大半 你这个电池有些问题 正常使用没问题 就是超负荷使用的时候 电量消耗猛增 你看我一开等离子喷射器 能量表就缩缩的往下跌 让我都不敢轻易使用 张拓海说道 你那个本来就是试验品 有些技术问题都是正常的 不过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莉莉丝说道 真的吗 有真的电磁战甲了 张拓海兴奋的跳了起来 顿时感觉身上又充满了力气 嗯 虽然也是试验型号 但 至少比你身上这款强上不少 莉莉丝按了一下手环 立刻 一套崭新的电磁战甲 从远处飞来 套在了莉莉丝的身上 新款的电磁战甲外形上 仍然以白色为主 胸口和四肢 带有少量规则的蓝色色块 看起来十分的整洁 唯一比较让人注目的是 新战甲表面的光泽度 好像比就是战甲更高了 总感觉有什么不太对 有什么新功能 张拓海好奇地问道 新功能有很多 当然 最杰出的就是这个 伴随着莉莉丝的话语 电磁战甲 瞬间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差点闪下了张拓海的狗眼 张拓海连忙拉下了面甲 同时用手遮挡 通过手指的缝隙 张拓海可以看到 此时莉莉丝身上的电磁战甲 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镭射灯 身上散发着各种炫彩光芒 像是置身于敌厅一样 各种炫彩的光芒晃的人眼睛 都快瞎了 大圣 快收了神通吧 张拓海无奈地说道 对不起 按错了 莉莉丝手忙脚乱地操控着 各种炫光消失 却而代之的是 一道道流光在战甲的表面流动 这些流光就像是流水一样 在战甲表面流淌 明明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投影 但是 细看之下 似乎又有某种韵味在其中 让人忍不住沉浸其中 你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 莉莉丝的声音 仿佛远在天边 又仿佛静在眼前 张鱼哥纪念 你问这个干什么 张拓海胸前的卷者徽章 散发出了一道金色的光芒 让张拓海的脑子瞬间清醒了过来 你不是想知道 新功能是什么吗 就是这个 催眠诱导 利用声音 光芒和气味 将人在不知不觉中催眠 然后进行各种诱导性提问 获得信息 甚至还可以针对性地植入某种信息 具体效果 根据对方的体质有所波动 因为只是初级版本 想要升级的话 需要收集更多的样本和资料 进行针对性的优化 所以 以后多用一用这个功能 丰富一下数据库 莉莉丝说道 催眠 原来是这个玩意 张拓海想起来了 当初和莫里亚地对战的时候 他还差点着了对方的道 没想到 莉莉丝居然将这个功能优化过来了 有了这个功能 以后又贡 就不用再用蜂蜜了 可信性也大幅度提高了 还有什么新功能吗 张拓海不知足地问道 还有一些数据系统的优化 比如数据作战 数字地图 新传感链路什么的 这些你都自己体会 当然 最主要的是去掉了等离子喷射装置 莉莉丝说道 什么 去掉了等离子喷射装置 没有这个东西我怎么费 张拓海大声问道 你听我说完 每次都是这么急吼吼的 莉莉丝甩了一个白眼 继续说道 去掉了等离子推进器 主要是因为 这东西的性价比不合适 我在电磁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开发了磁悬浮系统 现在放在你身上进行试验 如果试验成功的话 就可以安装在车子上了 到时候 就不用再纠结于使用哪种车轮 不用再局限于公路 而是直接悬浮在公路之上 各种地形都将不再是障碍 莉莉丝说着 整个人缓缓地飞到了半空中 像是鱿鱼一样在空中翩翩起舞 这个牛逼 张拓海看着半空中的莉莉丝眼睛都直了 等离子喷射器这东西 是能让它在天上飞 也能悬停 但是 推背感太强 而且 加速的时候不太好转弯 有了这个磁悬浮装置 那在空中行动就方便多了 而且 如果装到了车上 那以后 就真的不用再纠结于各种路况了 不论是何种路况 一律飞过去没商量 喜欢吧 喜欢就多练习 多收集实验数据 数据越多 试验进度就越快 这一天就会更早一点到来 莉莉丝说道 我有一个办法 能加快获得数据的速度 张托海文言忽然灵机一动 什么办法 莉莉丝文言眼睛也一亮 把这套系统 给飞天汽油锯 和自走机械都安装上 我一个人收集的数据肯定有限 而且 我也不可能总是冲在第一线上 他们平时使用的机会更多 给他们加装上 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 这倒也是个办法 莉莉丝点了点头 这虽然增加了她的工作量 但是对数据收集 确实大有益处 为此多付出一些工作量 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 帮我把浮游炮 改装成飞天汽油锯吧 张托海有些无奈地说道 哦 我记得之前 你是为了面子死也不肯该的 现在怎么变了想法了 莉莉丝眨了眨眼睛 细血地问道 第694章 飞天汽油锯版万箭归宗 这个 其实 我仔细想了想 飞天汽油锯的样子 也不是不能接受 不过 如果能优化一些的话就更好了 张托海有些无奈地说道 其实 在胜利好船舱航道之战中 张托海就发现了浮游炮的弊端 那就是 攻击手段太单一 只有高压电流 如果遇到多方向敌人 或者太复杂的战场情况 就会出现问题 他的浮游炮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复杂的航道之中 损失掉了两个 要不是 莉莉丝用料扎实 损失的恐怕还会更多 而飞天汽油锯 除了具备浮游炮的攻击能力之外 还有多种攻击方式 近战 远战 投掷 自爆 侦查全方位一体 除了样子难看了一点之外 没什么缺点 出于性价比考虑 张托海也要换装飞天汽油锯 当然 如果外形要是能优化一下的话 就更好了 放心吧 已经在电磁战甲之中 内置了飞天汽油锯的控制系统 另外 也优化了编队系统 已经可以初步实现万剑归宗了 莉莉丝说着一挥手 数百把飞天汽油锯在空中 汇聚出了一把巨剑的形状 悬浮在众人头顶 伴随着恐怖的嗡鸣声 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而且 这些飞天汽油锯 还在不断的释放着电流 一时间 巨剑之上电流涌动 周围狂风大作 真的给人一种 巨剑随时会劈砍下来的感觉 你把这个叫做万剑归宗 倒是可以用来装逼 张拓海拖着下巴在下面品头润足 或许是看习惯了 张拓海竟然莫名觉得 这个样子似乎也不是那么丑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你送来的那两枚蛮牛指环上的符纹不一致 莉莉丝在一旁说道 什么不一致 他们不是一样的吗 张拓海一愣 扭过头来 不敢置信地问道 没错 虽然 他们的最终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 两者的符纹却并不一样 至少不是完全一样 我和小爱同学探讨了一下 觉得可能是编译方法问题 这种差异化 对于我们破解代码很有用处 这种东西尽快收集 越多越好 莉莉丝双手扎在口袋里说道 你以为这玩意是大白菜吗 还越多越好 我费了一天的力气 才弄来这么一点 你对付着用吧 如果需要的话 那个传手像 你们也可以用 别弄坏了就行 至于新品吗 等碰到了再说 张拓海挥了挥手说道 其实 如果不是私命太难缠 那件黑色的大厂 她还是有能弄到手的希望的 可惜被黑伞打散了 不过 符纹倒是被记录了下来 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还有最后一件事 莉莉丝忽然脸色一正 对着张拓海说道 什么事 张拓海很少看到 莉莉丝这么正式的神色 也不由地郑重了起来 我想要替小爱同学 向你要一件东西 莉莉丝说道 什么东西 需要你亲自出面替她讨药 她自己不能直接对我说吗 张拓海好奇 她的主观想法是 一切都替你考虑 尽可能的向你提供帮助 而不是向你索取帮助 哪怕有问题 也会自己进行处理 这也是她没有主动 向你索取的原因 不过 如果你要是能把东西给她的话 研究进度会大大加快 我是看不过去了 才插这么一句的 莉莉丝说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身上难道还有这种玩意吗 张拓海不见 梦境宝石 梦境宝石 张拓海显然有些忘记了 在这里 莉莉丝说着 从张拓海的口袋里 摸出了一颗红色的宝石 看着这颗红色的宝石 张拓海的记忆慢慢地复苏了 这是她在螺旋山脉世界 边界村副本之中获得的物品 具体效果是将对手 托入一个由她勾置的梦境世界之中 如果她能在梦境世界杀死敌人 那么敌人也会在现实之中挠死亡 只不过 这东西的触发效果有些鸡肋 需要碰触到才行 再加上她从那时起 渐渐地改变了作战方式 开始使用外骨骼作战 后来又变成了电磁战甲 几乎用不到贴身肉搏 也就渐渐地把这东西给忘了 要不是莉莉丝提起 她早就忘记了 身上还带着这么一个玩意 早说嘛 反正放在我这儿也没用 需要尽管拿去 张拓海将梦境宝石 放到了莉莉丝的手心里 随后叫出了小爱同学 以后 有什么需求就立刻对我说 只要是我有的 都会全力支援你 没有的 我也会尽可能去弄到手 有什么事情 不要多闷头自己解决 明白了吗 嗯 小爱同学低头戳着手指 还有什么需求吗 一块说了吧 我争取一次性给你解决 说吧 你的研究有进展了 对它好处也不小 不用藏着掖着 莉莉丝也在一旁鼓励着 我需要申请一块原石 和一块量子结晶作为研究 原石用那块小的就行 量子结晶用那把匕首就可以了 小爱同学抬起头说道 眼中冒出了西迹 那把匕首我可以做主给你 不过那个小块原石是莉莉丝的 你愿意吗 张拓海转头望向莉莉丝 那个小块原石 原本是莉莉丝寄存灵魂的物品 要是使用的话 需要考虑莉莉丝的意见 我无所谓 已经转生了 就不需要寄存灵魂了 哪怕需要 也有一块大的做备用 足够了 莉莉丝说道 那好 那我就做主了 这些物资都调布给你 张拓海大手一挥做出了决定 谢谢指挥官 我会尽快做出成果的 小爱同学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还有什么需要吗 张拓海继续问道 没有了 我这就回去工作 小爱同学的全系投影消失 对了 张拓海扭头想要问莉莉丝一点事情 却发现莉莉丝早就离开了 这家伙 张拓海还想问问对方等离子光剑的事情来着 不过 现在他已经有了更好的黑伞了 也就懒得再问了 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张拓海看着沉下去的太阳 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 今天还真是异常的忙碌 可把他累得够呛 他抬头看了看周围的情景 不由得一惊 立刻蹲下了身体 第695章 发现海港 张拓海发现 隐隐在不远处似乎是有一群巨大的建筑 只不过雾气萌萌看不清楚 不过 在建筑群中 一座巨大的金字塔佇立在那里 金字塔的塔尖 有一块巨大的金属尖顶 散发着闪烁的光芒 这光芒甚至穿透了迷雾 像是灯塔一样指引着众人向他进发 张拓海向前数了数 他距离那个巨大的金字塔 似乎只剩下了三道河道左右 我不是应该在第9或者第8河道吗 怎么跑到第4河道来了 难道说是那个 安康把我带过来的 张拓海低头看了看那具安康的尸体 不仅摇头 这家伙活着的时候就不安分 死了也给他找了个麻烦 居然直接将他带到了第4河道 不过 他本来也是要前往内圈的 安康这一番倒是省了他不少力气 只是 不能沿途干掉敌对区域玩家的战舰了 毕竟 这是一个区域对抗的世界 目标是干掉对方的玩家 而不是比谁能第一个抵达核心区 我是在这条航道多几圈 干掉一些敌对玩家 收割一波积分呢 还是直接前往中心去 那里好像有一些奇怪的建筑 应该会有一些机缘 张拓海暗暗琢磨着 不过 中心区一般都异常的危险 要不要找人先去探探路 就在张拓海琢磨着下一步的行动的时候 岸上忽然响起了一阵轰鸣声 张拓海扭头一看 五六辆巨大的钢铁列车从远处驶来 这些钢铁列车冒着黑烟 车身上挂满了各种装甲板 车身上的炮门都被打开 一门门火炮从里面伸了出来 这是海格的装甲列车 他怎么在这里 张拓海记得海格在昨天晚上被其他半神带走了 当时列表上人都消失了 可是现在又出现在了这里 小爱同学查查对面那些车子安装没安装临近系统 看看编号是谁 张拓海目光阴郁地说道 指挥官根据临近系统编号 这些正是海格先生的车和他的扳手与齿轮车队 还真是他们 张拓海点了点头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海格显然是加入了飞跃女神的阵营 双方成了不死不休的敌人 一定要有一方死亡才行 但在不久之前 他还和海格是战友 双方关系还算融洽 现在一下子就要敌对 让张拓海心中有些犹豫 到底要不要出手 张拓海的内心有些犹豫 正在这时 海格那边也发现了 在水中飘着的张拓海 立刻拿起大喇叭喊了起来 和尚的兄弟别开枪 我们也是飞跃女神的属下 刚刚加入进来的 正在进行河岸巡逻 你在区域频道上能找到我的名字 海格你可以核对一下 咱们可以私聊验证 嗯 这是什么情况 听到海格的话 张拓海不由的冷了一下 他们觉得指挥官开的是一艘奇怪的船 以为是自己人 小爱同学在一旁说道 这时根据临近系统间听到的对话 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 小爱同学在一旁说道 这样的吗 居然把我当成了同伴 张拓海低头看了看脚下巨大的安康尸体 再看了看落下的夕阳和昏暗的光亮 如果不注意的话 还真容易错认成造型怪异的大船 既然没认出来 那就先这样 向前开一段时间再说 张拓海打定了主意 就这么先混着再说 同时他把RQ180挽回召集 先把前面的路探查清楚了再说 看到张拓海没有说话 海格等人也不敢乱说什么 毕竟他们是新加入飞跃麾下的 坐驾也和其他人不同 这一路上下来 没少遭受白眼 好几次都差点打起来 现在 看到张拓海没回答 以为又是遭到了白眼 也有点习以为常了 干脆也不再说话 就这样 两方各怀心思 沉默不语 都在继续向前前进 过了一会儿 RQ180跨越了几道河道 回到了张拓海的上方 开始沿着河道搜寻前方敌人的踪迹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 RQ180传回了一条消息 在前方一百公里的位置 有一个大型的码头 大量的船只聚集在那里 不知道在干什么 嗯? 有大量的船只 张拓海一下子就精神了起来 他立刻爬了起来 查看着RQ180传回来的照片 在照片上 大大小小的船只 都停靠在一个巨大的档弯里 这些船只 不光大小不同 而且样式各异 从照片里 张拓海就看到了巡河炮艇 快速登陆舰 铁甲舰 无位舰 巡洋舰 还有大量的风帆战舰 盖轮船 飞舰 宝船 各种船只穿插其中 像是一个巨大的船只博览会 当然 在众多船只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一艘酷似卑斯麦的战列舰 巨大的身躯 在港湾里 如同一座大山一样 给人压迫感十足 这么多战舰停在这里干嘛呢? 张拓海好奇地想到 不过 不管你们打着什么主意 都不重要了 张拓海兴奋地搓了搓手 如果把这些船都打成的话 那么收获一定会不小吧? 至少上千分应该是少不了的 张拓海估算了一下数目 随后 对着小爱同学说道 做好准备 换装高超音速导弹 一轮骑射 争取将它们全都打垮在港湾里 尤其是那艘战列舰 绝对不能放跑了 张拓海说道 明白 小爱同学 连忙将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里的导弹 大部分都换成了告示高超声速导弹 不过 为了稳健起见 还是保留了四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大量的飞天汽油具被弹射了出来 大量的飞天汽油动力具 在空中组好编队之后 向着海港的方向飞去 它们是后续的攻击编队 专门负责对付那些漏网之鱼 发生了什么? 看到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汽油动力具 海格等人惊呆了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它们的方向是海港方向 这么飞去肯定不怀好意 它们不是朋友 是敌人 一个玩家立刻反应了过来 快 快向港区汇报 敌人有开船的玩家一定要加强警戒 另外要把防空力量组织好 另一个玩家一边说着 一边试图在舰队通讯器里喊话 可是 通讯器里全是杂音 根本就没有一丝的信号 第696章 改变命运的机会 怎么办? 一个玩家问道 既然无法阻止 那就干掉它们 至少我们阻止了基地的损失继续扩大 这样 对上面也有个交代了 海格想了想说道 既然损失已经无法避免了 那就尽量将损失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可是 这家伙明显不好对付 那么多垂直发射导弹 万一要是没干掉它 让它把矛头对准我们 就全完了 一个玩家有些担心地说道 如果我们不能干掉那家伙 才是真的完了 海格摇了摇头说道 他深知 对于它们这些新的皈依者来说 任何一个决定处理不好 都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如果 要是其他的玩家在这里 觉得打不过 转头就跑 完全没什么问题 但坏就坏在海格他们是新加入的皈依者 谁知道 他们是不是在考验气质内 如果真的有一双眼睛在旁边盯着 他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基地被灭掉 自己却转头就跑 说不定会当作叛徒处理掉 最好的结果 恐怕也会让人印象不佳 慢慢被排挤 边缘化 最终沦为炮灰 所以 这种情况 谁都可以跑 唯独他们这些人不能跑 非但不能跑 反而还需要攻上去 证明自己 这就是皈依者的无奈和悲哀 老大 另一个玩家还想劝说两句 海格打断了他 我们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而且 我们这么多装甲列车在旁边 以线列阵线排开各种大小火炮三百多门 优势在我 准备行动吧 看到海格已经下定了决心 那名玩家张了张嘴 最终放弃了劝说 将命令传递了下去 情况确实如同海格所说的那样 他们没有任何的退路 只能选择执行 战斗队型准备 一辆辆钢铁列车按照战斗队型排成一字长蛇阵 一门门火炮从炮口中推了出来 对准了不远处张拓海的车子 为了让火力发挥到极致 甚至连各种口径的机枪都没放过 全都拉了出来 甚至一些玩家扛着突击步枪和RPG亲自来到了战斗岗位 报告战备情况 海格坐在指挥中心说道 各战斗岗位已经就位 火炮准备就位 雷达已锁定 火箭弹桩填完毕 通讯链路链接完毕 已经完整战斗准备 临近系统自带的温婉女声播报了当前状态 听到成熟温婉的提示声 海格原本悬着的心稳定了许多 有了临近系统的辅助 再加上三百门各种口径的火炮 有心算无心之下 迎面很大 干了 开火 海格点燃了一根精品雪茄 抄起了一把蒸汽机枪 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 一连串夜光弹扫过 在黑夜之中划过了一道道闪亮的弧线 然而 十几秒过后 海格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了 除了他们几个玩家手中的单兵武器之外 一门火炮都没有开火 怎么回事 海格不明所以 连忙询问道 可是 一直有问必答的临近系统 却一点回音都没有 不光是临近系统 就连所有的通讯设备也全都断掉了 对讲机里除了杂音之外 没有任何声音传来 那些操作屏幕上也全是雪花点 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什么破系统 平时都好好的 怎么在关键时刻坏了 海格咬牙切齿 不过还好他留了一手 海格拉断了分闸门 断开了系统链接 准备使用原始手段操控火炮 可是 当他开始行动的时候 却愕然发现 所有的火炮 全都被退回到了初始位置 参数归零 就连炮弹也都退出了炮堂 全都好好的锁在弹药库里 这 海格已经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 他急急忙忙跑去弹药库去取弹药 可是 还没等到他跑到弹药库前 就感觉到身体猛的飞了起来 随后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看着旁边一台台炸成碎片的装甲列车 张拓海不由的叹息了一声 原本还打算看在往日的情面上放你们一手的 谁让你们自己 非要自己作死呢 杀掉海格 张拓海心中也是犹豫过的 如果不是海格将火炮对准了他 他都准备放对方一马了 毕竟对方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以来少数几个比较熟悉的人 结果就这么亲手被自己干掉了 忽然 张拓海想到了同样被其他半神招拦走的沙龙巴斯 赵婉婉 李飞宇 苏木苏奇等人 如果再次见到他们 是不是也和今天见到海格这样不死不休呢 张拓海对这种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身份更加的厌恶了 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一种能彻底摆脱这种身份的方法 至少可以不再面对这种和熟人互相残杀的局面 有什么办法呢? 张拓海拖着下巴思索了起来 一个东西搁了他一下 什么玩意? 张拓海摸索了一下 从兜里摸出了一个手机 看到手机 他眼睛一亮 这是爱丽丝在临走之前留给他的手机 据说可以通过这玩意传递消息 甚至还可以跨世界传递消息 只不过他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爱丽丝所说的那么神奇 试试看 张拓海打开了手机 经典的智能机布局 背景是一座通天的巴别塔 下面还有一串不起眼的编号 应该是手机的编号 在页面之中只有一个APP 是一个信件的图标 张拓海将其点开 发现是一个通信软件 可以文字 可以语音 甚至还有一些自带的表情包 通信列表里就只有爱丽丝一个人 爱丽丝小姐 能问一个问题吗?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脱离半神剑的对抗? 张拓海编辑了一条信息发了过去 滴滴 一条信息的提示音响了起来 随后 一条信息传进了手机里 两个办法 真的有办法 看到爱丽丝的回信 张拓海眼睛一亮 原本她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没想到居然还真有办法 能具体说说吗? 张拓海激动地问道 第一个办法很简单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 努力地参加对战 把积分提升上去 将眷属等级提升到100级 就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爱丽丝回信道 第697章 潜水艇 努力参加对战 还提升到100级 看到爱丽丝的回信 张拓海差点吐血 她的目标就是脱离对战 摆脱那种和熟人对战的可能 结果 实现路径竟然是努力参加对战 这和她的原始目标就敌对了 那第二个办法呢? 张拓海问道 第二个办法没有操作性 简单的来说 首先你要是一个虚数世界的土著 其次 在没有半神的引导下觉醒 最后 没有被半神招募 自主参加一些觉醒者组成的组织 这样天然就可以不用参加半神剑的对战了 就像是我这样 如果 转生到土著世界呢? 比如 我投胎到土著世界 然后借此脱身呢? 张拓海忽然想到了莉莉丝转生的办法 如果 这个方法要是可以的话 那么她就可以逃脱这个命运了 也不用每天苦苦求生了 想多了 这里的必要条件就是没有被半神招募 如果 已经被招募的话 灵魂上就会被打上该半神的印记 哪怕死亡 也无法更改 这种印记 只有半神级别的存在才能抹去 你以为 各种转生 克隆的手段 我们没试过吗? 全都没有用处 哪怕换了一具身体 也没用 而且 你以为生活在虚数世界的土著就安全吗? 那些掌握在半神手中的虚数世界 每个一个周期就要被重启 借此收集量子结晶 在这种世界 你根本就没有发展起来的可能 只能一次次被打回原点 至于 那些没有被半神掌控的虚数世界 虽然自然重启的时间周期很长 可以拥有发展时间 但同样 会被那些半神所觊觎 他们会拍自己的手下去 攻略这些世界 夺取虚数核心 而那些土著 就会被当作NPC 被随意杀戮和摧毁 这也是我们会组织起来 准备推翻那些半神的初衷之一 爱丽丝说道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原委 张托海点了点头 从中他也分析出来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爱丽丝曾经是一个原住民 他所在的世界 应该是被一些半神所攻占了 所以他才会加入了那个 以反抗半神为目标的巴别塔 不过 这对他来说 依旧没什么用 根本无法解决他现在的问题 还记得我当初就告诉过你 努力参加对战 努力提升等级吗 其实 这是摆脱你目前困境最好的办法 只有提升到了一百级之后 你才能获得改变命运的资格 在此之前 你就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叶子而已 只要不提升到一百级 无法获得那个机会 终究会有一天被浪花打翻 永世不得翻身 那个机会到底是什么 张托海内心被爱丽丝挠得痒痒的 很抱歉 现在我还不能说 因为 没有到达那个阶段 知道了反而对你有害 不过 有一点我可以提前告诉你 那就是 现在想要做什么 尽管去做 等到了那个机会 获得了改变命运的契机 一切都将会被改变 那些你之前所做过的错事 都能被抹去 被修改 一切一难评 都将被改写 所以 在那之前 不要害怕犯错 也不要担心会留下麻烦和遗憾 因为 到了那个时候 一切问题都将不是问题 看着爱丽丝的留言 张托海点了点头 她暂且明白了爱丽丝的意思 那就是等她提升到了一百级 会有一个修改命运的机会 甚至能抹去她之前所犯的一切错误 这话 让她内心痒痒的 如果 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还真要努力提升等级了 我倒看看 提升到一百级之后 那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到底是什么 就在张托海还准备问点什么的时候 小爱同学忽然发出警报 指挥官 发现有敌人准备偷袭 偷袭? 张托海一愣 连忙将手机收了起来 扑到了3D地图前 偷袭者在什么方位? 是从那个海港出来的吗? 张托海问道 偷袭者是从后面靠近的 并非来自军港方向 对方是一艘潜艇 正在水下 小爱同学说着 将3D地图进行了放大 在后方50公里左右的位置 一艘潜水艇 正在水下高速航行着 这艘潜水艇呈水滴行 水下速度极快 正在飞速地向着张托海所在的方位靠近 能判定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 并准备攻击了吗? 张托海对潜艇不怎么了解 好奇地问道 已经侦测到了对方的火控雷达 并且鱼雷发射管已经打开 预计10秒钟之后将会发动进攻 10秒钟之后发动进攻 张托海看着那艘潜水艇已经打开了鱼雷舱 河水正在灌入鱼雷舱之中 鱼雷已经漂浮了起来 处于了带激发的状态 立刻做好反鱼雷准备 然后进行反击 张托海连忙说道 他的话还没落地 那一枚画着鲨鱼头的巨大鱼雷就发射了出来 那鱼雷的速度极快 速度达到了100多节 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着 尾部的火箭发动机喷管也运作到了极限 无数气泡冒出 画出了一道白色的尾线 看着那枚长度超过了8米的巨大鱼雷 张托海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玩意一看就是专门用来对付大型战舰的 自己的车虽然经过了多次改装 各种装甲也升级多次 现在更是有了等离子护盾外加反应装甲和镀隔装甲 但是面对这种鱼雷仍然不敢拖大 张托海拿出了黑伞 防备着万一小爱同学没拦截住 就用黑伞的绝对防御来抵挡 幸运的是小爱同学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四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悉数射出 两枚一千一后直扑奔袭而来的鱼雷 剩下的两枚直扑远处的水滴型潜艇 轰隆隆 一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击中了鱼雷 在水中发出了剧烈的爆炸 水滑溅起了十米多高 而剩下的三枚也接近了潜艇 那艘潜艇也发现了射来的反潜导弹 可是作为潜艇隐身才是最大的保护 失去了隐身能力就如同待宰的羔羊 面对反潜导弹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防御手段 只能看着反潜导弹击中自己的外壳轰然爆炸 呼解决了 张拓海正准备尝出一口气 忽然发现 在一大片潜艇碎片之中 一艘怪模怪样的小船出现在了视线之中 第698章 机甲 这又是什么船 张拓海连忙放大了3D地图 仔细观察 在3D地图之上 一艘更小型的潜水艇 从原本的潜艇残骸之中脱离了出来 随后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张拓海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 地图旁边的参数上 那艘小型潜艇的速度直接飙升到了100节 堪比它之前发射的鱼雷 而且速度还在急速提升 把它给我打下来 张拓海喊道 明白 小爱同学 立刻将两枚新装填好的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发射了出去 然而 那艘小型潜水艇越跑越快 而且 还在头部冒出了大量的空气 这些空气在潜艇外面形成了一层空气空炮 无形中大大的降低了潜艇的阻力 提到了速度 一瞬间 潜艇的速度提升到了200多节 这已经不是在水下航行了 几乎是在水下飞行 除了少数一两款空炮鱼雷 几乎没有任何水下 航行器能达到这个速度 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只是一款通用型的反潜导弹 研发的时候 就没预想过要对付这种难缠的对手 因此 在对方将速度提升到200节后 不出意外的落空了 登陆 准备战斗 看到对方速度这么快 张拓海知道 在水中肯定不是对方的对手了 还是回到陆地上比较好 至少 那里是他的主战场 遵命 小艾同学立刻操控着车子返回了陆地上 并且将近防炮和激光武器都准备妥当 准备在陆地上迎头痛击对方 而张拓海则派出了不少自走机械 潜藏在各处比较昏暗的地方 等着打对方的冷枪 张拓海刚刚布置妥当 那艘小型潜艇就开到了张拓海所在的位置 有本事你上来啊 张拓海看着3D地图上的小型潜艇暗响 然而 下一个课 张拓海惊得差点掉了下巴 那艘小型潜艇居然从水中一跃而起 冲到了半空中 像是一条跃出水面的大鱼 要只是如此就算了 最让人惊恶的是 这艘小型潜艇居然在空中开始变身 原本水滴形的外壳眨眼间裂解开来 不出五秒钟 那艘小型潜艇竟然变身成了一具六米多高的机甲 这机甲通体银灰色 双足双臂 大体成人形 只不过 四肢异常的粗大 看起来十分的不协调 那机甲十分的灵活 甚至在空中来了的空帆 向着张拓海的车子踩了下来 哒哒哒 不需要张拓海提醒 四门进防炮就一起开火了 金属组成的弹幕将整片区域封锁了起来 让对方根本无处可逃 密集的金属弹幕甚至打破了不少关节连接处 让电火花直冒 而张拓海则趁机将车子推出去二百多米远 碰 银灰色的机甲落在了地上 将地面踩出了一个巨大的凹陷 一面巨大的塔盾树立在了他的面前 挡住了密集的金属风暴 这面塔盾异常结实 哪怕进防炮打上去也不过是见起一点火花 或者留下一点凹陷 想要打穿着实需要不短的时间 哼 机甲怒吼了一声 举着巨大的塔盾当作遮蔽物 猛地向着张拓海冲了过来 等的就是现在 张拓海眼睛微微眯起 按下了激光发射的按钮 巨大的塔盾不光挡住了进防炮的子弹 也挡住了机甲的视线 张拓海可以趁机使用激光偷袭 而不用担心被对方发现 这对于张拓海来说 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刷 一道拳头粗的激光射出 无间不摧的光柱直接射穿了塔盾 同时也射穿了机甲的左胸口处 自拉 自拉 左胸口处电火花闪烁 这一下虽然没有直接要了对方的命 但是 机甲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动作也变得不协调了 此时 机甲的速度大大减慢了 想要凭借速度优势追上张拓海 已经成了痴心妄想 机甲也明白了 此时自己的状态 他忽然举起了自己的右臂 手臂上的手掌掉落 从里面伸出了一个黑洞洞的炮口 砰 一发黑色的炮弹向着张拓海急速射来 那炮弹上一连串金色符纹闪烁 狗大祸 张拓海按骂了一句 不敢怠慢 连忙让进防炮拦截 四门进防炮立刻射出弹幕 试图拦截那枚漆黑的炮弹 但是 这炮弹上面的金色符纹不断地闪烁 在炮弹外面裹挟了一层金色的罩衣 将所有的子弹都拦截在了外面 炮弹依旧畅通无阻地向着张拓海飞了过来 真难缠 张拓海怒骂了一句 抽出了黑伞 准备使用永恒守护来抵挡这枚炮弹 光凭借汽车自身的防护 张拓海还真没信心抵挡下来 然而 就在他准备使用的时候 忽然 同他胸口的位置冒出了一团白光 这团白光急速扩张 直接将车子囊括在了其中 那枚漆黑的炮弹一头撞在了白光上 轰隆 黑色的炮弹轰然炸裂 张拓海感觉眼前一阵的漆黑 面前呈现了一个直径一米的小型黑洞 周围的一切都被迅速席卷一空 像是被人用刀切割下去一块一样 然而 白光所笼罩的区域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 甚至连灰尘都没飘起 那座小型的黑洞晃动了两下 失去了支撑 轰然溃散 但是 曾经被吸入其中的物品 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黑洞溃散之后 白光晃动了一下 也消失不见 一行游戏提示弹了出来 伟大的女神勉夏感受到了 你将会遇到生命的危险 对你进行了庇护 原来是触发了这个技能 看到提示 张拓海明白了刚才那团白光的游览 他的卷属徽章拥有女神的庇护的技能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几率触发 触发后处于无敌状态 至于时间则有好感度而决定 因为有提示系统 再加上实力强劲 张拓海很少遇到危险 外加这个触发几率实在感人 以至于张拓海都快把这个技能忘掉了 没想到 今天居然触发了 女神的庇护的出现 不光让张拓海一愣 更是让那个银灰色的机甲大惊失色 看着原本志在必得的一击功亏一篑 机甲知道留在这里没有什么好处了 立刻向着旁边翻滚准备跳入水中 然而 他刚刚滚落入机 正准备落入水中 竟然不由自主地扶了起来 第699章 大悟 机甲满脸猛逼 他明明没有使用任何动力系统 怎么自己忽然扶了起来 而且 还特么直接回到了道路的中央 不光如此 机甲还听到身下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 他低头一看 赫然发现 数十把汽油锯正拖着他缓慢飞行 这些汽油锯像是有人组织一般 整整齐齐地将他拖举了起来 光是拖举也就算了 这些汽油锯还刁钻地卡住了他身上的几处大关节 让他动弹不得 还有一部分汽油锯正在尝试着聚开他的身体 谢特 机甲怒骂了一句 背后忽然弹出了八条机械触手 这些触手末端都带有锋利的抓钩 八条机械触手向着那些汽油锯抓了过去 想要将这些汽油锯从身上扯下来 然而 还没等他的计划实施 一连串闷响响起 一枚枚金属弹丸从黑暗处射出 直接将一只只金属触手打成了两截 看到这番情景 机甲驾驶员知道大势已去 无奈地按下了一个角落里的红色按钮 碰 机甲的头脱离了身体飞了起来 等离子火焰带着他急速向着高空而去 你给我等着 我迟早要回来复仇的 机甲驾驶员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张拓海 眼中都快冒出火来了 他十几个世界的积累全部葬送 只带着一个机甲的头颅离开 这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不能承受的损失了 咱们之间没完 等我回到组织里补齐儿装备 我一定会复仇的 机甲驾驶员狠狠地想到 然而 下一秒 让他惊恐的一幕就出现了 张拓海和地面上的车子竟然越来越大 追上来了 机甲驾驶员连忙按动推进器 想要加快速度 然而 此时 小爱同学已经侵入了他的控制系统 暗暗地控制着推进器调转了方向 机甲驾驶员越是加速 就越接近地面 等到机甲驾驶员发现的时候 机甲已经处去失速状态 完全失去了控制 碰 机甲的脑袋摔到了地面上 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 随后 机甲画作流光消散 只留下一个青铜宝箱留在原地 这是 把自己摔死了 张拓海错愕地看着那个地上的宝箱发愣 这家伙是专门过来搞笑的吧 张拓海不由得挠了脑脑袋 这家伙从突袭自己 一直到摔死 充满了黑色幽默 不过 这家伙也确实很强就是了 要是一两个世界之前的张拓海 还真的未必能做到这么游刃有余 说不定还要吃大亏 看来老子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嘛 张拓海一边想着 一边将宝箱捡了起来 随手打开 一张图纸掉落了出来 张拓海缓缓将其展开 机甲改造图纸 让潜艇具有机甲变形功能 改造后 可选择性保留四种武器 作为机甲武器插件 保留武器的体积 不能超过机甲体积的15% 这 看到这张图纸 张拓海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这东西 居然只能作用于潜艇 不能作用于汽车 这就十分的遗憾了 而且 武器位的限制 又降低了张拓海对其的评分 如果强行改装的话 就要去掉41克瓦茶垂直发射器 这对张拓海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只能忍痛割爱 他又不能将其卖给对面的那些人 增加对方的实力 幸运的是 这玩意挺值钱的 居然可以卖50个积分 堪比50条人命 也不算亏 张拓海准备先给莉莉丝 作为设计下一代机甲的参考 然后 再卖积分 来得一鱼两吃 他刚把图纸卷起来 小爱同学的虚拟形象 就出现在了张拓海的面前 指挥官 由于刚才攻击被打断 袭击的港湾的计划未能进全攻 大量风帆战列舰 凭借灵活的身形和低热源 躲避了导弹的突袭 驶离了港湾 嗯? 张拓海这才想起来 他之前正在袭击一个 集结了大量船只的港湾来着 结果被海格和这艘潜艇接连打断 导致预计战果大打折扣 放跑了很多中小型船只 只有第一轮被重点攻击的大中型船只 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被赶过去的汽油锯捕刀彻底击沉 各种青铜宝箱飘满了海港 而那些小型的炮艇 风帆战列舰 小型驱逐舰早就不见了踪影 那些剩下的汽油锯正在打扫战场 捡尸宝箱 张拓海看了看积分已经上涨到了321分 核算一下 他刚才袭击海港居然杀掉了1000名所有的敌对玩家 可以说的尚是战功赫赫了 如果 要是再将那些青铜宝箱算上的话 估摸着能上4000分 在这个世界 估计也没有人能超过我这个纪录了吧 张拓海暗暗想到 同时 他对自己心脏的承受能力感到诧异 明明刚刚杀掉了1000多人 心中却根本没有任何不适 想来想去 张拓海将其归结于超视剧作战带来的后果 因为 一切都是在视剧之外进行的 这也就导致了 缺失了那种战场上血肉横飞的真实感 让他感觉就像是在打游戏一样 人命似乎已经变成了数字 可以随意加减 想到这里 张拓海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他现在可以是其他玩家为数字 那么 在更高位的存在中 他是不是也只是一个数字呢 这种发现 让张拓海感觉到烦闷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准备出去散散心 就在这时 他忽然发现 河面上飘起了雾气 这雾气越来越浓 视剧也被迅速压缩 不知不觉间 雾气将周围的一切都包裹了起来 视剧被压缩到了两米之内 更远处 就只是浓重到化不开的雾气 不对劲 张拓海警惕地盯着四周 他本能地感觉到 周围这浓重的雾气有问题 小爱同学 立刻检测周围雾气的成分 检查毒素 检查周围的热源变化 查看是否有袭击者 另外查找撤离的路径 张拓海说道 雾气不含乙之毒素 但含有少量未知成分 无法辨别 已经启动自动进化系统 热源未发现变化 小爱同学报告着数据 就在这时 张拓海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阵木板的挤压声 第七百章 南缠的骷髅兵 什么声音 张拓海本能地感觉到不太对劲 启动了身上的武器系统 嘎吱吱 怪异的声音越来越强了 像是有人在推动着一扇年九世修的破木门 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其间 还有一些杂乱的 东西落地的声音 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拓海谨慎地扫视着周围 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种环境之中 最重要的 就是谨慎和小心 胡乱跑 才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就在张拓海全神戒备的时候 忽然 一只骷髅从迷雾之中钻了出来 出现在张拓海面前 这骷髅身高和正常人差不多 骨骼已经发黄 并且生了不少霉斑 不少水藻缠绕在骨头上 身上挂着破烂的布条 头上带着一个袖记斑斑的牛角盔 头盔上还寄生着不少藤壶 看起来就像是一具在海水中泡了很久的枯骨 骷髅手中抓着一把弯刀 弯刀几乎已经被袖记覆盖满了 一看就是叠满了破伤风buff 当然 最引人注目的是 这个骷髅的眼眶里冒着两团绿色的火焰 我操 看到这个骷髅 张拓海吓了一跳 他原本以为这是一个科学为主的世界 可是 越来越多的奇怪的生物的出现 正在不断地动摇着他的认知 他原本以为各种黑科技机甲和基因变异生物 就已经够离谱的了 没想到 骷髅兵这种只有游戏和小说之中才存在的生物 居然就这么站在了他的面前 那骷髅兵看到张拓海之后 眼眶中的灵魂之火猛地跳动了两下 嘴巴发出了咔咔的声音 看起来似乎十分的兴奋 手中的破伤风加十二弯刀猛地向着张拓海砍了下来 张拓海连忙一闪飘到了旁边 与骷髅兵拉开了距离 这时 禁防炮也瞄准了骷髅兵 哒哒哒 密集的金属弹幕扫向了骷髅兵 因为 骷髅兵的身体大部分都是中空的 因此 大部分弹幕都从骨骼的缝隙之中穿了过去 只有少部分弹幕击中了骷髅兵的身体 将骨头打成碎片 不过 弹幕就是弹幕 哪怕骷髅兵自带闪Buff 在绝对密集的弹幕面前 依旧难逃被打成碎片的命运 很快 这只骷髅兵 就变成了一地的碎骨 好像也不是很可怕 看到骷髅兵死了 张拓海的心情平静了一点 然而 还没等他高兴完 那只骷髅兵 居然又开始缓缓地爬了起来 那些破碎的骨头 又重新拼接到了原本的位置 就连骨骼之间的裂缝也开始拼合起来 甚至 就连那把被打断的破伤风弯刀 也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要不是地上还散落着弹头 张拓海甚至还以为刚才被回荡了 咔咔咔 骷髅兵再次举起了手中的弯刀 向着张拓海冲了过来 物理攻击不起作用吗 那试试这个魔法攻击 张拓海飘到旁边 抬手对准了骷髅兵 一道湛蓝色的高压电流射向了骷髅兵 刺了 刺了 湛蓝色的电流击中了骷髅兵的身体 若是一个哺乳动物 面对这种高压电流早就被烧得焦虎了 可是 骷髅兵还跟没事人一样 继续向前冲 甚至 连灵魂之火也没什么变化 电系抵抗 那试试火屑 张拓海连忙抓起了一个火焰喷射器 对着骷髅兵焚烧起来 炽热的火焰不断地舔视着骷髅兵的身体 不光将它身上的那些破布片和水草都烧成了灰烬 甚至连附着在身体表面的那些霉斑都烧尸一空 可是 那骷髅仍然迈着大步追着张拓海看 一点受到伤害的意思都没有 日 这是什么情况 看到骷髅兵一副油盐不尽的样子 张拓海皱起了眉头 与此同时 迷雾之中也响起了阵阵枪声和电疆手雷的爆炸声 显然 周围的那些自走机械也遭遇了这些骷髅兵 现在正在进行交火 形势不容乐观 小爱同学 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攻击手段吗 张拓海一边和骷髅兵周旋着 一边问道 他一直在试图找到常规的消灭骷髅兵的方法 这样能为他下一次遇到同类的怪物积累经验 而不是每一次都要让他用黑伞去碾压 这样的效率太低 当然 如果万不得已 他也就只能动用黑伞的高位格 去碾压这些骷髅兵了 现在还剩的攻击方式 只剩下了阿雅小姐 小爱同学说道 阿雅 张拓海记得对方的能力类型是超能力 能力效果是冻结 可以将物品冻成冰块 然后碎裂掉 也行 让他出来试试 张拓海说道 好 三十秒过后 车门打开 阿伟穿着一件作战服 拎着加特林机枪 率先冲了出来 阿达 阿伟大喊了一声 对着骷髅兵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 噗 骷髅兵顶着加特林的扫射 一刀刺进了阿伟的胸口 扑通 阿伟倒在了地上 开始等待复活 笨蛋哥哥 姗姗来迟的阿雅 看到阿伟倒在地上的样子 不由地捂住了额头 他发现 自从哥哥发现自己有不死之身后 就走上了花式作死的道路 并且一路狂奔 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 每天不作死个一两回 就好像缺点什么 骷髅兵干掉了阿伟之后 举着弯刀向着阿雅冲了过来 此时的阿雅正好在火头上 骷髅兵一下子撞到了枪口上 冰封 阿雅向着骷髅兵伸出了左手 气势汹汹的骷髅兵 瞬间被一道厚厚的寒冰冰封在里面 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冰雕 爆 阿雅单手一捏 砰的一声闷响 巨大的冰雕变成了漫天的碎片 骷髅兵也变成了遍地的碎骨头渣子 然而 那些碎骨头又开始向着中间巨拢 一个崭新的骷髅兵眼看着又要重新站起来 死 看到不断复生的骷髅兵 张拓海也感觉到有些头疼 自从进入求生世界以来 他经历过的战斗也算是不少了 从野兽到病毒 从变异生物到轨迹生命 自认为也算是见识丰富 可是 像骷髅兵这么难缠的家伙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难道 真的没办法用常规手段解决 张拓海皱起了眉头 中文字幕底部